第138集 大家兴奋地笑道 目光中满是自信的战役 区区山林 大家根本就没放在眼里 之前吃了瘴气的暗亏是个意外 谁能想到通风的山坡上都有瘴气 这片森林太诡异了 不过这样的意外不可能再发生 都甩开脚步朝前走去 李锐和一名战士抬起山珠赶紧跟了下去 队伍中充满了朝气 充满了士气 也充满了无谓的自信 这样一支部队还有什么任务不能完成 极星军中 李锐看着这样一支 充满着战斗乐观主义精神的部队羡慕不已 自己要是真正的成为其中一员该多好呀 想到自己的战斗里 无奈地苦笑起来 第一小队最弱的都是七级基因战士 还是因为对方是中级预设狙击手 破例加入 其他全部都是八级 留五十九级 这样华丽的战队天下难找了 和这样的战队并肩作战 绝对是一种幸福 哪怕死也无憾了 固然 前方行走的人纷纷停止前进 蹲下来紧接四周 就像一群密室的恶狼闻到了血腥味 悄悄收起了利兆 生怕惊跑了猎物 茂密的树林里 细雨飞飞 山风袭袭 树枝摇曳 一个阴冷的气息 在雨蒙蒙的树林里泥漫 透着几分压抑 不远处偶尔传来不知名生物的叫声 给这片林子平添了几分诡异 第一小队将士们 跪自瞄准各自前方 背靠着背 无形中组成了一个椭圆形防御阵势 无论危险从哪个角度爆发 都有人能挡住 李锐和抬着山珠的将士 也停了下来 将山珠放下 两人迅速散开 各自找地方隐蔽起来 李锐闪身 到了一棵大树背后藏好 背靠着大树检查了一下武器 趁着还没有开打前 做好战斗准备 一双冷军的目光扫过周围 见所有人 都已经进入了战斗状态 并且交替掩护着往前推进 扩大防御范围 很快 刘武狙击手来 做出几个战术手势 所有人就地隐蔽好 一名将士拱着身子 来到刘武跟前 两人低声交谈了几句 对方点点头 朝一个方向小心侦查上去 而队伍中那名预设狙击手 却如灵猫一般 迅速爬上一棵高大的古树 躲在树叉里架起了狙击枪 随时提供活力支援 树林里视野很小 看不远 只有站得高才能看得远 这么做最大的弊端 就是也容易暴露在敌人的枪口下 李锐有些不解地 看了眼狙击手埋伏的位置 终极实力的预设狙击手 是不可能懂得高处的弊端的 这么做肯定有他的道理 机会难得 正好借机好好学习一下 以为将来 想到这 李锐也迅速爬上一个大树 不等藏好后 就发现前面树林里 上去侦查的兄弟 正藏在一个大树背后 两名武装人员 从一侧小心地摸上来 眼看着就要经过 侦查的兄弟的藏身之所 这位兄弟 猛然猛虎般扑了上去 一拳就打爆了一名 武装人员的脑袋 身体顺势猛地旋转 一条鞭腿狠狠地 抽在另一个人的下巴 直接将对方的脑袋 都抽得变了形 两名敌人轰然倒地 没了动静 厉害 李锐看到这一幕 热血沸腾起来 紧紧地抓住树叉 恨不能马上投入战场 两名敌人 两次攻击 几乎都是一个呼吸间 就完成了 动作是那么地流畅 那么地精准 那么地高效 这才是真正的战斗啊 得手后 侦查的兄弟 将尸体拖到一个低洼处 快速用周围的落叶 将尸体掩盖 自己三两下 爬上周围一个大树 躲在树叉中间不动了 李锐惊讶地看着这一幕 已是有些不理解 树上没有回旋余地了 一旦暴露怎么办 没多久 十来个人 呈半圆形搜索上来 其中一人 好像看到了什么 指指点点 李锐惊讶地 通过狙击镜观察过去 发现地上有一支激光枪 难道是刚才那名兄弟遗漏了 不应该啊 正寻思着 就看到一名敌人 快步走上去 捡起激光枪观察起来 很快 又有两名敌人围笼上来 其中一人 好像是领队 李锐有些懵 猜不透 侦察的兄弟 这么做的战术意图 忽然看到什么东西 落在了敌人脚下 一栋狙击镜望去 发现是一枚激光手雷 迅速抬头望去 哭了一声 激光手雷炸开 强悍的激光 瞬间将周围三人包裹 消融成一大片血肉 刺激开去 李锐暗自庆幸起来 如果刚才继续通过 狙击镜观察爆炸 绝对会被刺眼的光 伤了眼睛 他也是有些 佩服那名侦察的兄弟了 居然直接用激光雷攻击 难道就不怕暴露吗 在树上可没有躲避的空间啊 不等李锐反应过来 又是两道爆炸声 几乎同时响起 几名敌人当场被炸死 剩余的敌人发现树上有人 赶紧引闭 举枪就要开火 忽然 虚空中 击刀激光一闪而没 剩余的几名敌人当场击毙 没有一人能成功扣动弯击 李锐看到这一幕猛然醒悟过来 好高明的战术配合呀 完全以自身实力为基础设置的战术 先是侦察的兄弟无声解决两人 从对方身上摸到激光手雷 再将尸体掩盖却又故意留下一把激光枪 敌人看不到同伴的尸体就不会警觉 而看到激光枪则会好奇的上来查看 甚至为首的人也聚拢上来了解情况 就给攻击造成了条件 一枚激光手雷干掉三名敌人 其中一人还是领队 敌人没有了领队 后面的仗就少了变数 紧接着 又是两枚手雷攻击过去 尽可能多地杀伤敌人 剩余的敌人马上找地方躲避 躲避的敌人成了静止的固定板 比移动的目标好打多了 狙击手趁机开火 顺势将剩余的敌人全部清除 这是一次完美的配合作战 这一切都建立在庞大的实力和自信上 无论是负责侦查的兄弟还是狙击手都在树上 事实上非常危险 如果换成普通人 这么做肯定会弄巧成桌 反而成为活靶子 实力 一切都是实力 基因战士之间的战斗 完全不能按常理来论 常规部队的配合战术 在基因战士的战斗中 或许作用并不大 基因战士有一套属于 自己的战术风格和技巧 这一切让李瑞眼前一亮 正寻思间 就看到树上那名兄弟 直接从20来米高的大树上跳了下来 落地后 一个翻滚就卸掉了所有观景的冲力 快速冲上去 将敌人身上的激光雷 全部都收脚挂在自己身上 直到最后一名敌人之后 这名兄弟又快速忙碌起来 李瑞通过狙击镜 仔细观察学习起来 时间对方后退十米左右 将激光雷一个个取出来 用细腾绑好拉环 挂在地上的灌木丛中 做了一个半雷 二十秒钟不到 十几枚手雷全部不好 形成一个环形雷区 只要敌人进入这个环形区域 无人能信念 这是 敌人会进入这个区域吗 李瑞好奇起来 布雷完毕 那名兄弟没有丝毫迟疑 迅速朝一侧迂回上去 直奔敌人来的方向 在树上的狙击手看到这一幕 马上打个手势给刘五 充当起了观察哨的作用 没有通讯设备 一切都只能靠手势交流 刘五回忆地点点头 打了个手势 自己则朝前推进 其他人纷纷跟上 李瑞正准备留下树 跟上去 就看到刘五 给自己打了个原地待命的手势 李瑞会议地点点头 继续在树叉上潜伏 仔细观察起来 一时猜不透 这刘五他们到底想要干什么 雨水滴答滴答地 从树棺上往下落 密密麻麻 树林中仿佛进入了雨水的世界 能见度越来越低 树叉上 李瑞紧紧地趴复不动 透过狙击镜仔细观察前方 却也发现不了 第一小队的藏医位置了 不由惊议起来 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一阵风吹过来 惊得树棺枝叶上的雨水 哗啦啦地往下掉 落在李瑞身上 李瑞没有动 紧紧趴复着 将身体和周围 一介融为一体 自己也仿佛成了 树叉的一部分 以免暴露了第一小队的 战斗计划 天越来越冷了 李瑞能够感觉到 外衣都湿透了 要不是作战服 有很强的防水作用 内衣都会湿透 身体绝对会受不了 至于头上的奔尼帽 和脖子上包裹的围巾 已经完全湿透 雨水顺着脖梗 往体内钻 很不舒服 李瑞拼命忍着 咬牙坚持 握着狙击枪的手 一动不动 生怕错过了一场惊天大战 等了一会儿 前方雨水蒙蒙的树林里 忽然出现了几个人 一个个鹤枪实弹 警惕地往前推进 其中一个人 还牵着一头狼狗 狼狗低声呜咽着 使劲地袖着地面 很快变得暴躁起来 拼命地往前冲 牵着狼狗的人 都被拖着往前冲去 很快 这些人走到距离 满地尸体只有极远的地方 也不知道谁喊了一声 所有的人迅速散开 戒备四周 只有一人警惕地往前侦查 走得很慢 很小心 特别地留意地上 生怕踩到什么东西一样 看得李锐惊异起来 猛然 李锐反应过来 敌人发现尸体 肯定会谨慎地上来侦查 特别会留意地面 以防陷阱 难怪刚才那名兄弟 没有在敌人来的路上布雷 只是 后面布的雷有用吗 李锐怀疑起来 好奇地继续观察着 没多久 上去侦查的敌人 来到尸体旁检查了一番 转身打了几个手势 三名敌人摸了过去 看着满地的尸体一眼迅速散开 分别贵字瞄准三个不同的方向 警惕地戒备着四周 掩护更多的敌人上前 不一会儿的功夫 十几名的敌人 推进上去 到了尸体旁迅速散开隐蔽起来 围首一人在两名护卫的保护下 从雨蒙蒙的树林中走了出来 认真地查看了一番尸体 询问了周围几人一声 恼怒的大手朝前一指 发出了追击的命令 大批的敌人 含着脸狂冲了上去 就好像是受到什么刺激一般 一个个怒不滔天 气势凶寒 转眼间冲进了雷区 看得李锐是目瞪口呆 这样都行 好高明的算计 将敌人的心思和举动 全部计算在内 甚至结合周围的地形 算准了敌人突进的方向和路线 并设置了大范围的雷区 这才是合格的战士 这才是高手剑的决动 哄哄哄 一连串的爆炸声响起 无数道恐怖的激光 在树林里炸开 就像喷波而出的熔岩 在虚空中忽然炸开 漫天飞舞的激光 将周围所有的树木震倒 将周围的泥土和灌木丛 变成虚无 激光更是穿过敌人身体 敌人瞬间被蒸发成了颗粒状 稍远一点的 也变成了一滩细碎的血肉 敌人想要靠近尸体的地方 可能有陷阱 但仔细查看过战斗现场 根本就不像是有埋伏的样子 这才冲杀过去 原本打算冲过去一些 再散开 没想到前面就是雷区 不等散开 就被算计了 毫无悬念 冲过去的十几名敌人全部倒下 剩下的几个也被激光手雷震的倒在地上哀嚎着 丧失了战斗力 更远出殿后的部队 一看到情况不对劲 马上掉头就撤 殊不知这个时候 烟雨朦胧的树林中 钻出来一道道黑影 这些黑影就像地狱里钻出来的死神 一个个挥舞着短刀 脚下剑步如飞 踩踏着地面的泥水四溅 无形的森燃杀气爆炸开来 令人窒息 几乎瞬移吧 这一道道黑影就冲进了敌群 挥起了短刀一阵不赶 一道道鲜血在虚空中飞溅 落在雨水中 周围的地面很快就变成了红色 十来名敌人几乎转眼间 就全部倒在了血坡中 没有一人能够成功反击一招 或者逃脱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这些看上去训练有素的敌人 依然是弱如鸡仔 第139集 远处的大树上 李锐看到这一幕惊呆了 布下雷区算计前面的敌人 然后从后面包抄上来 近身战斗 避免敌人走脱 这样的战术看似简单 却牵涉到复杂的心理计算 如果敌人没有追击 如果敌人只是派几个人上去侦查 如果敌人从另一个方向迂回追击 那么这一切都成了泡影了 这种高明的算计 不仅需要绝对的实力来支撑 更需要丰富的战斗经验 和对敌人的了解 算准了敌人一开始就会谨慎 但发现自己人被杀 周围没有危险后 会疯狂地追击上去 并加以利用 很简单的计策 却很实用 李瑞恍然大悟 抬起头来 看着前面雨林的双眸中 闪烁的金光 还有一丝对战术运用的名物 高明的战术 不在于环节的复杂 和是否精妙 在呼吁能否直接杀敌 而且高明的战术 在执行上的时间不能拖太长 否则就会出现变数 一切都必须在敌人 没有反应过来之前爆发 并且绝对致命 这一次完美的服务机 给李瑞上了生动的一堂课 对李瑞未来的战术指挥 有着深远的影响 这时 刘武带着兄弟们 快速打扫完战场 将能用的激光手雷和食物拿走 迅速后撤 李瑞看到撤退后的刘武 给自己打来的撤离手势 迅速溜下大树 扛起山珠追了上去 这可是中午的食物啊 不能丢 大家会合后 迅速朝一个方向急行军 奔跑中 李瑞发现有人 被这一台单兵信息机 这种单兵信息机 有一个简易雷达 和一个通讯器组成 功率强大 可以对外联络 正好大家没有通信设备 联络外界 这下可好了 忽然 李瑞想到一种可能 刘武不惜暴露 也要大干一场 恐怕就是冲着这个单兵信息机去的吧 每一支敌人小队 都会有一部单兵信息机 便于随时联络 以往战斗的时候 都会选择炸掉单兵信息机 但这次突袭太快 太突然 敌人来不及炸毁 就成了战利品 看着这台单兵信息机 李瑞笑了 有了这东西 后面好多事就简单了 两个小时后 一支形色匆匆的队伍 急不来到一处悬崖下 每个人都湿透了 但一个个精神饱满 精神高涨 队伍中 李瑞好奇抬头打量了一下悬崖 高有两三百米左右 悬崖上灌石灵循 很不规则 一些石头上 甚至布满了青苔 生长着一些杂草 正随风摇曳 峡谷下面一条小溪 星水平缓而流 星车见底 溪流两侧 满是鹅卵石和悬崖 滚下来的大块岩石 白色的鹅卵石 和黄土岩石相间 颜色鲜亮 别有一番景致 更让李瑞惊讶的是 石头中有一些层黑色 好像蕴含着什么矿物质 大家顺着溪流走 这么一来 经过的所有痕迹 都会被水冲掉 就算有追兵 也摸不清大家的方向 溪流水很浅 不影响行走 大约半个小时左右 前面带路的人 攀爬上了悬崖 一个闪身不见 李瑞惊疑起来 跟着大部队继续往前 没多久 李瑞才发现 悬崖上有一个天然形成的洞穴 周围怪事凸起 不到跟前难以发现 将士们攀爬着岩石 上了悬崖 一一进洞 李瑞也跟着大家进了洞穴 刘武是一名战士留下来 波西山珠和野山江后 也上了悬崖 进了洞穴后 李瑞才发现 里面是个斜洞 好像是地壳运动撞击后形成的 几块巨大的岩石挤压在一起 看上去很结实 不可能坦坦 但洞穴并不深 清晰的岩石很干净 人靠在上面都可以睡觉 洞穴里面有一些鸟粪 应该是一些鸟雀在这里休憩过 底部堆积着一些干柴 刘武进来后放下杯囊 让三名兄弟出去收集可燃烧的东西 然后对李瑞说道 我们曾经在这里休息过 那些干柴都是上次用剩的 运气不错 还没有被敌人捣毁 说明敌人没有找到过这里 大家中午在这里休息一下 以我看 不如在这里好好休息一下 明天再行动 这鱼恐怕爱底下很久 刚才和敌人打了一仗 这会儿敌人肯定高度戒备 四处搜查 出去反而不利 正好趁机休息一会儿 敌人搜查了一天一夜 到明天筋疲力尽 反而对我们有利 李瑞笑呵呵建议的 冰过神速 趁着敌人到处搜查的时候 迅速摸上去 对敌人的据点 发起突然袭击 胜算很大 一名战士马上提出了反对意见 不得不说 对方的意见也很有道理 李瑞知道自己的位置和身份 没有再说什么 看向刘武 刘武想了想 对刚才发言的战士笑骂的 哼 九尼主义多是吧 下去接应一下 把山珠紧宽弄好拿上来 兄弟们都饿了 是 对方答应道 惊讶的看了看刘武 又看了看李瑞 想不明白刘武 为什么会在这个问题上 袒护李瑞 战场上讲究的不就是 冰鬼神速吗 敌人受了惊吓 肯定会调派大部队 出来搜寻 那么据点空虚 不正是偷袭的大好时机吗 刘武当然也明白这个道理 声东击西嘛 一往也是这么干的 但别人盯力太多 空虚的可能性不大 刘武打算听李瑞的 先看看再说 兄弟们再休息一晚也好 吃饱喝足 战斗力就能完全恢复 到时候还用得着 惧怕任何敌人吗 其他人也惊讶的 看了看李瑞一眼 又看了看刘武 隐隐感觉这里面有古怪 但大家也不傻 都没有多问 将外面的作战服脱下来 摊开在岩石上 都是男人 没什么讲究 外面的裤子和鞋子 也都脱掉 这么大的雨 敌人不可能这么快 找到这里 过了一会儿 三名出去寻找 燃烧物的人回来了 每个人扛着一大半柴火 都是干柴 虽然被雨水打湿 但燃起来也很快 有人将之前剩余的干柴 拿出来点上 等火势起来后 再把新拿来的柴火 放在旁边烘烤 等那些柴火的水分一干 就是很好的燃料 喜波山珠的兄弟也上来了 将两扇猪肉挂在树棍上 做了一个架子 放在火堆上烤 而内脏用锡棍串起来 放在火上烤 一个个都很熟练 显然平时没少干这种事 但让李锐惊讶的是 篝火燃烧起来的烟雾 并没有往外冒 而是往洞穴里面钻 刘武看出来 李锐的惊疑 笑的 哈哈 里面有缝隙 逢从洞穴中灌入 往里面钻 带着烟雾进了缝隙 缝隙并不是很大 但够长够深 并不知道通往哪里 帮我们解决了烟雾的问题 唉 老天爷都在帮忙啊 烤肉还需要一点时间 是不是和外界联络一下 必须的 不过这里磁场很混乱 必须爬上悬崖才行 刘武起身来 拍拍旁边一名战士的肩膀 对方会议地站起来 背起单兵信息器 跟着刘武朝外面走去 不一会儿 两人就消失在洞口 李锐猜想刘武 肯定是去联络总部去了 自己没必要跟上去 也脱下衣服和鞋子烤火 一边和大家先聊着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慢慢流逝 十分钟左右 刘武带着那名战士急匆匆回来 大家好奇地看过去 一名战士更是割下一块肉地上去 队长 你好福气 正好考手 先尝尝 行了 刘武也不客气 接过去丢进嘴里大嚼起来 一边含糊其词地说道 嗯 不错 就是少了点缘 说着 三两下吞下了肉 上面怎么说 一名将士低声问道 其他人也纷纷看过来 哦 上面说 让我们根据情况临际决断 务必摧毁敌人据点 彻底毁掉他们的核设备和资料 刘武郑重地说道 一边扭头看了一眼李锐 想了想 继续说 白狼随对行动 主要负责战术建议 这是上面的意思 刘武担心大家不服从命令 特意强调了是上面的命令 军令如山 没人敢反抗 也不会反抗 换做别人 大家肯定会拒绝 但李锐救了大家的命 而一路过来表现不俗 起码不会拖后腿 大家内心中 也已经接纳了李锐的存在 没人对上面的命令 提出质疑 至于李锐将来的战术建议 大家并不在意 李锐没想到 刘武趁机点破了 自己的身份和来意 有些紧张 见大家并不是很在意 也不反对 只是默然 他想了想 有些明误过来 真想融入一支队伍 凭借的是实力和个人魅力 而不是命令 大家在等着自己的表现 想到这 李锐不由握紧了拳头 目光坚定起来 过了一会儿 两扇山猪烤熟 内脏炖的野山姜汤也好了 放了些肥肉的缘故 味道很不错 一头盔根本不够大家吃 只能吃完了重新炖 反正有的是时间和食材 大家并不着急 边吃边聊着 时间在谈笑中 慢慢地度过 战场上难得有片刻的休整 能像眼前这般大吃大喝 非常难得 大家非常珍惜眼前的一切 尽可能地放松身体 确保尽快恢复战斗力 或许是因为 喝了野山姜汤的缘故 加上吃了大量的肉食 一个个红光满面 气色很好 吃饱喝足 除了暗哨 其他人都找地方休息去了 湿漉漉的衣服则搭在架子上烘烤 至于身上早就被篝火烤干 我一会儿 一个个呼呼大睡过去 憨声起伏 李锐却毫无睡意 看了大家一眼 坐在篝火旁照料火堆 免得熄灭 一边寻思起 接下来的战斗计划来 和刘武的交谈中 李锐得知了敌人的实力 两千多个训练有素的士兵 一个个都非常熟悉这片树林 而且旱不畏死 应该是被洗脑了 还有不知道多少的雇佣兵 也是一股棘手的力量 仅凭在场十来个人 想要一举端掉敌人的据点 可不容易 时间在安静的等待中 慢慢流逝 不知不觉就到了黄昏时分 外面细雨连绵 没有停歇的意思 李锐很清楚 下雨天的森林更加恐怖 虽然毒蛇虫蚁之类的危险生物 都归潮了 但腐烂的枯叶和尸体 会形成一股有毒的地气 这股地气会随着雨雾 弥漫四周 根本看不到 杀人与无形 心语连绵 下了一整天 这股地气 从很多地方都会冒出来 不利于出击 而敌人熟悉这里的地形环境 说不定有防毒的解药的 可以自由穿梭树林 和这样的部队打太吃亏了 藏起来反而是目前最好的选择 不知不觉又过了一会儿 李锐陷入了沉思中 忽然 洞穴外面闪出一道人影来 快不进来 李锐定睛一看 是出去潜伏的暗哨 李锐抬手看了眼腕表 还没到轮岗时间 再看对方的脸色凝重 不由惊讶地追问道 出事了吗 对方点点头 先是通知了一名兄弟 出去顶替自己做暗哨 然后来到篝火旁坐下 麻利地拖下外衣烤火 抹了把脸上的雨水 这才看向刘武 沉生说道 队长 放心第一情 一共三十人左右的雇佣兵 其中有一名酒机高手 咱们和他打过交道 从三公里外的山谷经过 往北去了 没有被发现吧 刘武惊讶地追问 马上起身来 坐到了篝火旁 放心吧 没有暴露 等他们过去 差不多一个小时后 才会回来的 看他们的样子很着急 走得也很匆忙 北面是聚点方向 他们有可能是去聚点了 只是 没想到那个混蛋身边 居然有三十个雇佣兵 每一个雇佣兵看上去 都应该是基因高手 等级不确定 对方赶紧说 三十名 刘武脸色一沉 醋眉思索起来 啊 可以肯定 上次他身边 只有十来人的小队 被我们干掉他们 没想到 这次多了这么多 看来 他们增兵了 对方继续说道 脸色也多了几分凝重 不确定地补充道 而且 从刑军来看 他们身旁跟着两个特别的人 因为穿着羽衣 看不清楚 但是我感觉 是高手 能和那两个混蛋 走在一起 身份肯定不简单 刘武陈生说 第一百四十集 九级高手 有一种莫名的气场 其他人 一般不敢太靠近 以示尊重 当然 第一小队的成员例外 大家都是生死兄弟 没那么多讲究 但雇佣兵不同 有一定的等级观念 强者为尊 能和九级高手 走在一起 那么这两人 肯定不简单 李锐并不知道 这些道德 但听到刘武的结论后 脸色微变 就算对方是 两名八级基因高手 加上一名九级基因高手 也是非常棘手的对手了 这时 那名负责侦查回来的战士 继续说 他们携带了能量炮 三具发射器 能量炮 刘武大吃一惊 脸色微变 李锐也是脸色大变 能量炮可不同于其他武器 不仅攻击远 杀伤力更是雄狠 上次独卸拥兵团 偷袭猎人特战大队基地的时候 就动用了能量炮 一炮过去 大半个房间都得坍塌 要知道 猎人特战大队的基地的房间 可是加固的 这下麻烦了 那些混蛋居然携带了这种种武器 刘武陈生说道 看向李锐 见李锐也在醋眉沉思 便继续说 双方一旦开战 只要我们暴露了火力点 他们就可以有能量炮来远距离护上 一炮下来 谁也逼不开 不能和他们打阵地战和遭遇战 负责侦察的兄弟陈生说道 刘武点点头 看向李锐 见李锐沉思不语 想了想继续说 敌人雇佣兵增加了人数 还有能量炮这种种武器 加上据点还有小型导弹 这对我们非常不利 必须想个周全的计划才行了 这里距离敌人的据点有多远 李锐忽然沉声问道 六个小时的路程吧 你想干什么 刘武估算着说道 看这雨 今晚恐怕都停不下来了 明天会怎样不确定 如果明天还继续下雨 那我们中午吃饱了再行动 感到敌人据点正好天黑 便于隐蔽 你觉得呢 李锐慎重地提议道 目光熠熠闪烁着一抹睿智 你有想法了 刘武敏锐地感觉到李锐的变化 不由惊喜地追问道 谈不上 有些想法 不过 我需要实地观察地形后 才能决定 这会儿的敌人 肯定是调整的防御计划 以前的情报未必还能用 一切都只能重头开始 你说呢 李锐看着刘武正次地分析道 在没有真实和充足的情报前 一切都不确定 刘武理解的点点头 也好 天黑道据点附近不容易暴露 一个晚上时间 足够我们摸清楚敌人的最新变化了 不管他们怎么变 这个据点必须清楚 这是上级下达的死命令 大家好好休息 未来几天 恐怕要大战一场了 明白 正在休息的众人答应一声 翻个身继续睡觉 无形中 李锐却感觉到了一股浓浓的战意 在睡觉的将士们身上弥漫 第二天一早 天空中依然细雨不断 阴沉沉一片 连风都没有 闷热得令人烦躁 大家吃了些剩余的山猪后继续休息 李锐则来到洞口 斜靠在一块岩石上 看着鲜灰色的天空想着心声 估摸着这雨 已是半会儿恐怕不会停了 刘武走上来 在对面斜靠着 也皱着眉头看向外面的天空 想了想 低声说 老弟 兄弟们好好睡了一觉 战斗力基本恢复 只是 这鬼天气不给面子呀 怎么办 按原计划进行 我倒是不介意拖 最好拖三天 三天内敌人找不到我们 就会以为撤离了 一旦他们放松警惕 我们的机会就来了 这是 你们肯定不会答应 不行 不能再拖了 敌人的核武生产 应该到了关键时刻 谁也不知道哪天就都好了 一旦错过 后悔就来不及了 这种事 必须是越快越好 军人以完成任务为天职 李锐理解的点点头 嗯 的确是耽搁不起了 如果敌人这两天 就把东西研制成功 并且秘密运走 咱们就麻烦了 你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的 不过 这种天气 真不适合兴军 啊 不适合也得行动了 我们可以死 敌人的核武必须摧毁 否则 没人能够承受得起后果 一旦敌人弄个核弹 丢到我们国内怎么办 以黑暗联盟的作风 以我们之间的仇恨 他们绝对做得出来 中午行动吧 刘武坚定地说道 李锐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也不想再等 他想了想 点头说道 啊 那就中午十二点准时出发 兄弟们抓紧时间 好好休息一下 你看到 行 刘武答应了 转身下达命令去了 大家一听 还要在盐洞里休息半天 没人抱怨 倒头继续睡了 作为一名老兵 大家很清楚 抓住一切机会休息的重要性 只有良好的状态 才能更好的战斗 谁也不知道 以后还能不能睡觉 不一会儿的功夫 所有人又是寒生一片 李锐有些佩服大家的能力 说睡就睡 想到自己也没好好休息了 也不知道后面打起来 还能不能睡 便找了个地方躺下 强迫自己也睡过去 十一点左右 李锐被一名兄弟叫醒 大家将最后剩余的一点肉分吃了 收拾妥当 看看时间正好是二点 刘武马上安排行军序列 谁在前面开路 谁店后等等 一声令下 队伍开拔 他们下了洞穴 顺着悬崖边急行军 悬崖有很好的伪装作用 除非到了跟前 否则很难发现 李锐被安排走在队伍中间 刘武特别交代一名战士保护 这样的安排 让李锐哭笑不得 但也没有拒绝 半个小时后 大家走出了悬崖 顺着山脊继续赶路 李锐留意观察了一下 进入山脊树林后 行军阵势变成了菱形 相当于两个三角形 前后连接在一起 李锐居中 那名狙击手也居中 这样的安排 可以让狙击手 随时火力支援任何一方 实战是最好的魔刀石 李锐仔细观察大家的行军方式 从中揣摩其中的身影 见识和经验 也在不知不觉中慢慢提升 为了避免遇到毒气 或者瘴气 大家专挑山脊 山岗等高处走 地势高域周围 风吹进来 就算有毒气和瘴气 也会被吹散 相对安全一些 两个小时后 李锐抹了把脸上的雨水 一路走来 浑身再一次湿头 湿漉漉的很难受 但不得不忍着 抬头看了看周围茂密的树林 远处雨蒙蒙一片 水雾生腾 视野极差 潜灰色的天空 更是看不到太阳的影子 喘了口气 李锐跟着部队 继续往前走了一段距离 忽然闻到空气中 不同寻常的气味 不有一惊 他使劲嗅了嗅 是人经过的气息 而且不止一道 不由大惊 仔细分辨起来 估摸着经过的人 不超过半个小时 怎么了 旁边负责保护李锐的战士 好奇的低声问 马上通知前面看路的尖兵 半个小时前 有人经过这里 小心点 李锐赶紧说道 目光急切起来 谁知道经过的部队 有没有停下来休息 万一遭遇 情况就变得棘手了 不得不放 不能吧 对方惊讶地看着李锐 周围根本就没有人经过的痕迹 或者说 有 也被雨水冲刷得干干净净了 自己都没有看出来 眼前这个只有四级精英战士的人 怎么会看出来呢 这也太扯了吧 李锐见对方不相信自己的判断 这事也没办法解释 心一横 快步朝前冲去 找到了正在警惕打量四处的刘武 将情况说了一遍 刘武已经从雷啸天的信中 知道李锐的跟踪天赋 大吃一惊 马上说道 快去传令 停止前进 保护李锐的战士愣了一下 有些迟疑 但还是急匆匆去了 刘武知道对方的怀疑 如果不是知道李锐有跟踪天赋 也会怀疑这个判断 要命的是 李锐这个天赋 还不能透露 雷啸天在信里面 也交代得很清楚 不透露李锐的追踪天赋 就无法让兄弟们信服 时间一长 就会引起兄弟们的怀疑 这很不利于团结 刘武犹豫了一下 忽然眼前一亮 马上说道 你和我去前面开路 如何 李锐会议的点点头 答应下来 知道刘武这么做 是为了避免跟兄弟们解释 快步朝前走去 刘武紧跟上来 更多的是担任保护事宜 接下来的路怎么走 完全就交给李锐 刘武相信自己在前面开路 其他兄弟就不会怀疑什么了 两人很快来到前面 替换了两名尖兵 两名尖兵满腹疑惑 但看到刘武严厉的眼神就知道 问了也不会说原因 老老实实的到后面去了 李锐理解刘武的用意 一马当心的走在前面 领着大家往前走去 半个小时后 大家来到一个山坡上 李锐指了指另一面的斜坡 人的气息去了斜坡 斜坡有些陡峭 长满了茂密的树木 被细雨和水汽笼罩着 看不清下面的情况 刘武示意大家原地待命 自己则鬼魅般地扑了上去 几个闪神就不见了 没多久 刘武又鬼魅一般地回来 含着脸做了一个危险的手势 大家马上就意识到 下面有人脸色微变 纷纷做好了战斗准备 烟雨朦胧的密林里 第一小队将士们悄悄隐没 无声无息 以李锐的实力 都看不到一个人 甚至感觉不到任何人的藏匿点 就好像所有人忽然消失在 雨雾中一般诡异 见刘武沉着脸过来 知道下面斜坡 不是有敌人那么简单了 一颗心提上来 警惕地盯着四周 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刘武很快来到李锐身边 藏好后压低声音说 下面是一个军事据点 修建了一些木屋 木屋被高大的树木遮挡 卫星都难以发现 住着起码一百人左右 这个位置非常巧妙啊 正好卡住退路 以前都没有发现这个点的 军事据点 李锐大吃一惊 醋眉沉思起来 这时刘武继续说 从这里往北 大约两个小时左右 就能到达木的地 下面的峡谷 只通木的地 如果我们偷袭了木的地 顺着峡谷撤离 正好被他们堵死 现在我怀疑 木的地其他三个方向 都设置了这样的军事据点 用来防止渗透和撤离 能不能无声解决所有敌人 李锐沉思着问道 有这么一个军事据点在这里 终归是麻烦 一旦行动暴露 后撤的时候 会遭到这支部队拦截 那 不确定里面有没有雇佣兵 而且 对方上百人 我们只有十人 只要强声一响 他们就会联络总部 一旦被缠住 世界会更棘手 现在的问题是 我怀疑其他方向 也增设了这样的军事据点 作为外卫力量 刘武恼怒地分析道 李锐也想到了这点 虎目一领 沉声说 那就先绕行 到目的地再说 也只能这样了 刘武恼怒地回答道 还让我来看路吧 大家跟进我 李锐沉声说 不等刘武答应 枪口压低 弓着身体朝前走去 浑身热气腾腾 冒出的水汽 很快以周围的雨雾混为一体 人在雨中身影朦胧 转眼前就消失不见了 刘武担心李锐的安全 打了几个手势 快步跟了上去 和李锐保持两三米的距离 警惕地盯着四周 双手紧紧地握住激光枪 如临大敌一般 其他将士们也小心地迂回上来 紧跟在身后 拍成了一字纵队 后面的几乎踩着前面的人的脚步前行 走得很快很小心 很快也和雨雾融为一体 看不到影踪 第一百四十一集 一路前行 李锐不断嗅着空气中的人体细细 带着大家绕行 避开了几路巡逻队 两个小时后 终于来到一处山林上 站在一棵大树吧 刘武指着前面的山谷 沉声说道 就是下面这个山傲了 四面环山 只有一条小峡谷可以进去 四周山坡上 埋设了大量的反步兵激光雷和监视工具 李锐看着四周高山上 古树参天 茂密的不透风 山谷更像是一个挖出来的一大股竖景 四周的山林高耸如云 陡峭如牙 步行很难下去 更不要说陡峭的斜坡上 还布置了雷驱和监视工具 不由好奇地问道 上次你们是怎么绑架成功的 杀了一只小队 伪装成敌人 从峡谷直接进去 看到山谷里面那些木屋美 里面住着不少人 当时他们在庆贺什么 很多人喝得烂醉 没防备我们回来 事后才知道 是一大片武器运过来了 防御力量大增 守军庆贺一下 你那天的建议非常对 提前来了 如果晚一点都不会那么顺利了 怎么讲 李锐惊讶地问道 事后我们抓到一名头目审讯 得知他们那晚庆祝后 第二天就全面进入防御 都被你说中了 他们没想到我们来得这么快 防御松懈 被我们钻了空子 我们得手后迅速撤离山谷 但还是被发现 引来大量的追兵 后面的情况 李锐已经听说了 没有再问 他举起狙击镜观察片刻 沉声说 就下面这条木屋 当然不是 木屋只是地面 驻守部队的生活区 当时我们发现 山谷里面有一个巨大的山洞 足以容纳一个卡车进去 里面亮着灯 洞口有重兵把守 我怀疑他们的真正据点 就在山洞里 原来有地下公事 我说怎么就那些木屋 不像个核武生产基地 原来是这样 李锐有些感慨地沉声说道 继续透过狙击镜观察起来 没有找到洞口 他放下狙击镜想了想 问道 洞口在什么位置 因你们的本事 有没有把握进去 洞口就在脚下 这座山坟底下 不确定里面的防御力量 渗透进去不容易 强攻有几番把握 但不确定 主要是敌情不明 现在天色已黑 要不 晚夜十分我们试试 看看能不能攻进去 不合适吧 就算杀光了山谷里面的地面敌军 只要敌人封锁着洞口 我们就强攻不进去 时间一长 敌人散落在外围树林的部队 肯定会撤回防御 到时候就被包饺子了 敌人躲在地下基地不出来 就很麻烦 得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才行啊 李锐沉声说 毫不客气地否决了这个提议 刘武也清楚这么干很冒险 但是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他并不介意 想了想 哎 对了 我们不能在这里待太久 如果敌人有雷达 说不定我们的行踪已经暴露 为保险起见 五分钟后必须撤离 行 听你的 我再看看 李锐答应道 举起狙击镜 仔细观察起周围来 不放过任何细节 周围陡峭的山崖 被茂密的树林遮挡 看不到地面 如果敌人有雷达 加上四周山林满是雷区 想要悄无声息地渗透到山谷 很不容易 唯一的路 还只有峡谷了 伪装成敌军进去 或许有一分把握吧 李锐不确定地沉思着 感觉肩膀上的压力越来越大 面对这样一个防御森严 难以渗透进入山洞的基地 李锐有一种老虎吞天 无从下口的感觉 走四周山林又不现实 伪装成敌军走峡谷 暴露的可能性也超过了八成 毕竟现在是战时 刘武他们上次那样的运气 已经不复存在了 怎么办呢 小谷部队想要攻击一个基地 最好的办法就是渗透进去 从内部瓦解 渗透不外乎从其他方向摸上去 或者伪装成敌人直接进去 然而四周山林太陡峭 行走不易 更何况 还有大量的雷驱和监视设备 绵绵细雨天 想要进去何等困难 然而 伪装成敌人也不简单 战时 敌人的警惕性和防御性都会提高 任何一支进入山谷的部队都会被检查 怎么进去呢 无法渗透 也就到达不了下面的山谷 更不要说攻击山谷里面地下的基地了 那么 唯一的途径就是强攻了 第一小队各个的战斗力强悍不加 但只有十来个人 就算出其不意 拿下了下面的山谷 也难以攻进去地下基地 敌人只需要守住洞口 用不了多久 外围的敌人就会蜂拥而至 前后夹击 必死无疑 面对这样的基地 刘武是一筹莫展 李锐同样想不到更好的办法来 五分钟后 大家担心敌人有雷达侦查 不敢久留 迅速撤离山里 几星军半个小时左右 来到一片山岗的密林隐蔽起来 刘武安排了两名兄弟警戒 招呼其他人围在一起商议对策 一名兄弟沉着脸抢先说 队长 干脆 咱们就把外围的敌人全部干掉 杀了他们人心惶惶 全部撤回山谷 然后毒死山谷 慢慢地消耗他们的力量 直到全部干掉为止 大家眼前一亮 虽然这是没办法的办法 但也不失为是一个办法 斩掉外围 濒临山谷 再慢慢地放血 消耗敌人 直到最后一刻 听起来是可行的 起码比什么都不做好 刘武想了想 觉得在没有办法的前提下 也可以尝试 正准备答应了 看到李锐眉头紧锁 心事重重 留了个心眼 示意大家稍后 再看向李锐 老弟 你没事吧 刚才这个提议如何 所有人惊讶地看着刘武 没想到刘武将决定权 交给了李锐 但谁都没有说什么 好奇地等待着 过了一会儿 李锐苦笑道 恐怕不行 怎么 你怕了 有人不满地说道 别胡说 刘武瞪了对方一眼 看向李锐 李锐苦笑道 你可以这么认为 我确实怕 怕他们调来更多的援军 杀不胜杀 到时候 死的就是我们了 怎么可能再调人过来 这里的人 就足够我们周旋了 完全没必要调人 再说了 调人需要时间 这个时间 足够我们干掉 所有外围的一日了 旁边有人惊疑地 逼声提出自己的看法 为什么不能 李锐看了对方一眼 旋即看看刘武 见刘武也一脸不相信 不由苦笑起来 陈生说 各位大哥 你们或许对多斯家族 还不够了解 这个家族的人形式古怪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而且誓不罢休 既然他们不想把 这里的一切暴露出去 就肯定会不惜一切 大家跟我们周旋 你是说雇佣兵 刘武一点就透 陈生说道 没错 雇佣兵只要给钱就会来 多斯家族手上的武装部队 或许不多 但他们有钱 可以雇佣更多的人过来 杀了我们 挑起黑暗联盟 和我们国家的矛盾 只要双方全面开战 黑暗联盟为了资保和发展 就会扩军 多斯家族 就可以卖更多武器 给黑暗联盟了 而且还可能是独门生意 你们觉得呢 大家并不了解多斯家族 所以不认为 敌人会增兵 但听了李锐的分析后 脸色微变 纷纷点头表示认可 没人再提出质疑 刘武的脸色变得难看起来 陈生说 那 你的意思是 如果各位大哥不介意的话 给我点时间 好好想想 行 反正暂时没有更好的办法 你慢慢想 咱们撤 换个地方 刘武担心大家反对 赶紧出言表态 将大家的想法堵回去 他起身来 看着鲜灰色的天空 不断降落的细雨 恼怒的摸了把脸上的雨水 后说 这该死的天气 兄弟们 还记得往东十公里左右那段瀑布吧 当然记得 瀑布后面有个洞穴 可以藏身 就是潮湿了些 有人笑道 那也没办法 但隐蔽性高 敌人应该想不到 我们会藏在瀑布后面 今晚就录音在那儿吧 这森林不能过夜 免得又有瘴气 刘武心有余悸地说 大家对瘴气同样心存忌惮 答应了一声 部队马上开拔 小心地朝前面推进 半个小时左右 前面出现了一段悬崖 一道瀑布从悬崖上砸落下来 发出震天的轰鸣声 无数水花刺剑 随着河流弯颜而去 不知道刘相去了哪里 李锐看看四周 瀑布的正前方 正是一条峡谷 峡谷两侧的山林 满是茂密的树木 瀑布高有百米 顶端更是形成了反斜面 异常陡峭 没人可以从瀑布上直接下来 倒也不用担心 被敌人忽然偷袭 瀑布周围是乱石堆 是天然的攻势便于防疫 实在不行 还能钻进两侧的山林从容撤离 倒是一个不错的藏身之所 大家轻车熟路的绕过瀑布正面 从侧面过去 李锐发现瀑布后面 果然有一个洞穴 黑漆漆的 湿漉漉的 前面的兄弟拿出手电照明 大家快步进去 洞穴里面满是石头 看不到干燥的地方 空气阴冷 透着寒意 很不舒服 大家魂不在意这里的情况 毕竟为了生存 再大的困难 他们都能克服 大家走进洞地 纷纷将杯囊取下来放好 刘五马上安排三个人 散开警戒 其他人散出去 找食物和干柴 想要在这里过夜 没有火肯定是不行的 我一会儿功夫 大家依令行事 洞穴里只剩下刘五和李锐 刘五拿着激光枪朝洞口走去 并对李锐说 时间还早 你在这里好好想想 接下来的行动计划 我去外面守着 李锐苦笑着 看着离开的刘五 拿着手电筒 看看四周的石壁 湿漉漉的 还有一些地方在滴水 水滴落在下面的石块上 四肩开去 李锐忽然灵机一动 一个主意涌上心头 激动地顺着思路 仔细思索起来 漆黑潮湿的洞穴 李锐举着手电筒 看着不断往下掉水滴的石壁 那一颗颗渗透出来的水滴 就像是拥有无穷魅力一般 永不间断地往下滴落 下面的石块都好像凹陷了一些 里面全部积满了水 一颗颗水滴落下 砸在下面的凹槽中 落在石缝的积水中 发出了优美的叮咚声响 就好像在演奏一曲优美的曲子 四肩开去的水花 就像是水精灵在硬核着曲子的舞蹈 格外美丽 李锐却完全没有心情欣赏这一幕 他死死地盯着前方的石壁 神有雾外 脑子里满是突然冒出来的主意 不断推演着其中的可能性 好一会儿 选拔营受训时 黑豹的话在脑海中响起 任何一个坚固的堡垒 都是从内部瓦解的 既然外面无法攻克 那就从内部开始 想到这儿 李锐的嘴角 多出了一抹轻松的笑 心中大定 时关重大 李锐不敢草率行事 继续推演着种种变数和应急欲儿 渐渐的 一个成熟的计划在脑海中成形 李锐彻底放松下来 正好看到了兄弟们陆续回来 有的拿着猎物 有的背着干柴 杂草等燃火物 虽然天空中下着雨 但是地上厚厚的枯叶 下面还是有一些干燥物可以点燃的 这难不到大家 不一会儿 篝火被大家点燃 火光照亮了洞穴 大家将被雨水打湿的干枯柴火 放在旁边烘烤 干了好烧 没多久 火势大了很多 李锐发现 大家找的都是些无烟柴 不仅烧得旺 还没有烟雾 有人搬来石头挡在篝火前面 挡住火光 这么一来 加上外面凶猛的瀑布折荡 就算有敌人从附近经过 也看不到火光了 李锐对大家的野外生存能力 佩服不已 暗暂记下 以为将来 打来的猎物 拿到外面洗拨干净 架在篝火上烤 大家随意地说笑着 闲聊着 没有大战的紧张 也没有了突破不了敌人防御 进入不了山谷的烦恼 很放松 这种放松的状态 这种过人的心理素质 看得李锐羡慕不已 起码自己还做不到 第142集 等了一会儿 食物烤熟 大家分吃干净 围坐在篝火继续闲聊起来 山洞里太潮湿了 不利于休息 所以没人敢入睡 刘武将一根干柴丢进篝火堆上 忽然看向李锐笑道 老弟 有没有想出好的办法来 说出来 让哥几个乐呵乐 李锐看着大家 都魂不在意地等待着 似乎并不看好李锐能有什么想法 只是碍于情面 不愿意点破法了 在场个个都是高手 没人会轻易服一个菜鸟 李锐很清楚 军人凭实力说话 想要得到大家的认可 就必须得拿出点真本事来 想到这儿 李锐笑了 确实有点想法 在说出想法之前 我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DNA的地下基地肯定不小 人数肯定不少吧 没进去过 应该不小吧 估摸着 里面得有好几百人吧 刘武说道 看向李锐的眼睛一亮 多了几分期待 好几百人挤在一个地下空间 加上两千驻军和不知道多少雇佣兵 这些人吃喝拉撒 肯定都在地下基地 你们说 他们的生活用水怎么解决 李锐笑道 并不急于说出自己的主意 生活用水 大家惊疑起来 沉思着 这个问题还真的从来没有想过 DNA是有些懵 他们相互交换了一个眼神 最后看向刘武 刘武也事先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看向李锐说 敌人的地下基地在山底下 周围没有河流 他们的生活用水 可能来自于地下河 这片原始森林降水充沛 敌人挖那么大一个地下基地 说不定下面就有地下河呢 没错 地下河的可能性很大 包括他们的生活垃圾 都可能顺着地下河道排放出去 毕竟那么多人吃喝拉撒 不解决这个问题肯定不行 总不可能半夜睡醒了 再跑出来外面的山谷上厕所吧 所以 排污渠道和生活用水 都在地下解决了 李锐脸色一正 认真地分析道 你想说明什么 刘武金仪地问出所有人的想法 各位大哥想想 如果他们的生活用水 忽然出现问题了呢 所有人一愣 猛然反应过来 一个个满脸震惊地看着李锐 一时说不出话来 能进入第一小队的都不是傻子 想法 个个都精明过人 一点就透 马上就猜到了李锐的计划 顺着计划沉思起来 没多久 一个个脸上露出惊喜 眼前大量 刘武也想到了很多 狠狠地拍了李锐肩膀一下 兴奋地笑道 不错 很好的思路和想法 我们怎么没有想到呢 作为特勤局最强大的战斗小队 大家习惯于军事行动 凡事从军事角度去想 哪里像李锐这样无所顾忌 甚至不惜走江湖上的下三滥炉子 军人为了完成任务可以不择手段 不在乎用任何办法 大家并没有因此看清李锐 相反 一个个看向李锐的眼睛里 满是欣喜的亮光 这一刻 大家才算是真正的接纳了李锐 说说你的想法 李锐将大家的态度尽手眼底 暗自松了口气 满脸欣慰地看向李锐追问他 目光熠熠满是期待 很简单 只需要将他们的生活用水污染就好了 这点并不难 森林里到处都是毒蛇 和腐烂的动物尸体 弄一些过来丢进去 用不了三天 里面的人都得中毒 至于是死是活 我就不知道了 毕竟毒性不了解 对 好办法 有人惊喜地赞同 至于这么做是不是伤了天和 战场上谁管得了这个 能杀敌的办法就是好办法 其他的不重要 大家都不是迂腐的所谓道德君子 都不排斥这个办法 笑了 刘武却担忧地提醒道 哎 先别着急高兴 地下和什么位置我们都不知道 怎么投毒 大家一愣 纷纷看向李锐 这还真是个问题啊 无法投毒 那么一切都是欢迎 然而 防御森严的地下基地 根本渗透不进去 怎么投毒呢 兴奋的氛围 一下子安静下来 多了几分凝重和苦涩 水是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物资 在水里投毒 无疑是攻破防御森严的地下基地 最好的办法 然而 渗透不进去 就意味着无法投毒 再好的想法也没有 李锐理解地看着大家笑道 也不进人 总有办法吗 大家见李锐一副 置诸在握的表情 都暗自松了口气 一名战士 更是迫不及待地追问 你有办法了 叔叔 怎么做 对啊 叔叔吧 大家欣喜地复合起来 就连刘武 也惊喜地看着李锐 虎目中满是期待的异彩 如果能投毒成功 这一仗就有把握了 李锐看了大家一眼 有两个计划 第一个是查找排泄口 敌人的生活污水总要排泄出来的 找到排泄口 如果够大 就能顺着排泄口渗透进去 如果进不去 咱们就想办法炸了 让他们一时半会儿疏通不了 污水排不出来 水漫金山 说到最后 李锐自己都笑了 大家眼前一亮 也跟着和和笑了 都理解了李锐的办法 刘武也惊喜地说 你小子 行啊 这么损的主意都能想到 不过我喜欢 生活用水排不出来 我看他们还怎么待在地下基地内 怎么活下去 何止啊 炸了排水渠 敌人肯定会来抢修 我们可以在周围布下陷阱 等他们自投落网 来多少杀多少 出口鸟气 一名战士兴奋地提讨 啊 李锐惊讶地看着对方 自己怎么没有想到 还可以这样 不由大使佩服起来 不愧是战斗经验丰富的第一小队 论阴损主义 或许不如自己 但要是论起战机的捕捉和运用 自己还是远远不够的呀 对 就这么干 先杀他个前八百的 制造恐慌 说不定机会就来了 不用投毒也能攻入地下基地 刘武赞同道 忽然想到敌人的增兵 脸色微变 冷静下来 看向李锐追问道 哎 老弟 你的第二计划是什么 对对对 还有什么高招 大家复合道 谈不上高招 李锐从大家刚才的提议中 马上想到了很多 及时修正了自己之前的想法 组织好语言继续说 埋伏排污渠附近攻击敌人 是个不错的主意 但建议不要打死 重伤即可 伤员肯定需要及时救治 这更需要清水 也会排出更多的污水 无形中给敌人施加压力 对呀 一名战士兴奋地赞同道 对你个头 就你聪明 闭嘴 别打场 刘武美好气地笑骂道 大家善意一笑 纷纷看向李锐 李锐也笑道 我计算过了 只需要一百名伤员 按一个人十升清水清洗伤口计算 他们就需要多增加一千升污水 这些污水满地都是 需要清洗 就需要再多增加 起码一千升清水 甚至更多 加上污水去毒死 伤兵身影 人心惶惶 进入基地的机会 还真具有可能一天就打出来 而敌人的援军 起码需要三天 就看大家 能不能一天内 打上一百名敌人了 别的或许不行 一百名伤员 没问题 刘武满脸自信地说道 不就是一百名伤员吗 咱们给他弄出两百个出来 都不是事 就怕敌人不来 不过 污水区被毒死 帽子不来也不行 这是一个无解的局 对我们有利啊 我喜欢 一名战士兴奋地赞同道 我还想听听你另一个计划 刘武看着李瑞笑道 对 说说 其他人也附和道 第二个计划也简单 就是假冒雇佣兵 两千多个敌人 不可能认识所有雇佣兵 咱们布个局 干掉一支雇佣兵小队 然后装死 被敌人抬回基地 雇佣兵不同于黑暗联盟的人 尸体不会随便处理 肯定会收集台会地下攻势 到时候就有机会了 李瑞笑着解释道 对啊 只要进入内部 咱们就有把握拿下整个基地了 刘武脸前一亮 兴奋地说道 满脸豪气 之前观察基地时 束手无策的阴霾 一扫而空 其他人也惊喜地笑了 两个主意 随便哪个都有胜算 起码比强攻强太多了 李瑞看了大家一眼 笑道 我提先用第一种办法 实在不行 咱们再装死混进去 只要杀了足够多的敌人 假装尸体混进去 就容易多了 兄弟们 你们觉得呢 刘武欣喜地笑着问道 眼睛大亮 谁都看得出来 已经同意了李瑞的计划 大家纷纷赞同 计划就这么通过了 接下来就是细节了 就不用李瑞操心了 第一小队的一个个人 都是行家里的高手 不一会儿的功夫 就商量妥当 兵分两路 一路负责去外围袭扰敌人 吸引敌人的注意力 将基地周围的部队 抽调离开 另一路 则在基地周围寻找排水局 人员分配也不用李瑞操心 刘武最清楚 每一位兄弟的能力和特长 马上就点了五名兄弟 由副队长带队 先攻击上次 发现的南边斜坡军事据点 天亮后再出发 突然袭击 打完就跑 吸引敌人追击上去 达到调虎离山的目的 天黑后再返回洞穴会合 以大家的战斗力 放开跑的话 敌人根本追不上 所以也不用担心安全的问题 另一路 则等敌人被调离后出动 两人一组散开了寻找 无论能不能找到排水局 天黑前也必须赶到洞穴会合 寻找期间不能动手杀人 以免暴露了计划 要是有通讯设备就好了 发现排水局马上联络 所有部队赶过去会合就是 根本就不用再来洞穴会合 这么麻烦了 商议到最后 刘武问李锐 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大家将所有的细节 都几乎考虑到了 并做了提前的安排 其他人也都看向李锐 不相信李锐还能挑出毛病来 李锐想了想 看着负责引开敌人的副队长提醒了 记得尽可能多地收集激光磊和能量弹夹 回头不陷阱的时候用得上 对 差点忘了这个 刘武赞赏地说道 其他人见李锐还真发现了不足 温语筹谋的能力也不足 都赞许地笑了 谁也不敢再轻视李锐半分了 连绵不绝的细雨 半夜的时候就停了下来 就好像知道第一小队的行动 不忍阻扰 第二天 天还蒙蒙亮 副队长就带领几名战士迅速离开 剩余人等则在洞穴收拾一番 抹掉痕迹后也分组离开 到各自分配的区域侦察去了 刘武从雷啸天那里知道李锐的价值 不敢将李锐安全地交给其他人 便亲自和李锐一组 也各自备着装备离开了洞穴 两人爬上一座山坡向南而去 一路前行 一个小时左右后来到一片山坡上 山坡一侧的山谷是黑暗联盟的基地 另一侧则是茫茫树林一眼望不到尽头 李锐站在一棵大树下仔细打量着地形走势 地下河有一定规律 一般都会顺着山市地脉走 李锐观察了片刻和刘武交换了一下意见 并寻了一个方向走去 下了山坡 前面是一个平缓地带 树木参天 遮天蔽日 人在地面行走时 完全看不到太阳 空气有些阴冷 周围满是不知名的蝉虫 在烦躁的鸣叫 就好像是在吵架一般 听得李锐有些心烦意乱起来 俩人一前一后的相互掩护着 往前小心推进 地上的腐烂树叶下 时不时能看到几只毒蝎或者毒蛇 好在这些东西也害怕人类遭走多远 李锐小心地走了一段 忽然 树上垂掉下来一只毒蜘蛛 长长的思想看上去很诡异 更诡异的是 这只毒蜘蛛的身体 足有拳头大小 还长着一张娃娃脸 看得李锐拔刀就狠狠地劈砍过去 毒蜘蛛仿佛意识到了危险一般 忽然正断的丝线掉在地上 长长的只脚快速移动 朝一个方向快步而去 嘴里还发出古怪的音音声 刘五一个剑步冲了过来了 看到毒蜘蛛脸色微变 陈生说 鬼蜘蛛 没被咬伤吧 没有 李锐心有余迹的硬道 这东西来得太突然了 又是从空中忽然掉下来的 无声无息 防不胜防 不由谨慎的抬头 却发现 一个巨大的树上满是花花绿绿的东西 不由大惊 压低声音说 上面 刘五惊讶地迅速谈头一看 脸色大变 赶紧做了一个近身的手势 拉住李锐 陶冶时的快速车里 第143集 李锐看出这些东西很不简单 赶紧撒开腿跟上 两人一口气跑了两三百米 刘五惊才松了口气 停下来仔细打量四周 确定没有危险后 先有余迹的低声说 是毒尖王 还好没惊动他们 很厉害吗 何止是厉害啊 他们成千上万 一旦攻击 就像箭矢一样飞过来 你能杀多少 关键是 他们还能喷射毒液 具有很强的腐蚀性 一旦摘上就麻烦了 别说是我们 就算是狼群遇到了这种 大规模的毒箭娃 也得找着走 你没看到他们身上 花花绿绿的吗 变异了的 很毒的 看上去倒是很好看 在树冠上 就像是百花绽开 不过 你说得对 这片森林里 越是漂亮的东西 就越毒 还好刚才没有惊动他们 咱们走吧 李锐赶紧答应道 对这片森林 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太危险了 就连青蛙都不能招惹 两人小心翼翼地朝前走去 穿过树林 前面出现一条宽大的河流 河流水很平缓 或许是因为下雨的缘故 水有些浑浊 上面漂浮着许多枯叶和动物的死尸 李锐打量起这片河流来 猛然看到下游 由水返涌 就好像是下面有泉沿一般 哎 过去看看 李锐惊讶地说道 大步朝下游走去 很快就来到河水返涌的地方 李锐停下来 看着返涌的河流 里面不断有杂物涌出 其中步伐有卫生纸和粪便 顿时想到了什么 大喜 看向刘 刘也看出了名堂 惊喜地说道 哦 就是这儿了 没想到这么顺利就找到了 太好了 不过 看上去排水区在河底 有些人 没潜水装置 不好弄啊 敌人应该是枯水期的时候 修建了排水区 这两天下雨 加上刚好是雨季 洪水泛滥 汇入到河流中 水位自然就高了 不过 找到了就好办 李锐打量起周围的地形来 顺着平缓的路往前走 是山岭 山岭过去 是敌人的基地方向 这个排水区 看上去不小啊 李锐没有回答 而是继续观察着周围 很快就发现了植被的异常 有一段明显低矮了一线 李锐惊喜地指着低矮的植被说道 队长 你看 这一线植被矮了很多 下面应该就是排水区了 咱们过去看看 是有些古怪 矮小稀疏了些 好像是人工住址的 难道下面被挖成了排水区 为了避免暴露 所以后期又种植了树 刘武精仪地分析道 见李锐已经走上前 赶紧追上 小心地盯着四周的树林 以防万一 两人顺着低矮的树林往前 不知不觉地 就来到了山岭附近 这才发现 山脚下 有一个巨大的水潭 水潭里 不断有水鼓鼓外冒 可惜都是污水 但外冒的污水 并没有溢出来 始终保持着一定数量 李锐走到水塘边一看 里面有个暗渠 污水顺着暗渠 往后边流去 原来是这样 底下河的水 从这个水潭冒出来 然后顺着暗渠 流到了河里 为了避免暴露 他们在暗渠上 重新移植了植物 还好被你发现 要不然 是能找到这种地方 整个水潭 都被猫咪的灌木 遮盖了大半 不到跟前 是绝对发现不了的 流无有些庆幸地笑道 地下河的水看上去 是直接冒上来的 翻涌的力度不是很大 说明下面的水不会太深 应该不超过十米 咱们想办法将激光雷 沉到暗河里面再炸 让敌人没办法 短时间内疏通 计划就成了一半 李锐看着水潭 也松了口气 笑道 就是周围不太力 于打伏击 山上可以埋伏狙击手 但周围太开阔 我们人少 这仗 不好打 刘五有些 无奈地说道 也不一定 北面是山林 安排狙击手就够了 其他人在东边埋伏 西边放开 南边是河流 没有战略总身 敌人也不可能 从南边过来 西边放开 刘五一愣 猛然反应过来 哈哈 你小子果然够坏 西边有大量的毒箭蛙 敌人从那边过来 肯定会很麻烦 我看可以 哈哈哈哈 李锐也笑了 虎目中满是自信的战役 夫善战者 明天时 查地利 知人和 运用之妙 存乎一心 古人的兵法博大今深 但说穿了 只有一句话 那就是存乎一心 也就是全凭你的感觉 和想法形式 没有一定之规 打仗要是处处讲规矩 这仗也就没法打了 李锐通过周围的地形观察 马上想到了利用毒箭蛙 防御的办法 这就是存乎一心的体现 能将周围地形 为我所用是一种境界 受过军事训练的人 都知道该怎么做 将周围生物都算进来 这就是另一种 更高明的境界了 或者说 是与生俱来的战斗天赋 有这种天赋的人 自古以来都少之又少 接下来 李锐和刘武仔细 勘察了一番地形 心中游地后迅速返回 特意绕开了前面的毒箭蛙 两个小时后 回到了洞穴 还没有任何人回来 两人出去收集了一些干柴 回来烧火 又去猎杀了一条大蛇 回来烤着吃 恐怖的原始森林 对于别人来说 就是死亡的地狱 但对于真正的强者 就是取之不尽的天堂 根本不用担心食物的问题 两人吃饱喝足 闲聊了一会儿 黄昏时分 有人陆陆续续回来 满脸沮丧 显然什么都没能找到 回来的人一听说 刘武找到了目标 顿时精神大振 自己去弄了些干柴和食物 过来烤着吃 武断有兄弟陆续回来 大家听到好消息后 都心情大好 仔细询问起来 刘武不厌其烦地 一遍遍告诉大家 是怎么找到的 周围地形如何等等 天黑时分 副队长带着部队回来 一个个浑身是血 身上却挂满了激光手雷 战术背心上插满了弹夹 背囊也鼓鼓的 显然收获不少 刘武迎上去 关切地追问道 怎么这么多血 没事 干了几家 杀了个痛快 不过 遇到那名九级高手 对方人多 只好撤退了 绕了一大圈 就回来了 副队长魂不在意地说 就好像在说一件 无关重要的事情 但李锐听得出来 极重的凶险 五个八级精英战士 都杀得全身浴血 可见当时的凶险程度 敌人肯定不少 这一点从大家缴获的东西 就可见一般 不由震惊起来 刘武没有细问 看了大家身上挂的激光手雷说 战力品如何 还没来得及统计 敌人一路追得紧 也不知道够不够用 副队长笑的 统计一下吧 没人受伤吧 刘武追问的 哎呀 怎么可能 副队长就像是受到了 摸大委屈一般的反问的 刘武没有再说什么 大家将杯囊放在地上 从里面掏出更多的 激光手雷和弹夹 他统计了一番 缴获的激光手雷有130克 能量弹夹有57个 这可是一大批弹药 足够大家挥霍好久了 李锐看到这么多弹药 也笑了 大家合计一番 吃了些食物后 刘武召集部队 战士们也清楚该正式行动了 一个个兴奋不已 站得笔直 就像是等待检阅一般 他们的虎目平视 满身浓浓的战役 李锐看着这样一支部队 羡慕不已 他没有说话 而是看向刘武 刘武开始做战前动员了 陈生说 兄弟们 大家只根知底 废话就不多说了 这一仗 不仅是为了国家 也是为了替队长 二郎神报仇血恨 队长可是在天上 看着咱们的 是狗熊 还是龙牙 你们看着吧 是 所有人神情一灵 沉声喝倒 出发 刘武没有废话 大手一挥 带着队伍朝外面走去 大家配合默契 根本不用刘武分配任务 自有人冲在前面开路 也有人垫后 防止敌人尾随 刘武则陪着李锐 坐在队伍中间 大家都戴上了战术眼睛看路 行走中 刘武压低声音说 一会儿你跟着我 不要乱跑 注意安全 放心吧 我不是毫无战斗力的孩子 李锐有些郁闷地说 堂堂四季精英战士 居然被别人当成孩子般保护 情何以堪 别废话 你的安全很重要 否则 我没办法跟上面交代 刘武沉声说道 语气坚决 透着不容置疑 李锐天的信上已经说得很明确了 李锐的安全和任务一样重要 不得有失 刘武自然不敢答应 李锐感激得一笑 没有再说什么 队伍小心了急行军 或许是因为天黑的缘故 或许是敌人 已经被副队长带着人调动离开 一路上还算顺利 两个多小时后 大家来到了水潭边 所有人仔细打量着周围的地形 寻找着理想的埋伏位置 狙击手上山岭 自己找位置 刘武沉声说 明白 队伍中的狙击手答应一声 抱着狙击枪就要冲上山岭去 等一下 李锐忽然沉声喊道 迎着大家惊异的目光积续说 我也是狙击手 我也上前 左右埋伏 形成击角之势 对敌人的威慑力更大 你 一名战士惊讶地看着李锐 又看看刘武没有再说什么 战时 队伍中只有一个声音 那就是指挥官的命运 刘武想了想 说道 行 我陪你去 确保你们后路无忧 别被人偷袭了 其他人埋伏在东边 副队长负责指挥 西边是毒箭蛙留给敌人 南边是河流 不用防御 大家注意 一旦炸毁地下河 敌人最有可能是从东边带过来 先放起来再打 明白 副队长陈生说道 十分钟内 水潭东边两百米周围布雷 以防万一 关键时刻或许用得上 记住 使人工引爆 动作快点 我负责炸毁地下河 记住 等敌人到了水潭边再动手 这里没有车档 更利于我们的腹肌 是 大家沉声说道 纷纷散开 在副队长的率领下 布雷却 刘武看了狙击手一眼 狙击手点点头 会议地对李瑞说 跟我来 这里用不上再吧 说着 朝着山岭快步走去 李瑞看了刘武一眼 见刘武拿着装满激光手里的杯囊 开始准备 赶紧追上狙击手 两人很快来到了山岭上 狙击手指着一堆乱石说 你在这里埋伏 自己小心点 没有通讯设备 无法及时沟通 一切都靠自己发挥了 我去另一侧 明白 你也小心点 李瑞沉声硬道 内心涌上了一股战意 终于要开始了 成功还是失败 全在此一举 不由握紧了拳头 轰的一声闷响 大地仿佛都抖动了一下 埋伏在山顶乱石堆的李瑞 迅速移动狙击金望去 接着狡击的月光 发现水潭方向 好像凹陷下去一大片 看不到一个人影 负责炸塌地下盒的流 五不知去向 周围死寂一片 就连蝉虫的鸣叫声 都被爆炸声吓得停止了 只剩下山风袭袭掠过 啊 李瑞惊讶地看着周围茂密的树林 敬佩起来 不愧是第一小队 这份藏匿功夫 真的是闻所未闻 自己居高临下 居然借着狙击镜都看不到一个人 要知道 狙击镜 可是有着夜视功能和热成像啊 正疑或见 李瑞感觉一侧 好像有什么东西在靠近 不由惊讶地扭头望去 除了黑油有的树林外 什么都没有 他竖起耳朵一听 什么都听不到 不由大意 暗自拔出龙牙刃 反扣在手心 第144集 来的人绝对是高手 如果是敌人 根本来不及开火 只能拼了 不由紧张起来 忽然 狙击镜里一道人形光源闪过 快得不可思议 再看时 已经找不到了 李瑞大惊 就感觉有人已经靠近了身边 如幽灵一般 李瑞悍然 抡起龙牙刃 就扭伸反扑上去 全力刺过去的手臂 却被别人死死地抓住 然后 他就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 鼻声鹤吻的 是我 你怎么了 队长 李瑞惊讶地看着来人 果然是刘五 他神情顿时一松 没好气地骂他 你不声不响的 快吓死人了 就不能坑气一声吗 好吧 刘五有些郁闷地 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战场上谁没事喊话呀 转念一下 李瑞只是四级 境界差得太远 对自己不太熟悉 所以有些误会也正常 当即苦笑道 行了 继续潜伏吧 李瑞也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了 尴尬地点点头 再次埋伏起来 刘五也埋伏在旁边 压低声音说 你觉得 多久后 敌人回来爬查情况 这里到敌人基地 直线距离大约三千米 预计半个小时内 敌人应该会发现溢水 再绕行过来的话 需要一两个多小时 当然 也有可能抽掉附近的巡逻队过来 时间不确定 先看着吧 兄弟们都藏好了吧 放心吧 兄弟们都知道该怎么做 不用我操心 刘五自信地说道 脸上满是骄傲的身子 李锐也知道 自己多次疑问了 以第一小队将士们的实力 岂会不知道做什么 怎么做吗 李锐点点头 静静地观察起前方来 我一会儿的功夫 树林里的蝉虫 再一次鸣叫起来 恢复了往日的喧闹 远处黑油油的高山里 偶尔传来一声嘶吼 给这个躁动的夜晚 平添了几分神秘 时间在等待中慢慢流逝 皎洁的月光 不知道什么时候 躲到乌云背后 天地间 一下子暗淡了许多 茂密的树林里 变得更加幽暗起来 扑冷了 忽然 一只夜归的鸟儿 从远处飞过来 没入山林中 很快没了动静 一道恐怖的笑声 在河对岸的树林里 忽然响起 是狼嚎 李锐惊讶地 举起狙击镜望过去 可惜距离太远 树林里太黑 什么都看不到 李锐无奈地放弃 再一次监视起水潭附近 没多久 又是几声狼嚎 此起彼伏地响起 好像是狼群在战斗 李锐惊疑地 看向旁边的刘武 好像是在捕食 刘武低声说道 忽然眉头一蹴 做了一个静声的手势 李锐惊讶地 马上将眼睛 套在狙击镜上 朝前方望去 可惜除了黑油油的树林 其他什么都看不见 李锐惊讶地扭头 看向刘武 却发现刘武 正簇眉倾听着什么 神情异常专注 不敢打扰 继续观察起来 过了一会儿 刘武忽然压低声音说 来了一支小队 被兄弟们干掉了 啊 李锐大吃一惊 一支小队就这么没了 刚才什么声响都没有发生 这也太厉害了吧 不过 李锐相信刘武在这个问题上 不会跟自己开玩笑 说来就肯定来了 想了想 李锐好奇地问他 没有通讯工具 也没有兄弟来汇报 你怎么知道被干掉了 这儿 刘武指的指自己的脑袋笑道 直觉 好吧 你厉害 李锐有些无语地说道 哎 不信就算了 等你到了我这个境界 自然就明白了 刘武笑道 也不多解释 冷峻的目光 死死地锁定前方 仔细地观察着什么 李锐不知道刘武在观察什么 起码自己什么都看不到 难道境界不同 连视力也不同了吗 没听说过 越高等级的基因战士 视力越好 等了一会儿 刘武忽然眉头一眺 压低声音说 来了 哪儿 李锐惊讶地举起狙击镜观察起来 没多久 果然看到一支小队 正警惕地朝水潭方向推进 人数居然高达三十人左右 或许是人多的缘故 副队长没有把握全部无声的解决 干脆放进了包围圈后再打 观察了片刻之后 李锐发现敌人当中好像有雇佣兵 可惜天太黑 看不清楚 无法肯定 便锁定一人 做好了随时开火的准备 等了一会儿 这支敌军来到水潭边 将看到的情况 马上通过单兵信息机汇报过去 刘武等的就是这个时候 要的就是敌人知道这里被炸毁 只有这样才能迫使敌人 调派更多人过来 瞄准了单兵信息机果断开火 一道激光喷射而出 在虚空中闪过一道亮光 瞬间就没入了单兵信息机 机身当场被打烂 无法正常使用 其他人见刘武开火 也纷纷开火了 李锐也兴奋地果断扣扳机 将一道激光发射出去 狙击近里 李锐清楚地看到 对方的身体轰然到地 顿时大喜 迅速瞄准其他人继续开火 憋在心里的怒火 融入激光 狠狠地扑向敌人而去 大战一触即发 沉静的森林里 顿时像炸了锅一般 到处都是四手的激光 炸力的手雷声 还有惨叫声和怒吼声 在这片幽暗的森林上空震荡 格外刺眼 一番激震 三十托人的小队不到五分钟就全部被干掉 没有一人生还逃脱 这样的战果算不得好 起码刘武对此很不满意 恼怒地骂咧了一句 也不知道是在生谁的气 盯住李锐原地潜伏后 自己朝前扑去 一溜烟就消失了 等了几分钟 刘武再次回来 手里多了个对讲机 还有几个能量弹夹 将弹夹放在一边 藏好后沉声说 战场已经打扫干净 这次收获不错 有两部队讲机 正好用得上 联络起来就容易很多了 我刚才见你打爆了敌人的单兵信息机 是为什么呢 哦 为了避免敌人将这里的情况传出去 只要敌人不知道我们的深浅 咱们就还有机会打伏击 刘武解释道 看了看一侧狙击手埋伏的位置 又抬头看看天色 月亮不知道什么时候 从乌云中钻了出来 灰蒙蒙的大地多了些亮光 你好像在担心什么 哦 感觉不太好 我也说不清是什么 刘武坦诚地低声说道 反正周围没有其他人 倒也不用担心这番话会影响了军心士气 他沉吟了片刻 刘武继续说 这次三十来人 上次十来人 离预定的目标还不到一半 关键这次全部消灭 没有给敌人留下一个伤兵 和预定的计划不一样 我估计下一次来的敌人会更多 到时候再说吧 李锐笑道 看向前方深邃的树林 眉头微醋了起来 如果不能给敌人造成大规模的伤兵 就无法制造恐慌 达不到预期效果 这确实是个问题 两人都不再说话 盯着前方想新事 周围森几近一片 就连蟋蟀和缠耳 都被刚才的战斗吓得闭紧了嘴巴 生怕引来杀身之祸 李锐通过狙击镜 冷静地监视着四周 看到水潭边大批的树木被打倒在地 视野倒是开阔了很多 一目了然 等了大半个小时左右 刘五有些不耐烦地打开对讲机 低声说道 兄弟有没有什么发现 没有发现 一个声音在对讲机里响起 正是副队长 注意警戒 刘五叮嘱道 将对讲机放到旁边 摸出一包烟来 抽出一根雕在嘴里 正准备点上 突然想到了什么 又将烟收了回去 但是内心莫名地发躁 并没有得到释放 他看了李锐一眼 低声说 你觉得下一次敌人会怎么应对 不外乎多派些人来 杀了就是 也是 是我着急了 还没你看得透彻 刘五笑道 烦躁的内心却冷静了许多 举起了枪 将眼睛掏在狙击镜上观察四周 忽然 对讲机里响起一个微弱的声音 队长 来了 好多人 刘五一把抄起对讲机低声说 太好了 放进来再当 敌人不来 一切都透着未知 反而令人紧张 现在敌人来了 一切都明朗了 刘五反而内心大定 不管来多少 杀了就是 他欣喜的黑黑冷笑几声 忽然想到了李锐的计划 对着对讲机压低声音说 听好了 放进来 杀伤为主 尽量不要击毙 然后逼迫敌人 往西边撤裂 明白 副队长会议的答应道 一股淡淡的压抑气息 在森林上空忽然爆发出来 弥漫夜空 李锐握紧了武器 仔细地盯着前方 天地间灰蒙蒙一片 能见度太差 好在有狙击镜 过了不多会儿 绿色的狙击镜视野内 出现了一些红色的人形光源 正快速移动上来 是敌人 来的数量很多 李锐大概数了一下 不少于五十人 后面好像还有 看不太清楚 不由大喜 握紧了狙击镜的食指伸出去 扣住了扳机 深吸一口气 将情绪和状态 调整到了最佳 做好了战斗准备 没多久 敌人更近了些 或许是看到前面 满目狼藉的景象 看到了惨死的同伴 一个个迅速就地 蹲下隐蔽 进入战斗状态 一些士兵 更是在指挥官的命令下 散开警戒 两名士兵 谨慎地朝前走来 试图查看战场 敌人已经警觉 而且是在射程内 李锐见刘武 还没有下达攻击命令 好奇起来 但是没有多问 他耐心地等待着 过了一会儿 两名上前检查的敌人 没有发现异常 大声对后面的 主力部队喊了几声 敌人的指挥官 见面有危险 以为凶手已经撤离 恼怒地 命令部队往前推进了 不一会儿的功夫 大批敌人 进入刚才的战场 没有高大数目的遮挡 李锐看得分明 见刘武 还是没有下达进攻命令 有些疑惑起来 但估摸着 刘武这么做 肯定是有原因的 自己要做的 就是好好观摩 好好学习 等过来了一会儿 敌人将整个战场 查看了一空 发现同伴携带的弹架 都不见了 指挥官马上就猜想 是凶手干的 估摸着凶手得手后 肯定撤离了 他们并没有追击 而是示意部队散开警戒 自己带着人来到了水潭 待看清楚水潭的情况后 指挥官迅速叫来通讯兵 拿起单兵信息机上面的电话 准备联络 他们的警惕性和刚才比差了很多 就连散开警戒的部队也放松了些 或许大家都觉得 凶手拿着弹药撤离了吧 刘五等的就是这个时候 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 一道激光在虚空中一闪而没 激光发出撕裂空气的嗡嗡颤抖声 声音非常小 却带着足以撕毁一切的气势扑杀过去 精准地没入单兵信息机内 单兵信息机马上着了火 不能再用 枪声就是命令 潜伏在东边早就等着不耐烦的兄弟们 马上开火 一人一枪果断地将各自锁定的目标击底 一上来就干掉了近十名敌人 大家并没有停歇 而是再次快速扣动扳机 将另一名早就留意上的目标击杀 两道枪声响起 两批敌人几乎是同时倒地 以第一小队的战斗力 前后开枪的间隔时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不过想开第三枪就难了 敌人已经反应过来 藏到了隐蔽处 兄弟们停止了开火 漆黑的密林里却是哀嚎声一片 凄厉无比 突如其来的攻击 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敌人没想到对手还在附近埋伏 战场明明已经打扫过 按常理来说 对手应该已经离开了才对呀 这只敌军指挥官 很郁闷地躲在一棵倒在地上的大树旁 含着脸看着四周 忽然有安静下来的森林 气得说不出话来 转眼的功夫 就有一小半人受伤失去了战斗力 这算什么 这名指挥官 马上就意识到了 对手就是基地严令追查的目标 马上寻找单兵信息机 准备和总部联络 却发现 单兵信息机正在燃烧 已经变形 不可能再用 指挥官恨恨地骂咧了一句什么 大声喝道 战斗 快 战斗 剩余未受伤的人倒也凶悍 听到命令 马上进入战斗状态 枪口瞄准了前方命令 刚才的偷袭太突然了 敌人根本搞不清楚 对手在什么位置 只好严阵一待 山岭上 李锐冷静的目光 死死地锁定这一幕 有些明白刘武 刚才为什么 等到最后才命令兄弟们进攻了 他这是在麻痹敌人 在等最好的战机啊 这份战机的把握能力 需要丰富的战斗经验才能够做到 恰恰就是李锐的短板 明雾过来后 李锐对刘武敬佩不已 继续盯着前方并不着急 有第一小队在 想要敌人死 敌人绝对活不了 没必要操心了 等了一会儿 敌人指挥官不见对手扑上来 焦急起来 特别是同伴的呼救声 哀嚎声 震荡树林 影响着大家的军心士气 让指挥官更是焦躁不已 等了一会儿 还是不见有人攻击上来 指挥官警示地命令两个人 朝东边试探性攻击 这两名敌人刚摸上去几米 两道激光从树林里呼啸而来 直接将对方打倒在地 惨叫起来 敌人指挥官脸色大变 指挥部队对着刚才枪声响起的地方 一同猛烈扫射 然后抽掉另外两名敌人 朝西边发起试探性的攻击 西边并没有人把守 两人走得很顺利 直到走出两三百米 都没有遇到危险 一人留下了监视 另一人马上返回 将情况通报给指挥官 指挥官大喜 马上命令部队 带着受伤的同伴往西车里而去 一切都在计划内 没有人追击 没有人开火 树林里静悄悄一片 山岭上 李锐看到这一幕 也松了和气 笑了 没多久 前方密林 传来一阵阵密集的激光闪烁 李锐迅速举起 狙击镜望去 可惜太远 看不太清楚 旁边的刘五黑黑笑了 低声说 嘿嘿 肯定是毒箭麻烦气攻击了 也好 那玩意儿虽然不会马上中毒逼命 但也活不了太久 这只敌人 算是彻底废了 激光闪烁了好一阵 才停了下来 李锐估摸着 敌人冲出去了 也笑道 这次敌人有五十来世 国际能完整回去的 应该不超过十人了吧 哼 你低估了毒箭麻的攻击力 我肯定所有人都带着毒回去 包括受伤的人 回去后 如果不能及时治疗 最多一天就能毙命 这种变异的毒箭麻可不简单 刘五陈生解释道 目光冷静 并没有对敌人生出怜悯之意 战场上 对敌人的仁慈 就是对自己的残忍 刘五看了看四周 再次陷入了死记一般的树林 拿起对讲基础 兄弟们都还好吧 好着呢 就是没过足矣 一会儿够你杀的 这次敌人带伤回去 肯定会将这里的情况通报上去 接下来 敌人有可能会派高手过来了 也可能派大规模部队上来 我们得重新调整一下部署 刘五陈生说道 一边扭头看向李锐 明白 副队长答应道 李锐想了想 敌人肯定知道西边的毒箭麻 派来的部队不会走西边 重点防御东边 我建议 大家撤防到西边和南边 放开东边让敌人过来 一旦敌人进入战场 西边先发起攻击 成功吸引敌人火力后 南边的兄弟摸上去敌后 进行近身战斗 我估计 这次来的兵力不会超过200 有道理 西边有足够的战略纵身 可以边打边撤 吸引敌人进入毒箭麻邻区 然后和敌人混在一起 南边的兄弟尾随暗杀 借着毒箭麻袭击 应该能干掉接下来的敌人了 明白 大家会议地说道 一旦敌人撤退 不要追 让他们跑 只要击溃了这支队伍 接下来的敌人 就该大规模进攻了 到时候 大家埋伤的雷区 就派得上用场了 李锐沉声地提醒道 刘武脸前一亮 花子能笑道 到底好酸景 这是把敌人枉死了算啊 不过我喜欢 都听到了没有 明白 我马上安排 去吧 小心点 一旦西边成功吸引了敌人的火力 南边偷袭上 我这边呢 也会偷袭上去 南边夹击 尾随暗杀 我倒想看看 敌人能撑多久 对讲机里 传来副队长会议的黑黑笑声 很快就没了声音 估计是部署去了 李锐看看刘武 也笑了 这样的安排倒也不错 敌人虽然很多 但黑乎乎的树林 并不是人多就能赢 关键还得看单兵的战斗力 便耐心等待起来 过了一小时左右 又一支部队过来 负责观察的人 将消息 马上通过对讲机 传到刘武这里 敌人来了不止两百 而是足有三百人左右 天太黑 看不准 而且敌武兵力悬殊太大 打还是不打 刘武听到消息后 脸色微变 沉思起来 李锐也默不作声地 分析其中的利弊 一时难以决断 但战场上瞬息万变 最记得就是 优柔寡断 错过战机 甚至累死三军 刘武脸色一沉 虎目中闪过一抹坚决 马上通过对讲机 沉声说 按原计划行事 都小心点 明白 副队长的声音 在对讲机里响起 一会儿 你重点照顾敌人的头目 和重火力 刘武看向李锐盯住道 明白 狙击原则吗 我懂 那就好 这一仗有得打了 记住啊 一会儿偷袭上去的时候 跟在我后面 刘武兴奋地说道 战役高涨 有一种恨不能马上投入战斗 大杀一场的架势 深邃的天空中 一轮明月 静静地注视着茫茫大地 天地间灰蒙蒙一片 茂密的树林里 却暗淡一片 还算明亮的月光 都被茂密的树冠遮挡住了 一支队伍 警惕地朝前推进 两支三人小队左右分开 走在队伍前面探路 后面 则是大批的武装分子 压低身体 攻着腰 举着枪 每走一步 都非常小心 仿佛前面有 洪荒猛兽一般 没多久 这支队伍往前 推进了两百米左右 在指挥官的命令下 放慢了脚步 变得更加小心起来 有两支三人小队 乘三角形冲上去 在前面小心地开路 三人交替地掩护推进 看上去 都有些紧张 指挥官放慢了些脚步 混在队伍中 警惕地盯着四周 手里拿着一部对讲机 时不时地和前面开路的小队联络 了解情况 得知一路都没有任何可疑之处时 指挥官有闲吗 对手不应该就埋伏在这片树林吗 怎么不见了呢 事出反常机为妖 这名指挥官倒也老练 马上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通过对讲机 命令探路的小队继续往前 直到各小队来到战场 看到满地的尸体 和满目苍蝇的战场 就是没有发现对手时 指挥官更猛了 难道对手跑了 一名领队模样的人上前来 低声说 奇怪 怎么会没人呢 难道那些该死的混蛋 都跑了不成 你不觉得 敌人有可能改变了防御点 藏在南边或者西边 等着我们自投罗网 指挥官有些恼怒的压低声音说 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这名领队模样的人低声应道 但南边是河流 没有纵深 打起来 他们往哪里跑 别忘了他们只有十人 我们这里有三百人 有足够的活力压制他们 那些该死的混蛋很可恶 但不得不承认 他们很狡猾 不可能藏在南边这个死地 最多藏在西边 但西边有毒箭蛙 也没有车队空间 所以 我们根本不把他们藏在那里 以绝对的实力 碾压上去就是 不错 你的分析很高位 那么 就由你带队打头针吧 指挥官冷冷地说 等对方离开后 冷静的双眸中 多了几分厌恶和不幸 显然两人的关系很差 不一会儿的功夫 那名领队模样的人 带着一百人冲杀上去 没有再隐藏行踪 也不怕伏击一般 指挥官看到这一幕 倒也伸出几分敬意来 不管怎样 这份敢打敢拼的血性 是值得敬佩的 另一名领队模样的人上来 低声说 将官 你来得正好 带着你的人负责左翼 另一队负责右翼 和前面的队伍 呈三角形攻击队形前进 快 指挥官陈生说 做出了正确的决定 丰富的战斗经验 在这一刻完全发挥了出来 命令很快传达下去 队伍很快一分为三 摆出了三角攻击队形朝前急行军 指挥官自己则带着卫队 在三角形的中间统筹指挥 队伍推进的速度很快 不知不觉就来到了战斗现场 鲜血 残肢 枪械 尸体等等 无不昭示着这里曾经的惨烈 大家看到这一幕都怒了 指挥官也怒了 他看了周围一眼 含着脸喝道 散开了侦掌 找到他们 不要将这群混蛋 全部都死成碎片 周围人轰然灵命 迅速散开搜查起来 忽然西边传来一阵骚乱 还有一些激光 在树林里闪烁 指挥官脸色已经 玄机大喜 怒吼道 西边 保持原油队形 给我追上去 死碎了他们 是 周围马上有人领命 命令很快传达到小队 散开侦掌的队伍 迅速集结 再一次摆出了三角攻击队形 朝西边扑去 不得不说 这支队伍能够如此迅速集结 并发起攻击 显然是一支战斗力强悍的精锐部队 山岭上 李锐看到这一幕 脸色微变 他看向刘武 刘武却冷着脸不语 通过狙击镜 死死地盯着前方 待敌人朝西边开进后笑了 起身来 举起手做了个手势 另一名前赴的狙击手 看到这个手势 愤意地赶了过来 随我冲下去 啥个痛快 刘武等狙击手赶到后 陈生说道 含着脸 朝山岭下冲去 脚下剑步如飞 敌人从树林里 往西边扑杀过去 大家虽然是居高临下 但视野被树林遮挡 不利于看护 李锐和另一名狙击手 一左一右 紧跟在刘武身后 三人很快冲下山岭 顺着林子继续往前走 没多久 就追上了敌人的尾巴 奔跑中 李锐发现狙击手 将武器背在身后 拔出了龙牙阵 冷着脸陡然加速 就像是发现立武的猛火 前面 刘武更是反握着龙牙阵 狂冲上去 一晃就是十米开玩 肉眼都有些跟不上速度 再看时 又是眼前一晃 刘武再次消失在视野内 李锐不由大吃一惊 这就是九级精英高手的真正实力吗 李锐看着呼啸而去的刘武和狙击手 热血沸腾起来 一股不服输的镜头冲上脑顶 脚下也陡然加快了许多 狂冲上去 很快就发现 前面躺着一具尸体 李锐冲上前 蹲下身检查 伤口在扼下 一刀从下额网上刺穿了嘴巴 也刺穿了大脑中枢 这种手法 只有战斗经验异常丰富的军人才会使用 这一刀下去 不仅会破坏口腔 气管 迫使敌人喊不出来 还直接剁碎了脑中枢 干净利落 李锐起身来 撒开腿狂出上去 看到前面躺下好几具尸体 李锐来不及细看 追了上去 很快 李锐就看到刘武和狙击手 如恶狼一般扑上去 将吊在队尾的敌人扑倒在地 果断裂杀 没有发出任何的声响 也没有惊动前面小跑追击的敌人 他们手法娴熟 身法敏捷 就像两台高效精密的杀人机器 看得李锐羡慕不已 这才是真正的高手 这才是军人的风采 杀 李锐在心底怒吼一声 陡然加速冲上去 看到刘武和狙击手 再一次扑倒目标 冷酷地一刀下去 但前面奔跑的两名敌人忽然转身 看到这一幕就要示茧 李锐打击 抬手就是两枪过去 两道激光在虚空中一闪而没 微弱的声响被奔跑声 呐喊声 激光枪声和爆炸声掩盖 谁也听不到 却精准地摸入两名敌人的心脏 射了个对冲 两人身体轰然倒地 前面的敌人却是疯狂前冲 谁也没看到这一幕 第146集 灰暗的树林里 无数黑暗联盟的武装分子 朝前冲去 就像密室的恶狼群一般 凶悍地带着几分阴冷的杀技 奔跑着不忘找机会 对前面猛烈开火 有人更是熬叫着冲杀过去 汗不畏死 但被前方不知道哪冒出来的激光 直接打了个对穿 身体轰然倒地 周围的武装分子 都没有看到一般 继续往前冲去 队伍后面 刘武冷着脸 将全身的杀器尽数收敛 整个人融入到黑暗树影中 就像是死神一般飘忽过去 悄无声息地 追上吊在后面的敌人 武嘴抹脖子 动作干净利落 所过之处 倒下一具具尸体 不是被刺破了脑中枢 就是大半个拨梗被割断 不可能再活 李锐紧随其后 根本找不到下手的机会 敌人都在树林里往前冲杀 树木高达茂密 能见度很低 枪已经派不上用场了 李锐干脆学队伍中那名狙击手 将狙击枪倒背在身后 拔出了开山刀和龙牙军笔 两把刀都是特制的 刀身有黑不反光 更恐怖的是 还被李锐染上了蛇毒 李锐一直还没有用过 也不知道效果如何 他不再甘心掉队尾 快步冲杀到刘武左边 和狙击手一左一右 以刘武为箭头 朝前扑去 刘武回头看了眼李锐 战役熊熊燃烧的虎木中 闪过一毛担忧 但很快隐去 做了个小心的手势后 继续往前冲去 他收起刀路 从后面直接看到一名 拼命往前冲锋的敌人 对方倒在地上还没有死透 嘴里发出呵呵声 但声音被到处都是的爆炸声 和呐喊声掩盖 谁也没有发现 三人和敌人相聚 已经不过五六米远 这个距离暴露的可能性大增 但刘武毫不在意 李锐也被第一小队 无所畏惧的战役感染了 顾不上暴露 加快速度冲上去 一个箭步冲到一名敌人身后 对方感应到什么 惊讶地回头 李锐顺手就是一刀 对方身体击退 但锋利的开山刀 还是在对方的脖子上 撕开了一小刀口子 不得不说 对方的反应很快 堪堪避开了这致命的一刀 这刀小口子并不足以致命 然而刀上有剧毒 剧毒顺着血液马上扩散 对方忽然死命地捂住伤口 嘴里发出呵呵的声响 就好像是声音憋在胡瓜里出不来 转眼间 对方的身体轰然倒地 拼命地抽搐起来 嘴里吐出了大量的泡沫 泡沫带着血色 对方痛苦地蹬了几下腿 就不动了 李瑞有意查看毒性的威力 所以没有走 也没有再补刀 看到这一幕 他不禁脸色微变 这毒 看上去很凶财呀 这么快就毒死人了 李瑞不由信心大增 无再看地上的尸体一眼 快步冲了上去 从后面对着敌人猛砍起来 只要砍中 不管死活 看都不看的 就往前继续冲杀过去 凶悍的 仿佛就是死神 在收割罪恶的生命 不远处的刘武 一直在关注李瑞 看到李瑞 不管不顾地往前冲 根本不管对方死没死 也不担心 被前面的敌人 发现引来麻烦 不由愣了一下 看到一名敌人中刀后 并没有倒地 举枪就要打 刘武大惊 正准备甩刀过去补刀 就发现 对方忽然身体猛烈 抽住两下 倒地后 没了动静 不由大意 很快 刘武发现 凡是被李瑞砍杀的目标 虽然当时没死 但没有一个人来得及 事情 都是抽出两下 就没了动静 显然已经死透 他马上想到了什么 满脸震惊地 看着李瑞不断挥舞的 开山刀与龙牙比 笑了 也彻底放心下来 扑向前去 一路刺杀 锁过之处全是尸体 李瑞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杀了多少人 脑海中满是战意在熊熊燃烧 痛快地恨不得长笑一声 真是 前面一名敌人 谨慎地躲在一棵大树背后观察着什么 李瑞一个箭步冲上去 挥刀就看 这名敌人就像是后脑梢长了眼睛一般 不等回头看清楚情况 就抡起手上的枪反扎过来 身体诡异地朝一层扑去 李瑞正杀得顺手 没想到对方反应这么快 一了一声 飞起一脚猛踢过去 对方正好往前扑去 重心已失 没地方借力 根本无法躲避李瑞踢过来的凶狠一脚 他到底也果断 伸手反抱过去 死死地抱住李瑞踢出去的一脚 李瑞的重心被带得往前倾斜 恼怒的反手就是一刀劈砍过去 对方赶紧松开手 朝一侧猛地翻滚过去 可长长的开山刀 那锋利的刀尖 还是撕开了对方的手臂 形成了一道血槽 手臂肌肉巨多 对于精锐士兵来说 一点伤口根本无所谓 不影响战斗 对方坚言老道 连续翻滚了几圈后 一咕噜爬了起来 鬼子蹲地 凶悍地拔出军臂 阴冷的目光 死死地盯着李瑞 就像一只走投无路的恶狼 亮出了自己的獠牙 那阴寒的杀气 给人以莫大的震慑感 李瑞却敏锐地看到 对方手臂上的伤 不懈地冷哼一声 没有马上发起进攻 而是饶有兴趣地 打量着对方 他隐隐感觉对方不简单 不再像是普通的 黑暗联盟的武装分子 一个呼吸过后 对方忽然急速抽搐起来 身体意外 倒在地上不动了 有古怪 李瑞一个剑步上前 蹲下来检查 近距离才发现 对方是一个白种人 脖子上有一只毒蝎纹身 显然 他就是毒蝎佣兵团的佣兵 李瑞一惊 喧机大喜 又杀了一名仇敌 痛快 大丈夫就该有仇就报 李瑞从对方头上 取下耳麦戴上 就听到里面 有人急促地喝倒 狐狸 狐狸 什么情况 说话 李瑞估摸着 被自己干掉的人是狐狸 从对方的身上 取下两枚激光雷带上 再搜索一番 对方身上没有任何 有价值的东西 杯囊里除了弹药和食物 就只有一个医疗包 都没什么用 李瑞起身来 看到一名敌人 正快速跑来 不由一惊 来得好 李瑞灵机一动 把地上的尸体抓起来 靠在大树上 让大半个身体 探出去给来人看到 自己躲在后面 冷静地注视着 越来越近的目标 拔出了激光手枪 嘴角勾起了一抹 复仇的冷酷小意 灰蒙蒙的树林里 一名装备精良的武装队员 快速冲了过来 眼睛死死地锁定 大树背后探出来 半个身子的人 确定是自己人后 将注意力放到了周围 脚下的速度 加快了几分 嘴里更是低声询问 这场 浑然没有看到 同伴背后的夜象 伸出来一把手枪 那黑洞洞的枪口 就像是死神的眼睛 冷漠 幽暗 无情 因为有耳麦的缘故 彼此之间 根本不需要大声喊叫 轻微的声音 也能通过鼓传到耳麦 传达到其他 同样带着耳麦的人大脑 李瑞带着抢夺 过来的耳麦听得分明 对方是在询问 为什么不说话 如果不马上回答 对方肯定会警觉 时间紧迫 李瑞没有在等 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 两刀激光呼啸而去 对方的注意力放在周围 完全没有料到 自己人背后藏着危险 彼此相距不过五六米远 这个距离哪里逼得开 两刀激光直接洞穿了目标身体 对方哼都没来得及 哼一声就轰然到底 李瑞将手上的尸体一丢 一个剑步冲上去 将对方身上的激光雷取下 挂在自己的衣服口袋上 看了对方一眼 火梗上也有一只毒蟹纹身 这是毒蟹拥兵团的标配了 李瑞长嘘一口气 一股报仇血恨的快意涌上心头 目光也变得愈发冷冽起来 这时 李瑞听到前面枪声大作 抬头一看 发现刘武和敌人杀成了一团 一路追杀到这里 终于还是被敌人发现了 刘武就像是幽灵一般 在树林里飘来当去 没有人能够锁定 所有的激光射杀过来 却都落了空 反倒是被刘武几个急促的点射 掠杀了几名敌人到底 大批的敌人冲杀上来 密集的火力压制着刘武难以躲避 显向缓生 李瑞拿起脚后过来的激光雷 打开保险 奋力地丢着过去 爆炸声顿时在幽暗的树林里响起 激光四箭将周围照亮 更是将周围的敌人 直接消融成一块块血肉 四名搅忽过来的手雷 被李瑞一口气投掷过去 将敌人架得纷纷握到躲避 刘武压力一松 一个箭步从隐蔽的位置消失 眨眼间就来到李瑞跟前 李瑞将地上的尸体 头上带到耳麦取下来 丢给刘武 刘武接过来熟练带上 也没有说话 但听到里面有人在咆哮 命令着自己人杀回来 他马上反应过来 知道是独卸佣兵团 奔跑着 对李瑞打了一个小心的手势 一个闪神消失在树林里 杀 李瑞怒吼一声 已经暴露了 所以也不需要顾虑太多 奋起神友扑了上去 前面出现了几名黑暗联盟的武装人员 对着李瑞猛烈开火 然而 这些人扫射的位置高于地面一米二左右 这个高度可以打中人的腹部或者胸口 倒也是急促间杀敌火力射击点的理想高度 李瑞一个前仆倒地 身体几乎是贴着地面往前冲了五六米 避开了猛烈的火力扫射 眨眼间就来到了这些人的跟前 不等起身 手上的开山刀奋力朝前砍去 一刀砍断了对方的小腿 身体借势奋力弹起怒吼道 杀 开山刀带着诡异的角度和速度 朝另一名敌人劈砍过去 对方满脸惊骇地 赶紧举起手上的激光枪来格挡 然而 李瑞砍出去了刀 却诡异地飘忽到另一个角度 直接撕开了对方的咽喉 脚下不停 一个滑步轻身上去 来到另一人跟前 对方来不及反应 目瞪口呆地看着李瑞 意识有些懵 他万万没想到 李瑞的动作这么快 等思维反应过来时 心口已经被锋利的龙牙刃刺透 李瑞得手后 没有再看对方一眼 身体一晃从原地消失了 嗡嗡嗡 几道激光 几乎是贴着李瑞的后背呼啸而来 没有打中李瑞 但其中一道激光 反倒是打中了心口 中刀倒地的同伴 李瑞一个剑步 躲在古术的暗影下 弗洛弗户戴着他战术眼镜 让自己看得更舒服些 他迅速锁定了十几名 反扑过来的黑暗教会的武装分子 嘴角勾起了一抹冷意 这些武装分子虽然堪称精锐 个个具有特种兵的实力 但在基因战士面前还不够看 哪怕是一级基因战士 也能再分分钟收拾十来个这样的敌人 更何况是李瑞这个四级基因战士的 杀 李瑞怒吼一声 接着暗影冲杀出去 一个剑步杀出敌群 抡起开山刀就左突右砍起来 只要砍中一刀 无论伤势深浅 李瑞都不会再看对方一眼 而对方也坚持不了三秒钟 就会抽出臂力 转眼间李瑞砍倒了六名敌人 另一手的龙牙刃也刺中了三名敌人 剩余几名敌人见李瑞如此凶狠 都吓得惊慌起来掉头就跑 李瑞岂会让对方得逞 一个剑步冲上去又是两刀 将两名掉在后面的敌人砍倒 这时树林里冲出来更多的敌人 嗷怪叫着愤怒地对着李瑞开火 李瑞不敢挡起锋芒 一个闪身朝一侧狂冲过去 避开了疯狂扫射过来的激光 再几个跳跃就冲出去三十几米远 和敌人拉开的距离 忽然 李瑞看到前方树林里 有大批敌人在围攻一人 毫不犹豫地冲上去一看 是那名狙击手 周围有五十多个人正怒吼着猛攻 地上躺着十几具尸体 狙击手没有慌 脚下不断移动位置 手上的龙牙刃就像是活过了一般 转眼前又放到三名敌人 但是更多的敌人围攻上来 其中步伐有雇佣兵 局面有些紧张起来 杀 李瑞大怒 猛虎下山一般狂冲上去 对着敌人猛砍 敌人太多 根本不用什么精妙的招式 简单直接的劈砍反而更加有效 李瑞一口气砍倒五名敌人 杀开包围圈和狙击手会合 两人默契地背靠背 没有豪言壮志 也不需要关怀询问 各自挥舞着手上刀 朝着敌人反杀过去 两人相互支援 进退有据 不一会儿的功夫就放倒了十几人 然而敌人越来越多 或许是担心物伤 谁都没有开火 或抡起激光枪 或拔出军笔 熬叫着加入战团 就像是恶极的野狼 看到鲜美的食物 凶悍无比 第147集 李瑞一声怒吼 低沉中带着绵绵的杀意 手上的开山刀刷刷两下 直接砍倒了两名凶悍 扑上来的敌人 飞起一跤 将一名试图偷袭狙击手的敌人 踹飞出去 砸倒了一大片人 包围圈被撕开了一条小口子 李瑞灵机一动 吼道 走啊 你前 我后 狙击手也是一个果断的人 狠劲上来了 但依然理智地做出了决定 手上的龙牙刃 在虚空中刺出了几道虚影 三名敌人 无一部胸口被刺破 鲜血狂飙 狙击手一个大片腿狂走过去 将这三人直接扫飞出去 砸在扑上来的其他人身上 顿时眼前一空 狙击手 趁机迅速跟在李瑞身后撤离 李瑞也是杀出了真火 虎木中都要喷出火来 开山刀劈砍 龙牙刃补刀 将鬼刀的诡异 刁钻和阴痕 发挥得淋漓尽致 转眼间 又放到五人 顿时气势如虹 杀气凛然 逼得前面的敌人 节节互退起来 啊 李瑞又是一声怒吼 脚下用力一蹬 整个人都飞了起来 膝盖朝前 狠狠地撞在一名敌人胸口 对方胸口的肋骨 咔嚓一声断了几根 身体更是重重地后腿倒地 一连砸倒了三人 李瑞一个剑步冲上去 踩着对方的心口往前 脚下用力 直接将断裂的肋骨 踩入敌人的心脏内 这名敌人当场毙命 而李瑞却是一个飞闪过去 身体一蹲 手上的开山刀 奋力旋转了大半圈 将几名敌人的腿 当场干断 顿时 此起彼伏的惨叫声响起 前面的包围圈大乱 李瑞趁机猛冲过去 就像是出闸的猛虎 手上的开山刀和龙牙刃 就像是猛虎的利兆 忽左忽右 忽上忽下 一套诡异的刀法施展出来 瞬间又放倒了几人 李瑞已经顾不上查看了 一个策划 避开了正面刺杀过来的敌人军笔 再用肩膀直接撞了过去 快如闪电 狠狠地将对方撞飞了出去 李瑞没想到 自己势大力尘的一撞 居然只是让对方飞出了一两米 而且看上去 对方的问题并不是很大 显然是个高手 他盯进一看 居然打扮和黑暗联盟的武装分子有些不同 是雇佣兵 李瑞马上就想到了独卸佣兵团 身上陡然爆发出了一股寒意 一刀挡住斜刺里砸过来的枪托 飞起一脚将另一名敌人喘飞 瞬时往前跨出去一大步 身体一蹲 避开了正面敌人的攻击 龙牙人往上一次 快如闪电 直接从下颚刺穿了对方脑袋 大手用力一脚一抽 带着血的龙牙人被抽了出来 反手一抹 就将一名偷袭上来的敌人的咽喉抹掉 鲜血狂飙 不到两秒的时间 李瑞一口气就干掉了三名敌人 赤红的虎牧却死死地盯着那名雇佣兵 刷刷两刀 逼退了前面的两名敌人 一个箭步冲上去 奋起一脚 将挣扎着起身的雇佣兵再次踹倒在地 对方的身手倒也不错 倒地后意识到要糟 马上翻滚起来 试图躲避接下来的攻击 然而周围全是人 根本没有足够的空间给对方翻滚 李瑞的开山刀就袭杀过来 往下一撩 锋利的刀尖撕开了对方的胸口 留下一道长长的伤口 鲜血顿时就冒了出来 李瑞没有再看对方一眼 只要被砍中 没人能够扛得住蛇毒 这时 敌人身后冲过来一道黑影 手上的军笔如风车一般旋转 刺杀出一道道虚影 身体更是不断的闪避 之前挡在前面的人纷纷倒地 没有一个活口 转眼前就杀出了一条血路来 低声吼道 跟我来 李瑞听到熟悉的声音 精神大振 是刘武 他飞起一脚 将侧面攻击上来的敌人踹飞 脚下蹭蹭两步就冲了上去 就看到前面的刘武身体忽左忽右 飘忽不定 却每一次都正好避开了敌人的攻击 而手上的军笔就好像是毒蛇一般 总能从不可思议的角度刺杀上去 撕开对方的咽喉或者心脏 这是一种不与敌人正面交手的打法 避开敌人的攻击趁机反击 简单 直接 但需要强大的身体素质和战斗经验 起码一眼就能看穿敌人的破绽 并精准反击 李瑞自然做不到 敬佩不已 好生心爆发出来 杀 李瑞怒吼一声 手上的开山刀朝前面猛地砍过去 角度诡异的不可思议 一刀砍飞了挡在前面敌人的脑袋 反手一撩又撕开了一名敌人的咽喉 反手之间连杀两人 这份手段也不错 好样的 杀啊 刘武看到这一幕赞许的吼道 手上的刺杀招式却陡然加速 扑扑扑 三声金属刺入肉体的闷响传来 几乎同时 三名敌人身体一僵 还没等到倒地 刘武就已经从三人之间的缝隙冲杀过去 又一口气干掉了三人 后面三人的尸体才轰然倒地 好 李瑞看得心智神网 热血澎湃 这才是战场上真正的高手 谭笑间飞灰烟灭啊 李瑞感觉自己的心口又激烈在翻涌 在轰鸣 在咆哮 无尽的战役熊熊燃烧 眼睛里只剩下了敌人和杀戮 他忍不住长笑一声 挥舞着开山刀就冲杀上去 这时 狙击手也冲杀上来 以刘武为箭头 形成攻击的三角 朝前面猛冲猛打 一路狂杀 所过之处血肉满地 硬生生的就杀出了一条血路来 很快 李瑞感觉眼前一空 不又愣了一下 有些不适应了 快走 旁边有人怒吼道 李瑞反应过来 这才明白自己杀出了上百人的包围圈 精神大振 紧跟着刘武往前狂冲而去 几个闪神就消失在前面灰暗的树林里 后面冲杀上来的敌人 愤怒地熬怪叫 没有退缩 没有胆怯 显然也都杀出了真火 不用指挥官命令 一个个朝前狂冲上去 就像发疯了的狼群 为首的指挥官正和上级联络 上级严令不许追击 迅速向指挥部靠拢 但部队已经追出去 没办法收拢 指挥官大气 不得不将实情相告 赶紧追上去 试图收拢部队 一支雇佣兵很快会合 彼此快速交换了一下意见 得知自己的人被杀 马上寻找 待看到自己的人居然被活活踩死 顿时都怒了 但队长理智地控制了情绪 马上和上面联络 醒世后也毫不犹豫地追杀上去 灰暗的树林里到处都是激光闪烁 喊沙声 手里的爆炸声 此起彼伏 他们交织在一起 灰成一局死亡的交响乐 树林上空那一轮明月 却又是那么的皎洁 那么的平和 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给人以不真实的感觉 战斗还在灰暗的树林里继续 因为能见度太低的缘故 谁也不知道战场的真实情况 黑暗联盟的人不知道来了多少对手 第一小队的人不知道还有多少敌人没死 大家混在树林里一时都杀红了眼 灰暗的树林能见度很低 第一小队将士们杀完就跑 一个闪身就能够消失不见 就算到处都是强光手电 也难以捕捉到行踪 敌人只能对着大概的方向胡乱开火 激光将周围无数的高大树木放倒 现场一片狼藉 杀气凛然 在靠西边的树林里 几名战士正利用黑暗 不断地刺杀袭扰 打得敌人不胜其烦 死伤无数 却又无可奈何 因为速度太快 而且划不留守 根本没办法拦截射杀 指挥官干脆将部队全部聚集起来 结成援阵 援阵的防御力大增 但大量的部队聚集在一起 无心中成了火靶子 潜伏在周暗黑暗树影中的将士们 敢用手上的枪继续杀敌 打几枪马上撤离 不给敌人任何机会 就像狼一般不断地给敌人放血 吸引敌人继续往前追击 不知不觉中 大家追到了独剑蛙的聚集区 敌人已经知道独剑蛙的存在 但仗着人多势众并不退缩 指挥官更是一声令下 密集的激光朝着前面树林猛烈射击过去 放倒了好些树 树上栖息的独剑蛙 纷纷掉在地上 呱呱怪叫起来 敌人凶悍地追杀上去 熬得怪叫着 手上的枪不断开火 放倒了更多的树木 一些树上掉下来的独剑蛙 更是直接被激光打爆 敌人迈着坚定的步伐向前 浑然没有发现 刚才还凶悍地偷袭的枪声不见了 人也不见了 敌人往前推近了一段距离才发现 跟丢了目标 指挥官静一起来 马上命令部队停止开火 看着周围阴森森的树林 空气中仿佛弥漫着一股 犹如食指般的阴冷气息 顿时呼吸一致 马上意识到了危险 有些大意冒进了 啊 忽然 旁边有人发出凄厉的惨叫声 什么情况 指挥官大惊 贺问道 啊 更多人的惨叫声传来 带着浓浓的恐惧 不好 撤 指挥官反应过来 赶紧命令道 刚才杀红了眼 一路不管不顾的狂追 忽视了毒剑蛙的恐怖 再不撤就来不及了 当即顾上别人 拔腿球跑 奔跑中 指挥官感觉有什么东西落在自己手上 抬手一看 黑乎乎的像液体 因为周围贪汉 他看不太清楚 忽然 忽然 指挥官感觉手背上传来一阵灼烧的剧痛感 不由大惊 马上意识到什么 赶紧往身上擦 然而 灼烧感越来越疼 就好像是手掌的皮肉被烈火焚烧融化 钻心的疼痛 让指挥官头皮发麻 大脑一片空白 惨叫声越来越多 加上有了撤退的命令 这支敌军仓皇地往回跑去 什么都不管不顾了 嘴里更是发出了歇斯底里的惨叫声 声音传出去很远 让其他黑暗联盟的人动容 纷纷驻足回头查看 小声打听起来 很快 大批敌人夺落而逃 惊骇不已 就好像是遇到什么大恐怖一般 就连指挥官也疼得顾不上指挥部队了 谁也没有发现 侧面林子里忽然钻出一道的黑影 这些人就像死神一般 不断地挥舞着手上的军笔给敌人放血 而且还专挑没有受伤的人下手 下手也留了余力 以杀伤为主 这么一来 更多的敌人受伤 慌乱的左冲右突 就像是眉头的苍蝇 敌人局面更暖了 士气大跌 军心全无 纷纷后撤 谁也顾不上战斗 谁也顾不上指挥了 莫名的威胁 往往能将恐怖放大 敌人指挥官 知道树林里有毒箭蛙 但考虑到军心士气 并没有将毒箭蛙的情况 告诉给基层士兵 人对未知的威胁 有着莫名的恐惧 这是一种本能 基层士兵正是因为 不知道毒箭蛙的存在 所以刚才才疯狂地追杀上去 也正是因为 不知道毒箭蛙的存在 突然出现了危险 才让大家恐惧起来 军心大乱 大好的机会在前 第一小队的将士们如果不懂得利用 那就不是精锐部队了 他们不断尾随刺杀 制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伤员 伤员受伤后更加恐惧 慌乱奔逃 带动更多的人乱跑 敌人就出现了溃败 朝着来时的路狂冲而去 谁也顾不上战斗 一片树林里 刘武带着狙击手和李锐 正好迂回上来 原本想着支援助防西边的战友 毕竟分兵后 西边的人手不够 但是谁能想到 正好看到这溃败的一幕 已是没有反应过来 这也太反常了吧 要知道 这支敌军 可是敌人的精锐部队啊 刚才的交手 个个都是如狼似虎 喊不畏死 怎么这会儿 就忽然溃逃起来呢 第148集 战机瞬息万变 他们来不及多想 刘武马上抓住机会 兴奋地后道 冲上去 杀伤为主 尽量别杀死 明白 李锐和狙击手兴奋地应道 面对溃兵 根本不用什么阵势 三人直接扑杀上去 看到已经受伤的人 直接绕开 看到还没有受伤的人 马上就追杀上去 李锐知道自己手上的 开山刀和龙牙刃上有剧毒 沾上就死 无法形成伤兵 所以他马上就收了武器 从敌人的手中 抢夺过来一把军笔 奋力地追杀起敌人来 以四级基因实力 追杀特种兵实力的 黑暗联盟武装人员 简直是易如反掌 蹭蹭几步 就能追上一人 便给上并不致命的一刀 然后拔腿就跑 敌人根本就来不及反应 顿时大喊 大喊大叫起来 恐惧就更在敌军中扩散了 九级实力的刘武 和七级实力的狙击手 行动飘忽快如闪电 又是隐身在树影中 根本发现不了 像极了死神 在悄无声息的猎杀目标 很快有人大声喊道 魔鬼 有魔鬼 更多的人 惊慌失措地大喊大叫着 魔鬼来了 恐慌加剧 士气全无 兵败如山倒 席卷着后面 不知道怎么回事的 同伴们狂撤 恐惧就像是瘟疫一般 迅速扩散开去 人类害怕未知事物是本性 是一种本能的恐惧心理 黑暗联盟的基层士兵 不知道树林里有毒箭蛙的存在 一通扫射放倒了许多树木 也彻底激怒了毒箭蛙 这种变异的毒箭蛙 毒液喷在身上 有很强的俯视作用 加上树林黑暗 看不清楚 谁也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就受了伤 一种未知的恐惧感 涌上了心头 之后 敌人开始撤退 然而 第一小队的将士们 却从黑暗中忽然钻了出来 就像是死神一般 无声无息地猎杀着目标 制造出更大的混乱 敌军心里恐慌再次放大 出现溃败 并席卷着不明真相的友军 疯狂逃窜 兵败如山倒 敌人杀气腾腾地过来 却仓皇地逃窜回去 而且大部分都带着伤 也有一部分人永远地倒在森林中 他们在不久的将来将化为肥料 滋养着这片森林 没多久 敌人全面撤离逃走 很快就消失不见了引踪 第一小队却聚集在水潭边 一个个兴奋不已 刚才这一战 大家都杀了个痛快 过足了瘾 更是将这段时间 预解在心中的闷气 一扫而空 大家看向李锐的眼神 变得不一样了 正是因为李锐的提议 大家才有了这次痛快的战斗 胜利是最能鼓舞人心的 将士们一个个笑开了花 却发现李锐在强颜欢笑地 客套了几句 眼睛里满是化不开的忧色 所有人反应过来 都停止了欢笑 惊疑地看着李锐 又看看刘武沉默下来 兴奋的氛围变得凝重起来 怎么了 刘武惊疑地问出大家的心声 敌人虽然溃败下去了 但这件事还没完 只要排水区不疏通 敌人的地下基地就不安全 然而 地下基地有敌人 正在研究的重要武器 不可能放弃 所以他们还会来 而且会很快来 必须做好战斗准备 大家会议地笑了笑 刘武更是魂不在意地说 哼 这个病人 而且下次来的肯定是高手 不过 那又如何 杀回去就是 对啊 来多少杀多少军神 其他人也豪气冲天地附和 李锐愣了一下 玄机苦笑起来 这就是实力差距带来的眼界不同 高手看待问题往往更简单直接 面对威胁直接格杀抹除旧事 但李锐不同 他只有四级基因的实力 很自然地就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别担心 后面的账交给我们就是 你和狙击手按时去山上埋伏 这一带树木都被激光打倒 视野开阔 利于狙击 李锐点头答应下来 刘武继续说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一会儿来的肯定是高手 独协傭兵团的人可能性更大 刚才一战 敌人肯定明白 这种级别的战斗 浦东士兵是没有用的 明白 大家会议地笑道 豪气冲天 浑然没有将敌人放在心上 大家散开了 找机会猎杀 自由战斗 明白 大家笑呵呵地说道 面对高手 战术反而作用不大 更多的还是看个人实力 一对一战斗 李锐对高手之间的战斗方式 并不是很了解 见刘武这么安排 顿时内心一击 隐隐地感觉不对劲 但是哪里不对劲 又想不出来 不由己了 问他 你们打算怎么做 要知道 独协傭兵团的人数可不少 他们对下一次的进攻 肯定会非常重视 你们不能大意啊 呵呵 你说的没错 敌人会非常谨慎 为小谷部队分散摸上来 防不胜防 最好的办法 就是我们也打算了 潜伏在密林里 找机会偷袭 不和敌人正面战斗 毕竟敌人太多 只能用灵活的战法和敌人周旋 逐一掠杀 直到最后 放心吧 以大家的单兵作战能力 就算对上九级高手 打不过 也能全身二退 呵呵呵 对啊 打不过就跑呗 这里到处都是树林 而且灰暗一片 能见度很低 利于隐蔽 跑起来 敌人也不敢放开了追击 除非他们不想活了 哈哈 哎 一会儿我们打扫一下战场 各自收集一些手雷 然后在各自埋伏的周围 布置些陷阱 到时候就不怕敌人追击了 副队长见李锐不是很明白 便有一指点 李锐眼前一亮 恍然大悟 笑了 这就是绝对实力高手的战法 仅凭单兵就敢和敌人周旋一二 就算是遇到高一级的对手也不怕 不由效的 原来是这样 每个人布防一片区域 实现不好陷阱 确实能够给敌人制造麻烦 好了 你去给大家分配一下防守区域 去准备吧 我负责他们俩的安全 兄弟们 都小心点 刚才一战 只是开飞菜 接下来 就是大餐了 谁也别野着 刘武拍了拍副队长的肩膀 沉声说 战场上 狙击手就是死神的代名词 在战斗中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 狙击手需要专注的对付目标 外界的干扰越小 发挥出来的战斗力和威慑力也就越大 对周围的防御自然也就弱了几分 而且近战能力相对不够 一旦有九级金高手摸上去 那就必死无疑 必须要有人保护 而刘武实力最强 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行 你自己小心点 对了 大家打扫战场的时候 留意一下对讲机 如果有 就务必带着 随时沟通 咱们没有通讯设备 沟通不方便 这一张打得有些拘谨了 明白 大家沉声应道 李锐也明白 狙击手的作用 和需要保护的道理 没有反对 眼看着大家就要离开 忽然灵机一动 一个主意涌上心头 赶紧喊道 等一下 我有个想法 大家停下来看着李锐 眼神中 多了几分好奇和期待 毕竟李锐已经表现出 与众不同的出色能力 副队长更是好奇地问 你有什么好办法 谈不上什么好办法 有点想法 供大家参考 别扯虚的 直接说 你小子炸毁排水 取着主意 简直是神来之彼 逼得敌人和我们交手 将来我们的优势 会发挥到最大 快说吧 有什么好办法 对啊 快说吧 大家纷纷附和道 善意地笑了 凌晨时分 东边的天空 多了一抹亮光 天空中 却飘起了细雨 兮兮丽丽 落在茫茫的森林中 树叶被打得左右摇摆 雨水滴落下来 落在地上 汇流成了溪水 冲刷着地上的血污 朝着低岸的地方流去 渐渐地 汇合成一条血色的水流 驻入不远处的大河中 大河便也被染成了红色 昨晚一番大战 黑暗联盟的人死伤无数 没人去统计 尸体就这么丢在地上 鲜血染红了周围的泥土和枯印 却被雨水冲刷到了大河中去了 空气中浓烈的血腥味 也变得淡了很多 鸟儿早早起来 飞出巢穴去觅食 各种小动物也钻出洞穴 警惕地盯着四周 冒雨寻找一天的食物 一条飞蛇在树枝上爬行 渐渐地靠近树枝上的鸟巢 鸟儿已经出去觅食了 只剩下几个鸟蛋还在巢穴中 飞蛇快速将鸟蛋全部吞下 然后离开 猛地一跃腾空滑翔起来 它足足飞了十几米远 落在树枝上继续迷失去了 这天繁华喧闹的森林里 到处都上演着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 为了生存 谁也顾不上怜悯 完整而又丰富的生态练 自行运转着 直到一支队伍忽然出现 所有的鸟兽都停止了觅食 好像感受到了队伍 散发出来的杀技一般 四散而逃 这支队伍不知道多少人 分不狠散 警惕地往前推进 走得很小心 前面的武装人员装备精良 气势不凡 更是有人手上拿着小型雷达 在后面查探 周围的一切都被雷达扫描得清清楚楚 无一遁形 没多久 这支队伍来到了距离水潭 大约百米的位置停下 通过雷达他们发现 周围没有一个人 而山岭上却聚集着十来个人 分成三拨 一拨居中只有三人 其他人一分为二 分别护着两翼居高临下 意图不言自明 一声令下 队伍迅速隐蔽藏好 他们距离水潭还有百米 距离山里埋伏的人 还有两百米左右 中间满是高大茂密的树林 没有射箭 根本不用担心危险 大家就得休息 拿出食物吃了起来 雷达却不断地工作 以防有人靠近还不得知 山岭上埋伏的人 正是李锐等人 大家听从了李锐的最新计划 全部都埋伏在山顶上 李锐静静地趴在一块巨石上 举腔瞄准着前方不语 旁边的巨石上斜靠着刘武 正在啃食着压缩饼干当早餐 他沉上说 你猜得没错 这帮混蛋 果然带了便携式雷达 还好兄弟们听了你的建议 没有散开隐蔽 否则 正好被敌人逐个击破 那到时候 就只有撤退的份了 咱们在这里埋伏的情况 敌人肯定也发现了 要不然不会停下来 估摸着这会儿正在憋着大招吧 李锐有些郁闷地说 如果可以 李锐宁愿敌人没有携带便携式雷达 有了雷达 大家便无所遁形 根本藏不住啊 无所谓了 反正咱们也给敌人准备了一份大礼 你的计划肯定没问题 刘武笑的 一想到几个小时前李锐的提议 大家精心准备 一颗心也就放了下来 魂不在意地笑了 盈盈有些感激雷笑天 派了李锐过来 否则事情不会如此顺利的 要不要我先给他们来一枪 李锐观察了一下直线距离 大约两百米左右 这个距离对于狙击手来说 并不存在问题 唯一的问题就是 中间有太多的古术遮挡 视野被堵 看不到敌人 这一枪不好开啊 李锐不由好奇的问 你的意思是 用燃烧弹呗 狙击手笑的 李锐眼前一亮 笑了 倒是忘了这场 我看可以 第149集 虽然部队都装备了激光枪 但燃烧弹 这种武器 却并没有被淘汰 相反 经过无数人的努力 燃烧弹的威力更大了 形状也做了改变 狙击手从弹袋里 拿出几发燃烧弹来 它有鸡弹大小 圆柱体状 更像是以往 限弹枪的限弹 狙击枪为了 适应新武器的需要 在激光枪管下面 增加了一根 大口径枪管 用于发射燃烧弹 狙击手将射击模式 调整到 大口径枪管状态 再将一发燃烧弹 压进弹仓 推上弹后瞄准过去 然后果断扣动了扳机 通的一声 大口径燃烧弹呼叫而去 没有尾焰 没有亮光 就好像是被抛射出去一般 但速度非常快 瞬间就跨越了空间距离 画了个优美的弧线后 精准地落在敌人的藏身之所 通的一声 燃烧弹炸开 无数的火光冲天而起 就像是释放的烟花 漫天飞舞的助燃剂 就像是喷发的火山口 那恐怖高温的熔岩 附着在周围 瞬间就将周围的一切点燃 庞大的火光冲天而起 爆炸范围半径十米内 到处都燃烧起来 人也被燃烧机附着 腾起了大火 发出了凄厉的惨叫声 到处乱窜 身上的火碰到同伴 也会被点燃 场面一度混乱起来 改良后的狙击燃烧弹 更像是压缩版的白鳞蛋 白鳞蛋的技术含量不高 但却非常厉害 粘到皮肤上很难及时去除 燃烧温度又高 可以一直把人的软组织烧紧 然后伸入到骨头 同时散发出对眼睛 鼻子具有很大刺激作用的烟雾 而狙击燃烧弹 同样是可以形成白鳞蛋残忍的杀伤效果 产生强大的心理震慑作用 一枚狙击燃烧弹 甚至可以烧掉一辆装甲车 所以这种弹药在国际上存在很大的非议 一些和平组织更是呼吁取消狙击燃烧弹 在战场上的使用 李锐对这种弹药没怎么使用过 只是听说过 当看到爆炸威力后 顿时就惊呆了 这简直是天雷地火一般 这把火一扫 也烧掉了敌人的士气 那么接下来 他们只能进攻或者撤退了 李锐不由兴奋地喊道 大哥 再来一发 最好烧掉他们的雷达 这个难度就大了 狙击手笑道 并不是打不准 而是不知道对方的雷达在哪里 敌人的人不少 而且分得很散 想要判断出便携雷达在哪里 可不容易 狙击手再一次将狙击燃烧弹推上膛 冷静地瞄准着前方 仔细地搜查起来 敌人的攻击来得很快 不等狙击手找到便携雷达发起攻击 就兵分五路包抄上来 每一路都只有十来个人 他们各个装备精良 来势凶猛 这些人的身后 还跟着大量的武装人员 散布在树林里 看不太清楚 不知道有多少 但无形中爆发的气势 连龟仇的鸟儿都不敢过来 他们唧唧喳喳地叫着 最后无奈地飞走了 开始了 烈锐看到这一幕低声说 虎目一礼 套在狙击镜上观察起前方来 五路敌人从五个角度攻击上来 一个个地奔跑速度很快 就像是追捕猎物的恶狼 还偷着一股森然的杀疑 来势不凡 李瑞锁定一名目标观察起来 调整好狙击镜的背书 将对方的脸庞看得清清楚楚 很快 他就发现对方的脖梗上 也绣着一只毒蝎纹身 那尾巴都到耳根下了 看上去很是诡异 李瑞马上就意识到 来的是毒蝎佣兵团的人了 无知毒蝎佣兵团同时攻击上来 这可是下了狠心啊 看来 黑暗联盟也下了血本了 不惜代价也要拿下对手 尽快疏通派水局 保住底下基地 敌人越是想要达成目标 李瑞自然就越不能让敌人碎翼 他马上低声说 队长 差不多了 没事 还差一点 刘武不为所动的低声回答 语气非常平稳 就像没将敌人放在眼里一般 一双虎目圆凳 死死地盯着前方呼啸而来的敌人 虎目中闪过一抹不屑的冷意 他拿起对讲机沉声鹤头 兄弟们 准备战斗 天亮前 大家已经粗略熟悉了一下战场 搅和了大量的激光手雷 还有对讲机 几乎人手一步 虽然对讲机有可能会泄露通话内容 但这个时候也顾不上了 对讲机里马上就传来大家的硬打声 正在往前突进的雇佣兵忽然停止前进 纷纷找个地方隐蔽起来 显然是真的听到了通话 刘五看到这一幕无所谓的笑了 嘴角不屑的冷意更剩了几分 听到对话又能怎样 敌人完全不知道准备战斗的背后代表的是什么 想到这 李锐关掉队讲机 拿起武器瞄准了过去 转头说道 老弟 该你们狙击手了 明白 李锐自信地笑道 敌我双方的直线距离不过一百多米 这对李锐来说根本就没什么压力 他迅速锁定一名目标 不等开火就发现对方从狙击镜里消失了 不由一愣 但是 他玄机冷笑起来 再次锁定一名目标 预判出对方下一步要出现的位置 抬手就是一枪 朝预判的位置射击过去 一刀激光呼啸而去 在虚空中一闪而没 朝前小跑前进的目标正好一个斜跨出去 准备改变奔跑的路线和方向 这是B弹部的常规战术 然而 这种潜意识的动作 却让自己正好挡在了激光的前面 身体顿时被激光射了个对穿 预设狙击手 敌人当中马上有人怒吼一声 紧接着 无数道激光朝着李锐藏身之处猛烈地扫射过来 打在乱石堆上 乱石被打碎 炸开的小石头四处飞进 李锐和刘武不得不赶紧转移伏击点 不远处 另一名狙击手也开火了 不同的是 他一口气连开三枪 三道激光几乎是同时就射出了枪膛 朝着三名不同的目标呼啸而去 带着一股阴冷的杀气 瞬间就消失在虚空中 而三名奔跑的目标就像是泄了气的带子 顿时就瘫软在地 没了动静 这名狙击手开枪后 迅速撤离伏击点 几个跳跃就去了十米开外 重新找地方埋伏 而之前的伏击点 却被激光打得一片狼藉 咚咚咚 忽然 几道粗大的激光轰杀过来 仿佛天雷滚滚 凶悍地撞入乱石堆 巨大的石头顿时成为坟墨 看得不远处刚刚藏好的李锐 脸色大变 是坚康式的能量炮 这种炮发射的激光弹不仅会产生巨大的激光冲击波 还有湮灭属性 迅速通过狙击镜搜查起来 很快就发现 一名敌人扛着能量炮发射器 隐藏在一棵大树背后 正准备瞄准 李锐不由大怒 迅速锁定目标 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 嗡的一声 一道激光带着李锐无尽的怒吼和期待杀奔过去 撕开了虚空壁垒 空气都吓得颤抖起来 转眼间 激光精准地没入目标脑袋 直接就将对方的脑袋打爆 能量炮发射器掉在了地上 李锐没有把手 而是迅速对准能量炮发射器扣动了扳机 直到狙击镜里清楚地看到能量炮发射器 被打成了两截 弹飞起来 这才松了口气 却发现 自己再一次被敌人的火力给封锁 要不是站得高 位置正好在死角 非得被乱枪打死不可 该死的 敌人真是疯了 刘武骂咧倒 抬头一看 前方无数巨大的乱石 都被激光切割成碎石 更是由几发能量炮攻击过来 房子大的石头也被炸成了颗粒状 许多石头轰斩倒塌 露出一个大缺口来 还差一点就到了 李锐看着前方敌人没有慌 反而兴奋地笑了 继续瞄准前方 暴露在枪口下的敌人开火 打完就马上跑 继续迷惑敌人 为最后的杀招做准备 想到自己的后手 想到是报仇血恨 李锐就莫名地激动起来 全身都充满了力量和战意 恨不能马上就看到敌人灰飞烟灭 百忙中 李锐看了眼其他方向的敌人 也被火力吸引着往预定的区域追来 杀气如霜 气势如虹 显然 敌人被激怒了 准备拼命了 刚才一伙的功夫 就有好几名同伴被杀 这让雇佣兵倍感无力 而李锐反而笑了 因为一切都在计划中 刘武也发现 事情进展得很顺利 原本从其他方向 迂回包抄上来的敌人 也都被吸引过来 进入了预定区域 但敌人火力太猛 而且很精准 打得大家难以抬头 特别是能量炮 威慑力是更大 大家不得不再次更换位置躲避起来 其中一道激光 差点打中刘武 吓得刘武恼怒地骂咧了一句 赶紧跑开 嗡嗡嗡 一道道激光 在虚空中闪烁着 直奔山岭上方 杀气凛然 吐着令人窒息的寒意 伴随着通通通的能量炮声 乱石堆被打得蛮目苍蝇 房子大小的巨石 都被炸成了碎末 漫天飞扬 被震飞的石头 更是带着呼啸声 飞出去老远 恐怖至极 李锐躲在一处不起眼的地方 死死地盯着前方 没有再开火 以免暴露位置 引来火力 敌人越来越近 李锐沉浸的脸上 却多了几分冷意 毫不在意敌人已经冲杀上来 甚至 暗暗窃息起来 只是 敌人非常狡猾 并没有一窝蜂地往前冲 而是有人冲杀在前面 大部分的 在后方火力掩护 交替推进 散得也很开 打得很有章法 反倒是更远处的 黑暗联盟武装人员 见雇佣兵攻势顺利 起了贪心 在一些指挥官的煽动下 嗷嗷叫着往前冲来 试图分一点战功 李锐只是瞥了后面的 黑暗联盟武装人员一眼 根本没有放在眼里 而是死死地盯着前方 忽然 李锐发现一道熟悉的影子 在树林里闪过 不由一惊 迅速举起 狙击击净瞄准过去 发现一人 正躲在大树背后 下达着什么命令 就好像是感应到了 什么一般 对方扭头望过来 正好面对着李锐 是他 李锐看着这张 熟悉的面孔一正 旋即大怒 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 顾不上暴露自己了 一股滔天的仇恨涌上心头 心跳加速 虎目中急于喷火 呼吸更是瞬间变得急速起来 荷尔蒙飙升的李锐 顾不上危险 对着目标猛烈开火 也不管能不能打中 旁边的刘武 看到这一幕大惊 一把扑上来 将李锐的头按了下去 两人滚落在石堆中 刘武恼弄地喝道 你找死啊 是蝎钱 滚蛋 我要杀了他 李锐怒吼道 死死地盯着刘武 脸上满是倔强 独蝎佣兵团 杀了自己整个部落一百多人口 老少都不放过 这笔血海深仇 一直埋藏在李锐心中 独蝎佣兵团的普通雇佣兵 没必要的时候可以放过 像蝎钱这种高层 遇到一个必须杀一个 大丈夫当如是 放开我 我要杀了他 李锐怒吼道 胸口起伏不定 就像是古风机一般 虎目冷冷地盯着刘武 就像愤怒到了极点的猛火 在呲牙 哦 挤钱 刘武惊讶地追问道 见李锐不像是在开玩笑 顿时反应过来 冷冷地说 好 你来 说着 躬身朝前走去 李锐赶紧跟上 两人来到一块巨石背后藏好 刘武将一根树糖 递给李锐 满脸杀气地喝道 既然是你的仇人 那就你来吧 好 李锐也杀气腾腾地硬道 一把抓住了树糖 趴在巨石上探头看去 发现敌人又往前推进了些 完全进入了预定的区域 顿时大喜 一股报仇血恨的欲望 从体内喷布而出 怒吼道 去死吧 说完 奋力地扯动树糖 哄哄哄 一连串惊天动地的爆炸声响起 前面的树林里 不断有激光手雷炸开 那狂霸的激光炸裂开去 将周围的大树和人都扑倒在地 疯狂地笼罩着 吞没着 整个空间都仿佛在 嗡嗡地震动 第一百五十集 李锐看着这一道道激光手雷在树林里炸开 看到一个个敌人被激光切磕成碎末 一股大愁得爆的快意涌上心头 他紧紧地握住拳头 眼神不由自主地飘向天空 仿佛内里有亲人的阴魂在看着 嘴角更是喃喃自语起来 阿里大叔 乡亲们 胡连长 黑胡大哥 你们看到了吗 我给你们报仇了 这些是利息 你们安心等着 总有一天 我要亲自取下 读写佣兵团团长的手机 去祭奠你们 忽然 李锐感觉有人扑上来 将自己按倒 耳边传来刘武恼怒的贺文 你发什么愣 找死啊你 小心点 李锐反应过来 羞愧地答应了一声 刘武见李锐恢复了冷静 这才放下了 按住李锐头的手掌 关起了问 你没事吧 没事 李锐不想多说 听到远处传来的爆炸声 估摸着是其他地方也动手了 顿时大喜 迅速探头出去观察 看到左侧树林里 也响起了一连串爆炸声 隐隐地可以看到一些敌人被炸飞 李锐兴奋地喊道 成了 确实成了 你小子 行 先火力吸引敌人进攻 然后忽然发动陷阱 好主意 这战你手工 回去 我给你进攻 原来 李锐建议大家的办法并不是分兵猎杀 而是集中在山林上 居高临下 视野开阔 而且是有力的地势 而距离大家不到50米的山坡上 却埋着大量的激光手雷 都是搅和过来的 这个距离的地面敌人 不会开枪扫射 所以不用担心激光手雷会被意外打爆 暴露了整个计划 更重要的是 大家抢先开火 摆出了和敌人大决战的架势 将敌人的注意力完全吸引了过去 敌人一路攻击上去 推进到了100米都没有陷阱 而100米的距离 是大家潜意识的布雷位置 没有陷阱 敌人的注意力全部放在山林上 好不容易推进了50米的区域 却忽然爆发出了今天的陷阱 无数的激光手雷炸开 而激光手雷上面 还有搅和过来的能量弹夹 这些能量弹夹被激光手雷一炸 弹夹里面的激光能量也跟着炸开 爆炸威力大增 爆炸点周围10米内 看不到一个活口 第一小队布施的雷区何等苦目 完全考虑了地形和敌人的心理 知道哪里有可能成为敌人重点进攻的路线 哪里有可能藏人就在哪里埋射手雷 用细藤绑住了保险 细藤连接到了另一根主藤上 只要牵动主藤就能带动细藤拔掉保险 哄哄哄 另一侧也发出了一连串的爆炸声响 李锐扭头看去 许多岩石都被炸飞 在虚空中发出了破空的声音 打在树上哆哆作响 掉下一大块皮来 打在后面追杀上来的黑暗联盟的武装分子身上 好些人直接当场被砸晕过去 场面凶悍 哈哈 好 李锐兴奋地喊道 大呼痛快 忽然 一阵事故的冰寒气息笼罩过来 李锐浑身打了个机灵 大海 本能地朝着一边闪避过去 嗡的一声 一道激光几乎是擦着头皮 从李锐的头顶掠过 奔尼帽都被打飞出去 激光凶悍地撞在后面一块巨石上 瞬间没入了石头内部 石块瞬间被炸成了无数拳头大小的石头 以恐怖的速度四肩开去 带着破空的小音 几块石头更是打在李锐身上 疼得李锐直瞅瞅怒呼翻涌 该死的 狙击手 旁边的刘武惊喜地躲开致命一击 缩在一块巨石背后没有动 冷着脸沉声喝倒 也气得不轻 战斗好不容易打到现在这个局面 为了吸引敌人过来 大家煞飞周章 冒着全军覆没的危险 放敌人到五十米范围内 这个距离 对于高手来说 两三秒就能冲上来 端是凶血 不过 也倾心敌人太谨慎 没有发起疯狂的冲锋 这才给了大家有发动陷阱的时间和机会 否则一切都成了泡影 然而 陷阱内的敌人 虽然被炸得差不多了 每个陷阱 都有一百多枚 激光手雷不规则的分布 就算是高手 也难以闪避开去 但是敌人的狙击手则不同 躲在后面 并没有进入陷阱范围内 侥幸地躲过一截 看到自己人被炸了 岂能善罢甘休 千算万算 李锐算准了敌人的心思 算准了敌人有便携式雷达 也精选了布置陷阱的区域 更算准了 只要一开枪 就能把偏离的敌人 全部吸引到陷阱内 一切都是那么完美 唯独错过了狙击手 这是不可饶恕的错误 代价就是大家被火力压制 无法趁机猎杀 被炸得七荤八素的 毒蟹拥兵团的雇佣兵 已扩大战果 而没有被当场炸死的雇佣兵 则有机会趁机脱离战场 逃出生天 李锐奇的脸色铁青 遗憾无比 但又无可奈何 这时 另一名狙击手 到底是经验丰富 趁机迅速开火 将狙击手压制住 一边大声提醒李锐 李锐得到提醒后打醒 迅速探头出去查看 操起狙击枪就打 两个点射就干掉了两名还没有死透的敌人 忽然 他看到一道黑影在前面的树林里快速掠过 李锐迅速移动 狙击击镜观察过去 发现那道黑影 一个剑步冲过去 脚下用力一蹬 身体腾空而起 但高度却不高 身体前奏 就像是老鹰一样从水上掠过 瞬间就到了十几米开完 落地后 诡异地旋转身体 朝另一侧狂冲过去 几个吐气胡落 就彻底消失在视野内 好快 李锐看到这一幕脸色大变 忘记了开枪 这么快的速度 恐怕只有九级精英高手才能办得到吧 他的脑海中不由浮现出一个人影来 那个人影和前面的黑影渐渐重叠在一起 是歇前 想到这里 李锐大闹 后悔自己刚才没有开枪 放跑了歇前 气得差点一口气喷出来 歇前可是独卸拥兵团的副团长啊 生死仇敌啊 就这么让他跑掉了 李锐含着脸迅速开火 将无尽的怒火 全部发泄到还没有跑掉的敌人身上 嗡嗡嗡 一连十几道激光呼啸而去 李锐一口气干掉了六名 还没有死透的敌人 再看时 前面已经没有一个还在动的了 他马上操起武器 更换了一个视野更加好的位置 还是没有看到火口 不由惊异起来 难道敌人都被杀了 等了一会儿 前面静悄悄的 更远处 黑暗联盟的人被吓住了 纷纷找地方藏好 谁也不敢贸然进攻 李锐观察了一会儿 扭头看向不远处 同样在观察敌情的刘武 队长 先等等 刘武沉声说 含着脸 不知道在想什么 李锐扭头过去 再一次仔细观察战场 还是不见敌人出击 再看看另外两侧防御的战场 进攻的敌人 被炸了一个措手不及 能全身而退的 只有寥寥几人 已经不知道躲在哪儿去了 战场上丢下一具具尸体 灌木在燃烧 火势顺着枯燕蔓延 黑暗炎 黑暗鸟鸟 飘散在虚空中 就像是魔鬼 撇着星红的嘴唇 发出嗜血的微笑 命令里 黑暗联盟指挥官 恼怒地找了一个 安全的地方藏好 叫来通讯兵 拿起单兵信息机 上面的电话 叫通了基地指挥部 脸色铁青的吼道 报告 该死的 顾佣兵冲上去 几乎全军被灭 狡猾的敌人 在前面五十米左右 布置了大量的手雷 顾佣兵已经撤离 我们怎么办 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该死的 狗冲上去 撕碎他们 为了荣誉 也为了保住基地 基地丢了 后果会怎么样 应该知道 好好想想吧 难道 你还有退路吗 一个声音愤怒地咆哮道 指挥官想到 丢了基地的后果 不寒而栗 脸色顿时苍白起来 听到话筒 另一头传来盲音 无力地将电话 递给了通讯兵 一屁股坐在地上的树根上 眉头紧簇 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 这时 另外一名基层领队过来 围成一团 谁也不吭气 就这么默默地 看着指挥官 好一会儿 指挥官 恼怒地吐了口口水 脸色变得潮红起来 就像是豁出去的赌徒 带着几分疯狂的喝道 都听好了 拿不下山头 不尽快疏通排水渠 你我都得死 所以 听我命令 所有人脸色一素 纷纷挺起胸膛 看着指挥官 眼神中 多了一抹骇然 拿下山头 谈何容易啊 如果对手那么好对付 大家早就被杀死了 周旋了一个多月 不仅毫无结果 反倒是自己人损兵折将 伤亡惨重 大家根本看不到胜利的希望 一名和指挥官关系不速的领队 不确定地提醒 大哥 不惜一切代价吗 兄弟们都拼光了 到时候怎么办啊 黑暗联盟不同于国家 谁手底下兵多将广 能打仗 拳头硬 谁就有地位 有权势 有话语权 一旦兵都打没了 就什么都不是了 这名军官也是为了指挥官好 但指挥官也更清楚 今天这道坎过不去 回去也是死 左右不过一死 指挥官赤红着眼睛 冷冷地看着大家 带着几分癫狂 几分苦涩 几分绝人的神奇喝道 拿不下山灵 你我都得死 懂吗 该死的 收起你们的点小心思 过了眼前再说吧 五分钟后进攻 几种兵力 都给我狠狠打中间乱石堆的敌人 逼迫其他人过来正面交战 用火力压死他们 是 所有人深情疑速反应过来 拿不下这一仗 根本就没有将来可言 就算活着回去也是个死 左右都是死 只能拼了 不由沉生鹤倒 寂静的山顶上乱石堆肿 李锐静静的躲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 观察着前方 有些猜不透敌人 为什么不打也不撤 不过 刚才一战 攻击上来的毒蟹拥兵团成员 基本上被干掉 也算是出了口憋在心体的恶气 收了点利息 遗憾的是 跑掉了些钱 那个混蛋 不愧是九级经营高手 不好对付 那帮混蛋 到底想干什么 打又不打 退又不退 刘武低声说 就在刚才 刘武通过对讲机 和埋伏在两侧的兄弟们联络过了 凌伤网 打得非常顺利 这样的结果 让刘武放心了不少 只要干掉了雇佣兵 剩下的黑暗联盟 就不用太过于担心了 经营战士和普通人的差距 是无法用人数弥补的 先等等吧 时间对我们有力 哦 也是 拖得越久 地下基地水济得越擦 刘武笑道 他观察了片刻 还是不见敌人进攻 不由提议 哎 干脆 咱们主动发起攻击 将敌人打退一两百米左右 然后引爆之前布置好的陷阱 送他们下地狱 也好 李瑞也有些心动起来 两百米开外的雷区 是刚来这里的时候 就不设好的 作为底牌一直没有用 就是想着留到关键时刻 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欢迎刚录 前面的树林里 忽然响起了密集的强声 激光疯狂地朝山岭上扑杀过来 空气中发出了嗡嗡的颤抖声 就好像是天空被打得千疮百孔 随时都有可能崩塌一般 李瑞打进 不得不再次缩回去藏好 他最不希望看到的一幕 还是发生了 按照战前推测 打头的不是敌人精锐的部队 就是雇佣兵 这点倒是没有算错 接下来 只要炸掉打头的部队 后续的部队 肯定会慌乱地撤离 然而 敌人为了保住基地 为了黑暗联盟所谓的荣耀 也为了自己 最后选择了拼命 混蛋 敌人集中火力攻击 两边的兄弟 想办法马上迂回上来侧应 刘虎看到敌人 主要攻击中间的乱石堆 脸色微变 马上通过对讲机喊道 是 埋伏在两侧的兄弟们答应道 不要太靠近 呈三角形分布 距离稍微远点 要防止敌人另外安排兵力 从两侧偷袭上来 刘虎提醒道 看了李瑞一眼 老弟 打不打 打吧 李瑞见敌人靠近了些 恼怒地说道 架起了狙击枪 迅速开火 第151集 黑暗联盟的部队虽然是精锐 但和独卸佣兵团比 那就差了很多了 无论是奔跑速度 设计的精准度 还有小队的配合的墨迹度 都不能相提并论 李瑞一口气开了十枪 放倒了十名敌人 如果换成对手是独卸佣兵团 能有一半就不错了 绝对的实力差距 让战斗成一面倒 第一小队所有成员 纷纷开火 精准地射杀冲上来的敌人 但敌人实在是太多了 密密麻麻地 蜂拥而至 杀不胜杀 很快 敌人也使用了 肩扛式能量炮 一炮过来 炸飞了一大片石队 吓了李瑞一大跳 好在敌人的精准度有限 造成的威胁并不大 李瑞大怒 没有再开枪射杀普通小兵 迅速更换了狙击点 查找起来 很快 李瑞在一棵大树旁边的灌木丛中 找到了两名武装人员 一人肩膀上扛着发射器 另一个人在后面装填弹药 李瑞目光顿时一领 迅速扣动了扳机 嗡嗡 两道激光呼啸而起 带着李瑞的怒火和无穷的战役 瞬间跨过了空间距离 几乎是瞬间就到了目标跟前 精准地没入目标的身体内 当场打了个对穿 两名武装队员连哼都来不及哼一声 发射器就掉在了地上 李瑞见有人冲上来 试图抢毒发射器继续开火 于是马上锁定发射器 扣动了扳机 一道激光瞬间过去 发射器直接被打爆 李瑞对自己这一枪非常有把握 看都不看结果 迅速移动枪口 瞄准了冲上来的敌人 毫不留情地再次扣动了扳机 战斗一上来就进入了白热化 敌人也开始玩命 疯狂地冲杀上来 还嗷嗷地怪叫着 密集的火力压制 让大家难以反击 不一会儿的功夫 敌人就冲到了山脚下 前面没有了高大树木的折挡 低矮的灌木丛 虽然也有很好的隐蔽作用 但是作用并不太大 手雷 刘武怒口道 拿起早就准备好的手雷 拉掉保险环 投掷出去 上一战缴获了不少手雷 大部分都用来布置陷阱了 但每个人多少 还留了一些备用 就是为了应付眼下的局面 大家居高临下 视野开阔 加上前面斜坡上 没有高大的树木遮挡 看得分明 手雷在虚空中 划着抛物线掉下去 落在了敌群中间猛地炸开 恐怖的激光击射出去 所过之处 无一幸免 激光手雷杀敌 凭借的不是破片 而是激光 只要被激光射中 顿时溶解成虚物 无论是人还是物 更要命的是 激光手雷炸开后 里面的激光成片飞溅 而不是像激光枪那样 直线光束杀敌 只要在爆炸范围内 人体就被激光瞬间切割成一滩颗粒状的碎肉 凄惨无比 咚咚咚 一道道激光手雷被扔了下来 精准地落入敌群炸开 发出了恐怖的爆炸声响 那激光就像是死神的血盆大扣 将目标直接吞没 山脚下 正准备往上冲的敌人 被炸得七零八落 死伤一大片 没死的纷纷后撤 惊慌失措 只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 基层军官的命令在这一刻根本没用 面对恐怖的手雷攻击 大家都保命要紧 谁还顾得上其他呢 然而 疯狂的撤退是最不理智的选择 因为将后背交给对手 第一小队当然就不会错过这么好的机会了 纷纷开火 不断地收割敌人的性命 扩大战果 李锐看着疯狂逃离到树林里的敌人 凝重的脸上多了几分轻松 笑了 也加入到扩大战果的队伍中 不断地开火 拘杀起大喊大叫的基层军官来 很快 基层军官们 也意识到大势所趋不可阻止 加入到疯狂撤退的队伍中 没多久 敌人丢下一地尸体 冲到了树林里 有了高大树木的遮挡 不好射杀 敌人也就安全了许多 李锐无奈地停止射击 观察起敌人来 这时 其他兄弟也停止了开火 严阵一带 敌人只是暂时撤退 接下来 还不定会怎么样 没人敢放松 十分钟后 密林里 黑暗联盟的基层军官 好不容易将部队收拢 稳住 残好 都聚集到了指挥官身边开会 刚才的一战损失惨重 但怪不到指挥官身上 相反 大家对指挥官集中火力猛攻 这一点的战术非常认可 只怪对手太强大 大家默不作声地看着指挥官 指挥官一脸阴狠地沉思着什么 谁也不说话 周围静悄悄的 只有警戒的武装人员在周围巡逻 过了一会儿 指挥官阴狱的目光中闪过一抹狠力 看了大家一眼 沉声说道 兄弟们 这一仗必须打下去 否则 你我都得去见黑暗神 是 所有人神情一领 沉声应道 原攻击计划不愿 但是这次调整一下攻击顺序 不能直接往上冲了 指挥官沉声说 目光落在一个人身上 想了想 说道 带着你的人打头阵 给我不惜代价地往上攻击 明白吗 对方脸色惨然 但还是点头答应下来 攻击就意味着死 不攻击自己也活不了 家人恐怕也得受到牵连 其他人有些同情地看了对方一眼 但是也没有说什么 指挥官看向另一个人 沉声命令道 带着你的人 在树林的边缘火力援助 给我将敌人的火力彻底压制住 明白 对方赶紧答应道 生怕指挥官分配给其他要命的人物 躲在后方火力压制并不难 而且危险系数也低了很多 算是眼下最轻最容易的人物了 其他人有些羡慕地看了这个人一眼 但没人跳出来表示不满 指挥官冷冷地看向另一个人 继续说 你的人 给我火力封锁两次敌人 不给对方支援的机会 有一个人冲到乱石堆来 我要你的命 是 对方赶紧答应下来 这个任务和火力压制差不多 只要火力够猛 对方就上不来 也就无法跑到中间来火力支援 十分钟后行动 去准备吧 指挥官恼怒地摆了摆手说 是 大家答应了一声 迅速散开准备去了 失败的部队需要安抚 火力需要重新分配 进攻的部队 需要重新调整序略等等 一大堆的事在等着大家 十分钟的时间太短了 但大家知道 指挥官不可能给更多的时间了 毕竟是精锐部队 一番安抚 士气也回来了不少 大家明白了进攻战术后 更是信心大增 有了专门的火力压制 大家往前冲就简单多了 所有的部队马上就被带领 十分钟很快过去 指挥官一声令下 再一次对山林发起了攻击 一支部队负责往上冲 一支部队负责火力压制 另一支部队则负责对两侧继续火力封锁 打得很有章法 一上来就给山顶制造了巨大的压力 乱世堆中 刘武兴奋地和敌人对射 魂不在意敌人的战术变化 作为一名九级基因高手 刘武无拘任何敌人 但李锐则不同 敏锐地发现了敌人的变化 脸色微变 仔细地观察起来 将敌人的战术一图摸准后 担忧起来 如果敌人一窝蜂地往上冲 大家自然是无所畏惧 但敌人有序进攻则不同了 他们将兵力的优势完全发挥了出来 而大家兵力太少 没有足够的火力对射 李锐脸色已沉 马上说道 敌人有备而来 我方很被动 最好还是边打边撤 运动中消灭敌人吧 别慌 敌人拢供不过一百多人 怕什么 等杀上来 绝对能被我们干掉一半 剩下百八十个的 冲出去直接堕了 刘武无所谓的大喊道 丝毫没有将敌人放在眼里 浑身更是爆发出一股庞大的战役 这就是绝对实力战士的思维方式 根本无惧任何敌人的花招 只需要选择简单 直接粗暴的方式应对就好 李锐愣了一下 玄机苦笑起来 能力决定思维 自己不过是四级基因战士 思考的问题都是从四级实力出发 自然就想到先撤 运动中杀敌 但九级基因实力的刘武则不同 来多少杀多少就是了 他有这个自信和实力 绝对的实力带来的是绝对的战术 李锐有些恍然 苦笑一声 看看前方蜂拥而来的敌人 一股豪气涌上心头 行 那就杀吧 老弟 你的战术指挥能力不错 但实力还是太弱了 导致思维有些局限 论临场指挥 还欠点火候 看着吧 刘武笑道 有心直到李锐 一把操起旁边放着的对讲机喊道 两次的兄弟们听好了 敌人封锁了你们支援上来的路 那就迂回上去 捅敌人的心脏 动作快点 慢了 就替老子收尸吧 明白 马上有人答应到 李锐脸色大变 定定地看着刘武 没想到 在险象还生的情况下 刘武不仅不让兄弟们支援 还让大家迂回到敌后去 这算什么 忽然 李锐眼前一亮 有些明雾了 敌人攻击上来 起码需要五分钟左右 五分钟后 就算敌人攻上了乱石堆 凭借自己 刘武和另一名狙击手的实力 完全可以和敌人近战厮杀 攻击上来的只是普通士兵 虽然各个实力堪比特种兵 但在基因战士面前还不够看 以三个人的实力 绝对能够周旋一段时间 甚至将攻击上来的敌人 全部领伤 而迂回到敌后的兄弟们 可以趁机忽然发起偷袭 意图拖住敌人的后续部队 只要敌人后续部队被拖死 没有了援军 仅凭冲上来的敌人 根本不够看 这就是绝对实力下的战术运用 将基因战士的能力和优势 发挥到了最大 想明白这些后 李锐信心大增迅速开火 既然要战 那就战吧 趁着敌人还没有冲上来之前 尽可能的多射杀敌人 刘武剑李锐 一下子就想明白了其中的关键 大喜 为龙牙部队又冒出一名 潜力无限的战士而高兴 也对着敌人猛烈开火了 遗憾的是 刚才攻击时 用光了全部的激光手雷 否则手雷一扔 敌人就只有跑的份了 不一会儿的功夫 敌人就冲到了山脚下 见面有手雷扔下来 一个个大喜 疯狂地往山上冲去 熬怪叫 就像是一群发了狂的恶狼 带着凶悍残暴的气势 在身后有军密集火力掩护下 猛冲向山林 杀 乱石堆里 眼看着敌人就要冲上来 刘武怒吼一声 举起一块 足够一百公斤的石头 奋力砸了下去 巨石顺着山坡翻滚 咕噜噜直响 狠狠地砸中一人 从对方的身上 直接碾压过去 或许是压到了什么东西 弹跳而去 撞上又一名敌人 直接将对方撞飞 巨石的惯性未消 继续滚滚而下 李锐看到这一幕大喜 也收了枪 搬起旁边的大石 也砸了下去 石头顺着山坡 不断地跳动着 翻滚着 带着一股庞大的冲力 一路碾压 锁过之处 无人敢当 熬怪叫冲上来的敌人 顿时傻了眼 纷纷找个地方躲避 攻势受阻 其实 另一名狙击手 却没有停歇 而是不断地开火 将一道道激光 发射出去 敌我相距不过三十米 又没有遮挡 这个距离 对于一名 终极预设狙击手来说 简直是易如反掌 几乎不用瞄准 抬手 就能指哪打哪 哈哈哈哈 来吧 刘武沙的兴起 豪气冲天的吼道 整个人 化身为一台投尸机 快速地 将一块块 巨大的石头 投出去 九级金颜战士的力量 何解恐怖 单手都有一百四十多公斤 双手的力量更大 一两百斤重的石头 丢出去 就跟玩似的 而且投掷的速度很快 一块块巨石 被扔了出去 将敌人的攻势 彻底打乱 冲上来的敌人 又被狙击手不断射杀 阵脚一下子就稳住了 第152集 然而 敌人也非常凶悍 已经冲上山里后 马上开火反击 反击的人一多 就形成了恐怖的活力压制 刘武等人 不得不放弃石头攻击 毕竟站起来目标太大 容易被打中 李锐看了看 再一次汉部 为此奔杀上来的敌人 脸色一素 将狙击枪背在了后背 拔出了开山刀和龙牙刃 扭头看向刘武 刘武也拔出了龙牙刃 正好扭头过来 脸色一素 杀气腾腾的喝道 记住 跟着我 不要跑散了 明白 这时 大批的敌人 冲到了十米的距离 狙击手也被火力压制得 没办法开火 受了枪 也拔出了龙牙刃 狙击手的进展能力相对较弱 那也是相对于 同级别的基因战士而言 相对于黑暗联盟的武装分子 就有着绝对的优势 杀 刘武抱贺一声 就像是战神一般 声音滚滚而起 带着无可匹敌的气势 刘武从藏身之所猛然冲了上去 一个纵约就杀进了敌群中 手上的龙牙刃 对着前面敌人凶悍地刺杀过去 瞬间刺出了几道黑影 几名敌人来不及反应 就被刺破了心脏 死死地捂住伤口 满脸都不可窒息 杀 李锐见刘武如此凶悍 战役也被彻底激发出来 怒吼一声 跳出掩体 朝前蹭蹭几步 就加入了战团 手上的龙牙刃和开山刀 几乎是同时出手 诡异的刀法全力施展 以不可思议的角度 朝敌人砍杀过去 三名敌人 被李锐直接砍倒在地 虽然不是致命伤 但是没有一个人能挣扎起来再次战斗 龙牙刃也毫不留情地抹掉一名敌人的脖子 再飞起一脚 将一名偷袭上来的敌人踹飞 一个闪身冲上去和刘武背对背了 背对背的战斗 也是近战中常用的战术 可以放心地将后背交给同伴 专心对付正面之地 这么一来 战斗力就能完全爆发出来了 刘武看到受伤的敌人抽出两下 就没了动静 马上猜到什么 兴奋地喊道 老弟 你的刀 加了点料 你可不要碰上了 否则神仙难救 好 没头帮我也加点料 你这个料看起来不简单 不过 哥哥我喜欢 上 刘武兴奋地喉道 对着扑杀上来的敌人 就是一套组合拳打过去 转眼间就放到了五名敌人 中刀的位置不是心脏 就是咽喉 这时 李锐也全力施展出鬼刀来 忽左忽右 忽上忽下 招招诡异 角度刁钻 下手也非常狠的 可谓是刀刀刀肉 转眼间 也放到了五名墙壁 六五百忙之中抽空一看 赞赏地喊道 好刀法 阎王的鬼刀吧 咱们比比 看谁杀得多 那你可就要吃亏了 李锐豪气万丈地哄道 杀 杀 刘五野兴奋地吼道 两人怒吼着爆发着全身的战斗力 对着前方的敌人一通猛打猛砍 敌人虽然凶悍 但奈何面对的是基因高手 无论力量还是速度都无法比较 李锐飞起一脚 将一名敌人直接踹飞出去 砸在人群之中 三四名敌人被砸到 眼前一空 但李锐并没有就此往前冲去 而是后退一步 继续和刘五背对背联手战斗 一旦往前 就意味着会被敌人团团围住 危险大责 李锐手上的开山刀一抹 快如闪电般地 撕开了一名敌人的咽喉 刀锋旋转 从下往上反撩 直接撕开了另一名举枪砸过来的敌人小腹 身体一顿 避开了另一名砸过来的枪托 手上的龙牙刃闪电般刺出去 就像是神龙出动 锋利的龙牙刃直接洞穿对方的心脏 嗡嗡嗡 忽然 一道道激光呼啸而来 几乎是贴着李锐的耳边飞了过去 将几名咆哮地扑杀上来的敌人直接抱头 李锐回头一看 不远处的乱石堆里有人在火力支援 显然是那名狙击手 杀 李锐大喜 继续奋力地厮杀起来 敌人被李锐和刘武凶悍的打法震住了 加上不断点杀过来的火力 一个个有些梦 尸体一泻 战斗力瞬间降低了些 领队见自己人 一个接一个地倒在地上 人数越来越少 鸡毛回头望去 发现身后根本没有援军 不由大惊 抬头一看 这才发现 自己身后 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些人 双方正在战斗 该死的 这名领队大弄 没有了援军 这招还怎么打 仅凭着自己这几十号人 还不够对方塞牙缝的 后面偷袭的不过几人 犯不着都去反击 哪怕支援一小半人上来也行啊 该死的 你们好算计 这名领队马上就想到 自己被同伴抛弃 其他部队知道势不可为 都选择了明哲保身 不能再打量 否则以后怎么办 想到这儿 领队愤怒地吼道 撤 黑暗联盟的武装分子 早就不想打了 当碍于严酷的纪律 没人肯撤 听到命令后 谁也顾不上同伴 调转枪口就跑 来得凶嘛 去的更是一阵风势的 转眼间就跑出去十几米远 以至于汉战中的李锐和刘武 都愣了一下 没想到敌人在关键的时刻 居然选择了撤退 撤走什么 但敌人已经撤退 而且退得很快 李锐和刘武交换了一个眼神 拿起枪就打 一路追杀上去 另一名狙击手也跳出掩体追杀 这么好的痛达落水狗的机会 岂能错过 一会儿的功夫就干掉了几十人 真正逃到树林里的 不过十来人而已 这些人逃到树林后 并没有和其他部队合并一处 反而朝着另一侧 没有人的地方冲去 看到李锐愣住了 这算什么呢 到底是刘武战斗经验丰富 马上想到了什么 兴奋地说道 好事 本来 敌人内部并不团结 起了矛盾 咱们杀上去 啊 李锐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但看到刘武已经追杀上去 也没有多想 也端起枪冲击了树林 他们很快就追上敌人 来不及躲避就猛烈开火 边打边快速移动 以免被敌人的乱枪打中 正在寒战中的敌人 一下子陷入了前后夹击的局面 虽然前后兵力都不多 只有几人 但架不住战斗力强悍 敌人指挥官 马上意识到了攻击山岭的部队 已经失败 再打下去 吃亏的就是自己了 当机立断 迅速指挥部队突围 刘武见敌人想跑 哪里会轻易放过 马上拿起对角机喊道 兄弟们 迅速绕到西边 逼迫敌人往东边走 快 明白 正散落在周围树林里的兄弟们 听到命令后 马上答应了下来 这时 狙击手也冲了过来 马上冲进了西边的树林 对着准备撤离的敌人 就是一连串的点射过去 吓得敌人纷纷握倒隐毙 狙击手这才找个地方藏好 又是几个点射过去 将试图冲杀上来的敌人射杀 树林里到处都是高大的树木 虎乱扫射没用 激光会被树木遮挡 兵力的优势发挥不出来 只能近距离断射 而近距离射击 最考验的是单兵的作战能力 黑暗联盟的武装人员 哪里是狙击手的对手 无论精准度 出枪的速度 还是奔跑闪避的技术 都只有被碾压挨打的份 狙击手收起了狙击枪 发出激光手枪来 就像是幽灵一般 在树林里冲来冲去 不断地开火射击暴露的目标 仅凭一人之力 就挡住了一股敌人往西撤离的意图 这时 刘武和李锐冲杀过来帮忙 也选择了用手枪战斗 树林茂密 处处都有古树折斗 长枪反而不好发挥 手枪短小 而且 激光手枪的有效射程 也只有一百米 简直是树林群战的杀敌力气 三人没有躲避 而是直接在树林里往返奔跑 猛打猛冲 不断给敌人放血 敌人却是找地方躲起来 或许是意识到了危险 一个个疯狂反击 密集的激光火力 四流开举 向周围的树木打穿 打倒 但就是打不到对手 这让敌人领队大惊 回头一看 身后没有对手追来 赶紧命令部队掉头 往东撤去 这时 其他兄弟也都追了上来 堵住了其他几路 向西逃窜的敌人 赶着敌人往东边撤去 敌人没有意识到危险 相反 看到东边没有对手 而且 大家原本就是从东边来的 来时都没有发现异常 便加快速度冲去 恨不得 马上就脱离战场 不知不觉中 敌人就进入了预示的雷区 刘武大喜 马上通过对讲机吼道 兄弟们 冲上去 准备引爆 明白 所有人答应道 放弃了追杀 而是追进树林 找到了早就准备好的引爆装置 做好了引爆的准备 敌人没有意识到危险 而是疯狂地往前冲去 不一会儿的功夫 就全部进入雷区 刘武看到这一幕兴奋地呼道 引爆 哄哄哄 前方树林里忽然响起了爆炸声 撕起笔伏 那冲天的激光 就像是地狱火的爆发 无情地吞噬着周围一界的生命 空间都被震得温温作响 好像随时都会掉下了一般 看得李锐兴奋不已 最后一击 终于成了 李锐看着不断响起的爆炸声 暗自松了口气 喃喃自语道 这一战过后 敌人的压力会倍增 相反 兄弟们完成任务的概率 也会大增 不由停止了追击 大口喘起粗气来 刘武也停止了追击 拿起水壶 猛灌了几口 兴奋地说道 老弟 多亏了你 将这最后一道陷阱 留到了现在 这一战过后 敌人就彻底怂了 也不一定 别忘了 独卸佣兵团有近百人 刚才一战 只来了五十人左右 剩下的五十人 肯定会留下来报仇的 而且 黑暗联盟或者是多斯 都会出更多的钱 让他们留下 因为他们失败不起 李锐提醒了 哼 剩下五十人 足为虑了 刘武魂不在意地说道 豪气云天 李锐有些惊讶地看向刘武 搞不懂这家伙 哪里来的自信 不过 联想到刘武那丰富的战斗经验 恐怖的战机把握能力 和过人的身手 确实是有自信的本钱和资格 或许这家伙 有别的办法吧 李锐没有在说什么 笑着点点头 这时 一脸兴奋的狙击手走过来 对着李锐竖起的大拇指 显然也在赞扬李锐的先见之名 提前准备了这个陷阱 兵流到最后才发动 而不是敌人刚来的时候就动手 打敌人和下马尾固然重要 但作为最后压垮落头的稻草 则更有意义 狙击手上前来 兴奋地看着刘武 队长 要不要冲杀上去 哼 别急 让他们跑吧 这支部队已经被吓破了胆 回去之后 只会传播恐慌 对我们有利 而且 伤员需要清水处理 这对我们也有利 刘武无所谓地笑道 一边摆摆手 看向前方的森林 沉思起来 也好 狙击手笑着答应 拿起对讲级和其他兄弟联络 传达命令 刘武忽然看向李锐 老弟 这一张虽然赢了 但接下来恐怕会麻烦不断 摧毁不了敌人的基地 一切都是徒劳 你有什么想法吗 一个小时后 一处山岗密林中 山风袭袭 摇晃着树枝 发出沙沙的声响 就好像爱人之间 在窃窃私语着什么 早晨的阳光安详地 洒落在树林上空 几缕亮光透过树叶 间隙落在地上 摇摆着斑驳点点 格外美丽 第153集 树林中 第一小队将士们 默默地潜伏不动 严阵以待 李锐则背靠着一棵大树 耐心地观察着前方 沉默不语 旁边站着刘武 也一脸严峻地 顶着前方沉思着 心事重重 第一小队 这次的行动任务 是摧毁黑暗联盟的基地 外围取得再大的胜利 消灭再多的敌人 都意义不大 只有摧毁基地才行 鉴于此 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后 刘武提出了心中的担忧 向李锐问记 李锐很清楚任务的核心 陈盈片刻 就让大家打扫战场 主要收集手雷 然后将水潭 炸得个面目全非 没有两三天的时间 绝对疏通不了 做好这一切后 李锐马上建议大家 来到这片山岗密林埋伏 等待战机 没多久 一名战士 急匆匆地 从下面的斜坡密林里 钻出来 满脸兴奋地说 队长 成了 敌人出兵了 而且看上去 起码有上千人 哈哈 好 果然一切如我老弟所料 刘武大喜 兴奋地说 扭头看向李锐 老弟 被你料中了 敌人果然出兵了 这么一来 基地内部就空虚了 咱们的机会 来了 排水区被毁 地下基地渗水 所以摆在敌人面前 就只有一条路 那就是尽快疏通排水区 但排水区有人把守 一点部队过去根本不行 事实已经证明这点 所以 敌人这次不惜派出重兵 而李锐算准了这点 所以干脆带部队 兵临敌人基地 等待战机 一切都在预料之中 李锐也忍不住兴奋起来 看向刘武 咱们等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后 发起袭击 如果可以 李锐更愿意利用这一个小时 在胁迫上 清理出一条通道 然后 对敌人发起突然袭击 但考虑到敌人有雷达 清理通道的过程中 会被发现 反而适得其反 等一个小时 让敌人大部队离开 大家一会儿攻击敌人基地 就有一个小时 用不着 半个小时足以 吃则生变 李锐想想 啊 也行 那就半个小时 咱们先假装敌人的 巡逻队四处游动 以免被敌人识破 敌人有不少巡逻队 在基地周围巡逻 防止偷袭 也正是因为 这些巡逻队做掩护 李锐才敢带着兄弟们 来到基地附近 就算被雷达发现 也会以为是巡逻队 但要长久待在一个地方不动 就容易被怀疑了 有 刘武会议地答应道 队伍马上行动起来 在树林里闲逛 就好像真的巡逻队一样 走走停停 遇到真的巡逻队 就马上避开 以免暴露 不知不觉中 半个小时就过去了 敌人的主力部队 已经走远 就算返回去支援 也要赶路半个小时才行 时机已经成熟 所有人交换了一个眼神 默契地点点头 朝峡谷入口方向走去 没多久 大家来到了峡谷入口 附近的树林里藏好 李锐看了看前方 入口处有几间木屋 木屋内有人 开阔处有一个机枪阵地 三艇机枪 十几个人把守 沈头 还是隐功 刘五低声说 能做到无声解决战斗吗 刘五看着前方 点点头说 最多二十来个人 可以 那就这么干吧 我找个大树爬上去 给你们提供狙击支援 可以 刘五知道李锐的能力 相对差点 真要渗透上去 未必不会暴露 所以答应他 看向身后隐蔽的兄弟们 趁营片刻 命令他 狙击手留下 副队长带一半人从左边 我带一半人从右边 五分钟后 准时发起攻击 记住 无声战斗 明白 所有人低声应道 队伍马上一分为二 副队长带着一半人 朝左边迂回上去 刘五看了狙击手一眼 朝李锐弩弩嘴 施以狙击手 保护好李锐的安全 狙击手会议地点点头 刘五便带领另一半人 朝右边快速迂回而去 狙击手看着四周 指着一棵大树说 你去那棵树 我去这边这棵树 我俩可以形成交叉火力 没有通讯器 自己把握战机 记住 五分钟后才能开枪 我俩重点攻击敌人机枪阵地 明白 李锐满口答应 狙击手的能力非同小可 李锐亲眼见识过 敬佩不已 自然是唯命是从 见狙击手没有别的要交代 便急匆匆去了 树很大 需要两三个人核爆才行 高二十来米 李锐迅速爬上大树 藏到树棺上 架起了狙击枪 这才发现 视野非常开阔 敌人的情况一目了然 几乎没有射击死角 对狙击手的选择敬佩不已 不会是老兵眼光毒辣 李锐观察了一会儿 距离发射攻击还有一分钟左右 马上查看起敌情来 忽然发现 木屋里还有不少人 总人数恐怕超过三十 并不是刘武预判的二十人左右 人数一多 变数就多 小吴生解决的难度 也就大增了 李锐担忧起来 可惜没有通讯耳麦 无法将情况及时通报给大家 也不知道大家心里面是怎么想的 不过 想到第一小队那恐怖的战斗力 李锐就放下心来 自己能发现敌情变化 想必刘武他们也能够发现 自己要做的就是狙击掩护 不给敌人开火的机会 最好是先干掉敌人的通讯兵 免得这些行动泄露出去 想到这儿 李锐马上搜查起来 并没有看到通讯兵估计在木屋内 忽然 李锐看到一道人影在树林里一闪而摸 紧接着 又一道人影闪过 李锐一惊 马上想到是刘武他们摸上去了 可这速度也太快了吧 这时一名士兵摇晃着走出木屋 朝树林边走去 随便找个地方就在小便 手里还拿着一个酒瓶 酒瓶里还有半瓶酒 嘴里骂咧着什么 忽然一道人影扑上去 鬼魅一般 凶悍地将对方按斗在地 短刀闪电般地刺入对方太阳穴 李锐认出是自己人动手了 看到这一幕精神一振 马上扣住扳机 深吸一口气 让自己冷静下来 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红彤彤的太阳挂在半空中 天空湛蓝如洗 只有几朵白云 悠悠地漂浮着 就像纯洁的少女 在无忧无虑地闲听信部 朝阳如火 万道金光洒落在茫茫森林中 碧绿的树叶随风摇曳 倒映着金光 别有一番精致 一片不大却有些陡峭的峡谷入口 木屋后面的树林里 忽然钻出一道黑影来 这道黑影就像是巡视人间的死神 小无声息地溜到木屋窗口 窗户是竹子做的 很简易 用一根木棍撑着 黑影人探头往里面瞄眼 满是油彩的脸庞 多了几分凝重 陈寅片刻 马上举起手 做了一个进攻的命令 正是刘武 刘武已经发现木屋里的人超出预计 但还没有放弃 依旧发出了进攻的命令 隐蔽在后面树林中的将士们 迅速冲了上来 一个个剑步如飞 嗖嗖几下 就到了木屋附近 将一名名敌人扑倒在地 毫不费力地 熬断了对方的脖子 木屋内的敌人正在喝酒 大早上的喝的还有些多 或许根本就没有想到 会有人摸上来吧 想想也是 第一小队来这里一个多月了 除了上次渗透进入后 就再也没有靠近过这里 加上水潭那边正在大战 敌人以为第一小队会死守水潭 警惕性自然就放松了些 急不可施 施不再来 刘武拔出龙牙刃 反扣在手 迅速沿着屋檐冲上去 绕到门口 像门口有两个人站岗 心不在焉的样子 刘武毫不犹豫地冲上去 一刀抹掉了其中一个人的脖子 另一个人反应过来 正准备大喊示警 锋利的龙牙刃 直接刺入对方的咽喉 将声音硬生生地刺了回去 瞬间杀了两名岗兽 刘武快速看了眼周围 兄弟们已经冲杀上去 正如狼似虎般地 敛杀着敌人 顿时放下心来 毫不犹豫地冲进木屋 龙牙刃挥舞 对这一群满脸震惊的敌人 猛砍猛杀起来 招招致命 毫不手软 几乎同时 潜伏在树冠上的李锐也出手了 一枪干掉一把机枪 马上移动枪口 瞄准另一把机枪 一名敌人正端起机枪 准备扫射身后扑杀上来的人 李锐迅速扣动扳机 嗡的一声 一道极光呼啸而去 瞬间跨过空间距离 狠狠地撞在机枪上 机枪当场被打爆 战斗期间 机枪手被打死了 还会有其他人捕位 一旦机枪响起 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最好的办法就是打掉机枪 机枪一换 后顾之忧就彻底免除了 机枪枪的激光发射时 声音非常微弱 根本不用担心 被更远处的敌人听到 李锐马上锁定另一把机枪 果断射击 三把机枪被李锐轻松干掉 没有了机枪的威胁 其他武器 对第一小队的兄弟的威胁 就不大了 李锐马上查找起来 并不急于开户 忽然发现一间木屋的门口 躺着一具尸体 对方身上背着一个单兵信息机 单兵信息机被打爆 熊熊燃烧起来 干得漂亮 李锐赞许的按道 估摸着是那名狙击手干的 见自己正在对着机枪 就去寻找通讯设备去了 战斗经验之丰富 果然非同一般 李锐继续搜查 发现第一小队的将士 就像是入了羊群的猛虎 几乎是追着敌人猎杀 一刀一个 干脆利落 动作毫不划脚 李锐可是见识过 第一小队将士们的战斗力 在黑夜中 树林里 利用能见度低 和茂密的树林 作为掩护 就能不断地刺杀 三百名武装分子 并将敌人杀得大白耳头 面对三十来名武装分子 而且还是警惕性不够的 武装分子 简直是易如反掌 不到一会儿的功夫 李锐就看到敌人 全部被猎杀一空 兄弟们在检查木屋 给尸体捕刀 刘武在开阔处 隔着老远 打了一个手势 事已可以过去了 李锐看了眼 附近的狙击手 发现对方 已经留下了数据 也不迟疑 马上下数 很快 李锐留下大树 和狙击手 汇合后 朝前面冲去 没多久 就来到了少强位置 看到满地的尸体 和散落的武器 武器需要指纹 才能开启 拿着没有用 但弹夹和激光手雷 用得上 大家连番大战 损失也不少 正好补充一番 李锐捡了几个 机枪能量弹夹备用 也只有这种弹夹 才能和狙击枪同用 普通激光枪的弹夹 口径不对 用不了 一下子补充了几个弹夹 李锐信心大增 见狙击手也补充了几个 两人相视一眼 会议的点点头 这时 刘武快步走上来 满脸兴奋 应该没有走漏风声 咱们继续往前走吧 时间不多了 链接 换敌人的装备 假冒敌人进去 没错 咱们想到一块了 刘武赞许地说 论灵机决断和指挥能力 刘武并不比任何人差 一声令下 大家纷纷行动起来 黑暗联盟的人 也穿着迷彩作战服 但外面套着一件黑色袍子 像是风衣一般 还有个帽子 大家直接将黑色袍子 拨下来套在身上 用腰带竖紧身体 捡起激光手雷备用 然后顺着峡谷 朝前面走去 为了迷惑敌人 大家不敢跑太快 以正常的步行速度 往里面走去 没多久 就来到了山谷 一些巡逻队正在游业 木屋里 静静出出着一些人 不知道在忙碌着什么 一支巡逻队迎过来 准备盘查 如果不是大家穿着黑袍 巡逻人员早就开火了 李瑞快速打量了周围一番 见巡逻队迎过来 有人更是高喊着什么 可惜听不懂 估摸着是在询问口令 答不上或者不回答 都会引起对方的警惕 马上压低声音说 队长 我建议部队一分为二 从两侧攻击上去 先用手雷炸木屋 边跑边炸 等冲上去 估计手雷也都扔完了 只要奔跑的速度够快 敌人打不着 到时候直接冲上去 和敌人近身搏斗 怎样 可以 刘武马上答应 李瑞的这个办法 无疑是最适合第一小队的 大家实力强悍 奔跑的速度够快 直接往里面冲 敌人绝对打不中 冲的时候 顺便扔光守雷 将木屋里的敌人先解决 然后和巡逻队近身死伤 黑暗联盟的武装分子 并不是基因战士 不可能是大家的对手 我直接冲过去 守住地下入口 避免有人冲杀出来 狙击手提议道 李瑞愣了一下 发现自己错漏了这个环节 感激的看了狙击手一眼 自己终归还是实战经验不足 有些不好意思的补充道 我也去 好 你也去 刘武满口答应 副队长带一队 其他人跟住我 兄弟们 都自己小心 杀出咱们的威风来 走 第154集 站住 你们什么人 迎面而来的巡逻队 看到第一小队的异常 黄皮肤黑眼睛 实在是太明显了 晚上或许看不清 但现在是大白天 彼此相距越来越近 自然看出异常 为首之人大声呵斥道 解下了跨在肩膀上的武器 瞄准过来 其他人也纷纷举枪 瞄准过来 满眼惊疑之色 动手 刘武沉舍鹤道 狭鹿相逢勇者胜 既然避无可避 干脆动手了 杀 所有人沉舍鹤道 几乎同时开火 一道道激光枪 在敌人反应之前 扑杀过去 相距不过十来米远 事发突然 饶使敌人早有防范 但开枪的速度 哪里比得过 第一小队的将士们 这支巡逻队的敌人 被一一抱头 无一幸免 第一小队将士们 得手后 朝前奔跑过去 其他地方的敌人 看到异常 大喊大叫之事件 一些人更是冲杀上来阻挡 第一小队的将士们 没有理睬 奔跑着 不断摸出手雷 奋力地投掷过去 一眉眉手雷 带着呼啸声 朝两百多米开外的 木屋攻击过去 就像是天边滚滚 而来的天雷 精准地落入到木屋内 发出一道道 惊天巨像 凶悍的激光 将周围木屋震塌 化为碎片 好些木头 更是被激光恐怖的 温度点燃 形成大火 哭哭哭 一道道激光手雷 此起彼伏地响起 炸开的激光 形成了巨大的光团 就像是地狱里 钻出来的火红色恶魔 张开了血盆大口 在猙獰的咆哮一般 将一栋都木屋吞噬 更是将木屋内的敌人 直接融化成了一堆血肉 一会儿的功夫 所有人在冲锋的路上 就将身上携带的激光手雷 全部投掷了过去 一大片木屋 被炸塌成废墟 火光冲天而起 朝四周蔓延开去 一些没有被炸死的敌人 浑身是火 惱惨叫着 狂冲了出来 到处奔逃 就像是眉头的苍蝇一般 很快就摔倒在地 再也没能起来 第一小队的将士们 没有去欣赏 被炸塌木屋 那凄惨的样子 奔跑着 不断规避着射杀过来的激光 鬼魅一般的迅猛 很快就冲了上去 这时 大家携带的手雷 也基本都投掷一空 纷纷拔出了龙牙刃 龙牙刃是所有龙牙战士的 标配短刀 锋利无比 使用起来 也非常符合人体的工程力学 深得每一名战士的喜欢 大家散开了狂冲上去 几乎一人对上一只雪诺哨 上去就挥舞着龙牙刃 砍杀起来 一旦进神 激光枪就发挥不出作用 全凭个人作战能力 黑暗联盟的单兵战斗力 岂是能和第一小队将士们比的 上来就被放倒了两三人 其他人倒也是凶悍 没有退缩 蜂拥而上 嘴里更是发出了怒吼声 速度不够的李锐冲杀在后面 见兄弟们已经和敌人短兵相接 木屋内的区域 也被炸得一片狼藉 一切都在预料之中 顿时大喜 咬牙 加快速度冲上去 身边不断有激光掠过 那是远处有敌人在开火阻拦 但李锐没有害怕 不断跑着S形线往前冲 奔跑中 李锐不断地开火射杀前面试图阻击的敌人 一手快枪使得不敢说是出神入化 但起码每一枪都能干掉一名敌人 出手的速度也不慢 打得前面的敌人纷纷闪开躲避 李锐趁机一口气狂冲上去 四级基因战士的速度 可以达到每秒15米以上 这个速度肉眼都难以捕捉 就算好不容易捕捉到了 等大脑反应过来后 扣动扳机 目标已经远去 黑暗联盟的武装人员 虽然很认真的去瞄准李锐开火 但每一道激光都是跟在李锐身后 等敌人反应过来 往前面提前辆射击时 李锐已经折返向另一个方向了 嗡嗡嗡 李锐不断地开火 凭借预设狙击手的技能 轻松猎杀目标 没多久 李锐就冲到了地下基地入口附近 看到洞口有武装人员冲杀出来 打击 迅速瞄准过去 一口气连开十几枪 试图将冲杀出来的敌人 全部射杀在洞口 尸体都堆积在一起 将里面继续往外冲的敌人 硬生生地下退 很快 李锐冲了上去 来到洞口一看 里面的通道内 聚集了不少的武装人员 正蹲在地上 不知道在商讨着什么 李锐大惊 一个箭步冲到洞穴边 看到洞口的敌人尸体上 有一些激光雷 灵机一动 抱着枪往前一扑 翻滚了过去 洞穴通道的敌人 以为李锐要冲过来 纷纷开火 但是 人都有思维惯性 扫射时的高度 一般在人体腹部的位置 也就是高于地面 一米二左右 李锐就地一滚 身体正好在一米二以下 敌人扫射过来的火力 全部落空 敌人很快也反应过来 纷纷压低枪口 继续开火 但李锐已经顺手摸上 尸体上的两枚手雷 一个翻滚 继续往前 到了洞穴的另一边 身体弹跳而起 顺手就拔掉了丢雷保险 掩饰两秒 奋力地朝洞内投着过去 哄哄 两声巨响 在洞穴的通道内响起 紧接着 李锐隐隐地听到了 淒厉的惨叫声 很不真实 背靠着洞壁等了两秒 等爆炸过后 探头一看 洞穴通道内满是醉肉 鲜血喷洒得到处投射 李锐大喜 忽然看到几道激光 打在自己周围 大惊 抬头一看 十几名敌人狂冲上来 正对着自己开火 李锐大怒 抬手就是两枪 放倒了两名敌人 忽然看到冲上来的敌人 不断地倒下 不由惊异地梦去 发现是另一名狙击手赶了过来 另一名狙击手 从另一个方向绕过来 路途相对远一些 而且还肩负着 狙击掩护部队冲杀的人物 所以来晚了点 李锐大喜 一个箭步上去 闪电般扑倒在地 快速地搜索尸体上的手雷来 地下基地的唯一出口 就是洞穴 只要守住了这里 敌人就出不来 而手雷 无疑是最好的办法 又是几道激光扫射过来 李锐惊讶地扭头望去 发现更多的敌人扑杀上来 狙击手被胡乱扫射的激光 打得是险象还生 不断闪避 一时无法支援李锐 这时 地洞内仿佛有大批人来 李锐大惊 恼怒地回头看了一眼洞穴 果然看到黑压压的大批武装人员冲出来 前后夹击 形势严峻起来 拼了 李锐一咬牙 顾不上躲避密集扫射过来的敌人火力 拿起缴获的手雷 就往洞内奋力地投着过去 一旦让敌人冲杀出来 洞口的控制权就没了 地下基地的大批武装人员 就能够源源不断地出来 到时候吃亏的就是大家了 关键时候 李锐豁出去了 一口气丢过去三枚手雷 忽然一道激光射杀过来 几乎是贴着李锐身体 没入旁边的尸体身上 直接将尸体冻穿了一个拳头大的血窟窿 看得李锐是头皮伐马 但咬牙坚持着 又是奋力投掷了三枚手雷进去 洞内想起了今天的爆炸 一团团刺眼的激光炸开 声势凶寒 将整个洞穴通道都充斥 李锐顾不上查看情况 双脚旋转 身体弹射而起 一个箭步就冲出去好几米开外 对着冲杀上来的敌人迅速开火 噗噗噗 一名名冲杀上来的敌人被爆头倒地 嗡嗡嗡 更多更密集的激光火力扫射过来 打得李锐是险像缓生 赶紧撤离 奔跑中不断开火和这股敌人玩命 凭借过人的速度很快就和敌人拉开了距离 但一想到地下基地可能会有敌人冲杀出来 李锐不得不又折返回来 这时 狙击手干掉了其他敌人迅速冲上来帮忙 两人一左一右 对这股敌人形成了夹击之势 在高速运动中不断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 渐渐控制的主动 不一会儿的功夫 这股敌人就只剩下十几个人 举击手吼道 你去洞口 明白 李锐沉声喝道 朝洞口方向狂冲过去 正好看到有人从里面冲杀出来 迅速瞄准 不断开火 将冲杀上来的敌人再次挡了回去 来吧 李锐杀得兴起 顾不上危险 迅速冲到洞口 对着里面的敌人继续开火 全身战役熊熊燃烧 敌人也不甘示弱 不断地开火反击 李锐被打得躲在洞穴边 不敢轻易冒头 抬头一看 狙击手已经干掉了其他冲上来的敌人 李锐赶紧喊道 快 用激光手雷 狙击手会议地冲到尸体旁 摸起一块手雷丢了上来 李锐迅速接住 拉开保险环就往洞内投掷 很快就听到里面响起了一道爆炸声 看到又一枚手雷扔过来 李锐会议地笑了 大手一叹 将抛过来的手雷稳稳地抓住 拉开保险环就往洞内丢去 动作干脆利落 哈哈 接着 狙击手兴奋地喊道 李锐也笑了 接过一枚枚投过来的手雷 然后拉开保险环往洞内扔 炸得洞内的敌人根本没有机会出来 局势一下子得到了控制 李锐暗自松了口气 将狙击手不断抛过来的手雷收集起来 放在脚下备用 洞内已经被炸得面目全非 敌人被炸得意识半会儿也不敢再出来 百忙猪扭头一看 第一小队的兄弟们还在木屋附近和敌人近身肉搏 但敌人已经越来越少了 用不了多久就能够全部俗清 再看狙击手 还在收集尸体上的手雷 局势得到了控制 一切都在预料之中 李锐松了口气 继续接住了狙击手丢过来的手雷备用 过了一会儿 李锐听到洞内有脚步声 迅速探斗一看 又有敌人想往外面冲 或许已经意识到危险的降临 准备拼命了 大傲的局面 绝对不能被敌人逆转 李锐顺手接过狙击手抛过来的一枚手雷 拉开保险延时一秒 然后往洞内扔了过去 就听到里面轰的一声巨响 一团激光炸开 音音有惨叫声传来 李锐冷酷地笑了 这时 狙击手收集完周围尸体身上的所有手雷 快速冲了过来 在洞内的另一侧藏好 看了李锐一眼 再探头看看洞内 冷漠的脸庞上 渐渐有几分缓和 朝李锐竖起了大拇指 端起枪 朝着远处木屋的方向瞄准过去 迅速开火 李锐惊讶地回头一看 木屋附近的一名敌人 试图开火攻击到自己人 被狙击手抢先出手干掉 身体都被打了个对穿 李锐佩服地喊道 你支援队长他们 洞口我盯着 不会有事儿的 放心吧 小心点 狙击手硬道 手上的狙击枪不断响起 将一束束激光射杀出去 不断地收割着敌人的生命 为正在拼命猎杀敌人的战友们 提供火力援助 一切都在可控范围内 打得还算是顺利 李锐死死地盯着洞口 发现有人出来就开火 人多就丢手雷 将局面死死地控制住 没多久 李锐就听到一个爽朗的声音传来 哈哈 老弟 好秧的 干得漂亮 拿下的洞口 一切都好办了 李锐扭头看了一眼来人 正是刘武 其他兄弟也纷纷从各个方向跑来 显然各自的任务都已经完成 他只极解 山谷木屋内的敌人 就算是彻底清扫了 不由大喜 一颗心也落下了不少 赶紧说道 里面不少人想冲出来 依我看 干脆炸了洞穴 将里面的敌人全部闷死 有人提议道 别胡道 闷死有什么用 我们也进不去 等离开的敌人大部队过来 我们只有撤离了份 敌人可以打通地洞 到时候 里面的核武还是没有销毁 刘武美好奇地骂道 目光熠熠满是杀气 那就只能硬弓了 敌人出不来 我们进去也一样很危险啊 有人马上说道 地下基地很大 但需要通过洞穴通道进入 敌人只需要躲在里面防御 大家贸然进去也是送死 就像是洞内的敌人 出来一样冒险 大家都是明白人 自然想到了这里面的风险 刘武看向李瑞说道 你有什么想法 连番大战 李瑞妙计叠出 深得大家的信任和喜欢 听到刘武的询问 大家也纷纷看过来 满是战役的目光中 多了几分期望 李瑞看着洞口想了想 陈生说 收集所有的手雷 做成类似于 极数炸弹往里面扔 好主意 副队长 你带着兄弟们 马上散出去收集激光手雷 小心点 防止还没有死透的敌人反扑 别阴沟里面翻了船 刘武眼前一亮 大喜马上命令道 明白 副队长满口答应 其他人也反应过来 纷纷笑着行动起来 第155集 十来分钟后 大家收集了大量的手雷过来 并用敌人尸体上包下来的黑袍包裹好 人手两大 兴冲冲地跑到洞口 大家兴奋地看向李瑞 旋即看向刘武 刘武一眼兴奋地喊道 大家准备一下 一个个来 给我往里面一点扔 明白 大家兴奋地笑道 仿佛看到了胜利 李瑞翻手 看了眼万表 已经过去二十几分钟了 离开的敌人主力部队 随时都有可能返回 留给大家的时间不多了 不由脸色一沉 赶紧提醒他 队长 敌人快回来了 必须要事先做好准备 是不是安排些兄弟们去布置一下 有道理 副队长 你带四名兄弟去 弄点攻势掩体 务必将敌人 挡在峡谷外面 不允许他们冲进来 记住 一定要挡住十分钟 大家都机灵点 刘武脸色一沉 严肃地命令道 明白 副队长兄朴一挺 郑重地答应道 叫着四名兄弟 急匆匆部署去了 进入山谷的路只有一条 那就是峡谷 而峡谷峡斩 敌人大规模的兵力 施展不开 只要战术得当 挡住十分钟 也不是没有可能 刘武等兄弟们都离开 脸色沉重地扫了脸众人 继续说 兄弟们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五分钟内 必须拿下地下基地 之后摧毁敌人基地 十分钟后 必须撤离这里 都明白吗 是 大家沉声应道 我有个提议 李锐忽然说道 所有人惊讶地 看向李锐 搞不懂这个时候 李锐还能有什么奇招 都隐隐有些期待起来 刘武也惊讶地 看向李锐 李锐看了大家一眼 继续说 洞穴通道比较长 咱们的手雷包裹 不太好扔进去 我提议 将这些尸体 往里面扔 对成攻势 然后冲进去 藏在尸体后面 缩短距离后 往里面扔手雷 就简单了 好办法呀 刘武大喜 兴奋地呼道 兄弟们 动手吧 还等什么呢 哈哈 大家眼前大亮 纷纷放下 装着手雷的包裹 收集尸体 往洞里面 奋力地丢进去 一举举尸体 堆叠成一起 形成一道 简易的攻势来 里面的敌人 意识到了什么 纷纷开火阻止 但被狙击手 精准地射杀 打了回去 敌鱼 这间敌人要阻止 也加入了战团 拿起手雷 奋力地往洞里面 丢了过去 炸出一道的光团 凶悍的激光 有效地阻止了 敌人的攻击 兄弟们 则趁机将 更多的尸体 丢进去 眼看着尸体 强成型 刘武凶悍 拿起一袋 手雷 就往里面冲 身体压得很低 几乎是贴地 飞窜上 蹭蹭几步 就到了尸体墙下 缩成了一团 敌人被狙击手的 精准射杀 和李锐 不断翻滚进去的 手雷 炸得纷纷躲避 谁也顾不上 已经冲进去的 刘武 刘武迅速从包裹里 拿出两枚手雷来 打开保险 再迅速将 手雷丢进包裹内 将包裹 奋力地往洞里 投掷过去 刘武的力量 何等恐怖 包裹带着呼啸声 朝洞里飞了过去 落地时 已经是十几米开完 洞里的敌人 不知道包裹内是什么 都好奇不已 纷纷散开了些 呼 忽然一声 巨大的爆炸声响起 紧接着 又是无数的手雷 几乎同时驯爆 恐怖的激光 就像是一个 小太阳在燃烧 将洞里 炸得亮如白昼 泥土纷纷坍塌 强劲有力的 冲击波四略开去 十几米开外的尸体 都被先飞 漫天飞舞 尸体后面躲避的刘武 马上就意识到 不对劲了 这爆炸太雄悍了 赶紧趴扶在地上 双手抱住 不敢乱动 就感觉一股 强劲的风暴 从头顶席卷而过 脸上火辣辣的生疼 头皮都痛得发麻 帽子被吹到 不知道飞到哪去了 爆炸很快过去 刘武慢慢抬头一看 前面的洞穴 被坍塌的泥土掩盖了大半 形成了一道天然的攻势 刘武大喜 一个箭步冲上去 一边喊 快跟上 外面的兄弟早就不耐烦了 听到喊声后 纷纷往里面冲 李锐也不敢示弱地冲了进去 见刘武趴在泥土堆上 对着前面开火 不由加快的速度 大家很快冲上去 趴在泥土堆上一看 前面是一个巨大的地下空间 足有一个篮球场大小 空间中有许多设备在运转 还有不少身穿白大褂的人聚集在一起 紧张不已 更多的武装人员则各自找好了掩体 正猛烈地开火反击 大家举枪就打 一名兄弟将包裹打开 取出手雷打开保险 然后又丢了进去 将包裹奋力地朝前面投掷过去 包裹在虚空中划出一道跑步线 落地后翻轨一圈 紧接着 轰的一声巨响 包裹炸了 一团巨大的火光冲天而起 将周围的一切都削弱 洞穴顶端的泥土纷纷掉落 在地上也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坑来 巨大的爆炸将所有人都震住 特别是地下基地的那些穿着白大褂的人 纷纷蹲在地上 双手抱头 不敢乱动 正在奋力反击的武装人员也纷纷侧目 意识有些懵 大家看到这一幕大喜 兴奋地准备取来 不能这么打了 李锐看到这一幕赶紧提醒 所有人一愣 惊讶地看向李锐 有些懵 李锐赶紧解释 这个地下基地太大 一包包往里面扔 炸不了多少 拿出来 一个个往里面扔 才能彻底摧毁 还是老弟冷静 兄弟们都打得兴奋过头了 都快点 按照老弟说的吧 给我炸到这里 刘五反应过来 兴奋地大喊 大家也都反应过来 纷纷拿出激光手雷 奋力地往里面扔 一道道爆炸声 此起彼伏地响起 炸得里面的敌人 不知所措 纷纷躲避 李锐和狙击手 没有扔手雷 而是不断地搜查敌警 一旦发现有敌人 举枪瞄准过来 或者准备投掷 手雷过来 便抢先下手 一抢爆头 毫不了情 大家都挤在洞穴 和地下基地的结合部 虽然有大量的 坍塌泥土堆 作为掩体 但并不安全 一枚激光手雷扔过来 一样完蛋 绝不能答应 都快点 炸死他们 刘五间狙击手和李锐 压制住了 有能力反击的敌人 顿时大喜 兴奋地吼道 一手拿起两枚手雷 另一只手果断拔掉保险环 然后奋力投掷过去 不等手雷爆炸 刘五抓起一个包裹 就翻过泥土堆 朝前冲去 杀 其他人也纷纷反应过来 纷纷拿起装着手雷的包裹 翻过泥土堆 怒吼着 朝着地下空间冲去 如入了羊群的猛虎一般 冲天的杀气 就要将这地下空间震塌 哄哄哄 一枚枚极光手雷凶悍地 朝前面投掷过去 炸成一团团巨大的激光 只要是被激光扫中 无不消容 人体更是变成一团碎肉 看不到一块完整的 鲜血喷洒满地 空气中 弥漫着浓浓的血腥味 助手地下空间的敌人 已经不多了 被一通乱炸 更是所剩无几 第一小队 就像是咆哮的神龙一般 亮出了犀利的龙羊 狠狠地将一名敌人撕成碎片 十来个人分散攻击 凭借灵活的身法 过人的速度 和对危险的惊人直觉 不断闪避着偷袭的激光 然后将手雷精准地投过去 作为一名精锐老兵 大家很清楚 当前的威胁是拿着枪的武装人员 而并非是穿着白大褂的科研人员 所以 冲进地下空间的将士们 将武装人员当成了第一目标 大家利用周围的设备 不断地躲避胡乱扫射而来的激光 一边将一眉眉手雷扔出去 一会儿的功夫 还能站着反抗的武装人员 就寥寥可数了 大家毫不手软地继续投掷手雷 攻击人的同时 也将周围的设备炸毁 李锐和狙击手 则端着枪抢占制高点 一左一右 不断射杀对兄弟们构成威胁的敌人 战斗城一边倒屠杀 第一小队的将士们 速度太快了 武装人员根本没办法打中目标 加上周围到处都是设备 利于隐蔽 而第一小队 却能凭借身份和速度偷袭敌人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人数的优势很难返回出来 很快 所有在反抗的敌人 全部清除完毕 大家开始大肆破坏设备 一些圆形的大型设备内 丢进一枚手雷进去 这个设备 就能马上被摧毁的不可能再有 而一些管道内 特别是水池内都不能放过 兄弟们尽情发泄着心中的憋屈 炸得不一流湖 敌人没有去炸 而是继续蹲在制高点 紧实地盯着四周 以防有炸死的敌人 忽然爬起来突然偷袭 狙击手也没有动 死死地盯着四周不语 流湖也没有去炸 而是杀气腾腾的朝着白大褂人走去 用星球语喝的 谁能听懂我说的话 一群穿着白大褂的人都不敢吭气 端在地上的人更是被吓破了胆一般 星球语是世界通用语言 但凡有点学识的人都掌握了这门语言 穿白大褂的都是高级技工 不可能不懂 流湖间这些人装傻 当场就火了 拿起枪瞄准过去 满脸怒容的吼道 没人回答是吧 那就统统去死 帮黑暗联盟研究核武的人 自然也不是什么好人 就算是好人流湖也顾不上 战场上 可没有好人和换人之分 只有自己人和敌人 不是自己人就只能是敌人 放过这些人 谁知道他们会不会继续跑去 帮黑暗联盟研究核武呢 一旦核武研究成功 吃亏的肯定是国内的人民 所以 刘武收起了仁慈和怜悯 死死地盯着这群人 队长 这里没有被水济 恐怕下面还有一层 核武研究的核心东西 应该在下面一层 李锐忽然大声地提醒道 他当然不会傻傻地用星球 刘武一正 迅速打量了一眼四周 这才发现地面很干净 这不符合常理 如果排水区没有发挥作用 这里的人不可能如此疯狂地攻击水潭那边 这时 狙击手也沉声提醒 没有发现一米伤兵 没有发现雇佣兵 水潭连番大战 给敌人造成的伤兵不少 大家攻击进来 却是一个都没有看到 这不符合常理 肯定还有其他地方 刘武脸色一寒 枪口瞄准一名中年人 用星球与沉声说 还有一层地下空间的入口 在哪里 时间就是生命 敌人出去的主力部队 随时都有可能撤回来 不能再拖 必须尽快解决问题 刘武坚对方犹豫着不说话 恼怒地用枪口顶着对方的眉心 一副就要动手的样子 对方这才慌了 赶紧用星球与说了一句 在那边 说着 指向了一个方向 早有兄弟就留意这边了 看到所指的方向 马上就冲了过去 果然在一个房间里 看到了一条通下地面的布梯 布梯并不长 可以看到下面亮出的灯光 还有一阵恶臭味散发出来 这名战士小心地走下去 不敢有丝毫大意 很快 这名战士走到了下面的门口一看 门是敞开的 可以看到前面也是一个巨大的空间 和上面几乎一样大 布置了许多设备 还有一个重水池 许多房间 过道已经被水淹了两尺深 污浊的污水散发着恶臭 啊 这名战士惊异地看着四周 居然没有发现一个人 小心地往前走去 很快来到一间大房间门口 一脚踹开房门 里面摆满了各种计算机 还有各种半个座椅 桌上放着一些个人物品 显然这里是办公场所 但是人去楼空 这名战士警惕地朝前继续搜查 看到一些设备房 动力房和杂物间 然后来到一个食堂 食堂里也没有一个人 静悄悄地 已经完全被水浸没 这名战士小心地 继续往前搜查 来到一间宿舍模样的门口 一脚踹开门 里面猛然射出几道激光 好在这名战士 早就有所准备 意识到危险后迅速闪避 躲避开了致命的攻击 恼怒地摸出一把激光手雷 打开保险 延时两秒后丢了进去 轰的一声 里面传来淒厉的惨叫声 但很快就安静下来 这名战士小心地探头 进去观察 发现房间很大 两边摆放着高低床 中间部位的高低床 被激光手雷炸成了碎末 滴上满是碎脚的血肉 爆炸范围外的高低床 或坐着 或躺着 或靠着一些伤兵 一个个脸色苍白 吓破了胆 伤兵 这名战士看到这一幕 马上就反应过来 迅速开火 将伤兵全部射杀 这些伤兵不简单 一旦伤势恢复 将来都是百战老兵 很不好对付 必须及时清除 绝不能指望这些人 将来会改邪归正 黑暗联盟靠洗脑聚拢人心 这些杀戮惯的人 绝对不可能放手不干 所以 杀了也就杀了 没有心理负担 一会儿的功夫 这名战士将伤兵全部连杀 迅速后退 回到上面一层 快步走到刘武跟前 含着点低声水 下面的水 浸得差不多到膝盖了 发现很多设备 还有宿舍 食堂 杂物和设备房等 宿舍内有大量伤兵 果然在下面 赶快 叫个人下去 把下面清除干净 刘武杀气腾腾的 低声命令道 对待这些凶残的 被洗脑的黑暗联盟武装分子 不杀 不足以确保自己国家的安全 不杀 不足以打击恐怖分子 以换来和平 第156集 杀福不祥 也不符合人道主义 但谁也看得出 人道主义是针对两国战士 战士与战士之间 本就没有仇恨 只是政治的工具而已 为了各自的国家需要奔赴战场 一旦被俘 另一方完全没有必要再杀害 然而 由恐怖分子组成的黑暗联盟 则完全不同 面对这些双手沾满鲜血的 和平破坏者 只能以杀指杀 刘武的命令非常简单 却杀气十足 什么叫做清除干净 两名战士 会议得急匆匆去了 杀气腾腾 仿佛执行裁局的判官 在伸张正义 不一会儿的功夫 大家就听到 下面不断传来的爆炸声 枪声太微硕 传不到上面来 局面完全被大家控制住 刘武冷冷地盯着眼前 这群白大褂 杀鸡在心中翻涌 正寻思着 怎么处理这些人 忽然听到下面 一阵剧烈的爆炸声响起 地面都在颤抖一般 刘武脸色微变 迅速看了眼 下一层的入口房间 然后看向李锐 李锐会议了点点头 操起武器 就跳下了制高点 急匆匆地往前面跑去 很快就来到地下入口 李锐三两步跳了下去 出了楼梯 来到门口一看 门槛的地势高一些 出去几步是不踢 但这会儿已经被水浸泡 一片房屋燃起了冲天大火 看不到人 情况有些古怪 李锐急匆匆跑上来 找到了正在攻击一间宿舍的 两名战士 两人三两下 射杀了房间里的敌人 转身看到李锐 李锐指着熊熊的大火 一名战士会议地说 里面是军火库 好在军火不是很多 要不然就麻烦了 怎么引爆军火库了 李锐好奇地追问 是负责看管的敌人自己引爆的 我们来不及阻止 还好运气不错 另外 我们找到另一个房间 里面也堆放了武器弹药 就在你后面的房间 一名战士赶紧解释 脸色有些难看 太好了 李锐回头一看 房间虚掩着 便飞起一脚踹了过去 将房门踹开 看到里面马放整齐的箱子 房间里没人 下面的箱子已经被水浸泡 李锐一个箭步冲过去 掰开一个木箱子一看 里面全是能量弹架 紧接着 李锐又打开了几个箱子 终于发现了一个箱子里面 全部是激光手雷 顿时大喜 马上抱着箱子出来 对着周围就是一通乱扔 一眉眉激光手雷爆炸开来 吼起了一团团巨大的激光 把周围的一切炸得是面目全非 另外两名战士也上来帮忙 从房间里 搬来一箱激光手雷来 单手抱着箱子 一只手拿着手雷 用牙齿咬住保险环 用力一拉 然后迅速扔了出去 所有完整的房间都不放过 炸得是不易乐乎 兴奋不易 激光手雷用完了 就冲进房间继续找 找到了拿出来继续哄 这一层留下的都是伤员 复制伤 好不容易有一人出来反抗 但养伤期间大部分人都没有携带武器 无法直接开火阻拦 还不等对方找到武器 一枚手雷就扔了过去 没多久 整个地下空间被炸得面目全非 看不到一处完整的 就像是遭到了十四级飓风席卷过一般 李锐扫了周围一眼 端起一箱激光手雷 急匆匆上去 兄弟们站外面耗费了不少手雷 正好补充一下 李锐将手雷交给了其他兄弟 自己来到了刘五身边 低声说 我去处理他们办公室的计算机设备 有什么要求 找到他们的服务器 找到硬盘 带走 刘五低声嘱咐 服务器的硬盘 不仅有敌人的研究资料 肯定还会有别的资料 说不定对大家有利 必须带走 李锐会议地答应了一声 急匆匆来到敌人办公室的房间 顺着线来找到一间密室 密室里摆放着许多服务器 李锐也不是菜鸟 在选拔营的时候 受训过一些信息站 知道什么是主机 什么是硬盘 顺着线来和设备 找到了密室中的另一间密室 房间警索 显然是不准人轻易靠近 李锐没功夫开锁了 抬手就是一枪朝门锁打去 房门的锁头被打爆 李锐轻轻一推房门 就打开了 看到里面果然是一台主机 李锐顺着线来 找到了硬盘 拿起工具 打开外面的盖子 从里面取出一个笔记本 大小的硬盘来 看看四周 有一个电脑包 李锐将电脑包拿起来 将硬盘塞进去 大小刚刚合适 顿时大喜 迅速撤离 走到外面时 李锐掏出三枚激光手雷 打开保险 丢进房间 然后迅速撤离 激光手雷爆炸后 将电脑全部炸毁 并燃起了大火 火苗顺着机器 线拉 插座等等点燃 火势大增 用不了多久 就能将房间里的一切都烧毁 李锐快步来到刘武跟前 将硬盘递上去 刘武满意的结果却颠了几下 敏锐地发现 白大褂的人群中 有人脸色微点 不由一动 将硬盘递给李锐 盯住李锐先收好 然后含着脸 看向那名变色的人 用枪指着对方喝道 你 出来 对方犹豫了一下 周围穿着白大褂的人 担心刘武暴怒之下出手 纷纷让开了些 以免伤到自己 无形中 将原本在人群中 这个变色的人 彻底暴露 刘武死死地盯着对方贺问 身份 职位 负责事宜 对方沉默不语 咬着牙 闭上了眼睛 一副豁出去的表情 刘武大怒 马上瞄准对方 做事与开火 一边冷冷地喝问 最后问你一次 身份 职位 负责事业 然而 这个人还是强硬地不开口 刘武大怒就要动手 李锐忽然提醒他 谁说出这个人的情况 免死 李锐用的是星球语 对 谁来 刘武反应过来 杀气腾腾的喝问 人群中有人互相交换着眼神 但谁也不敢开口 好像在忌惮着什么 李锐马上就猜到 这个人的身份不简单 估计是负责人之一 这种人没有必要留下了 敢用国语低声说道 队长 这个家伙 应该是头目 杀了吧 刘志对我们反而是个祸害 嗡的一声 刘武毫不犹豫地开火了 这个强硬的人的脑袋 被当场打碎 身体轰然倒地 吓得周围的人 纷纷后退躲避 慌乱不已 意识到刘武是真的会杀人 谁也不敢再有侥幸心理了 这些白大褂地人 显然是核武研究专家 放了是个祸害 将来还会继续研究核武 威胁国内安全 带走也不行 周围茫茫原始森林 距离自己的国家 十万八千里远 外面还有大量敌人主力 随时会折返回来 根本带不走 不能放 不能留 这种恐怖分子 只有杀了 才是最稳妥的办法 刘武杀了一名 刻意目标 目光一灵 姨父还要继续动手的架势 杀气堂堂的贺文 现在谁能回答我的问题 大家犹豫起来 好像有什么忌惮 就在刘武不耐烦的时候 一名中年人越重而出 脸色沉重地反问 如果我说了 是不是可以活命 当然 报上你的名字 贺文 我叫贺文 事实上 就算你们不傻 我们这些人能活命的也没有几个 外面的武装分子 不会放过我们的 这名中年人沉声说道 刘武不屑地冷哼一声 岂会轻易相信对方的言论 这名中年人看出了刘武的不屑 看看左右 忽然用龙国语说 我们这里大部分都是被绑架而来 家人受到威胁 不得不帮他们做事 如果我死在这里 家人或许还能活命 当然 如果被你们绑走 家人也还能活命 我们这里有好些都是世界顶级核武专家 看起来你们是龙国人 带我们走 我们帮你们国家跟三年座位交换 如何 哦 刘武惊讶地看着对方 没想到这个人居然会自己国家的语言 陈寅片刻后反问 我怎么相信你 这 对方显然没有想到 刘武会如此直接地问出这种问题 已是有些懵 李锐惊议地看着对方 自从训练了行为观察 李锐的观察力何等敏锐 马上就看出对方不像是在实诈 转念一想 如果这些人真的是核武专家 带回去对国内有着莫大的好处 科技人才难求啊 刘武也有些动心 能被黑暗联盟抓过来搞核武研究的人 肯定不简单 一般人都入不了黑暗联盟的眼睛 要绑架肯定绑架最好的 真要是将这帮人全部带回国内 那可是莫大的军功 只是 这里回国何止十万八千里 一路都是关卡 根本就不可能完成 刘武犹豫起来 李锐却心思活泛起来 看着对方问 多少人 十三个 其他都是黑暗联盟自己培养的人 跟着我们打下手 将来好替代我们接管和我 叫贺本的中年人赶紧说 目光昔迹 能活着 谁也不想死 十三人并不算多 李锐想了想 看向被打死的那个人问 他是 他是黑暗联盟排来的负责人 专门负责和我的研究工作 李锐看了刘武一眼 刘武也正好看向李锐 暗自点头 选机看向贺本说 可以 但是你们必须服从我们的指挥 没问题 我保证 贺本赶紧答应 惊喜不已 别着急高兴 十年 你们干十年 否则这是免贪 从这里回去十万八千里 带着你们步步杀鸡 我们的危险系数增大 不划算 没有足够的代价交换 这事我们不干 李锐抢先说 一边歉意地看向刘武 毕竟刘武才是队长 贸然反对是对刘武的不尊重 刘武并没有介意 相反 感激地暗自点头 对贺本说 没错 最少十年 没得商量 而且这十年 都是免费劳动 当然 我们会保证你们的基本生活 别忘了 你们再帮恐怖分子干活 这件事情传出去 对你们的名声不好 你们也该为此赎罪 贺本有些为难地沉思起来 李锐假装不耐烦地说 给你一分钟时间考虑 一分钟后我们就撤离 这里所有人都必须死 好吧 如你所愿 贺本赶紧答应 为黑暗联盟干活 就意味着自己身上 有恐怖分子嫌疑 就算被逼迫的也不行 被杀了也没人同情 更重要的是 大家都不想死 不想替黑暗联盟陪葬 十年的时间有些长 但也不是不能接受 刘武满意地笑了 选人吧 别动什么心思 一会儿选出来的人 我都会真别 如果不是科学家 就别怪我想死守 当然 当然 很快 贺本就开始点名 被点到的人有些茫然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但李锐直接冲进人群 拉人 懒得解释 不一会儿的功夫 就拉出十二个人 连同贺本正好十三人 马上将这些人挡在身后 举枪就开火了 剩下的都是黑暗联盟的人 这些人多少掌握了一些核武技术 留着是个巨大的威胁 必须清楚 刘武也反应过来 两人一通射击 将剩余的敌人全部射杀后 刘武看向贺本问道 你们的核武研究成果如何 数据都在服务器硬盘内 你们不是已经拿到手了吗 至于成果 都已经被你们占毁 不可能再复原的 这么乱找 不会和谐路吧 还没研制到那一步 不会 刘武松了口气 知道李锐的观察力很强 便看向李锐 李锐将贺本不像是在说谎 便对刘武安自点头 刘武会议的沉声说 兄弟们 被阻弹药撤退 明白 大家沉声说 将拿出来的箱子内的手雷封了 刘武不放心 让大家去下面的弹药库多带点备用 然后在弹药库内做好定时引爆 这对大家并不难 几分钟后 李锐建议大家带出大量的弹药 后面的路还很漫长 必须被阻弹药 兄弟们带不走这么多 李锐便让这些科学家们帮忙携带 大家已经从贺本那里 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知道能活命 反正是空手 也清楚弹药的重要性 没人反对 所有人急匆匆地离开地下基地 顺着洞穴的通道朝外面走去 听到外面有爆炸声 和激光撕裂空气的嗡嗡声 显然是敌人的主力反馈 大家脸色狂变 狂冲出去 所有人冲到外面一看 副队长正带着几名兄弟 死死挡住敌人的进攻 好在峡谷狭窄 敌人的兵力优势发挥不出来 否则早晚被攻破防线冲进来了 届时正好将大家堵死在地下基地 一防打尽 所有人庆幸不已 刘武怒吼道 兄弟们冲上去 上 第157集 上 大家怒吼着朝前面奔杀上去 不断开火 一个个仿佛神龙出海 气势如虹 手上的激光枪更是快速喷射着一道的激光 精准地扑向敌人 李锐速度没大家快 跟在后面 看了一眼战场 脸色已沉 赶紧吼道 队长 用手雷炸 对 用手雷 刘武反应过来 杀气腾腾地吼道 其他人也纷纷反应过来 将挂在衣服上的手雷取出来 拔掉保险环 奋力地投着过去 拳头大小的激光手雷 顿时带着破空之音呼啸而去 在虚空中 划出一道道黑色的弧线 精准地落入两三百米开外峡谷内的敌群中 哄哄哄 一团的激光凶猛地炸裂开来 冲天而起 将周围的敌人全部吞没 正在猛攻的敌人被当场打蒙了 攻势一致 开始本能地后退去了 峡谷太狭窄 根本展开不了多少兵力 所以被副队长带着四人死死挡住 但副队长等人的激光手雷已经全部用完 只能用枪 枪的杀伤力远没有激光手雷来得快 来得凶悍 一通手雷密集地呼啸而来 打得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大批攻击上来的敌人 就像是被飓风吹到一般 鲜血狂洒 碎尸漫天 在阳光下闪烁着诡异的光芒 浓浓的血腥味弥漫开去 一枚枚激光手雷 却是不要钱似的不断落下 发出震天的咆哮声 腾起了一大团恐怖的激光 转眼间 起码上百人被炸死 敌人的攻势被打退 刘武等人也趁机冲了上去 和副队长人等人会合 副队长等人为了守住峡谷 将敌人的尸体全部收集起来 堆成一条尸体墙厚厚一层 足有一米高 人躲在尸体后面倒也是安全 刘武趴在地上 探头看了眼前方 沉声说 什么情况 队长 你都看到了 三分钟前 敌人玩命警工 你们要是再晚了一步 咱们各几个 就恐怕要交代在这里了 副队长满脸苦涩地解释道 把守类都分给各几个 刘武没有马上接话 而是看向紧随李锐身后跑来的贺本 贺本会议的点头 马上让身边的其他科学家 把携带的守雷 递给副队长等人 刘武看向李锐说 敌人的主力已经返回 毒死了这条通道 咱们恐怕杀不过去 只能想想别的办法了 上千名敌人毒死峡谷 又是有备而来 想要杀出去 谈何如 李锐看看四周 低声说 队长 你有什么办法 走山林吧 刘武恼怒地说 山谷周围都是陡峭的山林 山林上树木茂密 埋设着大量的地雷 根本没有路 只能强行蹚出一条路了 刘武见李锐点头赞投 马上叫来一名兄弟 指指一边山林叮嘱道 你去想办法破坏陷阱 咱们只能走山林了 动作快点 这名兄弟看看山林 脸色一沉 点点头 快速冲了过去 没有丝毫的怨言 刘武看向李锐 见李锐满脸好奇 便解释 他是我们小队最好的宝破手 就没有他破解不了的陷阱 那就好 这些科学家在这里不合适 让他们跟着去吧 也好 刘武答应一声 看向贺本 陈吟片刻 不放心地叮嘱道 你带着人跟上去 进了林子 排成一条线 后面的跟着前面人的脚印 前面的 跟着我那兄弟走过的脚印 明白吗 别想逃走 山里里到处都是陷阱 还有各种恐怖的生物 不是你们能够应付得了的 明白 跟着你们才有活路 我们没那么傻 我保证大家不会乱跑 也不会给你们添麻烦 作为核武专家 贺本的智商可不低 很是精明 哪里看不出眼前的局面和困难 信誓旦旦地答应 见刘武没有什么要交代的 马上和身边的人交流几句 快速追了上去 直奔山里 这些混蛋 不会趁机逃跑吧 李瑞有些不放心的低声说 谁知道呢 跑就跑吧 这会儿咱们也顾不上 别背后打黑枪就不错了 刘武有些无奈地说道 拆出山林陷阱 蹚出一条生路 需要时间 必须死守峡谷口 不能让敌人攻击上来 这个时候 哪里还能腾出人手呢 李瑞会议地点点头 有些不放心地苦笑起来 旋即看向峡谷 远处 敌人正在调兵潜叫 显然想再次发起攻击 忽然 身后传来一道巨大的闷响 就好像是午夜炸雷 整个地面都隐隐地抖动起来 所有人脸色微变 纷纷回头一看 地下基地已经开始整体坍塌 李瑞大喜 兴奋地说 是地下基地弹药库引爆了 基地塌陷 加上排水区被堵 大量的水漫上来 这个地下基地算是彻底毁了 是啊 咱们的任务也算是完成了 刘五也彻底松了口气 军人以完成任务为最高使命 现在任务完成 大家也就彻底放下心了 士气为之大振 刘五看向准备冲锋的敌人 不懈地吼道 兄弟们 敌人进入三百米范围内 就直接用手雷炸 挡住他们 争取十分钟 十分钟 足以在山林里 躺出一条生路来 刘五相信自己的兄弟 其他兄弟也是如此 大家战意昂然 死死地盯着下骨前方 见敌人开始冲锋 马上摸出手雷来 这次从地下基地火药库中 带出来不少 不仅身上挂满了手雷 杯囊里也装满了 关键时刻 没有人会吝啬激光手雷 没多久 敌人进入三百米的范围 这个距离 敌人还没有开火 就算开火 精准度也非常有限 将士们纷纷将手雷奋力地投掷过去 个个都是基因高手 将手雷投掷到三百米开外 简直是易如反掌 一枚枚激光手雷呼呼而去 那破空绳就像是地狱里钻出来的恶魔 在兴奋地咆哮 仿佛看到了鲜美可口的食物 手雷在虚空中划出了一道诡异的黑色泡雾线精准地落入敌群中 轰的一声 炸开 平地开花一般 恐怖的激光将周围的一切吞没 凶悍至极 轰轰轰 一枚枚激光手雷 此起彼伏地在峡谷内的敌群中炸开 腾起一团团巨大的激光火焰 爆炸点周围的敌人瞬间消失 鲜血狂洒 恐怖地令人发寒 呼呼呼 一枚枚手雷就像是九天之外沙奔过来的滚滚天雷 狠狠地撕开虚空 发出恐怖的呼啸声朝敌群落去 落去 落地就炸 那一团团巨大的激光火焰 就像是火山口喷发时那冲天而去的岩浆 带着狂霸的气势 一块块碎尸往天上飞去 一片片鲜血狂洒开去 最后都落在地上 大地仿佛变成了修罗地狱 在阳光的照射下散发着妖野的红色 浓浓的血腥味随风飘荡 久久不散 敌人好不容易组织起来的攻击被手雷炸退 丢下满地的尸体跑了 李锐冷冷地注视着这一幕 暗自松了空气 信心从地下基地出来时携带着大量的手雷 否则仅凭手上的激光枪根本就挡不住不惜代价猛攻的敌人 兄弟们见敌人再次撤退 纷纷停止了攻击 兴奋不已 峡谷内的情况一目了然 两侧是高耸的山林 根本不用担心敌人能从两侧迂回上来 只要死守峡谷口 敌人就打不进来 抱破手就能从容清楚敌人的陷阱 蹚出一条生路 刘武看着前面的峡谷 又看看已经冲进山林的兄弟 暗自祈祷 千万别再出什么意外了 林锐看出刘武的担心 想了想 说道 我在这里的发挥作用也不大 少了一个不少 不如我跟上去看看那些科学家们 也好 小心点 谁要是敢乱来 直接杀了 虽然他们个个都是科学家 对国家的发展肯定有帮助 但前提是 不能以牺牲兄弟们的性命为代价 能带回去是白转 不行也无所谓 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 明白 李锐答应了 急匆匆奔跑上去 没多久 李锐来到树林 顺着脚印往前小跑了一段距离 看到了正在排雷的爆破手兄弟 也看到了贺本正在和其他人说话 科学家们排成一条纵队 或许忌惮周围的雷区 或许知道单凭个人 是跑不出这片恐怖的严实森林 倒也是老实 李锐冲上去一看 一个不少也没人乱来 暗自松了口气 和科学家保持机敏的距离停了下来 警惕地盯着四周 又看看科学家们暗自戒备着 科学家们看到李锐跟上来 哪里看不出是来监视大家的 相互交换了一个眼神 谁也没有点破 贺本低声跟大家说了几句 旋即善意地高喊道 你来了 汗生惊动了前面正在排雷的爆破手 爆破手从一片枯叶的落叶下面 洗出一枚反步冰雷 将触发装置拆掉 放到自己的口袋里 回头看了一眼李锐 玄机对贺本喊道 上来个人 把我拿着这个 李锐愣了一下 猛然反应过来 这名兄弟是想留着反步冰雷备用 大家从这片山岭撤退出去 敌人肯定会继续追击 茫茫的森林不知道有多久才能走出去 这些反步冰雷将来确实用得上 不有效了 精锐就是精锐 根本不用队长交代 自己就懂怎么做 一名科学家上前去 结果反步冰雷后退几步 爆破手看了眼李锐 会议地打了个掩护的手势 专心排雷去了 破解陷阱的速度 一下地提高了许多 之前没有人侧应 爆破手不敢全力以赴地拆陷阱 谁知道这些科学家当中 有没有人起异心 比如杀了爆破手独自逃跑 大家身上都携带了激光手雷 想要偷袭爆破手并不难 有了李锐的到来 爆破手就能专注地拆出陷阱了 不一会儿的功夫 大家就往前推进了两百米左右 李锐看看峡谷方向 诡异的是 那里停止了战斗 难道敌人知道强攻不上去 干脆僵持不动了 还是说 敌人安排了一部分继续堵死峡谷 一部分分兵迂回上来了 一切都是未知数 李锐有些焦急起来 无论哪一种情况都对大家不利 必须尽快打通山岭生路 李锐很想上去帮忙 但又担心这些科学家 有人起胆心 不得不放 李锐拼命将焦虑的情绪压制住 强迫自己耐心等待着 时间在焦虑的等待中 慢慢度过 五分钟后 大家冲到了半山腰 雷区比想象中还要复杂 还要密集 爆破手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精神 额头上后背上都满是冷汗 就连手心也全是冷汗 反倒是跟在后面的科学家们 无所事事 一个个手上拿着被拆除的反步兵雷 当然 引爆装置都被爆破手拆掉 自己带着 没有了引爆装置 反步兵雷就是个铁疙瘩 不可能爆炸 倒也不用担心 李锐看看山岭 再看看下面的峡谷方向 那里静悄悄的 没有枪声 没有爆破声 事情透着诡异 不由拿起对讲机喊闹 队长 是我 请讲 敌人没有进攻 他们敢 刘武自信地说 峡谷太狭小 敌人上来多少都是送死 咱们有足够的激光手雷 敌人或许意识到了这一点 加上地下基地被炸毁 敌人不可能不重新评估战况 调整战术 职员已经失去意义 接下来 敌人要考虑的是怎么干掉我们 所以 他们不可能再蠢地继续派兵送死了 有道理 我们已经快到山顶了 你们什么时候上来 快到山顶了 那就好 正好引敌人追上来继续练杀 兄弟们 咱们撤 进林子 跟着脚步走 小心脚下 大家会议地答应一声 纷纷离开掩体 朝山岭冲去 进树林后 默契地排成纵队 踩着前面的脚印爬山 谁也不敢答应 没多久 大家爬上了半山坡 看到敌人也追到了山脚下 但敌人忌惮 树林里到处都是陷阱 不敢攻击 如果是顺着脚印追击 枪声一响 根本没办法往两侧闪避 谁知道哪个地方埋伏了地雷之类的 一个个上去就成了活靶子 李锐夹起狙击枪严阵以待 见敌人没有上来 有些可惜 见刘武等人快速冲了上来 暗自松口气 太好了 就那么一条生路 敌人不敢追 我们可以从容离开了 刘武欣喜地说 看看前方的爆破手 已经快到山顶了 周围没有敌人 也暗自松了口气 不一定 我怀疑敌人分兵了 就算没有分兵 咱们也得在这里守一阵子 这帮科学家们可走不快啊 第158集 上山的路只有一条 还是爆破手冒着生命危险打通的 这条路就像是一线天 窄得只能跟脚印走 脚印两次的树林里 谁也不知道埋射了多少反步兵雷 这种反步兵雷不同于激光兽雷 爆炸范围半径十米之内 绝对是寸草不生 没人敢大意 反步兵雷是黑暗联盟埋射的 但埋射的时间太长 面积太大 谁也不知道哪里有雷 哪里没雷 敌人想要穿过山林追上来 也只能走爆破手开东的路 这条路只需要有人把守 绝对是千军难过 完全可以堵死敌人 为大家撤离赢得时间 刘武战斗经验和气丰富 一点就透 马上看了眼狙击手 狙击手会议的点点头 找个地方埋伏去了 由狙击手驻手 胜过千军万马 刘武旋即看向大家 陈生说道 兄弟们 抓紧时间撤离 我点后 往南 明白 所有人陈生应导 侦察手在前面探路 摆出三角形的攻击队形前进 科学家则在三角阵形中间 有人看护 紧紧地跟着大家往前去了 科学家不同于战士们 丛林行走的速度很慢 需要有人在前面开路 劈砍挡在前面的荆棘 藤蔓 灌 这么一来 就算是留下了经过的痕迹 敌人会根据痕迹追上来 但是 这也是没办法的 李锐掉在队伍后面陪着刘武 见刘武偶尔在经过的紧要位置 用小树枝摆下一个三角形 不由好奇地玩 队长 你这是 看到这个直角三角形没 最小锐脚指的方向 就是我们去的方向 直角和另一个锐脚都不识 这是我们小队特定的标记 后面的狙击手 就可以跟着技巧追上来 刘武指着周围的树林陈生说 别看我们经过的时候 到处都是痕迹 但这片林子很多人经过 到处都是脚印和痕迹 没有记号 违避追得上 李锐看看四周的树林 黑暗联盟的巡逻队 经常在这片林子巡逻 到处都有他们留下的脚印和痕迹 迷惑性很大 敌人想要追上来的确不容易 有了这个记号 后面的狙击手 就能够准确地找到大家了 至于刘武留下的记号 不知道具体所指 就算看到了记号 也搞不清楚哪个方向才是正确的 三角形可是有三个脚 任何一个脚都可能是正确的方向 李锐笑了 点点头说道 咱们得快点 否则还是会被追上 跌入狼狗 是啊 这个看运气了 咱们走 两人快步追了上去 没多久 刘武忽然神经一动 一个闪身 躲在旁边的一棵大树背后 李锐惊讶地 也赶紧藏了起来 看看刘武 只见刘武眉头微醋 如林大敌一般 不由大吃力一惊 也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很快 后面的树林里 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像是有人在快速地奔跑上来 两人大意 交换了个眼神 点点头 神经凝重地 将手上的枪瞄准了过去 很快就看到一道人影 快速奔跑上来 正是狙击手 两人大惊 狙击手不是应该 驻守山林挡住敌人吗 怎么这么快就跑回来了 这才多久啊 刘武闪身出去 看到狙击手惊疑地问 出什么事了 敌人尝试冲上山林 被我打回了 意识到山林的那条路不通 或许是急于追到我们 就全部撤回去了 从峡谷走了 我下到山谷追查过 确认无误 所以赶紧撤回来通报你们 狙击手赶紧解释道 一边大口喘着粗气 为了尽快通报这个消息 狙击手拼尽了全力奔跑 这个消息 让刘武和李锐都大吃一惊 如果敌人从峡谷绕行 意味着多走很远的路 茫茫的森林一旦绕行 那么跟丢的可能性很大 难道敌人放弃了 变形势雷达 李锐忽然惊讶地说 目光闪烁有些明雾 刘武也反应过来 恼怒地骂道 该死的 那帮混蛋有便携势雷达 或者多次给他们提供的 卫星支援 无论哪种 都不用担心跟丢 难怪他们饶行下苦 这么一来 咱们始终无法摆脱 敌人的追击了 李锐恼怒地提醒他 科学家的速度太慢了 而黑暗联盟熟悉这片林子 在林子里奔跑的速度很快 追上大家 实在是太容易了 除非抛弃这些科学家 抛弃科学家很容易 但这些科学家都是宝贝 带回国内有大用 都已经带出来了 不到最后一刻 谁也不想放弃 三人快速地往前赶路 很快就追上大部队 催促科学家加快速度 科学家们得知 敌人绕行上来 都不敢大意 加快了些速度 只是科学家的速度 实在是差强人意 大家无可奈何 新军中 李锐不断思索对策来 如果干掉后面的追兵 用不了多久 就会被敌人追上 更重要的是 大家带着这么多的 核武科学家走 一旦消息泄露 说不定很多国家和组织 都会派人来抢夺 想到这儿 李锐不由打了个机灵 脸色变得凝重起来 怎么了 刘武见李锐脸色不对 好奇地追问道 李锐将心中的担忧 说了一遍 刘武听了后 脸色也是大变 沉吟了片刻 看看前面 急匆匆赶路的科学家和战友 示意李锐停下 等大家走远了些 这才压低声音说 这些科学家 无论落到谁手上 都对我们国家不利 如果我们得不到 必要的时候 只能 嗯 说着 做了一个抹脖子的手势 如果是以前 李锐会反对 这样残忍的行为 但和雷啸天 一戏常谈 加上翻阅大量的资料 知道国家面临生死村坊 各个联盟暗中联手 试图瓜分国家 甚至不惜挑唆 各联盟组织和国家作对 比如黑暗联盟 一旦这些核武科学家 落在任何一个联盟 或者组织手上 那对国家的损失 是无可估量的 想到这儿 李锐忽然打了个机灵 面色大变 来不及多解释 急匆匆地朝前跑去 一边喊道 站住 停一下 都停一下 怎么了 刘武轻衣地喊道 也追了上来 狙击手也惊讶地 看着忽然冲上前的李锐 意识到有事发生 想了想 自己殿后防御起来 以免有敌人偷袭上来 得不偿失 等一下 各位大哥等一下 我有话要问他们 李锐着急地喊道 一边大步追上去 神经凝重 仿佛看到了 什么可怕的事情 李锐的表情和行为 让兄弟们一惊 纷纷停止前进 散开了情境 那些科学家们也停了下来 好奇地看着跑上来的李锐 赫本更是赢了啥 这时 刘武的速度毕竟快 冲到李锐前面 警惕地盯着科学家们 还以为科学家当中有古怪 一边好奇地追问 老爹 发生什么事了 我有几个问题要问他们 李锐赶紧解释道 问吧 还有你们 最好老实点配合 刘武说着 威胁了赫本一句 赫本是个实时务的人 知道形势紧张 赶紧点头答应 李锐也顾不上客套 直接问道 我记得你们曾经运送了一些核材料 是不是已经研制出核武了 啊 两天前的事了 确实做了一枚小当量核击弹头 赫本赶紧回答道 爆炸威力有多少 李锐见果然如此 着急地追问道 这种核击弹头 不同于以往的纯核弹头 增加了大量的激光傻伤 那枚小当量核击弹头的爆炸范围 应该在十平方公里左右 运到哪里去了 李锐大惊追问道 不知道呢 赫本紧张起来 赶紧回答 你怎么能不知道 刘武大弩 一把抓住对方的衣领 直接将对方举起来 杀气腾腾的赫本道 该死的 你为什么不早说 你们也没问啊 赫本满脸委屈地辩解道 没问你就不能提醒一声 老子崩了你 刘武大弩 闪电般地拔出激光手枪 枪口直接顶上了 赫本的眉心位置 一股庞大的杀气爆发出来 周围的空气都仿佛凝固了 这一刻的刘武就像是死神附体 带着无尽的阴冷杀气 赫本 再问一遍 核击弹头运到哪里去了 真的不知道啊 赫本脸色大扁 慌乱地赶紧回答道 李瑞见对方确实像不知道 但一想到 核和激光融合而成的战略性大杀气 随时可能丢到自己国家 那可是十平方公里的爆炸范围啊 换言之 长宽十公里的城市 会在一瞬间全部消失 现在的城市都是人口高密度聚集 十平方公里得多少人牺牲 李瑞不敢相信 脸色变得铁青 滔天的怒意在心中翻涌 端着枪瞄准了科学家们 杀气腾腾地威胁道 谁知道 如果都不知道 你们就去死吧 赫本间刘武和李瑞动了杀机 毫不怀疑 两人会在愤怒之下下死手 好不容易跑到这里 赫本可不想死 赶紧用星球语问其他人 很快 有人用星球语不确定地说 我好像 听他们高层闲聊的时候 说到一个地方 凤凰山 不知道是不是那里 这种机密 我们哪里接触得到啊 凤凰山 刘武听得懂星球语 感觉这个名字 和国内确实有些关系 其他联邦 一般都不会起这种 带有东方文化色彩的名字 但这个名字太大众了 国内很多地方 都叫这个名字 恼怒的贺文 说清楚点 哪里的凤凰山 想蒙我 这些科学家们 哪里知道凤凰山在哪里 刘武恼怒的就要下狠手 李锐却冷静下来 拉住刘武用国语说道 我知道这个地方 刚才那个人 应该没有说谎 刘武惊讶地看着李锐 回头跟你详细说 李锐轻声说 等刘武会议的点头后 看向赫本 虎目一领 毫不客气地追问 我还有几个问题 希望你们想好了 如实回答 自己不知道的话 就问身边的人 我没时间跟你们磨测 所有的问题 我都只问一遍 懂了吗 明白 赫本感受到了 李锐身上的杀气和怒意 赶紧回答道 很好 听仔细了 李锐忍着心中的交集 和愤怒贺文 第一个问题 押送核弹头的是谁 有多少人 往哪个方向走了 赫本的脸色变得为难起来 看看身后的同伴 大家用心求 与小心地交流一番 最后由赫本汇总后 赶紧回答道 大家的情报综合理想 应该是由基里的负责人 亲自押送 虽心多少人 就不知道了 另外还有佣兵 具体人数也不清楚 我们接触不到这些 应该是往南走了 李锐示意流雾 走到一边没人的地方 低声说 还记得悬崖洞穴时 咱们的暗哨 发现了大量的雇佣兵吗 当时下着细雨 他们三十来人往北去了 先前的身边 不是有两个身份可疑的高手吗 前段时间水潭边大战 先前出现过 但那两名高手没有再出现 我怀疑 那两个人 押送了核弹头走了 石油八九 该死的 果然研制出了核弹弹头 刘武恼怒地说道 已经是两天前的事了 这会儿恐怕已经走远 咱们也追不上了 必须尽快通报国内 没错 马上汇报 凤凰山和独卿佣兵团 有密切的关系 现在这里的独卿佣兵团 居然押送核弹头 去了凤凰山 这背后 肯定有古怪 凤凰山是什么地方 我在海国执行任务的时候 在独卿佣兵团的海国据点 发现了凤凰山这条线索 当时谢前也在据点 现在 谢前出现在这里 两名高手 却押送核弹头 去了凤凰山 你说这背后 能没有关系吗 凤凰山在边境 被毒贩组织长期盘踞 根据分析 这支毒贩组织 应该是独卿佣兵团的 外围力量 主要负责赚钱 原来是这样 刘武恍然 脸色凝重地沉思起来 李锐看了刘武一眼 快步来到贺本身边 沉声问道 敌人基地的战术导弹呢 遇到哪里去了 这时 刘武正好走了过来 听到这番话 脸色大变 猛然想到队长 二郎申惨死的事情 正是被战术导弹 攻击致死的 大家攻击敌人基地 的确没有看到 战术导弹发射架 也没有看到导弹 恼怒不已 死死地盯着 贺本贺本道 快说 第159集 攻击黑暗联盟 地下基地的时候 大家一门心思地进攻 拿下基地后 快速撤离 险象还生 凶险无比 哪里顾得上 思考很多问题 现在 大家暂时安全下来 李锐问了几个问题 对上所有人 意识到了忽略了很多 纷纷盯着科学家不语 一股无形的杀气 在将士们身边弥漫开来 随时都有可能爆发 战术导弹 是杀死队长 二郎神的兄弟 必须找到病破坏 这是情节问题 刘五等人 思思盯着贺本 脑海中满是 惨死的队长 二郎神的模样 恨得刚哑紧咬 李锐担心 大家情绪失控杀人 马上提醒 贺本 赶紧说 否则谁也救不了你们 贺本看得出来 刘五等人是动了杀机 赶紧和身边的人商量 大家拟一言我一语 最后汇总了 各自掌握的情报 贺本赶紧 语无伦次的解释 应该是他们带走了 为了确保 核击弹头的安全 基地领导 亲自带领精锐部队压送 雷达可以提前发现目标 然后用战术导弹攻击 我想 他们应该是这样考虑的 这番话 到时候有几分道理 核击弹头是战略武器 为了确保压送安全 基地首领 亲自带领精锐部队压送 也在清理当中 用雷达侦察情况 有导弹威慑 没人敢拦截 一般人也不敢上来抢夺 规模大一点的 也未必是黑暗联盟精锐部队的对手 至于高手 有雇佣兵在 也问题不大 实在不行 就用战术导弹轰 李锐和刘武交换了一个眼神 两人默契地点头 内心却是一片苦涩 有了这么庞大的阵容压送 除非是各个联邦派部队出面 否则一般的武装势力不敢抢 沿路会很安全 而联邦得知这枚合计弹头 是用来对付龙国 也未必会动手 以多斯家族的能量 完全可以走上层路线运作好 混蛋 李锐想明白这一切后 恼怒地骂道 我去联络上级 你们在这里稍等 刘武也恼怒地低声说道 招了招手 那名负责背着单兵信息机的战士 马上过来 两人寻了个高大的山峰冲过去 周围的磁场混乱 想要和外界联络 就必须用大功率单兵信息机 而且还得在高处 李锐知道这一来一去 需要点时间 看看周围高大树木密布的山林 脸色凝重地沉思起来 这时 副队长上前来低声说 老弟 看得出来 队长很重视你的意见 你小子也没有让兄弟们失望 接下来怎么办 咱们在这里干挡 队长没有半个小时 恐怕回不来 咱们只能在这里干等了 也是 敌人从峡谷召醒上来 就算我们在这里不动 敌人没有打半天 也追不到这里 暂时还算安全 不过 今晚恐怕就麻烦了 咱们在林子里的生存能力高 但这些科学家则不同 必须想个办法才行 是啊 确实需要想个两全其媚的办法 李锐随口引导 快速思考起来 还有 多斯家族为了确保 合计弹头运出去 肯定会将一切存在的暴露风险抹杀 而我们就是风险 只要干掉我们 合计弹头的事 就没人知道 所以 他们肯定会动用微信监控我们 并催促追兵尽快过来 李锐忽然想到了什么 灵机一动 陈生说 只要有微信在 我们的行踪肯定无法藏匿 躲是躲不掉了 我知道一片死地绝地 咱们到那里去过夜 起码不用担心敌人偷袭 不过 那个地方太危险 你是说那片巨大的峡谷 不是 虽然那片峡谷有狼群 也非常危险 但还不是最危险的 我刚来的时候 被敌人追杀 就钻进一片山谷 那里到处都是五彩斑斓的毒蛇 地下空险 上面有浮土 枯枝 表面上看不出来 一旦踩空 就爬不上来了 还有什么危险不得而知 我也只是再外围一点 没敢深入 你居然碰到这种地方 副队长说着 看向李锐的刀 李锐会议地解释道 嗯 两把刀都涂抹了蛇毒 一条手臂促的毒蛇 外表五彩斑斓 非常漂亮 这种蛇会主动攻击人类 要不是运气好 你们恐怕就看不到我了 这种蛇毒的服侍性非常强 至于还有什么毒性 我就不清楚了 反正抹上蛇毒后杀人 只要被砍伤 哪怕撕破点皮 对方都必死无疑 难怪了 副队长恍然大悟 明白了李锐的刀 为什么那么古怪 周围其他兄弟 也听到两人的谈话 纷纷露出会议的神色 举击手上来 接过李锐的开山刀 好奇地打量起来 不过 外表看不出什么神前 所以他将刀还了回去 等队长回来再决定吧 我倒是希望去这个地方 那么危险 敌人肯定靠近不了 我们事先准备好 应该没问题 你是对那些蛇毒感兴趣吧 当然 这种毒太霸道了 外面肯定找不到 狙击手毫不掩饰地笑道 也是 有了这种毒 我们的战斗力 起码提高一倍 一倍 利锐大惊 第一小队的战斗力 已经很恐怖了 如果再提升一倍 那得多强悍呀 李锐脑海中 不由浮现出一个画面来 十来名第一小队 将士们冲进敌群 龙牙刃上下左右 不断翻飞 每一次出手 都能够收割敌人的生命 敌人被纷纷砍伤在地 那场面 绝对震撼到无以伦比 狙击手看出了 李锐的心思 哼 你想 以前我们杀敌 专挑敌人的 要害位置下手 敌人也不杀 对要害位置 防御的也很紧 难免就多费点心思 有了蛇毒则不同 可以随便砍杀敌人 任何部位 而不用担心敌人不死了 那对我们来说 就太简单了 没错 我们杀敌的速度 可以提高一倍 副队长也一脸向往地说 浑然没有将蛇毒的危险 放在心上 李锐 大家如此豪迈 不由热血翻涌上来 热气地说 有道理 等队长回来 咱们合计合计 这里过去倒是不远 三个小时左右 应该就能到 正好赶敌人追上来之前 进入山谷 不过 山谷确实充满了 各种未知的危险 大家必须考虑清楚 做好了相应的准备才行 半个小时过后 刘五和另一名战士 急匆匆返回 大家围拢上去 刘五看了大家一眼 目光略过科学家们聚集区域 脸色一沉 微微醋眉低声说 兄弟们 合计弹头的事 上面说 会另外安排人接受 我们的最新任务 是护送他们秘密回国 大家有什么问题和想法没 都可以说出来听听 怎么回去 一名战士低声说 满脸忧色 从大家所处的位置 回国十万八千里 中间隔着一个自由联邦 还有不少小国家 小国家中立 倒是好处理 但自由联邦 有二十几个国家组成 对龙国也没按好心 一旦事情暴露 肯定会公然拦截 毕竟大家的身份是军人 军人进入任何一个国家 都可以视为入侵 怎么拦截 外交上都不会说什么 而且 中间还有不少恐怖势力 这些势力 都是黑暗联盟的附属 只要黑暗联盟总部发出命令 都会蜂拥而至 根本不用自由联邦出面 就会很麻烦 大家久经战场 自然也都清楚 这里面的厉害关系 就连李锐也都能想到 带着一帮科学家回国 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如果实力相当的人还好说 但这些科学家行走不快 没有战斗力 一旦遇上战事 会非常麻烦 但任务必须完成 大家沉着脸不说话 没有人回答这名战士的问题 过了片刻 刘五看向李锐 见李锐还在沉思不语 想了想 说道 先不管这些了 到时候 剑技行事就是了 趁着天黑 敌人还没有追上来 先撤吧 时间可不等人 后面的路还长着呢 队长 老弟说有个山谷 山谷里面有一种 五彩斑斓的毒蛇 咱们的冷兵器 抹上蛇毒 战斗力 绝对能提升一大截 后面的危险 或许会轻松很多 我提议去山谷那锅夜 一来躲避敌人吹击 二来呢 弄点蛇毒 刘五知道 李锐的冷兵器有点古怪 一直没来得及问 没想到是这样 想了想 看向李锐问道 现在时间还早 这里到山谷需要多长时间 再说 敌人也很擅长丛林作战 一个山谷 怎么能避开敌人的追击呢 山谷处处都是危险 有各种毒虫和毒蚁 还有猛兽 最要命的是 有很多地下空线 没踩石 就会被陷进去 并不利于大步的追击 如果打起来会更加危险 因为不敢随便的乱冲闪避 这些空线 就是天然的陷阱 利用得到 就是一支骑兵 这里过去 预计要三个小时吧 三个小时就是下午 还有小半天的时间 浪费吗 当然不是 穿过山谷也能往南走 并不影响新军 另外 如果能够在山谷内 找到安全的地方 我们就可以和敌人周旋一番 一个下午的时间 说不定能再次重创敌人 没有了追兵 后面的路才好走 只要那支追兵掉在后面 我们的危险就会加倍 这倒是 追兵必须清楚 不则我们会非常被动 刘五答应着说道 见其他人没有意见 便继续说道 既然那个地方如此危险 我们进去也同样危险 别忘了张气的事 更何况我们还带着科学家 必须有个万全之策才行 敌人追向我们需要大半天的时间 这个时间足以让我们进入山谷 如果我们不走这片山谷 敌人一样能追上我们 没有地势凭借 我们将会更麻烦 如果能够凭借山谷的危险 反击敌人倒是不错 山谷确实危险 具体危险到什么程度 我也不知道 但危险不仅仅是针对我们 对敌人也是 有道理 如果我们都活下来 敌人追进去也同样活不了 你这是置之死地而后生 嗯 那就拼了吧 刘五言是果断的人 很清楚危险的山谷 如果利用得当 就能给大家带来莫大的好处 至于危险 哪里都有危险 走其他地方被敌人追上 会更危险 无险可守 而走山谷则不同 里面的危险 起码还能凭借一份 事情就这么定下来 部队再次开吧 李锐知道山谷的大概位置 在前面带路 因为有科学家在 大家走得比较慢 两个小时后来到一片山坡上 顺着山坡走了一段距离 李锐看到不远处的树林 那里就是自己跳伞的地方 很快 李锐想到了那群恐怖的新军营 不由打了个冷战 赶紧催促大家加快速度 大家一听附近有恐怖的新军营 谁也不敢怠慢 加快了速度 就连科学家们也都咬牙坚持 一个小时后 部队来到了山谷附近的斜坡上 队伍停了下来 李锐是以刘武上前一线 指着前面的山坡说 下去就是山坡 山坡过去就是山坡 一旦入了山坡 就没有回头路了 队长 你看 不用看了 走吧 山坡是死地 决地 但也是活地 就看怎么利用了 这片该死的森林 到处都是未知的危险 哪里都不安全 刘武满脸正死地说道 下定决心的事 从不更改 率先朝前走去 大家紧跟上去 没多久 就下倒了山坡 顺着山坡往前穿了 一百米左右的树林 前面就是山谷了 上次一战 被打倒的树木还在 地上露出了一些坑洞 满目狼藉 偶尔还能看到 一条五彩斑斓的蛇 探头探脑 但很快消失不见 阴冷的树林里 溪水潺潺 空气中散发着 一股森寒的气息 仿佛前面 是黄泉地狱恶魔的 栖息地 大家仔细打量着前方 谁也不敢乱动 先不说那像 通往地狱入口的坑洞 阴冷潮湿的空气中 散发的腐烂气味 也同样存在危险 谁知道这些气味 有没有病毒细菌之类的 就更不要说 那些神猪鬼梦的 五彩斑斓毒蛇 和谁也不知道的空险 大家丛林生存经验 非常丰富 自然看得出来 这个山谷就是一片死地 充满了无尽的危险 进去是九死一生 都意识到了 自己可能低估了这片山谷的危险 纷纷看向刘武 刘武则仔细打量四周的山林 陈云天阁后 低声说道 敌人从后面追来 如果我们能够顺利穿过这片山谷 而敌人绕行追击 就得夺走三天以上的路程 兄弟们 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题 闯吧 明白 大家见刘武做了决定 都不再废话 目光变得坚定起来 第160集 顺利穿过山谷 就意味着争取到三天的时间 足够大家走很远了 这个风险值得吗 大家意高胆大 无所畏惧 一旦刘武做了决定 谁也不再多言 而李锐的眉头 却是紧促起来 敌人不可能看不出 要多走三天 这意味着有可能跟丢 别说黑暗联盟 就算是多斯家族 也不会答应这样的结果 一场大战在所难免 不过 山谷内危险重重 谁也不敢答应 答起来 颇受山谷危险牵制 放不开 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 想到这 李锐豪气涌了上来 指着地上的大树说 从倒下的树上走 不要踩地面 小心脚下危险 军动根好点的藤 大家都抓着藤走 就算掉进了空险的地下 也来得及救 另外 每个人身上绑上一根藤 另一头和大家一起 抓住的藤绑在一起 刘武沉生说 不愧是老兵 经验丰富 李锐眼前一亮 笑了 大家马上行动起来 先是砍了一个满口粗细的藤 这根藤韧性十足 非常结实 不用担心断领 然后砍了一些拇指粗的小藤 一头缠在自己腰上 绑紧 另一头做了个活口 绑在顽口粗细的藤上 做好这一切后 刘武安排了一下行军序列 前面三个兄弟负责开路 后面三个兄弟则负责电后 其他三人和科学家混编在一起 负责保护大家的安全 之后 大家排成一队 一手拿着碗口粗的藤 一手拿着冷兵器 踩着倒在地上大树 朝前小心地走去 走得很慢 大树下面 藏着一些五彩斑斓的毒蛇蝎蚁 树木被踩得晃动 刚走了几步 这些毒蝎蛇蚁都钻了出来 到处乱窜 有的更是窜到了树上 吓了大家一跳 赶紧将这些东西踢飞或者踩死 队伍停止前进 一个个如临大敌 警惕地盯着四周 李锐监视过这片山谷的危险 将注意力放在了空中 并不知道队伍为什么停止 惊讶地看过去 正好看到几条毒蛇快速钻进枯叶中 马上反应过来 队长 是不是安排个人在前面探路 先把这些毒虫蝎以惊泡 有道理 刘吾答应道 自己解开了绑在腰上的戏腾 一边说道 大家先别动 我来探路 都小心点 这鬼地方不简单 一边兄弟用枪紧接 另一边用刀补杀 看好科学家 他们是我们的任务了 死在这里就可惜了 明白 大家沉声应道 枪法好点地马上收了刀 再一次断起枪 都是知根知底的生死兄弟 谁擅长什么一清二楚 根本不用刘吾去指派 周围地面到处都是被打倒的树 刘吾解开了细腾后 跳到旁边的树干上 绕行到前面 砍了根手臂粗的树干 当棍子 用力地敲打起地上的树干来 声音咚咚作响 吓得周围树下面隐蔽的毒蝎蛇椅 都慌乱地钻出来 到处乱窜 动物毕竟是动物 虽然有着趋极避惑的本能 但并不能分辨集惑的真假 都被忽然想起的动静 吓得纷纷逃离 队伍继续往前 小心地走了一段距离 前面出现了一条 身体有鹅蛋粗细的毒蛇来 五彩斑斓的身体 慢慢划过地上的大树 昂着头 吐着星空的杏子 那冰冷的双眸 就像是死神的獠牙 散发着寒光 该死的 这么漂亮的毒蛇 刘吾骂猎倒 虎目中跳动着战役 死死地盯着这条毒蛇 那五彩斑斓的身体 就像一朵朵 颤开的鲜花 令人炫目 刘吾恼怒地冲上去 就要动手 毒蛇却闪电般 窜出去五六米远 停下来 死死地盯着刘吾 脑怒地高昂着头 嘴里还发出嘶嘶声 哼 还成精了 刘吾骂猎倒 干掉它 嗡的一声 一道激光闪过 直接打爆了毒蛇的七寸位置 毒蛇被分成两截 在地上不断地滚动起来 尾巴更是狠狠地抽在地面 地面尘土枯叶飞扬 抽打在树上 树皮翻飞 就像是一条有力的鞭子 看得大家目瞪口袋 果然有古怪 好强大的生命力 刘吾惊讶地看着这一幕 旋即抬头看向前方 目光凝重起来 等了一会儿 毒蛇停止了搬滚 有战士提议上去取毒蛇的毒囊 大家来到这里还有一个目的 就是取毒囊改善武器的战斗力 李日马上喊道 变红 这种太小了 毒性未必够近 等等再说 有道理 你的刀用的是多大的毒蛇毒呢 手臂粗吧 李锐说道 脑海中浮现出那条被大树压住身体的大蛇 先有余悸地继续说 大家小心点 大一点的毒蛇会主动攻击人 有道理 咱们小心点走 大家往里面走了二十几米 前方开路的刘武忽然停了下来 蹲在树干上 目光凝重地死死地盯着前方 一边举起右手 做了一个停止前进的手势 旋即又做了一个危险的手势 大家会议地蹲下来 脸色已沉 警惕地盯着周围 谁也不说话 一股无形的杀气弥漫开去 很快 大家感觉到一股阴寒的气息扑面而来 带着浓浓的腥臭味 伴随着沙沙声响 就好像有无数的东西走过了一样 所有人脸色大变 一名战士着急地提醒 队长 要不要散开 这鬼地方不会有新军医吧 如果有就麻烦了 不可能 声音不对 新军医补猎的声音不是这样的 我听过 而且 如果这边山谷真的有那种变异的行军医 就不可能有这么多毒蛇存在 早被吃完了 周围没有看到任何骨骸 应该还有其他东西 忽然 前面传来树木倒塌上 好像被什么东西压垮了一半 大家脸色大变 连树木都被压垮 来得恐怕不简单 刘武沉声喝等 解开腾 准备激光手雷 用枪 都稳住点 别乱跑 小心地下 是 所有人沉声喝等 解开腾是为了行动方便 无论来的是什么东西 先用激光手雷炸了再说 不行就用枪 如果还不行 那就只有边打边撤了 大家没想到 刚进到这片林子 就遇到了恐怖的危险 更要命的是 还不知道来的是什么呢 人类对于未知的危险 有着本能的恐惧 哪怕对方是九级基因高手 这是人类的本性 利瑞握紧枪紧紧地盯着前方 手心满是冷汗 来的东西声势越来越大 带着一股心疯 那哗啦啦倒下的树木 更是令人胆寒 该死的 来吧 利瑞暗暗告诫自己冷静 看到刘武举起了枪 一动不动地 站在树干上瞄准前方 就像是一杆镖枪 带着无所畏惧的气势 身上更是爆发出一股 狂热的战役 令人侧目 利瑞担忧的心 没来由地安定下来 忽然 前方阴冷的树林中 窜出一条巨大的蛇 蛇头都有脸盆大 蛇身比头略大一些 更诡异的是 这条蛇并不是从地上爬行 而是缠绕着大树往前窜来 速度很快 掀起了一阵阵阴风 看得大家脸色大变 震撼不已 毒蛇大家见过不少 但这么大一条的 还是第一次 利瑞死死地盯着这条毒蛇 心脏砰砰加速 上次那条 差点要了自己命的 手臂般粗细毒蛇 和眼前这条比起来 简直是小无间大物 这间毒蛇身体一窜 就是五六米远 头缠住一棵大树 身体跟着快速滑行上来 而被蛇身缠住的 顽口粗的大树 被往前冲的缠力脚段 哗啦倒下 所有人定定的 看着这条忽然出现的大蛇 倒吸了一口冷气 太大了 这条大蛇转眼间 就到了距离大家 不过十几米远的地方 停了下来 身体缠住一棵大树 尾巴缠住另一棵大树 高昂着头 不断吞吐着性子 鸡蛋大的眼珠 锁定着前方的众人 散发着幽冷的寒光 他的头微微歪了一下 就好像在不懈地嘲讽 阳光透过树叶的间隙 洒落下来 落在这条蛇的身上 蓝色的身体上 那一条条红白相间的条纹 倒映着阳光 却给人窒息的感觉 就好像一鸣鸣恶魔 在排着队等待进食 腹部却呈现白色 白的刺眼 就像是白骨 在月光照射下 倒映着幽冷的光泽 好漂亮的蛇 刘五忽然冷冷地说道 不过 去死吧 炸 呼呼呼 将士们听到刘五的命令 一个个本能地将手雷丢了过去 直奔举射到来 这条蛇实在是太大了 大的足以令人心寒 饶使大家一高人胆大 也被震住 不得不抢先下手 毒蛇冷冷地看着 丢过来的激光手雷 脸盆大的头 灵活地左右晃动 将一枚枚激光手雷避开 手雷于是尾消 飞远出去 在树林的虚空纷纷炸开 腾起了一团团巨大的激光 而大蛇却高高竖起了头 一副做事攻击的架势 蛇在攻击的时候 都会高高扬起头 这么做 能够将速度发挥到最大 第一小队各个战斗经验丰富 虽然头一次面对这种大毒蛇 但以往和毒蛇的战斗经验不少 马上就看出了不对劲 一旦大蛇发起了攻击 速度快如闪电 谁也阻挡不了 这时 李锐以往打猎的丰富经验也爆发出来 意识到不对劲 快 都蹲下 不要乱跑 大家赶紧趴下 李锐却没有趴下 而是直挺挺地站着 拿起了一枚手雷 迅速拉开保险环 另一手拔出开山刀 闪电般地割断绑在身上的藤蔓 跳在一边的大树上怒吼道 来啊 这儿 准备发起攻击的大蛇看到李锐 幽冷的眼珠居然转动了一下 或许意识到了自己的权威被挑衅 怒了 张开血盆大口 闪电般地朝着李锐撕咬过来 空气都爆发出了嘶嘶的音爆声 如春雷滚滚凶悍之急 李锐看着大蛇拿血盆大口 只感觉一股恶臭扑面而来 周围第一小队的将士们看到这一幕大惊 哪里还不知道 李锐这是冒着生命危险来救大家 牺牲自己 为大家开火创造机会 只要毒蛇攻击后咬住李锐 速度就会停止一秒左右 然后快速缩回去 或者逃窜 或者继续攻击 这一秒弥足珍贵 大家怒了 赤红着眼睛 纷纷跪自瞄准 已经发起攻击的大蛇开火 但大蛇速度太快了 想要瞄准非常不易 眼看着大蛇的血盆大口 就要一口将李锐吞下 李锐猛然触手 将打开的激光手雷 奋力投掷过去 大蛇张开大嘴扑面而来 一副要吞没李锐的架势 哪里避得开 李锐冒着生命危险 奋力投掷过来的手雷 激光手雷瞬间进入大蛇嘴里 李锐一个闪身扑倒在地 就感觉地上一空 身体下坠起来 大喊 左腿奋力一勾 紧紧地勾住倒在地上的树干上 身体却伴随着大量泥土 枯叶空陷下去 哗啦啦作响 几乎同时 大蛇感觉什么东西进入自己的嘴里 毫不迟疑地吞下去 大嘴继续往前撕咬过来 却咬了个空 差点撞到横在地上的树干 老弟 周围所有人看到这一幕大海 悲愤不已 怒吼道 杀 一道道激光手雷呼叫而去 精准地打在大蛇的身体上 洞穿了一道道血窟窿 大蛇之洞 闪电般地收缩回去 不等完全缩回去 轰的一声 大蛇的身体内爆发出一大团激光来 就好像一轮小太阳喷波而出 格外刺眼 大蛇的身体爆炸的位置 被激光直接消融成虚无 头颅和躯干一分为二 小半个脑袋往下掉去 身体却死死缠住大树的树干 奋力以抽一脚 一人合爆的大树被绞断 发出哗啦啦的声响 大蛇依然疯狂地扭动 翻滚起来 蛇尾疯狂抽打 一些碗口粗的树干 被直接抽飞 飞了出去 场面一片狼藉 蛇身落地后继续翻滚着 抽打着 大树咚咚作响 不断摇晃 小树直接被抽飞 撞在周围咚咚作响 整片树林 就像是遭遇了巨大的龙卷风暴一般 几乎同时 刘武顾不上大蛇的疯狂举动 一个箭步冲上去 一把抓住了倒垢树干的腿 手指用力 生怕它掉下去 探头一看 下面居然是一个深十米有余的坑洞 李锐整个人倒挂下去 没事吧 刘武关切地喊道 没事 舍呢 李锐着急地问道 刘武扭头看了一下 正好看到大蛇疯狂扭动身体的景象 长嘘了一口气 兴奋地笑道 你小子够狠 四季金石烈 也敢抢了老子的风头 下次再这样抢着拼命 老子抽死你 上来吧 可别再有下次了 李锐心有余悸地说道 身体用力一番 上半身起来了些 抓住刘武伸过来的手 上了坑洞 这时 其他兄弟们也冲了上来 纷纷关切地看着李锐 目光熠熠 满是心伤 第161集 和大蛇一战 可谓是惊险万分 好在没有人受伤 大家相互关心几句 纷纷来到被炸开了 小半的蛇脑袋旁 蓝色的皮肤 红白相近的竖条纹 新红的蛇杏子 吐在外面 冰寒的眼珠 已经失去了光泽 没有一丝生机 这么大一条毒蛇 毒能的液体肯定不少 先弄个东西来装 免得浪费了 刘武沉生说 一边蹲下来检查蛇头 拔出龙牙刃 小心地捅了几下 蛇头完全没有了反应 一名战士拿来的头盔 这个头盔 大家之前一直用鱼煮东西吃 事迹从全 没有更好的选择 大不了以后缴获就是了 刘武动手踩毒了 蛇嘴紧闭 刘武先用龙牙刃 撕开了毒蛇的嘴唇两侧 然后找来棍子撬开 再用短棍顶开上下隔 不让蛇嘴再次逼合 找到了毒囊位置后 小心地切割起来 生怕溅出了 李锐朝前面走去 见大蛇的身体还在翻轨 扭动 但没有了知情的疯狂和凶悍 又停息的迹象 地上满是被蛇尾抽搭出来的痕迹 一条条痕迹凹陷下去 足有一指身 慢慢走上前 抡起开山道 三两下就砍断了好几处蛇脊椎骨 脊椎骨是蛇的力量源泉 一旦被砍断 力量就发挥不出来了 身体也慢慢平息下来 李锐走到大蛇七寸位置 翻开蛇身 小心地切开腹部 从里面掏出一个大蛇胆来 足有鸭蛋大小 这时狙击手走过来 看到蛇胆羡慕地说 这条毒蛇都要成精了 蛇胆肯定是大不知物 对眼睛非常有利 你也是狙击手 吃了吧 不演 那不行 这是战利品 有队长分配 毒蛇是你炸死的 你当心守攻 吞了吧 没人会有意见的 刘屋走了过来笑道 看了一眼庞大的蛇身 眼前一亮 补充说道 这么大一条 咱们的犯不愁了 哦对了 小半头盔毒液 兄弟们用不完 你的刀 要不要再加点 这么大一条毒蛇 这毒性非同小可 恐怕比你之前那条 还要凶可 哼 把它交给我 我帮你去弄 你吞下蛇胆吗 也好 麻烦你了 李锐剑大家不像是在开玩笑 感激地答应道 将龙鸭刃和开山刀 递给了狙击手 看了一眼压淡淡的蛇胆 这么大的东西吞下去可不容易 但肯定是绝佳的补品 对狙击手有着莫了的好处 哼 快吞下去吧 时间长了就不新鲜了 不好 李锐点点头 也不再矫情 张大了嘴巴 将蛇胆放进嘴里一口吞下 不敢去咬 蛇胆一旦咬破 人就会中毒而死 必须直接吞下去 交给胃 慢慢地消化吸收 胃是很奇怪的器官 能够吸收一些毒素 并转化为对身体有用的固执 蛇胆顺着石道下滑 李锐担心蛇胆太大卡住 掏出水壶猛灌了几口 感觉有东西咕咚一下吞下去 进入胃部 松了口气 朝刘屋感激地笑道 以前打猎的时候 没少吞噬蛇胆 这么大一颗 还是第一次呢 这种东西 对着狙击手有着莫大的好处 咱们的狙击手也吞过一个 有鸡蛋大小 但那条蛇不是毒蛇 你这条可是毒蛇 而且是变异的毒蛇 作用肯定更好 你休息一下 别急 看有没有不适感 李锐点点头 找个地方坐下来休息 渐渐感觉到一股热流 直冲向腹丹田的位置 很快 李锐感觉一股热流传遍手脚 浑身舒坦 就好像所有的细胞都在欢愉地唱歌 忍不住地身影起来 太舒服了 紧接着 李锐感觉到有一股清凉的东西直冲脑底 眼睛有些刺疼感 但这种感觉很快消失 李锐发现自己的视力一下子好了很多 前面的树叶脉络都看得清楚 这是之前没有过的事 很奇妙的感觉 李锐惊讶地朝更远处定近一看 目之所及 树干上的树柄形状都能够分辨出来 以往这么远的距离 只能看到树的轮廓 根本看不到树皮的样子 更奇怪的是 阴暗潮湿的树林好像亮场了些 不由大喜 蹭的一下起身来 死死地盯着前方 哼 感觉怎样 好像视力更远了 哼 这么快就有效果了 无愧是变异的毒蛇蛇蛋 恭喜你 谢谢队长家这么好的东西给我 哼 见外了不是 这可是你的战利品 本就该给你 再说了 这里除了你和狙击手 其他人吞了意义也不大 李锐感激地笑了笑 没有再说什么 这时 狙击手过来 将开山刀和龙牙刃 递给李锐 李锐看得出来 上面的刃口位置 重新涂抹了毒液 他感激地接过武器收好 看脸四周 提议道 队长 这里有这么大一条毒蛇 猛兽都有领土意识 这一片应该没有其他猛兽了 咱们就在这里休息吧 这里距离外面并不远 要是敌人追来怎么办 狙击手抢先提出自己的疑问 一周看看四周平坦的地形 虽然满是数目 但地势都不高 无险可守 打起来会非常麻烦 敌人可是有一千多人 还有雇佣兵 可不好对付 李锐看了看四周 沉饮片告后说道 可以 大家一路赶路也确实累了 休息一下吧 再往前还不知道 会遇到什么危险 恢复体力要紧 这条大蛇正好充当食物 你找颗树爬上去 充当观察哨 明白 狙击手见刘武做了决定 答应一声 迅速找颗树爬了上去 副队长过来 得知要在这里暂时休息后 马上行动起来 指挥几名兄弟 收集干柴烧骨 还有几名兄弟 则将大蛇挂在树叉上钉死 然后剥皮 准备一会儿烧烤吃 科学家们 则被聚集在一片看上去 还算比较坚硬的开阔地带 大家知道 树林里到处 都有空线的坑洞和毒蛇毒蝎的 谁也不敢乱跑 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半个小时左右 蛇肉烧烤好 大家分吃了起来 吃饱喝足 眼看着天色还早 刘武寻思着 是不是再赶几个小时路再说 忽然 旁边大树上的观察哨 丢下了一节树枝 树枝插在开阔处的空地上 这是市井暗号 所有人看到这节树枝脸色微变 意识到追兵到了 迅速拿起武器散开 各自找地方埋伏起来 嗡嗡嗡 一道道恐怖的激光呼啸而来 真的空气都在颤抖 密集的光束 就像是锋利的切割刀 将挡在前面的大树 纷纷砍断 哗啦啦地往地上捣去 压探了更多的树枝 场面火爆至极 一些激光通过树林的空隙飞掠而去 没入森林不知名的深处 山谷外的山坡上 几名手里模样的人 举着望远镜正在观察着什么 有的身穿丛里迷彩作战服 有的身穿黑袍 就连头都被黑色帽子遮挡住 就像不怕火热的太阳烧烤一般 有人更是指指点点 和身边的人小声说着什么 这些人当中 一名阴冷的壮汉 死死地盯着前方不移 一双蓝色的眼睛微凝 里面跳动着忧寒的杀机 就像是黑暗中 准备死人的恶魔眼睛 高耸的阴沟鼻下 嘴唇紧闭如刀锋 透着一股绝情的杀机 身上更是散发着 一股淡淡的气势 就像不可一世的枭雄 在不屑地冷对风云变换 沉稳 多疑而有狠力 正是歇前 这时一名全副武装的雇佣兵 跑了过来 低声说 报告 副团长 臭位已经侄查完毕 山谷阴冷 潮湿 有各种毒蝎虫瘍 都足以致命 空气流动行差 地下到处都是空险 不利于人类生存 那为什么对手 能够进去 歇前冷冷地盯着 对方喝 这 来人有些尴尬地 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滚 再去打探 歇前恼怒地喝他 是 对方顿手 转身急匆匆去了 这时 一名披着黑袍的 中年人走上来 沉声说 歇前先生 对于眼下的局势 你有什么看法 哼 你的人太武了 若大一个基地 居然半个小时 就被拿下了 我能说什么 看在前的份上 我建议你 集中火力 继续猛攻山谷 将挡在前面的树木 全部放倒 不成一条生路 方便杀进去 而不是像现在这般 到处胡乱扫射 浪费能量 别忘了 我们鞋带的能量有限 基地被毁 没地方补充 歇前淡淡地说道 却透着一股寒意 周围的空气 仿佛都被冻结了一般 令人呼吸一致 中年人被歇前 呛得说不出话 听到后面的提醒 心境才好受了些 想到后面 还要仰仗对方 拼命地 将心中怒火压制住 看着前方沉思了片刻 招手叫来一人盯住几句 让对方按照歇前的提议 传令去了 很快 胡乱扫射的部队聚集起来 将火力集中使用 全部攻击宽十米左右的树林 这么一来 攻击效果马上就显现 随着大批树木倒下 一条十米宽的通道被打通 通道内满是倒地的树木 仍可以踩着树木往前走去 十几分钟后 更多的树木被放到 通道往山谷内延伸 通道周围的毒蝎蛇 已被吓跑 躲得远远的 危险的树林被粗暴地打通一条生路来 山坡上 歇前件通道已有三百米深 暗自松了口气 这时 一只沉默不语的中年人忽然说道 歇前先生 拜托你了 副首领 拿钱干活 这是我们的本分 请相信我们拥兵信誉 歇前淡淡地说 却给人拒之千里之外的感受 堂堂九级几英拥兵 歇前自然看不上眼前这个中年人 哪怕对方是基地的副首领 被摧毁了的基地 已经不是基地了 这个副首领不能将功赎罪 抓住前面再逃的对手 回去之后 必死无疑 对于一个即将成为死人的副首领 歇前看在钱的份上 一字几句 就懒得开口 中年人也清楚 歇前看不起自己 但佣人在即 不得不忍着 强笑道 你们读些佣兵团的信誉 国际上有名 这点毋庸置疑 歇前淡淡地看了对方一眼 蓝色的眼睛里 崩裂出一抹寒光 就像是一把刀 扎进中年人的心口 吓得中年人本能地后退一人 或许意识到这样太没面子 中年人恼怒地向前一步 拼命地忍着怒火 客气地说 祝歇前先生顺利 好说 歇前懒得理睬对方 甚至连看对方一眼 都嫌脏了眼睛 大踏步朝前走去 歇前身后一直站着不语的几人紧随而去 很快下坡 穿过山奥 去往山谷的方向 准备带着部队打头阵了 上次水潭边一战 独歇佣兵团损失重大 如果拿不下对手 歇前回去 没办法跟组织交代 这一仗 势在必得 歇前准备亲自带队强攻 只要没有地下空线坑洞的威胁 紧凭对手十来人 十来把枪 歇前 有信心拿下 然而 歇前浑然没有看到 身后山坡上中年人阴毒的眼神 作为基地的副首领 中年人有着自己的骄傲和荣誉 需要守护 面对歇前的傲慢和无礼 中年人早就憋着一肚子火 要不是用人之急 早反击了 一名年轻人走了上来 白白手 是以周围人散开了心 确定没有人能偷听到后 压低声音说 大哥 这个混蛋太狂妄了 接下来 肯定是一番大战 路死谁手还不一定呢 您看 要不要 嗯 说着 做了一个抹脖子的手势 别急 他们为了钱和荣誉 这一战肯定会拼命 战斗顺利还好说 不用我们出手 战果还是我们的 如果不顺 他们的人挡在前面 我们的人在后面 只要他们赶后退 到时候 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副首领压低声音说道 有些浑浊的眼睛里 闪出了一抹骇人的金光 能成为基地的副首领 中年人自然不是一个简单的人 论心机和阴狠程度 绝对超过于眼高于顶的些钱 年轻人会议的点点头 低声说道 有道理 打赢了 他们也会损兵折将 到时候我们从后面突袭 直接将他们灭口 到时候退给敌人就是 打输了 他们肯定也不会退 除非不要所谓的傭兵荣誉了 如果敢退 直接突突聊事 我这就去安排 把警卫牌抽掉出来 你亲自负责这事 注意保密 不能被他们提前看出端倪 这帮混蛋可不简单 先让他们去打头阵 无论输赢 都对咱们有好处 希望能少死一些自己的人 明白 年轻人会议的点点头 转身离去 那阴郁的眼神中满是冷意 毁然没有发现 不远处的灌木丛中 一双眼睛正死死地盯着这边 第162集 山谷外围 歇前正组织部下 做战前动员 作为佣兵 拿钱办事 并且将事情办漂亮 赢得生育 是最大的战斗目标 也是支撑大家战斗下去的动力 为荣誉和金钱而战 死又何妨 接下来是一场硬仗 没人敢退缩 自从加入佣兵那一天开始 大家就预备着死亡 看着眼间 在奥然挺立的九级基因高手歇前 所有人的眼神狂热起来 仿佛找到了支柱和力量 将身体挺得笔直 全身更是散发出一股阴冷的杀意 这时 一名全身披挂吉利服的人匆匆跑来 用绿色烂布条编制的吉利服 有很好的伪装作用 往丛林灌木里一钻 浑然一体 谁也难以识破 就算到了身边也难 除非用热成像和有丛林高手 这名身披吉利服的人 抱着一把狙击枪 几乎小跑到歇前身边 逼声而语的几句 旋即匆匆离开 歇前却脸色变得铁青 所有人惊异起来 看向歇前的狂热眼神多了几分好奇 但谁也没有多问 很快 歇前招手让一名领队出来 示意对方走到不远处没人的地方 压低声音说 孤主恐怕有异心 你带队留守之力 注意副首领的一举一动 别暴露 如果对方来问 你就声称是我安排的预备队 明白 如果那老混蛋有异心 要不要 对方答应到 做了一个抹脖子的手势 目光变得阴冷起来 飘向副首领所在的方向 别看 小心打草惊蛇 总之背后就交给你了 随时联系 等我命令 不到最后一刻不能用枪 用兵对雇主下死手 传出去 对我们生育不好 当然 如果迫不得已 脑子也不介意杀光之力 所有人灭口 歇前不懈地提醒他 明白了 对方赶紧答应到 收回了目光 歇前拍拍对方肩膀 有些无奈地苦笑起来 这一仗打得憋屈 不仅损失了一半人手 还和雇主貌合心理 如果这一次任务失败 组织的声誉将会受到严重损伤 歇前的神情变得苦涨起来 低声叮嘱 这段时间 我们被龙国追杀的体 损失惨重 加上海国据点收窗 国际上声誉大跌 这次如果还不能打赢 排名 恐怕就要跌到十名以后了 希望你明白 是 对方赶紧答应 神情变得凝重起来 排名意味着地位和影响力 更意味着收入 大家出来混的 涂得就是钱财 而排名意味着业务增多 和佣金的提高 一旦跌出十名以外 以后被雇佣的机会将越来越少 要价也要不起来 用不了多久 独卸佣兵团将会沦为 二流佣兵组织 这是谁也不想看到的 也正是因为如此 蝎钱亲自带队来执行任务 蝎钱来到队列前方 没有多解释 大手一挥 带着部队朝山谷方向走去 五支小队排成五列纵队 杀气腾腾地紧随在蝎钱身后 周围正在开火 打通前方树林通道的 黑暗联盟士兵纷纷让开 五支部队杀气腾腾地往前走去 进入山谷密林后 蝎钱举起手臂 部队迅速停止前进 整齐划音 冤庭越智一般 偷知一股雄厚悠长的杀气 蝎钱冷冷地注视着前方铺满激光打倒的树木通道 打开了耳麦 五支小队也纷纷打开耳麦 检查武器 做着战斗前的准备 配合墨西的程度可见一般 很快 蝎钱通过耳麦冷冷地低声说 第一小队前面攻击 脚体掩护推进 第二小队从左边纵队推进 第三小队从右边纵队推进 和第一小队保持十米距离 负责火力掩护第一小队推进 明白 被点到名的三个小队长 马上低声应道 第四小队点后 负责监控周围树林 一方不测 第五小队 原地待命 蝎钱继续命令了 周围的密林里 潜伏着太多的危机危险 不得不防 蝎钱将第四小队 全部用于监控周围 可见对周围树林里 未知危险的重视程度 至于第五小队原地待命 说好听点就是预备队 实则是监视黑暗联盟的人 是 两名队长会议的陈生硬头 为了组织 为了荣誉 行动 蝎钱陈生鹤道 大手往前用力一接 就像是想切断前面 所有威胁一般 第一小队马上就冲上去了 呈倒三角攻击队形前进 第二 第三小队 排成一条纵队 紧跟而上 沿着通道两侧往前推进 第四和第五小队也一令行事 队伍有条不稳地行动起来 蝎钱也端着枪往前走去 脸色阴沉 通道前面的树林里 李锐藏在一棵大树的树冠上 盯着这一幕 见敌人摆出队形往前推进 马上溜下大树来 大树下 刘武正在等着 见李锐下来马上追问道 怎么样 看上去敌人好像开始进攻了 没错 率先发起攻击的是毒蝎佣兵团 一共五支小队 五十来人 前面的小队摆出三角攻击队形 后面十米左右 跟着两支小队 走在通道两侧 纵队推进 后面还跟着一支小队 还有一支小队没有动 倒是古怪 黑暗联盟的人在后面等着 李锐沉声说道 将看到的一切盗鸣 还有一支队伍没动 刘武惊疑地沉吟了片刻 虎目一跳 笑了 虽说通道只有宽十米 兵力斩不开 但五十人还是没问题的 最起码跟在后面 也能提供火力支援 敌人居然留下一支部队 这里面肯定有古怪 先不管这些了 敌人已经发起了攻击 用不了多久就能摸上来 咱们怎么办 副队长赶紧提醒道 满脸战意地看向李锐 其他人也一样 这些天来 李锐的连续出手 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大敌当前 大家不知不觉地 将问题抛给了李锐 李锐想了想 笑了 小问题 你们没觉得 通道也是死道吗 什么意思 刘武惊讶地追问道 其他人也满眼好奇地看着李锐 敌人打倒了树木 形成了一条十米宽的通道 完全可以踩着树木冲上来 火力一开 我们人手不足 很容易被压制住 到时候 恐怕只有撤队的份了 怎么就成了死道了呢 副队长好奇地追问道 树林中 山风袭袭 枝叶翻飞 第一小队的将士们 纷纷好奇地看着李锐 李锐扫了大家一眼 虎目如炬 看向前方 沉声解释道 谢前应该在队伍中间 前面的小队 和后面的小队 相距十米左右 咱们全部上述 先一起用手雷 攻击后面的谢前 就是不能炸死他 也能将通道的树木 全部炸飞 甚至炸他空下的坑洞 让后面的敌人上不来 放前面的小队进来 谢前是小队的核心 也是最强大的敌人 如果能够将对方炸死 这场仗也就没什么悬念了 通道只有十米宽 想要闪避开 大量的手雷攻击可不容易 大家眼前一亮 纷纷笑了 见刘五点头 所有人不等吩咐 就散开了爬树 树木太多 投掷的手雷容易受阻 爬上大树就好很多了 大家像灵猴一般 不一会儿的功夫 就爬上了树关 刘五见敌人还在 小心地往前推进 走得并不快 生怕树林里 忽然冒出致命的攻击一般 但仙头的部队 距离大家不到一百米了 所有人做好了战斗准备 看向刘五 刘五也拿出手雷 看向李锐 李锐点点头 刘五神情一领 喝倒 打 一声令下 手雷从开阔处呼啸而去 直奔前面的墙里 大家体力过人 将手雷投掷三四百米都没问题 何况还不到一百米 每个人就像是迫击炮一般 将手雷精准地投入敌方所在的位置 轰的一声 激光炸来 正在谨慎行军的敌人 纷纷原地蹲下 面对攻击贸然乱跑反而不好 大家或跪姿或趴倒在树上 警惕地查看四周 队伍中间的歇前 却敏日地发现手雷直奔自己而来 大惊 毫不犹豫地往前冲去 眨眼间就在十几米开外了 追上前面的小队 手雷落地就炸 将无数倒在地上的树木炸飞燃烧起来 通道被炸断 不远处的树棺上 大家见歇前没有后退 反而往前冲来 顿时大喜 只要通道为炸 后面的敌人就不容易上来 前面不过一支小队 杀之不难 不等留武命令 纷纷将手雷再次投掷上来 又是一连串手雷 穿过树林 空袭杀奔而来 蝎前已经意识到了危险 大怒 快 冲上去 杀 说着 蝎前朝前狂冲上去 其他人也意识到留下来就是等死 纷纷紧跟上去 激光手雷再次炸空 却将通道上的树木再次炸飞 通道再次被炸毁 足有十几米长的树木被炸飞 露出下面的空线坑洞 用兵团的人或许能够想办法上来 但黑暗联盟的人则难了 两次攻击未过 留武意识到有麻烦了 没想到这帮人不退反击 这不是冲上来和大家拼命吗 大怒 狙击手留下 其他人跟我下去 干掉他们 是 所有人齐声喝道 气势如虎 直接从二三十米高的树冠上跳下去 不愧是八级以上基因实力的高手 各个实力强悍 稳稳地落地后 后脚用力一蹬 拔出龙牙刃就朝前冲上而去 直扑迎面而来的敌人 周围的树木茂密 不利于开枪 加上大家奔跑的速度都很快 肉眼难以瞄准 用刀反而是最合适的 刚才在周围待了一段时间 地形已经熟悉 奔跑中专挑土质坚硬的地方跑 哪怕绕行一些距离 也要避开有可能存在空线的坑洞 李锐潜伏在地上不动 高大的树冠相对视野要开阔一些 待敌人进入五十米范围时 李锐看到了冲杀在前面的蝎前 大喜 滔天的战役瞬间爆发出来 毫不犹豫地迅速开火 一道道激光撕开空气 发出嗡嗡的颤抖声响 朝前掠去 只是 蝎前奔跑的速度太快了 加上周围的树木太多 皮钱粮不好控制 李锐连开三枪 枪枪落空 再看时 蝎前已经和同样凶悍 厮杀上去的刘武对上 两人上来 就用简单粗暴的对轰 拳头对拳头 碰撞时如炸雷一般闻响 两人同时暴退几步 撞在树上 粗大的树木被直接撞断 哈哈 再来 刘武兴奋地喊道 对手难求 更何况是实力和等级相当的对手 想要举声不易 但可以痛快地大战一场 蝎前也被打出了真虎 怒吼一声 扑了上去 就像一头暴怒的恶狼 阴冷 狠辣 果断 杀气凛然 两人刚才简单地一拳 都试探出对方的实力 这次不再是他 默契地选择了快果 一个个出拳如鱼 出脚如风 风雨交加在一起 变成两团虚影 已经看不出谁是谁了 书观上 李锐看到这一幕大惊 这就是九级高手的对决吗 好快的速度 几乎眨眼前就对攻了十几招 那雨点般的拳头 打出来的风声如雷鸣 如闪电般踢出去的腿 如风啸 周围粗大的树木 被直接砸飞 踢断 场面害人 第一小队 其他人仿佛见多不怪 各自找到了自己的对手 上来就拼命 没有丝毫的手软 或者试探 狮子薄兔尤尽全力 更何况是这种生死相伯 邪前带着的人 不是五级就是六级 最多七级 哪里是八级基因实力 战士们的对手 不一会儿的功夫 这些人就渐渐不知 两名五级的雇佣兵 率先被打倒在地 一人被踢爆脑袋 惨叫声都来不及发出 另一人被拗断了胳膊 凄厉的惨叫声 令所有人动容 也让独卸佣兵团的人分心不少 蝎前摆忙之中偷看一眼 脸色大变 眼角的余光 看到一名同伴被打爆了脑袋 是狙击手 马上意识到树林里还藏着人 用不了多久 就会全部交代在这里 他迅速做出决断 爆喝道 退 一声爆喝 蝎前身体爆退几步 避开了流谷的攻击 转身头也不回地狂冲而去 其他佣兵听到喊声也纷纷后撤 但哪里容易呢 三名六级实力的佣兵被打倒在地 两名七级实力的佣兵被拘杀在地 剩下三名佣兵仓晃而去 已经顾不上后背交给对手的危险 这时 丛林里闪出几道激光 两名佣兵被打倒在地 剩下一人独路狂奔 两刀激光射杀过来 这名佣兵赶紧跳跃闪壁 落地时才发现 铺路的树木已经被炸没了 顿时大惊 可是身体还是不受控制地往地面追去 啊 救我 这名佣兵落地后 身体不受控制地下坠 瞬间就消失不见了 第163集 仓皇二头的歇前 不愧是九级基因高手 加上第一个撤离 无形中将自己人丢在了后面当炮灰了 自己趁机撤离 转眼间跑出了十几米开外 来到了爆炸区域 一个纵月高高而起 从爆炸区域上空飞掠而过 落地后踩中一节断木 这节断木树立于坑洞内 这个坑洞几米深 断木一头露出地面 正好成了歇前的落脚点 歇前落地后 脚下用力一蹬 身体再次腾空而起 仿佛燕子超水一般飞掠过去 稳稳地落在了 没有被炸区域的一棵大树上 这时 歇前听到了七里的呼救声 迅速回头望去 正好看到自己人摸过头顶 消失在恐怖的空线坑洞内 阴冷的脸庞上布满了寒霜 就好像是亿万年都化不开的悬兵 双目阴郁的 就像是毒蛇的眼睛 冷漠无情 这时 后面两只顺着通道 负责火力掩护推进的小队 迎了上来 队员们对着前方猛烈开火 但树木太密集 激光被树木遮挡 除了放倒不少树木外 攻击的作用并不大 两名队长迎了上来 在歇前身旁站立 冷冷地盯着前方不语 脸色很难看 整整一支小队 一会儿的功夫就全没了 这样大家难以接受 好一会儿 歇前冷着脸沉声说 是我的指挥有误 回去后 我会想组织说明情况的 现在 我需要你们俩的支持 请副团长下命令吧 两名队长交换了一下眼神 几乎同时说道 敌人实力太强 不能近身战斗 必须发挥火力优势才行 我们的人手已经不足 不能再引拼了 马上撤回去 你们俩给我盯死了基地副首领 但不要做得太明显 懂吗 歇前冷冷地低声说道 明白 两名队长赶紧答应道 咱们火力不够 让兄弟们别浪费能量 走 歇前没有过多解释 大踏步地朝前走去 两名小队长 马上领着队伍迅速跟上 大家很快来到后方 和后面的小队会合 歇前打了个手势 其他三支小队 会议地马上散开 散步到三个不同的方位去了 歇前带着一支小队 则冷着脸来到山坡上 看到了副首领 副首领见歇前上来 脸色很难看 冷冷地质问 歇前先生 请您告诉我 我花出去的每一笔钱值得吗 你什么意思 虽歇前一起来的小队长 当即不答应 恼怒地喝 你们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别忘了你们的身份 我给了你们足够的资金 你们就应该提供足够的雇佣服务 现在 敌人就在前面 而你们又一次战斗失败 这让我不得不怀疑 花出去的钱 是否值得 副首长不屑地冷横道 丝毫不给面子 歇前有些疲惫的白白手 示意小队长不要再说什么 冷着脸 看向副首领继续说道 好了 你的激将法对我没有用 拿钱办事天经地义 我没有完成好任务是不对 但当初可是说好的 你们需要配合 现在 是时候让你们配合了 你想怎样 副首领尖 歇前不上当 有些不满的问道 简单 我需要你们的火力支援 先给我用密集的火力往里面轰 我们进攻时不能乱跑 敌人在里面也一样不能乱跑 没有安全空间就很难避开密集的火力攻击 换言之 只要火力够密集 够猛 没有足够空间的对手必死无疑 歇前沉声说 一双阴冷的眼睛死死锁定着副首领 副首领也想干掉对手 听到这个建议有些心动 寻思着后面说不定还用得上用兵 眼下闹翻了不好 见歇前态度还算不错 起码比以往的傲慢和狂妄好多了 内心一松 点点头道 可以 就让我的人先试试吧 新的作战计划就这么确定下来 副首领一声令驾 一支上百人的小队冲进了通道 很快来到了被炸烂的区域 该区域原本倒在地上的树木都被炸飞了 地上露出了空线的坑洞 长十来米 不容易过去 为首一人 马上让部队对前方开火了 一道道极光呼啸而去 打倒了一些树木 哗啦啦地倒下 树枝相互碰撞 刮落不少之影 树干很快轰然倒地 砸在地上 但树木较长 虽然砸出了坑洞 但不受影响般地横卧在地上 补成了安全通道 树林里面 李锐潜伏在高高的树冠上看到这一幕 马上就猜到敌人的战术意图 但却想不出破解之法 火力太密集了 而且敌人又在原地不动 打巴会暴露位置 引来更多的火力压制 不打也不行 敌人一旦打通通道 会再次杀上来的 兄弟们 准备撤离 李锐快速从树冠上溜下来 敌人不惜火力的猛攻 比其锋芒是最好的选择 大家会合一处 刘五马上安排两名兄弟去前面探路 找到可以落脚的安全点后 插上树枝做标记 后面的人跟着落脚点往前推进 这么做的行军效率有些慢 但是没办法的事情 好在大家距离敌人还有两三百米远 中间有太多的高大树木遮挡火力 敌人是一时半会追不上来的 大家还有点时间 李锐和队伍中的狙击手没有马上撤 而是迎向了敌人 部队撤离需要时间 必须有人迟迟敌敌人的进攻速度 两人各自找了一个地方隐蔽起来 找到机会就下手 不断地开火猎杀目标 忽然冒出的精准狙杀 将敌人吓了一大跳 纷纷后退 或趴下或跪姿 继续开火反击 密林中的狙击手和李锐 加快了射击速度 打得敌人纷纷后退下去 十米宽的通道 根本施展不开兵力优势 部队挤在一起 又没有树木当掩体 周围的树木又被放倒 黑暗凉猛的几人 几乎都成了活靶子 李锐一口气开了好几枪 才更换位置 敌人的枪法相对要差一些 加上周围树木遮挡 不足为虑 没必要打一枪换一个位置 这时 前面埋伏的狙击手 掉头狂冲上来 一边打着危险快跑的手势 李锐大惊 但出于对狙击手的信任 没有多想 毫不犹豫地掉头就跑 脚下箭步如飞 通通通 忽然 一枚枚激光破弹 狂轰过来 落在树林里 轰得一声炸开 大团激光四肩开去 方圆十米内 一切树木的躯干被炸碎 漫天木屑飞舞 弥漫天空 树冠更是被震飞出去好远 砸在其他树上 地上燃起了大火 紧接着 又是一枚枚能量炮轰杀过来 将更多的树木炸飞 一会儿功夫 树林里出现了大片的开口空间 正在奔跑的李锐 吓了一大跳 要不是跑得及时 这会儿恐怕已经被炸成了虚无 这种能量炮实在是太恐怖了 狙击手不放心地 示意李锐继续后撤的十几米远 找个地方藏起来 已经跑远的其他人 也纷纷藏起来 这个时候 绝对不能开枪或者暴露 否则会引来更多的能量炮攻击 谁也不敢大意 李锐藏到了一棵大树背后 小心地探头望去 敌人或许找不到大家的准确位置 炸了一会儿就停止攻击了 毕竟能量炮不多 浪费不起 部队开始继续射击树木 用于铺路 李锐看到不断有大树 轰然倒地 敌人有序地推进 虽然有些慢 但推进得很坚决 完全不惜代价 不由着急起来 必须想办法 引开敌人的火力才行 李锐沉吟片刻 看着地形马上往东边走去 他走得很慢 很小心 生怕踩到空线的坑洞 地面到处都是枯枝败叶 上面还有一层浮土 谁知道哪里会有空线呢 所以不能大意 你干什么 狙击守护人低声问道 我把敌人往东边引 大家藏在南边的树林 就安全一些 李锐低声解释道 好主意 我给你一路 狙击守会议地赞同道 树林非常密集 大家只要藏在原地不动 敌人找不到人 就不会动用能量跑轰杀 大部队就安全 而一旦东边出现人 敌人铺路的方向 就会改变 一旦敌人全部引入东边 南边的部队就彻底安全了 狙击守示意李锐开路 自己垫后 两人绕到东边后 狙击守开火了 几道光束在树林里一闪而眸 正在开枪砍树铺路的敌人 倒下去挤人 敌人很快发现了狙击守的位置 纷纷开火 要不是碍于前面 有可能存在空线坑洞 直接就追上来了 嗡嗡嗡 一道道激光束 在树林里闪烁 密集如意 天空仿佛都被打成了筛子一般 狙击守被恐怖的火力压制得不敢乱动 迅速找个地方藏了起来 好在敌人不能直接往前冲 否则会更麻烦 打了一会儿 敌人停止了攻击 继续用激光砍树铺路去了 而且 让李锐和狙击守恼怒的是 敌人并没有改变进攻方向 李锐不得不返回来 和狙击守会合后 看着前方脸色阴质的低声说道 我的错 露算了敌人有便携式雷达 说这些没有意义 有没有办法破局 狙击守低声问道 李锐抬头看着天空 有些无奈地说 敌人火力太忙 人太多 硬打硬拼 我们会吃亏的 只能等到天黑了 天黑 你什么意思 狙击守惊怡地问道 天黑后 可以偷袭 这片树林里到处都是危险 不说空险的坑洞 那些毒蛇 蝎也能要人命 还不知道有什么 更恐怖的危险呢 你确定晚上能偷袭 当然 我有个想法 回头再说 耽误之急 是怎么拖到晚上 拖到晚上并不难 敌人只能在开出的通道活动 我们俩把兄弟的手雷 全部收集过来 轮番攻击 一次一枚手雷上去 吓得敌人 没办法正常射击 树木铺路 将时间拖下去又是 也有道理 轮番轰炸 敌人也损失不起 两人说干就干 马上追上部队 将情况简单说明 刘武满口答应 但没有让两人去执行这个任务 而是派了两名速度快的兄弟去 这种任务是打完就跑 要的是奔跑速度够快 否则就会被敌人乱枪打死 很快 两名兄弟带着手雷急匆匆去了 李锐留下来和兄弟们一起等他们 没多久 就听到前面一道手雷爆炸声响起 紧接着 一大片火力朝着一个方向猛攻 打了足足一分钟左右才停了下来 过了一会儿 又一枚手雷响起 吸引敌人的火力朝另一片树林疯狂扫射过去 李锐听到枪声和爆炸声笑了 两名战士东一下西一下 将敌人的火力吸引过去 不仅能够阻止扑路的速度 还能极大的浪费敌人的能量 一旦没有了能量 再多的敌人也不足为虑了 有过了一会儿 敌人看出了他们的战术意图 但不得不疲于反击 不反击就意味着同伴被炸死 根本没办法继续开路 情况马上汇报给了副首领 副首领马上示意部队停止攻击 并撤了下来 谢前得知情况后 阴沉着脸过来 不满地问道 打得好好的 为什么停止攻击了 你什么意思 要不你上 副首领不满地质问道 你们是佣兵 拿钱办事 现在可好 要我的人去进攻 你们在后面开热闹 我还想问你 你是什么意思 要不你的人打头阵 我的人在后面提供火力掩护 这么拖下去 对我们不利 谢前恼怒地提醒道 可这么打下去 我们的能量就要耗光了 副首领不满地反问道 没有了能量 我们还怎么在这片森林里生存 不等对手反击 就会被这里到处都是的危险给吞没 你确定要这么做 谢前蝎谦脸色微变 沉默起来 没有了能量 手上的枪就成了摆设 如果基地还在 那当然是无所畏惧 打完可以补充 但现在不同 大家能量有限 经不起消耗 副首领见状更加不满起来 沉生说道 你不是很厉害 有什么办法 看来 只有等天黑了 天黑 副首领惊讶地看着谢前追问了 你什么意思 到时候你自然知道 现在 休息吧 谢前冷冷地说道 转身走了 你 副首领气得脸色大变 阴冷的双眸满是怒鼓 到底是个心机沉重的枭雄式人物 并没有马上发泄出来 而是死死地盯着谢前的背影 不知道在盘算着什么 第164集 树林里 激烈的战斗忽然停止下来 静悄悄的 只剩下山风吹拂着树枝的沙沙声响 听不到鸟鸣售后 也没有崇鸣声响 静得很不真实 静得令人发虚 一棵大树背后 李锐惊疑地看着前方密林 背着突如其来的停车 一时猜不透敌人想干什么 时间在静静地流淌 过了好一会儿 敌人还是不见进攻 一名战士急匆匆过来 眼神凝重 大家迎上去 就听这名战士沉声说道 敌人停止进攻 撤兵了 撤到哪里去了 山谷外面的树林里 称防御台势 没有离开的意思 这名士兵赶紧说道 李锐吃了一惊 醋眉沉思起来 大家也纷纷沉默不已 一时都猜不透 敌人的真实意图 战场上摸不准 敌人的战术意图 就意味着被动挨打 大家有些紧张起来 狙击手想了想 说道 难道是分兵了 不应该啊 掉在后面 边打边扑路追击 不是更好吗 可是说 敌人打不动了 没有能量了 一火折 出了什么其他变故 大家面面相许 一时都没有了主力 等了一会儿 李锐忽然沉声说道 不管怎样 这是好事 起码敌人没有进攻了 我们有充足的时间 眼下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继续赶路 另一个就是构筑公式 你选择哪个 刘武陈寅天课后反问道 赶路迟早有被追上的风险 而且没多久就天黑了 走不远 还不如趁着天黑早做准备 这片森林太危险 不做准备没法露宿 李锐沉声提醒 树林里有各种毒蛇蝎蝎 肯定少不了蚊子之类的 到了晚上 说不定地气上升 样样都能杀人于无形 不能不防 想要安全在这片林子过夜 就必须提前做好相应准备 大家丛林站丰富 自然明白其中的道理 刘武马上召集了大家 核计李锐 少数服从多数 选择留下 接下来就是指派任务了 刘武让大家将工兵铲 全部拿出来交给科学家们 让科学家把环形攻势 防止敌人晚上偷袭 到了攻势 大家活命的机会就多了一些 地面土质疏松 到处都是空险坑洞 挖起来相对容易 刘武将部队一分为二 一半散开了收集干柴和食物 晚上没有了篝火肯定不行 蚊子能将大家吸干 有了篝火后 蚊子就不敢猖狂了 而且冷血动物的毒蛇和蝎野 也不会靠近了 另一半除了监视敌情 确保安全之外 还得指导科学家挖掘工事 科学家们不傻 知道这么干是为了大家能够活命 没有了抵触心理 干得很卖力 李瑞是狙击手 负责爬上大树充当岸绕 这么安排自然有照顾的意思 同时也能充分发挥出狙击手的作用 所有人行动起来 有条不紊地按照计划进行 李瑞则爬上一个大树警戒 见前面密林里静悄悄的 内心惊异不定 寻思着难道敌人 也在等晚上发起进攻 晚上比白天还危险 敌人会采取什么样的战术呢 想了好一会儿 不得要领 李瑞有些郁闷起来 换问思考 如果自己是敌人指挥官 面对如此危险的树林和对手 除了砍树铺路之外 没有更好的办法 路不通 就不能直接往前冲 冲锋速度起不来 就无法实现偷袭的目的 如果偷袭失败 不得不散开赌壁 就逃不开空线坑洞的危险 这是一个无解的局 慕斯留给敌人的办法也不多了 李瑞有些欣慰的安导 庆幸选择来了这片森林 虽然森林里非常危险 起码挡住了敌人追击的步伐 多了些时间反击 这时一阵大风吹来 树冠摇晃起来 吓 起风了 李瑞惊异地看着天空 已经是黄昏时分 太阳已经落山 晚霞密布 最多再有两个小时 就会天黑了 这个时候起风可不是好事 千万别下雨 过了一会儿 李瑞发现风大了很多 人在树冠上有些站立不稳 不得不下了一些 躲在一处树叉上 继续观察敌情 狙击近里 前面静悄悄一片 没有敌人渗透上来 李瑞耐心地等待着 时间在等待中慢慢流逝 一个小时后 刘武吉匆匆来到大树下 打了个手势 示意李瑞下去 李瑞估摸着出事了 马上留下大树 跳到面前问道 怎么了 一名兄弟出去狩猎 顺便绕到前面一些侦掌 发现敌人在收集大量干柴 意图不明 我估计这里面肯定有情况 所以过来跟你商量商量 刘武沉声说道 干柴 那万也能干嘛 李瑞惊讶地反问道 见刘武一脸沉思地摇摇头 想了想 忽然内心一震 打了个冷战 满脸震惊地扭头 看向山谷外面 又看看更大了一些的风 赶紧说道 不好 敌人这是要烧山了 烧山 刘武大惊失色 看着树冠上的天空 再看看敌人所在的方位 脸色一沉 满是担忧地说 该死的 好狠的手段 怎么忽略了 这是西北方 敌人正好在上风口 风想利于他们 只要放一把大火 将整个山林都烧掉 我们一个都被想跑出去 这是谁想出来的鬼主意 太狠辣了 如此狠辣的主意 应该是些钱吧 风越来越大了 只需要收集足够的干柴 做掉火堆 在西北方向点上十几堆火 用不了半个小时 就能烧到我们这里来 晚上黑灯瞎火的 我们没地方跑 盲目后撤 只会死得更快 好酸性 李锐大吃一惊 沉声分析道 虎目中闪烁着道道金光 这帮混蛋 如果整片树林都被烧起来了 我们跑都没地方跑 仅凭攻势可挡不住大火 你有什么好的应对支策吗 刘武满脸恼怒地问道 很快就会天黑了 继续赶路也走不了多远 很容易就被大火追上 把西北方向的树木 全部砍清 清出一条真空袋 没有了大树主燃 火势就攻不过来 宫石挖深一点 大家藏在里面 应该能安全一点 至于砍下来的大树 正好用于加工室 但愿来得及吧 李锐恼怒地赶紧提一道 好主意 我全摆 刘武眼前一亮 急匆匆去了 放火烧山可不容易 随便点把火也能烧 但火势起来慢 需要大量的时间 才能形成辽远之势 将整片树林都烧起来 效力不高 如果收集大量的干柴 摆在上风口的位置 同时十几处点火 火界风势 风筑火势 很容易就火势逃天 势不可挡 所以 前期准备非常重要 李锐估摸着敌人 用这招进攻 就绝对不是 小打小闹的恐吓 意图把大家吓跑 而是真这么干 李锐顿时有些着急起来 看了眼营地方向 科学家们得知 敌人放火烧山都慌了 加快了修攻势的速度 兄弟们 则在西北方向砍树 砍树当然不用刀 而是直接用墙 激光就是无间不摧的切割机 很轻松地就将一棵大树放倒 大家将砍断的树叉和树尾收集起来 放在公式前方 然后盖上挖掘出来的土 堆成一堆 再把高大的树木 横放在公式土堆上 半个小时后 大家放倒了十几棵大树 树干全部堆积在一起 左右两米高 三米宽 十几米长 大家有闲不够 既然敌人还没有进攻 便继续砍发树木 建造公式 那些出去收集干柴和打猎的兄弟们 也都回来 加入修建公式中 人多力量大 越来越多的大树被放倒 成为公式的材料 又一段长十几米 高两米 宽三米有余的公式堆积而成 树木粗大 木质坚固 激光枪不容易打穿 人躲在这样的公式后面 相对安全多了 两处公式呈极角之势 钳制住了敌人过来的通道 除非敌人不走通道 否则就难以突破公式防御 为了保险起见 加上敌人还没有进攻 大家继续砍发树木加股公式 在两处公式后面又修建了一处 这么一来 三处公式就成道三角阵性分布 有了这三处公式 大家有信心拦住敌人的进攻 科学家们将挖掘出来的泥土 铺满周围 避免火石蔓延 这倒是提醒了流武 大家见公式修建的差不多了 并没有修行 而是继续砍树 将真空弹扩大到更远处 以防火势蔓延过来 两个小时后 大家累得不轻 但内心烧定 有了这些准备 敌人就算是放火烧山又能怎样 流武一声令下 让兄弟们抓紧时间休息 恢复体力 已被即将到来的大战 同时还在烧火烤肉 敌人有便携式雷达 大家的行踪根本无处遁形 没必要隐藏 不如大大方方的烧火弄吃的 该干什么看什么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 又过去了半个小时 狙击手吃饱喝足 爬上了一棵大树 充当暗哨 替换李锐 李锐下树后来到营地 看了眼木头堆积而成的粗陋公式 挖掘的战壕并不是很深 而且里面有积水 不由笑了 这公式凑合着能用了 刘五看出李锐的心思 笑道 可以了 最重要的是油水 一会儿打湿了毛巾 能放毒液 或是一旦烧起来 浓烟滚滚 腐败的叶子 动物的尸体 有毒的蘑菇等等 肯定也会被烧起来 这些东西有毒 直接吸入体内肯定是不行的 用毛巾沾湿捂住嘴鼻 就能安全一些 大家都是明白人 会议的笑了 李锐上前去 随便找了借木头坐下 结果刘五递上来的烤肉 吃了起来 一边和大家先聊着 忽然 正在高大树冠上 观察敌情的狙击手 通过对讲机喊道 队长 敌人开始放火烧山了 起码二十几处被点着 浓烟都冒出来了 因为猜到敌人会放火 所有人都没有慌乱 淡淡地笑了 魂不在意 刘五更是兴奋地说道 老弟 敌人的举动 再一次被你撂住 很好 敌人总算是要开始进攻了 想必他们会等得烧得差不多后 进攻上来吧 应该吧 这场大火小不了 敌人不会着急进攻 肯定要等一会儿 否则温动他们受不了的 李锐笑道 看向大家 一个个还披着脚后过来的黑袍 这身黑袍 是进攻地下基地时 从尸体上拨下来的 当时为了渗透进山谷需要 后来连番大战和赶路 谁都没顾得上丢掉 李锐笑道 趁着大火还没来 咱们把黑袍打湿的备用 最好身上的衣服都打湿了 没想到挖出的战壕内 有水渗上来 正好 是啊 老天爷都在帮我们 刘五笑道 给大家打了个手势 所有人行动起来 走到战壕边 脱下黑袍打湿了 有人嫌麻烦 直接跳下去 在水里滚了几下 全身都湿透了再挤来 科学家们也反应过来 纷纷效仿 周围空气阴冷潮湿 很多地方都有溪流缠缠而过 导致很多地方下面 都空线成为坑洞 深浅不易 挖好的战壕地下渗水再正常不过 而且水量还不小 正好继续往上满 大半战壕里面都是了 李锐看到这些水彻底放下心来 别说清理了真空地带 大火过不来 就算没有 就算滔天的大火 从大家身上烧过去也无妨 只需要钻入水里就好 这时 一名战士提议道 队长 我经历过大火 知道火石一旦起来 温度是非常恐怖 能把人烤死 说不定 能将战壕里的水都蒸发了 最好再做些防御措施 你有什么想法 刘五金仪的追问 还有点时间 能尽量多准备一些 确保大家的命自然好 咱们这里 不是有不少短一点的木头吗 只要比战壕的宽度长一点 横在战壕上 上面铺一些树枝干草之类的 然后铺上挖掘过来的泥土 做成盖子之类的 人躲在下面 战壕就成了一个简易的防空洞 大火从战壕上过 里面的人就会安全很多 这名战士赶紧解释 大家眼前一亮 纷纷看向刘五 刘五估算了一下时间 马上说道 快 行动起来 三个战壕 都弄成这样一个简易的故事防火 大火十分钟后 说不定就过来了 是 所有人沉声应道 纷纷行动起来 生死关头 能多准备一些 活命的机会就大一些 没人愿意偷懒 就连科学家也手忙脚乱地行动起来 刘五拉着爆破手沉声说 你去前面敌人上来的路上布雷 把你起出来的反步兵雷都用上 从山谷往山林密林撤离的时候 爆破手沿途清理了不少反步兵雷 交给科学家们带着备用 这会儿正好用得上 爆破手会议地答应一声 叫上李锐帮忙 两人急匆匆地准备去了 第165集 半个小时后 火势冲天而起 窜入空中足有十米高 借助风势朝前滚滚而去 就像无数熊熊燃烧的恶魔 在咆哮 在怒吼 带着吞灭一切的气势 整片天空都仿佛被大火焚烧起来 变得透亮 看不出已经是晚上时分 空气更是变得热浪滚滚 被风吹向前去 噼里啪啦的爆裂声响 夹杂着无数鸟雀 飞出树林的叽叽喳喳声 鸟雀钻入高空盘旋着 久久不愿意离开 仿佛舍不得自己的家园 树林深处 更是有无数猛兽 惊慌失措的侯奸 就像看到了世界末日来临时的 绝望和不甘 上风口位置上的一片山坡上 副首领和歇前并肩而立 阴冷的脸庞上 多了几分欣喜 基地被毁 部队损失惨重 而对手不仅强大的没有天理 更是划不留守 怎么打都是自己吃亏 好不容易扳回一局 两人心里舒服多了 先前先生 不得不说你这个主意简直绝了 这么大火 我倒要看他们往哪里逃 根据雷达显示 他们还在原地 估计是知道跑不了了 干脆等死了吧 副首领说到后面得意的笑 一扫之前的阴雨 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 你确定敌人还在原地吗 当然 请相信我们的雷达 性能绝对可靠 他们一直待在原地 至于在做什么 那只有黑暗神才知道 副首领满脸自信地笑了 先前也不是怀疑雷达的信 只是觉得事情有些古怪 那么大火烧过去 敌人为什么不跑 难道真的想坐以待毙吗 以第一小队的实力 完全可以跑掉 到底是为什么呢 先前一时有些 猜不透对手的心思了 这种感觉太糟糕了 大好的心情都被破坏了 这时 副首领看出先前的心情 你是不是觉得 他们不跑很奇怪 难道不是吗 不得不承认 以他们的实力 完全可以跑掉 但别忘了 他们身边还有一帮科学家 既然带着 肯定是接到上面的命令 要求带回去 他们是军人 绝对不会放弃自己的任务 只要有科学家们在 他们就跑不了 别忘了 这片森林到处都是空间的坑洞 和各种毒蛇蟹蟹 都是要命的东西 大晚上的 科学家们能跑吗 哈哈哈哈 先前听的觉得很有道理 第一小队的人自然能够摸黑离开 但科学家们不行 除非放弃这些科学家 否则第一小队绝对跑不掉 如果能放弃 他们一开始 就不会带上这些科学家了 想到这儿 谢前也觉得 这是唯一的解释 暗自松了口气 沉声说 等火势过去 温度低一些 咱们就可以跟着大火 往前捡尸骨了 哼 不对 这么大火 尸骨都留不住 会烧成灰 被风吹散 哈哈哈哈 副首领得意地笑了 仿佛真的看到了对手 被烧成灰 吹散在各地 顿时大呼痛快 哼 这把火烧得好 一次性解决问题 一会搜查 你在前面 还是我的人上 自然是我的人上 以防万一 当然 这份功劳是你的 我只需要领佣金就好 谢前难得客套说了一句 哈哈哈哈 好 那就你的人上 我的人在后面跟着 放心 这次大胜后 我会跟总部联络 把尾款结给你们 为了表示感谢 我会让总部 多支付一些费用 给你们作为奖励 副首领笑呵呵地说道 目光却微微一鸣 看向大火的方向 不知道内心 在打什么主意 谢前没有留意到 副首领的表情变化 也看向了大火的方向 暗自松了口气 不管怎样 前面树林的对手 是自己的目标 杀了目标 拿钱回去 才是正道 至于其他的 能忍就忍 谢前近期感觉很不好 不想再节外生枝了 又过了十几分钟 大火往前推进了几百米 火势更生了 滔天的火光 将树林的上空照得亮如白昼 浓烟滚滚 将漫天的星辰和月亮遮挡住 在一片树林中 第一小队的将士们 都已经藏身到了战壕内 大半身体都浸泡在水中 上面是树木和泥土 做成的盖子 就这样都能够感受到 滔天的热浪滚滚而来 吸入肺部 肺都感觉要融化一般 非常难受 李瑞用打湿的毛巾捂住嘴巴 探出头来查看 发现大火距离真空弹 已经不足十米 滔天的大火 就像是飓风掀起的巨浪 铺天盖地地过来 自己就像是置身在火炉当中 周围全是冲天而起的大火 火浪滚烫地令人窒息 刘五也走了出来 满脸震惊地 看着滚滚而来的滔天大火 感觉自己 进入了一个火的世界 周围满是冲天而起的火浪 刘五沉声说 老弟 多亏了你的提议 要不是这个站好 兄弟们就只能够丢下科学家们撤离的份了 这样的话 咱们的任务就算是泡汤了 外面的温度太高 不用烧 都能够将人烤死 快进去吧 不急 我看看 李锐沉声说 没有动 他虎目如炬 死死地盯着前方快速推进过来的大火 眼看就要冲进真空弹 火势将会怎样不得而知 李锐紧张起来 刘五也看出了李锐的担心 没有进去壁火 而是留下来继续观察 没多久 两人就看到滔天的大火笼罩过来 将树木全部吞没 到了真空地带后 火势一致 再往前没有了树木 火势得不到延续 没办法继续往前了 等了一会儿 李锐见前面真空带的火势削弱 也没有冲过来 暗自松了口气 再看真空带两侧 火势滚滚而起 就像是火山爆发出来的庞大熔岩 将周围吞没 寸草不生 石头都被烧化了 热浪滚滚 直冲夜空 哼 成了 刘五看到这一幕大喜 兴奋地拍着李锐的肩膀夸赞道 老弟 你的主意成功了 兄弟们躲过一劫 好 太好了 这大火一过 树林里的所有危险都被烧没了 后面的路就好走了 不过 接下来 敌人也该搜山了 是时候反击了 老弟 你说 接下来该怎么办 大火熊熊燃烧着 借着风势朝前滚滚而起 带着吞灭一切的气势 空气仿佛都在燃烧 热浪滚滚 黑烟弥漫 场面看上去非常恐怖 李锐冷冷地注视着这一幕 再联想到自己之前想到的计划 嘴角勾起了一抹直击成熟的笑意 队长 我有个破敌之策 不过很冒险 李锐忽然盯着刘五说 风险越大 意味着收获越大 说来听听 刘五惊讶地看着李锐追问 到这个时候了 还有破敌之策 能全身而退就不错了 如果我们忽然出现在敌后 敌人会怎么想呢 那还用说 肯定以为我们抛弃了科学家 独自逃生 找他们发现怒火去了 刘五毫不迟疑地说 忽然意识到了什么 惊讶地看着李锐追问他 你不会真的抛弃这些科学家吧 那可不行 他们现在是我们的任务 军人可以丢命 不能丢任务 咱们第一小队 可丢不起这个脸 你想哪儿去了 听我说 这么大的火 敌人和我们之间的数目 全部被点燃 估计一个小时熄灭不了 温度太高 敌人上不来 也就是说 敌人一个小时内 不会发起攻击 咱们有足够的时间迂回上去 你是说 派一部分人穿过大火 迂回到敌后偷袭一把 刘五惊讶地反问 见李锐毫不犹豫地点头 便继续问 这么大的火 敌人雷达也难以发现我们 迂回上去 倒也不是不可能 只是 敌人势大 就算我们成功迂回上去 又能如何 敌人还有上千精锐部队 还有几十名雇佣兵 仅凭大家肯定打不过 这点 李锐当然清楚 他赶紧说道 时间来不及了 等大火烧过去 咱们就没办法迂回了 机会难得 大火一息 咱们的行踪就要再次暴露 队长 你信得过我吗 刘五看着李锐愣了一下 宣级拿起队讲机喊道 兄弟们注意 火力手 爆破手 狙击手三人留下 其他人跟我来 动作快点 多计队长 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李锐见刘五 用实际行动回答自己的问题 感激不已 这份信任可不浅啊 他赶紧道歉 别废话 这一路过来 你的能力足以让兄弟们信任 再说了 兄弟们的命都是你救的 没啥信任不信任的 想到就去做吧 兄弟们绝对支持你 这里留下三人以防万一就够了 反正一个小时内 敌人是无法穿过这片火热的森林沙上来 咱们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够不够 够了 李锐大喜赶紧说道 这时 埋伏在其他战后的几名兄弟 快速冲了上来 大家会合后什么也没说 跟着李锐朝后面快速跑去 白天的时候 大家就侦查过 后面的树林 并没有空间的问题 地面土质相对硬实 奔跑无用 大火烧跑了树林里 所有的毒蛇歇蚁 不用担心危险 大家借着冲天的火光 放开速度的狂奔 三林后面是下风口 大火已经蔓延上去 但是因为前面被第一小队 开辟了真空带的缘故 或是出现了漏洞 这会儿还没有连接在一起 大家快速从中间地带狂冲过去 忍着炙热的温度烘烤 感觉身上的水分都要被蒸发干净 吸了一口气 恐怖的高温就像能把人点燃 大家屏住气狂冲 头也不会 生怕耽搁了时间 一旦两边的滔天伙势连接到一起 就谁也别想跑出来 将士们个个都是八级基因战士的实力 速度飞快 至于李锐则被刘五扛着往前冲 计划是李锐提出来的 刘五甚至还不清楚具体的内容 但见李锐说的笃定 坚决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 所以这次行动离不开李锐 李锐知道自己的实力 为了尽快穿过这片森林 也没有矫情 任凭刘五扛着跑 感觉如腾云驾雾一般 很快 大家从两条滔天的火龙中间冲了过去 火龙距离大家不过十米 恐怖的高温差点直接将大家烘干 好在大家体质强悍 咬牙坚持 拼尽全力奔跑 总算是安全冲出去 越走越远 直到感觉周围的温度没那么高后 放慢了些脚步 大家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纷纷围笼上来 刘五也没有多解释 示意大家朝敌人后面迂回而去 战士们不傻 马上猜到了什么 虎目中金光闪闪 兴奋不已 脚下的速度不由快了几分 半个小时后 大家迂回到敌人的后面 看到山坡开阔处 正在观察火势的副首领等人 虽然不认识 但从座牌上也能猜出是大人物 可惜距离有些远 大家继续往前摸去 走得很小心 发现按照后就直接抹杀 几分钟后 大家来到一处山岗 在相对开阔处观察起来 看到下面山坡开阔处的几名指挥官模样的人 还在交谈着什么 刘五当即就怒了 马上命运道 兄弟们 瞄准前面那些混蛋 给我狠狠地打 杀 所有人齐声应导 纷纷举枪 就连李锐也举起手上的狙击枪 如果能够一次性干掉前面的敌人 那这场仗就赢了一半了 嗡嗡嗡 一道道激光呼啸而去 在夜空中一闪而没 就像是死神 陡然睁开了眼睛 蹦裂出的亮光 带着无尽的冷意和杀鸡 紧接着 大家看到山坡上乱成一团 许多卫兵扑上去 将几名当官地扑倒在地 其他人纷纷握道 对着山岗猛烈扫射起来 反应倒也不慢 哼 果然有几分精锐的样子 刘武冷冷地说 示意大家停止开火 换个地方藏好 任凭敌人胡乱扫射 不再反击 而是看向李锐问 老爹 刚才一通射杀 应该有所收获 接下来怎么办 冲上去 尽可能多地杀伤敌人 将敌人彻底激怒 然后跟我撤 去一个大家都想不到的地方 到时候 你们自然就知道了 好 兄弟们今晚就陪你疯一场 上 刘武说着冲杀上去 奔跑中拔出了龙牙刃 杀气腾腾 就好像是笑傲山林的猛武 其他人也纷纷跟上去 李锐也拔出了龙牙刃和开山刀 将狙击枪背在后背 大步冲了过去 心中的热血在沸腾 在燃烧 今晚一战 不成功变成魔 杀吧 杀出一条血路 一想到独卸拥兵团 还有几十人在前面 李锐就感觉浑身有用不完的力气 脚下奔跑的速度 不由加快了几分 目光也变得炽热起来 满是战役 第166集 杀 一马当先冲杀上去的刘武怒吼一声 身体高高跃起 直接跨过一大棚灌木丛 膝盖一提 一撞 直接将一名敌人撞飞出去十几米远 落地后 手上的龙牙刃化作一道道乌光 朝着冲杀过来的敌人猛刺过去 扑扑扑 一道道金属刺破身体的闷声传来 一句句尸体轰然倒地 身上鲜血如剑 狂飙出来 转眼间 刘武就刺倒了十几个人 哈哈大笑起来 豪气冲天的吼刀 哈哈 好刀 痛快 杀 兄弟们都知道所谓的好刀 指的是刀上的毒 大家知根知底 自然知道刘武战斗力强悍 但也不可能转眼间就放倒十几个人 自然是蛇毒气作用了 也热血沸腾起来 一个个就像战神附体般冲杀上去 对着敌人猛砍猛刺起来 李锐也冲上去加入战团 远的用开山刀 劲得用龙牙刃 将一手鬼刀发挥得是淋漓尽致 转眼间也放倒了十来人 这才发现 手上的刀 蛇毒比以往更强了 以往敌人被砍中 还能坚挺一两秒 抽搐几下 吐点白毛才死 现在不 只要被划破了身体肌肤 就马上倒地而亡 端是凶悍 好凶悍的蛇毒 李锐大吃一惊 旋即狂喜 战役更是高涨的几分 跟着大家怒吼一声 往前面冲杀猛砍起来 周围树林都被大伙照得偷亮 不用带战术目镜也能看得清楚 大家爆发出超长的战斗力 一会儿的功夫就杀死了近百人 将扑杀上来搜查的敌人干掉大半 剩下的敌人也被杀破了胆 纷纷后撤下去 但大家没有放弃 继续猛追猛打 这时 山坡上 副首领的一条手臂 都被刚才的偷袭打爆 被紧急处理后 苏醒过来 见自己少了一条手臂 身边更是躺了好几名干将的尸体 顿时大怒 含着脸听完身边的汇报 再也控制不住心中的怒火 大吼起来 谢钱 谢钱呢 来了 一个同样杀气腾腾的声音传来 一个高大健壮的汉子快步走来 脸色阴冷的都快滴出水来 正是谢钱 谢钱后面跟着全副武装的雇佣兵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没有发现敌情 为什么 这不是应该问你吗 副首领一正 猛地反应过来 看向身边一名干将 对方也反应过来 紧张地解释 副首领 火太大了 我们的雷达 已经侦察不清大火中的情况 一个小时前就停止了运转 想留点能量以后左右 去死吧 副首领大怒 闪电般拔出手枪 对着这名干将扣抖扳机 一刀激光闪出 直接将对方脑袋打爆了 看得周围所有人 静若寒沉 脸色大病 副首领 就算开着雷达 也发现不了敌人 会运回上来 火石太大 您别生气啊 小心养伤 我这就带人 把他们干掉 捡他们出来了 没有了地理优势 我保证一定干掉他们 另一名干将 赶紧劝说的 你怎么看 副首领恢复了理智 阴冷着脸 对着歇前问道 肯定是大火烧死了 那些科学家 他们完不成任务 找我们报复来了 一旦报复就会撤 以他们的速度 你们恐怕追不上 我带人先冲上去 咬住他们 你的人一分为三 一路在我们后面 提供火力支援 另外两路 从两侧包抄上去 如何 谢前冷冷地问 如果跑了第一小队 独谢佣兵团 就不能完成这次雇佣 传出去 就会颜面扫地 甚至沦为二流佣兵组织 这是谢前 最不愿意看到的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 谢前感觉 第一小队的人要跑 不得不放下 所有怨恨和副首领 再次携手 合作 不仅仅是为了完成 雇佣任务 更是为了维护自己的荣耀 组织的荣耀 事关重大 谢前不得不低下 高傲的头颅 副首领见谢前 愿意带队冲杀在前 自己的人在后 满意地点点头说道 好 那就这么干 说着 副首领叫来三命领队 吩咐一番 三人领命而去 谢前见副首领 没有再耍心机 抬头看了眼山坡 那里喊杀震天 就带着人冲了上去 很快 谢前就带着自己的人 冲上了山坡 放眼一看 地上躺满的尸体 更多的 就像是飞蛾扑火一般 被对手轻松地砍杀在地 就连迟滞一下 对手进攻速度的都没有 眼看对手就要冲杀下来 大怒 拔出短刀吼道 杀 杀 其他佣兵为了荣誉 也都怒吼着拔出短刀 大步冲杀上去 周围人太多了 开枪很容易伤到自己人 只能冲上去贴身战斗 谢前知道对手非常强大 但自己人多 哪怕是五个人换一个人 也能和对方来个同归于尽 为了组织的荣誉 拼了 正在奋力砍杀敌人的刘武 听到了起义的怒吼声 抬头一看 一支精锐部队杀气腾腾地冲了上来 风阵中透支一股凛冽的杀意 估摸着是佣兵来了 兴奋地连砍三刀 将挡在前面的三名敌人砍倒 就要冲上去和佣兵们战斗 这时 李锐冲了上来 一把拉住刘武 刘武惊讶地回头看向李锐 不等询问就听李锐脸色极细地说 撤 混合差不多了 引他们追 好 好 刘武反应过来 马上后撤 一边招呼周围的兄弟也撤 大家虽然不知道具体计划 但绝对服从刘武的命令 更对李锐的计划充满了信心 之前每一次战斗 无不证明李锐计划的正确性 大家掉头就跑 一会儿的功夫就和敌人拉开了距离 冲进了山林中 利用周围到处都是大树掩护 转眼前就去了好远 消失在夜幕中 歇前带着人冲了上来 正好看到对手离去的背影 发现只有六七个不由一了 猛然想到了什么 狂喜 敌人只有六七人 少了三四人 肯定是被大火烧死了 打完就想跑 门都没有 给我杀上去 剁了他们 刀 其他傭兵也看到这一幕 兴奋的怒吼道 凶悍的狂追上去 这时负责带队跟上来提供火力支援的黑暗联盟指挥官 也一直到机会来了 十来名强悍的对手只剩下六七人 实力减弱 报复过后逃走 正是追杀的大好时机 不能错过 发出一声怒吼 也催促着部队狂追上去 灰蒙蒙的月色下 密林里 刘武带着兄弟们快速摆脱了敌人追击 跟着李锐朝一个方向猛冲过去 等拉开了一段距离后 停下来开火反击 将原本就火冒三丈追杀上来的敌人彻底激怒 之前的偷袭 让黑暗联盟死了一百多人 无一人受伤 这样的损失让所有人憋屈的发狂 很快 蝎钱带队冲了上来 冲到了前面 黑暗联盟的武装人员接到上面的命令后 迅速让开了路 掉在蝎钱等人的身后继续追击 虽然很想自己冲上去 替同伴报仇血恨 但军令如山 没有人敢无意 杀 蝎钱带对手已经跑远 只剩下背影在前面的密林里闪烁 眼看就要跑远 大怒 迅速命令到 一边抬手就开火 将一道的激光发射出去 就像一张张催命符 带着阴冷 无情的气息 紧随蝎钱身后的佣兵也愤怒地开火 密集的火力将前面许多大树直接打断 哗啦啦倒了下来 攒在旁边的大树上 树枝断裂 树叶纷飞 场面很是恐怖 见对手跑得更快 一番射击全部露空 一个个更是愤怒不易 熬叫着猛冲上去 追了一路 佣兵还好 都佩戴着能夜市的装备 黑暗联盟的人就没有这种装备了 权柄手电照明 奔跑的速度也慢 很快就拉开了一段距离 这样蝎钱有些担心起来 如果距离拉开得太远 一旦敌人停下来反击 自己的人恐怕要吃大亏 追了一段距离 蝎钱感觉越来越差 越来越不安 正准备命令部队减速 等后续的黑暗联盟部队上来再说 却发现 前面一只奔跑的对手忽然停了下来 一道道激光反杀过来 吓得大家赶紧找地方隐蔽 蝎钱反而松了口气 对手不跑 自己就有机会 快 反击 给我狠狠地打 傭兵们不断地闪避设计过来的激光 但一道道激光就像是长得眼睛一般 傭兵们马上意识到 对手的武器上装了热成像 怎么多都没有用 惠未发现 而激光又能直接洞穿大树射过来 很是凶悍 干脆不藏了 快速横向移动 奔跑中开火反击 该死的 蝎钱怒骂了一声 回头看去 也不知道是在骂谁 见后续黑暗联盟的人快要追上来了 阴冷的脸庞上多了一抹残忍的笑意 继续瞄准前方开火 傭兵们的武器也装了热成像 自然能够透过层层的夜幕看到隐蔽的对手 很快 蝎钱发现对手移动的速度非常快 还不等开枪就跑掉了 忽乱开枪只会打空 再看自己这边 兄弟们被对手精准的枪法逼得是节节白退 已经有两名兄弟被打住 不可能再活了 他顿时气得脸色冰寒一片 冲上去 用手雷 是 所有人沉声喝道 拿出手雷快速地往前冲去 然而 大家发现对手忽然撤退了 这个反差让大家很惊讶 是继续追 还是停下来等后续部队呢 所有人看向蝎钱所在的方向 蝎钱也恼怒不已 不追吧 对手会趁机逃掉 追吧 风险又太高 正犹豫间 又一名同伴被枪杀 蝎钱大怒 追上去 干掉他们 杀 其他佣兵的血性也上来了 狂追上去 一路追击 大约半个小时后左右 前面对手又一次停下来反击 这一次的反击比之前更加坚决 更加凶悍 一副死战的架势 蝎钱看到这一幕大戏 马上让一名布下原路返回 去催促黑暗联盟的人 加快速度追上来 疯 一道激光呼啸而来 坏的肉眼根本捕捉不到 瞬间就击中了 蝎钱旁边藏身的大树上 粗大的树干 被洞穿出一个拳头大的窟窿来 激光于是微笑 继续往前猛冲过去 转眼前就消失在虚无的夜空中 蝎钱被吓了一跳 默默耳朵还在 庆幸的 要不是刚才偏移了一下脑袋 查看身后的部队 这一枪就要了老命了 一股怒火翻涌上来 蝎钱端着枪 瞄准前方就是几个点射过去 忽然感觉到一股森汗的杀气扑过来 大惊 一个闪身卧桃 嘟嘟嘟 三声闷响 粗大的树上再一次多了三个窟窿 啊 蝎钱看到这一幕脸色大变 意识到有人专门盯上了自己 一个翻滚朝旁边粗大的树底扑去 身体撞在树上马上缩成一团 抬手就朝前方连续开窝 试图反制住对手中 扑的一声 一道激光没入大树旁边的地面 泥土翻飞 地上出现了一个大坑 地面的枯草都被激光点着 燃起了一缕火苗 在夜色下格外诡异 混蛋 狙击手 蝎钱恼怒地吼道 到 一名佣兵陈生硬道 十一点方向 给我压制 蝎钱恼怒地喝道 被一名高手专门锁定可不是好事 虽然刚才几项都落空了 但难保不会打中一次 一旦被打中 必死无疑 蝎钱不明白 对手为什么专门锁定自己 不得不叫人帮忙 是 狙击手拥兵赶紧答应他 瞄准方向就是几个点射 蝎钱趁机快速离开原地 一口气横移了十几米 重新藏好 他没有马上开火 而是小心地举枪瞄准查看 瞄准近 十一点钟方向 哪里还有人 蝎钱恼怒不已 自己趁着同伴开火 撤离远处 但对手也趁机撤离 前方好些地方都有埋伏 已经分辨不出 刚才那人藏在哪里了 愤怒之下的蝎钱 顾不上谁才是 刚才那名几乎枪杀自己的对手 瞄准前方一名隐蔽的目标 猛烈开火 发现对方快如闪电般地离开 气得直喘粗气 继续猛打起来 双方在灰暗的树林里杀成一团 一道道激光不断闪烁着 击中树木 树木轰斩倒塌 更多的激光 没入漆黑的虚空 透着诡异的气息 一时之间 谁也奈何不了谁 十几分钟后 黑暗联盟的部队追了上来 这样蝎钱等人世纪大阵 发起了猛攻 在绝对的火力面前 第一小队仿佛是顶不住了的一般后撤 蝎钱哪里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 马上找到黑暗联盟的领队指挥官 让对手勒领部队加快追击 指挥官也接到死命令 自然不会推脱 指挥部队全线押上 第167集 昏暗的树林里 第一小队成员边打边撤 身后跟着一大队强敌 气势汹汹傻奔而来 彼此相距不过20米 要不是中间有太多的树木 遮挡住了视线和射击 绝对危险万分 奔跑中 刘吴走到李瑞身边陈生吻 老弟 你的计划到底是什么 这么下去太危险了 李瑞迅速看看四周 在心里估算了一下距离 赶紧指了一个方向解释道 车那边走 大约还有十分钟左右就到了 行 兄弟们 加快速度冲过去 刘吴没有再多问 马上命令到 大家一停 还有十分钟就到了 也不知道是到了哪里 但谁都没有多问 狂冲上去 身后跟着 大量的追兵 黑乎乎的树林 看不清方向 加上都杀红了眼 敌人根本不知道往哪里跑 也不在乎周围 有什么潜在的危险 追得很是凶猛 十来分钟很快就过去了 前方的树林里 出现一个个土堆 高两米左右 一些月光透过树林的间隙洒落下来 落在土堆上 给土堆 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上 令人不寒而理 刘吴看看前面的土堆 脸色微扁 惊疑地问道 这么多坟墓 有古怪 不是坟墓 是行军蚁的巢穴 快 跟着我跑 跑直线 不要乱跑 咱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冲过去 将惊动出来的行军蚁 留给敌人对付吧 各位大哥 快跑啊 晚了就来不及了 大家听到行军蚁巢穴一照 很快就反应过来 顿时明白了李锐的计划 一个个眼睛放光 兴奋地恨不能长笑几声 这样的计划简直太狠了 不仅对敌人狠 对自己也够狠 一个不小心 就会被庞大的行军淹没 但没人责怪李锐 反而热血沸腾起来 加快速度往前冲去 有人隔着喊道 老弟 你太坏了 不过我喜欢 让后面的追兵头痛去吧 快跑 李锐赶紧提醒 撒开腿狂冲上去 你这点速度哪够啊 行军蚁马上就要出来了 刘武兴奋地喊道 一把抓住李锐 扛在肩膀上 撒开腿狂冲上去 其他人紧跟在刘武身后狂冲 这可是行军蚁巢穴啊 无异于和死神共鸣 稍有不慎 就万劫不复 谁也不敢大意 八级以上的基因实力战士 放开速度狂冲 只看得见一道的虚影掠过 速度快得不可思议 转眼间就冲进了行军蚁巢穴中间 大家没有慌 脚下不慢 继续狂冲 一边警惕地看着四周 密密麻麻的土堆 只要是一高人胆大 也不眠心虚起来 有人更是惊异地喊 老弟 这里有多少新军蚁啊 没数过 要不你留下来数数 李锐开玩笑地喊道 哈哈 对 以后说不定缺个上班金关蚁呢 你正好 有人兴奋地喊道 哈哈哈哈 大家善意地笑了 紧张的战斗情绪一扫而空 脚下却更快的气氛 趁着行军蚁出来之前 快速穿过土堆 刘武将李锐放下来 示意部队停下来 大家这才发现 土堆上满是蜂拥而出的行军蚁 火红一片 土黄色的火堆顿时变成了红色 行军蚁好像在商议着什么 并没有马上发起攻击 再往前看 追兵已经上来了 距离土堆不过几米远 或许发现了什么 一个个停止的追击 打前面土堆 李锐兴奋地喊道 好不容易将敌人引到了这里 绝不能让敌人跑了 能不能成功干掉这伙追兵 就看这次了 抬手就是几枪过去 激光精准地 落在靠近追兵的土堆上 这一下 就像是捅了马蜂窝 大量红色的行军蚁 从土堆里涌了出来 就像是红色喷泉一般 追兵距离太近 行军蚁马上感应到了敌人的存在 顿时怒了 将摧毁土堆巢穴的仇恨 算在了追兵上 顿时 大量行军蚁观过而去 就好像红色海浪 速度更是快得惊人 看得刘武等人目的狗呆 好快的速度 好多的蚂蚁 李锐已经见识过这些蚂蚁的恐怖 就连野猪拼命地奔逃 都甩不掉行军蚁的追击 敌人一样是困难 这时 靠近李锐等人的土堆 也涌现出来大量的行军蚁 这些行军蚁就像是得到了命令一般 朝着追兵方向狂出过去 就好像是风暴卷起的红色海浪 速度很快 看得大家是目瞪口呆 震惊不已 不是大家没有见识 实在是行军蚁太多太快了 更重要的是个头好大 刘五反应过来兴奋地说道 这是变异的行军蚁 块头比普通的行军蚁大了几十倍 速度也快了几十倍 还好没针对我们 好 太好了 打不打 有人问道 打什么打 都这个时候还打什么 快跑啊 李锐赶紧提一道 生怕行军蚁分出一部分追来 那就毁之完影 至于敌人 一旦被这么多行军蚁盯上 想要活命几乎是不可能的 对 快跑 不能久留 不好 有行军蚁朝我们过来了 有人看出了行军蚁出现异常 赶紧提醒他 大家定睛一看 果然看到靠自己这边的土堆 有些行军蚁过来 和滚滚而去的行军蚁 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一眼就能看到 大家脸色微扁 知道暴露了 李锐是深有体会 知道这些行军蚁的追踪能力 是非常强悍的 感应能力也很强 自己躲在树上都能被发现 更何况 现在相距不到十米远 赶紧喊道 快 跑 跑 刘武也喊道 一把抓住李锐 扛在肩膀上 甩开大步 狂冲而去 其他人也意识到了危险 头也不回地追上去 谁也不敢落后 李锐很郁闷 自己再一次成了被保护的目标 但见识过行军蚁的疯狂 他没有抱怨 老老实实地被刘武扛着走 一边小心地打量着前方的密林 现行军蚁已经追来 拿了紧 不远处 不断有凄厉的惨叫声传来 追兵被行军蚁攻击了 听得大家是头皮法马 一想到被潮水般奔涌过来的行军蚁淹没 最后变成一堆白骨 大家就忍不住头皮法马 加快了速度狂冲 谁也不敢回头看一眼 生怕被追上 以第一小队八级基因实力战士们的恐怖速度 又是面对巨大危险的超常发挥 加上大家不等行军蚁 全面攻击上来就跑了 很快拉开了距离 一小部分追上来的行军蚁见目标远去 加上后面传来更多的敌人信息 这股行军蚁就调转方向去了 十几分钟后 大家来到一片山坡上 见行军蚁并没有追来 这才松了口气 六五放下李锐 丢给一名战士一个眼神 对方会议的快速爬上一个大树侦查 很快下来 对六五说道 队长 行军蚁好像退了 没有看到追来 难道是行军蚁发现追兵太多 意识到了危险 所以以后要求所有行军蚁 全面攻击上去了 咱们后面可是上千追兵 一部分从两侧迂回上来 被激怒的行军蚁 肯定不会善办甘休的 有人笑嘻嘻地分析道 哦 可能性很大 平时哪里找那么多食物去 有人更是肯定地说道 之前战斗事务留意过 谢谢他们紧跟在我们身后 他们身后跟着一支队伍 两次还有队伍迂回 行军蚁一旦全面反击 谢谢他们手当其中 恐怕一个都被想活命了 有人兴奋地说道 难 他们都是基因战士 别的勇兵不好说 毕竟那么多行军蚁铺天盖地过去 想要逃命的机会不多 但歇钱不懂 九级 如果不管不顾的自行离开 应该可以活命 六五陈生说道 给这件事盖棺定论 在场只有六五是九级基因实力 最无发言权 李锐听到这个结论后 有些郁闷地说 那不是又让他跑掉了 哼 一口气干掉那么多佣兵 值得 六五笑的 猛然想起了李锐的仇恨 拍拍李锐的肩膀理解的劝慰道 哼 放心 就算这次歇钱侥幸逃脱 下次遇上 我第一时间取他的性命 替你报仇 对 你的仇就是我们的仇了 马上有人说道 其他人也纷纷复合 这些天来连续作战 大家对李锐的智谋佩服不已 无形中 已经将李锐当成了小队中的一员 李锐能够感受到 大家的关切和信任 感激地点点头 跑了就跑了吧 等我变强了再找他算账 这个仇 还得我亲自来报 也行 大丈夫就该快以恩仇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我们第一小队 义不容辞 刘武郑重地说道 抬头看了一眼天空中高卦的月亮 旋即看向李锐继续说 新军已移动 敌人算是惨了 能活命的也没几个 对我们够不成危险 没有了追兵在后面的路 也就好走了 你有什么想法 我们需要一条车退路线和计划 不能乱走 行 回头和总部联络一下 让总部制定车退计划 没有足够的情报 大家不好制定车退计划 但总部不同 熟悉情况 了解最新情报 能给大家制定出最合适的车退路线 李锐也理解其中的道理 想了想 咱们小心绕过去吧 看看敌人情况 也好 小心点 谁去前面探路 我 一名侦察手说道 朝前走去 大家等了一会儿也跟了上去 和侦察手保持十米左右的距离 小心地往前推进 反正不着急 大家走得很慢 十几分钟后 大家来到一片山坡 远远看到行军椅在撤退 退潮的海浪在一边滚滚而来 无边无际 看到大家头皮发麻 等一下 刘悟赶紧到了危险 赶紧喊到 所有人在原地停下 紧紧地盯着前方树林里的行军椅 目视对方离开 李锐也看着行军椅不语 阴阴感觉这些行军椅 就像是打了圣仗归来的士兵 骄傲 自信 不可一世 滚滚而起 无人可挡 好一会儿 行军椅潮水般地后撤下去 进入土堆 渐渐消失不见了 树林中的土堆静明一片 就像是通往地狱的入口 在月色下散发着一股阴冷的气息 诡异地令人发寒 所有人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 头皮发麻 过了一会儿 所有行军椅都消失不见 大家才反应过来 先有余悸地看向另一侧树林 借着月色 可以看到一堆堆白骨 在散发着寒光 骨架子分明都是人形 上面连一点血肉都不剩 大家早就听说过行军椅的恐怖 看到真实情况后 才明白 还是低估了这些行军椅 暗自庆幸不已 还好行军椅的主要攻击对象是敌人 否则 大家也会非常麻烦 啊 太狠了 敌人这是团灭啊 刘五有些感慨地说 话语中 多了几分吐死湖碑的语气 不管怎样 敌人终归是人 人被一群行军椅 吞食得干干净净 这样刘五心中 很不好受 走 看看去 刘五沉着脸提议道 大家知道 李瑞是想确认 歇前是否已经战死 没有人反对 刘五很想说 敌人都被吞食得 只剩下一堆骨架子 哪里分得清谁是谁啊 看不看都一样了 但看到李瑞阴沉的脸色 倒嘴的话 还是咽了下去 点点头 打了个手势 所有人无声无息地往前推进 生怕动静大了 惊动了行军椅 引来灭顶之灾 好一会儿 大家捏手捏脚地来到战场 借着月光看到满眼的尸体残骸 看不到任何血肉 就连作战服都腐蚀成了一堆黑色的东西 看上去像是灰烬 没人敢碰 生怕有毒都绕着走 一边看着到处都是的尸骨沉默不已 大家见惯了生死 尸山血海也不知道躺过多少回 但这样的还是第一次 整片森林木枝锁机都是事故 好些叠在一起 密密麻麻 惨不忍睹 在月光下散发着寒光 看得大家是头皮发麻 感觉像是走进了修罗地狱一般 五行的鸭一堵在大家心口 呼吸都有些窒息了一般 很不好受 但见李锐阴沉着脸不语 不断地搜查什么 谁也不好说什么 控制好情绪陪伴着 过了一会儿 李锐没有看见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也无法分辨谁是蝎钱 无奈地叹息一声 打消了取蝎钱尸骨 祭奠亲人的念头 沉生说道 队长 咱们走吧 哦 刘五看了李锐一眼 答应道 什么都没问 打了个手势 带着大家朝大火焚烧的珊瑚走去 那里还有兄弟们在等着 第168集 五天后的上午 天空中下着朦胧细雨 茫茫的森林被水雾弥漫 能见度很低 鸟兽都躲在巢穴 喜欢鸣叫的蟋蟀和蝉儿 也不知道藏在哪里去了 树林里静悄悄的一片 只剩下微风吹落雨滴掉落的声响 天空中灰蒙蒙一片 看不到太阳的影子 茫茫森林南边有一处高耸的悬崖 虾骨有些长 两侧的悬崖满是岩石 岩石的浮土上 长满了各种小草和灌木 正迎风摇曳 周围静悄悄的 中间位置 有一处天然的出邪洞 邪洞里 一只队伍正在避雨 围着一堆篝火而走 队伍中的人 各个身穿迷彩作战服 精神饱满 谈笑间很放松 篝火架上 放着一只野兽 已经半熟 洞口有人站岗放哨 围首一人裹子脸 剑眉横卧 虎目有神 身上更是散发着一股淡淡的气势 正是刘武 这支队伍正是撤离的第一小队 科学家们连续五天急行军 身体都有些吃不消 全都躺在地上休息 这几天没有遇到任何危险 这样大家放松不少 随意地闲聊着 过了一会儿 野兽烤熟 大家分吃起来 等吃饱喝足 刘武拿过单兵信息机说道 我去找个地方和总部联络 队长 已经离开那片森林够远了 也不知道这里是否慈善混乱 不如试试吧 如果能够联络外界 也免得出去冒雨了 有人提议道 也是 刘武答应道 这一路过来 大家忙于赶路 也怕联络总部暴露位置 所以一直没有和总部联络 总部肯定是炸锅了 刘武赶紧打开单边信息机 李锐想到了什么 也从杯囊里 拿出耳麦袋上 打开开关 一阵丝丝的电流声响起 和以往一样 李锐有些无奈地准备摘掉 手都拿到了耳麦 就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 惊喜地喊道 是你吗 是我 李锐一听是灵静 顿是大喜 脑海中不由闪过灵静的美丽如梦 心情激动起来 赶紧说 你还好吗 我能有啥事 你死到哪里去了 招呼都不打一个 林静没好气地问道 按照龙牙规定 第一小队的任务 自然由第一小队的信息师 全权负责远程支援 其他人无权接触 林静并不知道李锐的行踪 也在情理当中 李锐猛然想到 雷孝天不能泄密地叮嘱 林静还不知道内静 应该无权接电话才对 正犹豫间 林静仿佛看穿了李锐的心思 没好气地骂道 五天前 雷公告诉了我情况 你小子够狠 居然连我都保密 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 啊 李锐愣了一下 反应过来 难怪林静有权限和自己通话 原来是雷公允许的 刚才只是故意抱怨几句 这样也好 回去免得解释 唐吉笑道 那得先回去才行啊 我们需要一条安全路线 联络上了 对 联络上了 是总部 太好了 那这个单兵信息机 就用不上了 刘五欣喜地说 单兵信息机是搅护过来的 虽然可以用他联络总部 但很麻烦 而且有泄密的风险 尔麦则不同 是龙牙特制的产品 没人可以轻易监听 所以他快速地关闭了单兵信息机 李锐将尔麦取下来 递给刘五 你是队长 你来吧 也好 刘五接过去带上 陈生说 我是刘五 哪位 刘队好 我是林静 新人 马上给你转接第一小队 专属信息师 林静的声音响起 很快 声音切望过去 又一个女声响起 刘队 是我 你们怎样 听到熟悉的声音 刘五松了口气 笑了 太好了 总算是和你们联系上了 马上定位我们的位置 并将情况上报给雷公 我们需要安全路线 明白 马上处理 兄弟们都好吧 好着呢 兄弟们都没事 这次多亏了白狼 敌人应该全部被剑 我们带着十三名科学家撤离 估计再走几天 就可以走出这片该死的森林了 我们需要撤退计划 尽快给我们安全路线和撤离计划 刘五沉声叮嘱道 是 女声郑重地答应了 通话暂时结束 刘五没有取向尔麦 而是看向兄弟们 沉声说 兄弟们 联系上了 上面应该很快就会有消息传来 正说话前 尔麦里响起一个声音 是我 把尔麦给掰了 雷公 您老在啊 刘五惊讶地赶紧说 废话 老子为了等你们的消息 足足五天没回家休息 都瘦了一圈了 你小子最好多给老子一点好消息 否则老子饶不了你 听说你们都没事 那就好 白狼没事吧 哼 放心吧 都没事呢 多亏了您派白狼过来 要不然这次任务 没那么容易完成 近百名毒鞋佣兵团雇佣兵 最弱的都是四级 一名九级 其他都是五六级实力 还有几名七级 不过 这些人恐怕都死了 还有两千左右的 黑暗联盟的精锐部队 也基本都被干掉了 基地被摧毁 具体的情况有些负责 一时说不清楚 回来详细给您汇报 不过 这次手工是白狼 我得为他进攻 这么多 雷啸天惊讶的声音响起 是啊 事情超出所料 还好摧毁了基地 刘五心有余悸地说道 啊 好了 把耳麦交给白狼吧 刘五见雷啸天 再次要求与白狼通话 估摸着这里面有事 赶紧将耳麦递给李锐 李锐接过去带上 赶紧说道 是我 白狼 你给我听着 归途艰难 要有心理准备 沿途一个联邦 还有十几股黑暗势力 总兵力不少于一万 还有一些毒贩组织和土匪 我们收到情报 这些毒贩组织和土匪 也都被多斯家族收买 好 还有 多斯家族和黑暗联盟 都不肯让科学家曝光 说明这些科学家不简单 越是这样 我们越要将科学家们带回国 说不定有大用 马上询问一下科学家的性命 查查他们的底 雷公叮嘱道 啊 李锐没想到 事情变得如此复杂 脸色大变 李锐早就想到 撤退的路会非常艰难 但没想到 还是低估了困难程度 他马上叫来贺本 正准备询问 忽然想到这些科学家们 有可能报假名 马上将刘武叫到一边 低声说道 上面要求查科学家的身份 将他们的性命报上 我担心他们报假名 是不是将所有人都分开询问 有一个办法 让他们都在外面护着 然后一个个进来 每个人都说完所有人的性命 说完到洞穴里面护着 外面的人不知道具体情况 就没办法穿狗工 说完就无所谓了 好办法 就这么干 刘武马上行动起来 失忆科学家们都到了洞口 科学家们不明所以 都不敢和刘武直接冲突 都老老实实地在洞口等着 刘武让一名科学家进去 李锐一一接待 询问大家的性命 过了一会儿 十三名科学家都接受了 李锐的询问 问的是同一个问题 科学家们都不傻 猜到什么 但没人敢撒谎 因为分开了一一询问 撒谎很容易识破 都说了真实情况 而李锐将每一个人 陈述的性命都报了上去 所有人询问完毕 雷啸天让李锐稍等 李锐估摸着 上级盘查科学家的 真实情况去了 不由看向科学家们 发现有些人脸色微变 愁眉苦脸的样子 估摸着这些人不简单 案子丢给刘武一个眼神 刘武会议的案子点头 留一起科学家来 以防万一 等了一会儿 耳麦里传来雷啸天 欣喜若狂的声音 白狼 这次立了大功 难怪多斯家族和黑暗联盟 不惜代价阻拦你们 原来是这样 一定要将这些科学家们 带回来 什么情况 哎 具体情况 一时说不清楚 你只需要知道一点 这13名科学家 都是世界顶级核激光武器专家 咱们国家核专家很多 激光专家也不少 但同时精通核激光武器的专家就少了 他们当中 好些还是各联邦国报级的专家 一旦泄露出去 多斯家族绝对会被灭族 黑暗联盟 也会吃不了兜着走 难怪他们如此紧张 不惜代价阻拦你们 所以 请务必带他们回来 头儿 说起来容易啊 放心吧 我会伤报给元首 有元首协调其他部门 全力以赴支援你们 会有人沿途给你们提供帮助 这些科学家太重要了 还记得那枚已经运走到核激弹头吗 如果没有破解密码 就算是找到了 也清除不了 是 李锐脸色大变 赶紧答应 事情上升到了元首那儿 不惜调痛其他部门 全力以赴支援 这已经不是普通的战略级任务 而是国家级战略任务 非同小可 不是想不想完成 能不能完成的问题 而是不惜代价必须完成 任务性质发生变化 由不得找借口和理由推脱了 李锐不由看向科学家们 满脸苦涩起来 兄弟们撤离回去 或许有几分把握 但带着这些人怎么撤啊 他想了想压低声音问 陶儿 那如果是以愿为呢 那就全部杀了 我们得不到 也不能留给敌人 否则 会给我们带来无穷的麻烦 记住这点 雷啸天严肃的声音响起 带着不容质疑的口吻 明白了 报正完成任务 好了 说说沿途困难 我会让人将撤离的路线发给你们 沿途敌人势力分布也会标注好 黑暗联盟和多斯家族为了灭口 会补惜一切代价追上 我担心消息会泄露出去 沿途联邦也会出兵抢夺 毕竟那些科学家事关重的 牵涉太过 没人会无动于衷 沿途难度会加的 没有具体的撤退计划 一切都得靠你自己灵机决断 你把尔麦给留我 雷肖天严肃地叮嘱道 是 李瑞赶紧答应 将尔麦取下来 递给留 当初第一小队为了顺利完成任务 听从李瑞的三点建议 并没有携带电子设备 和外界联络 都只能靠抢夺敌人的单兵信息机来完成 但这种单兵信息机 很容易被对手监听 并不保险 一般的交流也就罢了 一旦涉及到了机密 必须用龙牙特制的尔麦才行 刘武接过尔麦带上 问候一句 就听雷肖天郑重地问 你刚才说 这次任务能顺利完成 多亏了白狼 可否属实 可是真心话 是 那好 后面的撤离会更加凶险 更加艰难 你有没有把握 带领大家安全撤离回来 信心十足 但把握 就差一点 刘武意识到什么 赶紧说 你小子别耍花头 既然你没把握 那我问你 如果我命令 你们第一小队 从现在开始服从白狼的指挥 你有没有意见 没问题 实际上 第一小队已经如你所愿了 刘武笑道 如果是以往 雷肖天说这样的事情 肯定不会答应 但这段时间相处以来 刘武已经看出了李锐的能力 或许战斗能力还很弱 但战机的把握能力 天马行空的战术思维能力非常强 第一小队无人能及 自然不会有人在反对 雷肖天的安排了 第169集 雷肖天没想到刘武回答得如此果断 马上想到了很多 估摸着李锐的表现 彻底获得了第一小队的认可 放下心来 那好 从现在开始 一直到安全回来 这段时间内 第一小队无条件服从李锐的指挥 是 我代表第一小队 无条件服从命令 刘武郑重地回答 目光异异 没有丝毫抵触 内心更是暗暗期待起来 期待着李锐能够再闯奇迹 带领大家闯出一条生路 圆满地完成任务回国 通话结束后 六五十一兄弟们 全部来到洞口外面 看了眼李锐 压低声音说 兄弟们 雷肱的最新命令 要求第一小队从现在开始 到回国期间 自我以下 所有人 无条件服从白狼的指挥 啊 大家惊讶地看向刘武 没想到会是这样 啊什么 都听明白没有 事发突然 大家只是觉得有些突兀 并不反对这样的命令 而李锐的表现 大家有目共睹 只得信赖 都反应过来 赶紧答应 是 坚决服从命令 获得指挥权的李锐 并没有一丝心息 反而感觉肩膀上的压力倍增 之前和刘武 搭成默契 一个参谋 一个指挥 有人分担压力 李锐没感觉有什么 现在不同了 所有压力都扛在肩上 庆幸的第一小队 并没有人反对这样的命令 众志成城 这样李锐多了几分信息 第一次绝对指挥一支部队 而且还是龙牙特勤局 最强大的部队 李锐心里面多少有些发虚 大家都是精灵人 自然看出李锐的心思 但都没有挑破或者取笑 而是善意地笑笑 默契地交换个眼神后 该站岗的站岗 该监督科学家的监督去了 不一会儿的功夫 都找到了自己的事 只剩下刘武 刘武看向李锐笑道 是不是有些紧张 有些压力 队长 多谢您的支持 哎 别这么讲 能者多劳 只要能带兄弟们离开这里 顺利完成任务 其他都不是事 我不是那种小肚鸡上的人 放心吧 兄弟们也都理解上级 这么安排的用心 这里除了你 其他人都没把握 行 不说这些句的 李锐也不是矫情的人 马上有了决断 既然上级已经下达了命令 就必须无条件服从 开不得玩笑 当即神情疑速 队长 我保证 信我所能 全力以赴 哼 有心就好 也别太大压力 有想不明白的事情 可以说出来 兄弟们一起商量 人多力量大嘛 刘武倾笑着安慰他 没有一丝被抢班夺权的芥蒂 李锐感激不已 暗自发誓 一定要将大家安全地带回去 他迅速从背囊里 拿出平板电脑来 开机 用自己的IT登陆龙牙系统 从个人后台 调出了刚发过来的 行军路线图 图上标注了 沿途的势力敌人分布 这么快就做好了 显然总部早有准备 刘武晨声说 凑上来看了几眼 继续说 老弟 这五天遵照你的意思 没有和总部联络 有没有暴露位置 不得而知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敌人从了卫星监控之外 肯定会调动地面部队阻截 啊 你来看 我们所在的位置 往南大于三天 就能走出这片森林 但沿途有两股势力 这两股势力被收买的可能性很大 走出森林 就是自由联邦的地界了 说不定他们已经收到了风 已经调动大步的严阵以待 出去无异于自投罗网 你怎么敢 利瑞满脸担忧的陈生说 还能怎样 只能硬闯 小股势力好对付 但自由联邦不简单 一旦全力以赴 我们根本无法避开 刘悟有些无奈地说 我看过有些资料 自由联邦也有一支战略部队 叫做自由卫队 战斗力不下于咱们龙牙 但是人数 却是咱们龙牙的两倍以上 一旦自由卫队出动 咱们确实会很麻烦 利瑞有些无奈地说的 唉 别说自由卫队 就沿途黑暗联盟的势力 就够头疼的了 但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就算我们绕行也不可去 一来时间长 变数大 二来森林危险重重 长时间奔波 科学家们的身体受不了 别还没走出去 就都病倒累死了 科学家们的身体一般 逼不得基因战士 长时间在森林里奔跑 肯定受不了 利瑞很清楚这点 想了想 说道 嗯 绕行确实不可去 无论往东还是往西 都要多走一个月 才能退出去 而且 敌人长时间不见我们出去 肯定会追击 一旦出动空中力量 我们更是避无可避 往北就更远了 你有什么计划了 情报显示 出森林的沿途 两股势力都不简单 每股势力人数过千 算是比较大的势力了 既然怎么走都有可能暴露 我们就直接摸上去好了 李瑞沉声说道 呼目翼翼闪烁着睿智的光芒 你的意思是 刘武有些跟不上李瑞的思维 惊讶地追问道 很简单 我们继续往南走 快到第一股势力范围的地界室停下来 找个地方修整 安排几个人摸到他们基地 将头目全部秘密控制起来 然后建议其他人过去 先在他们地盘休养几天 看看形势再说 藏身敌人老巢 灯下黑 只要控制了他们头目 暴露的可能性就很小 就算暴露也不怕 除非自由联邦等其他敌人不惜代价 直接动用空中打击能力 连这股势力全部干掉 只要有人动用了空中打击力量 我们国家就能监测到 并及时通知我们撤离 一旦这股势力被摧毁 其他势力就未必还会如此卖命了 好办法 刘五一点就透 兴奋地分析了 嗯 没错 挡在我们前面的有三股势力 一种是黑暗联盟的分支 一种是自由联邦 还有一种是想捡便宜的 毒贩游击队之类的武装 这类武装不归属任何势力 但为了利益肯定会不惜代价 比如靠近我们的这支毒贩武装 一旦有人对这支毒贩武装 进行无差别攻击 我们可以趁机离开 但他们就跑不了了 以后 这类想捡便宜的武装力量 就得掂量掂量了 有道理 你小子脑子太好事了 一下子就看穿了层层迷雾 找到了克制的办法 这在兵法上 叫做借刀杀人吧 哼 我喜欢 没有了偷鸡取巧的人参与 剩下的 就是黑暗联盟的分支力量和自由联邦了 这两股力量利益诉求不同 是不是也可以利用一下 当然 到时候我们就可以见机行事 无论投向哪一边 另一边都会不惜代价的攻击 我们就可以浑水摸鱼 趁机脱身 李锐笑道 还有些税嫩的脸庞上 充满了自信和铁血杀气 这种掌控全局的感觉真的很好 李锐感觉自己渐渐把握住了什么 内心大地 刘武也看得出来 李锐越来越像个合格的指挥官了 隐隐有一种错觉 感觉眼前这个人就像是已经牺牲了原队长杨简 都是那么的睿智 那么的自信 那么的洞察和细致入微 太像了 不由得有些出神起来 确定了撤离计划后 队伍第二天就匆匆出发 往南极星军而去 三天后的中午 队伍来到一片悬崖 找了一个岩洞藏身 岩洞很隐蔽 周围满是灌木遮挡 不到跟前就难以发现 是一个很好的藏身之所 李锐让副队长带着两个人 留下来保护科学家 自己带着其他人继续往南而去 没有了科学家拖累 大家的行军速度很快 黄昏时分 大家来到了一片山谷附近的斜坡上藏好 仔细观察起来 山谷地势平缓 树木稀疏 开阔处修建了很多木户 一些大树上修建了简易的观察塔 塔上有两名背着枪的人在警戒 入口处有一支部队在驻守 十几个人端着枪盯着四周 警惕性很高 一条小河从山谷蜿蜒而去 小河边 一些妇女正在取水 将洗衣服 山谷不远处的斜坡 被完全开辟出来 种植了很多因素 长势非常好 那燕红的花朵 正迎着黄昏的晚霞怒放 随风摇曳 观察了一会儿 李锐放下狙击进陈生说 看来 他们抓捕了很多本地土著帮忙种植因素 照顾他们的生活 这帮该杀的毒贩武装 还挺会享受生活的嘛 队长 天黑后行动 有没有把握控制他们的首领 没问题 这种层面的敌人太弱了 连一个基因战士的高手都没有 不足为虑 不过 得尽快搞清楚他们的首领是谁 住在哪里才行 这个简单 他们不是有武装小队 在山谷外面巡逻吗 先干掉一支 自然有人进来汇报 看进了哪个房间就知道了 李锐笑道 战场指挥的感觉越来越好 各种奇思妙想 就像泉涌一般 好办法 刘武答应一声 马上安排了三个人过去 对付这种连基因实力高手 都没有的十来人巡逻小队 根本不需要老实动众 一人就足矣 但是为了保险起见 刘武还是安排了三人过去 李锐没有阻止 毕竟熟悉第一小队的人还是刘武 具体的部署交给刘武放心些 他继续观察起来 等了半个小时左右 一名敌人从树林里冲出来 大喊大叫地冲向山谷的入口处 入口处的人了解了一下情况 马上有人直奔山谷而去 成了 李锐看到这一幕笑了 那名敌人肯定是兄弟们故意放掉的 马上举起狙击进观察 见报信的人冲进山谷中间的一栋高大建筑内 等了一会儿 山谷响起了警报声 河边取水的人纷纷返回山谷 房间里冲出来大量武装人员 快跑着到开阔的广场上集结 很快 广场上就挤满了人密密麻麻 在领队的吆喝下冲出山谷而去 剩下的武装人员迅速散开 各自抢占制高点 将整个山谷守卫的是水泄不通 入口处更是调集了更多的部队把守 倒也有几分精锐的样子 李锐冷静地看着这一幕笑了 首领应该是那狗光头 五十来岁 有些发福了 住在那栋高大一些的木屋内 守卫比其他地方更严密一些 简直是生怕别人不知道他住在哪里啊 天黑后行动 没错 这会儿他们戒备森严 咱们不住眉头 等等吧 好 等等 刘武答应道 继续观察着 过了半个小时左右 出去袭扰敌人的三名兄弟回来 毫发无损 李锐松了口气 继续观察着敌情 以免错漏了什么 时间在不知不觉的等待中过去 敌人还在树林里到处搜查 但和大家不是一个方向 根本不用担心 茫茫树林里想要找到一个人可不容易 除非知道方位 所有人潜伏在树林里不动 以免惊动了飞鸟 丛林站经验丰富的人都知道 有飞鸟的地方肯定有人 一般的野兽经过 鸟儿可不会被吓飞 不知不觉中 天色完全黑了下来 刘五迫不及待地来到李锐跟前 李锐早有计较 看着刘五认真地盯住 只能三个人去 人都容易暴露 我的实力不够 跟过去反而成为拖累 你带队吧 成功后 在门口用手电筒 顺时针转动两圈 没办 刘五答应了 马上叫了两名兄弟随行 很快就消失在夜色中 第一百七十集 李锐走到开阔处 继续观察前方山谷 狙击手走过来 低声说道 放心吧 这种层面的敌人不用担心 两名随队长去的兄弟 最擅长侦察 渗透和魔兽 对付这种敌人 有些大财小用了 但愿别出什么意外吧 如果山谷埋伏了高手 刚才的试探就应该暴露了 除非有高手知道我们来这里 故意隐蔽不出 这支毒贩组织 如果和某些高手合作 那咱们就认命了 狙击手有些无所谓的笑道 也是 敌人不可能这么快就堵截上来 这伙毒贩组织为了利益 会和其他人合作 但绝对不会让别人藏到山谷 除非他们不怕黑吃黑 对啊 如果让某些高手过来 确实有黑吃黑的风险 无论是黑暗联盟的势力 还是自由联邦的势力 都不是山长 只要进入山谷内部 到时候想收编就收编 想吞并就吞并 来个黑吃黑 这伙毒贩组织根本就反抗不了 所以 他们不可能让别人进入山谷 自然也就没有高手蛮腹了 狙击手也赞同道 两人随意地聊着 过了一会儿 两人几乎同时 看到了山谷中间 那栋大一点的木屋门口 有人在转手电筒 正好两圈顿时大喜 李锐更是兴奋地喊道 兄弟们 成了 走 咱们过去 哈哈 好 走 狙击手也大声附和道 只要控制住了首领 就等于控制住了这支部队 直接过去 根本不用担心什么 大家朝山坡下冲去 开局顺利 让大家看到了希望 一个个兴奋不已 转眼间 大家冲下了山坡 来到了山谷 看到一支武装部队走过来 武装人员将武器背在后背 并没有移动 为首一人看到冲下来的李锐等人 马上是一部队停止前进 摆出了迎接的架势 大家看到这一幕大戏 彻底放下心来 快步迎了上去 宽大的木屋中 墙壁上插着燃烧的大号蜡烛 将房间照得亮入白昼 房间内的摆设很简单 几张木凳 一张木桌 桌子上摆放着一挺机枪 散落着一些能量弹夹 还有一把军刀扎在木桌上 倒映着烛光 散发着阴冷的气息 一看就不是凡物 木中间烧着一堆篝火 上面烤着一只山猪 金灿灿的冒着油 一张木椅上捆绑着一个中年人 有些负担 正是这支毒贩组织的首领毕斯 一名当地土著 从小就好勇斗狠 手上鲜血无数 成年后投了游击队 后来被收编成了正规军 在军队学了一身军事本领后 更加猖狂 退役后回到家乡 拉起队伍干贩毒 十年后有了上千人的规模 名造一方 彼此没有想到会有人杀上门来 而且还是传说中的高手 没等反应过来就被服了 人得到越多就越怕死 被服后得知 只需要配合就不会死 就果断放弃了反抗 在刘武的要求下 派出心腹干将 去迎接山坡上下来的李瑞等人 以免发生误会和冲突 李瑞进屋后 看了眼正在吃烤肉的刘武一眼 笑了 刘武割下一大块肉丢过来 李瑞接过去大嚼一口 感觉味道不错 应该是抹了蜂蜜 食盐和一些其他佐料 鲜甜中带着几分脆香 边吃边走的走到碧斯跟前 拿出水壶灌了两口 用星球语笑道 热烤的不错 你做的 哦 碧斯惊讶地看着李瑞 没想到上来居然问这个 医生有些懵 这家伙叫碧斯 居然是个一级基因高手 没想到啊 难怪能镇住这么多毒贩武装 发展到现在这个规模 哼 难怪 李瑞笑道 一级基因高手 对于普通人来说 就已经是无法超越的高峰 李瑞继续用星球语说 你相似还是想活 给个痛快的吧 他刚才已经答应饶我一秒 你们不能说话不算话 想要什么 直接说吧 碧斯赶紧说道 脸色紧张 生怕李瑞反悔 哦 答应了呀 可我没答应啊 小活命不是不可以 总得拿出点诚意吧 我们大老眼过来 住几天没问题吧 哦 当然 你们想住多久都没问题 嗯 爽快 我就喜欢和你这种人打交道 咱们就敞开了说吧 有没有人找你截杀我们 李瑞笑道 却带着几分冷意 彼此猛然反应过来 有些郁闷 原来你们就是他们要的人 说在你们手上不约 实不相瞒 我并没有答应 但也不敢反对 谁让他们实力太强 哎 你们应该也看得出来 方圆几百里 并没有我的人搜查 也没有主动去找你们 嗯 这点你做得很好 否则现在的话 你还能坐在这里跟我说话吗 李瑞笑道 仔细一想 严徒还真没有碰到任何人的搜查 看来 这个家伙还真不简单 知道两边都不好对付 干脆两边都不得罪 想蒙混过去聊事 哎 是是是 我把知道的都告诉你们 我真没打算招惹你们 关键 一定招惹不起你们啊 哈哈 彼此赶紧陪笑 只是这笑 比哭还难看几分 心中更是郁闷不已 传说中的高手啊 自己一个小小的一级基因身手 怎么打呢 那些混蛋也太吭人了吧 居然不事先说一声 说吧 只要让我们满意 你继续当你的老大 我们走我们的路 如何 李锐笑呵呵的说 目光却变得犀利起来 死死的锁定对方 彼此感觉自己被眼前这个年轻人 给看穿了一般 很不舒服的感觉 不由大惊 眼前这个年轻人才多大呀 看上去 好像是这帮人的头目 就连传说中的九级高手 都听命行事 那这个年轻人 到底是什么实力 彼此不敢想 只是在心里面 将那伙人骂了个底朝天 赶紧陪笑着说 如您所愿 他们是黑暗联盟的人 三天前有人过来 答应给我们一大批武器装备 作为交换 让我们寻找你们的下落 是不是找到了 马上通知他们 是的 通知他们给一个营的装备 如果拦截住你们 给一个团的装备 如果能够抓住 或者打死你们 一个人一百万星球避 哦 看来他们像了血本啊 这么高的奖赏可不容易啊 我都想摘下自己的脑袋去换了 李锐笑呵呵地说道 目光却更冷了 不敢不敢不敢 这只是他们提出来的赏格 我只是表面答应 能让他们拿出 这么高的赏格对付的人 肯定不简单 我自认招惹不起 但是黑暗联盟也惹不起 我只能表面应付一下 并没有动真的心思 我保证 彼此赶紧赌咒发誓 生怕激怒了李锐下死手 很好 你倒也不傻 难怪能走到今天 这趋吉避祸的本领 倒是有几分 李锐笑道 后退几步 拿起手上的肉 继续吃了起来 一边思索着 毕斯这番话背后透露的信息 毕竟毕斯虚于尾夷 那其他势力 是不是也会这样 还是说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呢 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吧 像毕斯这样实施物的人 毕竟是少数 忽然 李锐灵机一动 哎 毕斯是吧 对 你有什么吩咐 毕斯赶紧赔笑 却满脸苦涩 被人逼到这个份上 毕斯感觉自己很悲哀 居然遇到了传说中的高手 而且还不止一个 这运气也太美了吧 该死的黑暗联盟 从这儿往南还有一股武装 你熟悉吗 熟悉 他们好像在寻找你们 昨天还派人过来交涉 说是让我行个方便 让他们进入我的实力范围内搜查 我没答应 毕斯赶紧说道 哦 这么说来 他们是铁了心帮黑暗联盟啊 说说他们的实力 李锐边吃边问的 并没有将这伙人放在心上 哦 他们的首领 是一个二级基因实力 有两个心腹是一级 其他的和我这边情况一样 有一千来人 但缺乏正规训练 摆开了打 最多是军力敌 所以我们两家 还算是相安无事的 二级而已 哼 有没有兴趣 把他们吞了 轻松笑道 带着几分蛊惑 旁边的刘武等人听到这 眼中闪过一分疑惑 纷纷看向刘武 刘武使得个眼神 大家会议的点头 继续观察起来 阴阴感觉 李锐又要放大招了 眼前一亮 变得兴奋起来 充满了期待 毒贩组织也好 所谓的游击队也罢了 都是没有背景的土匪而已 互相倾压 吞并 攻击等鲜有发生 谁也不会在意 一切都是利益需要 当然 有背景的武装没人敢惹 比如联邦扶持的力量 比如联盟培植的势力等 往南的那股劫匪 不过是一支土匪 美其名曰游击队 大家实力相当 如果能借助外力吞并 自然是妙不可言 彼此不是傻子 马上就看出来 李锐不是在开玩笑 一旦吞并那股势力 自己的力量就能倍增 成为影响周围的武装 就算以后联邦或者联盟 也得掂量一二了 作为一名普通人 混到今天 成为一方枭雄 毕斯也不是个擅长 最善于把握机会 马上就意识到 这么做的好处 但他还是谨慎地 权衡了一番 当即说道 你们想要得到什么 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毕斯可不相信 眼前这帮凶神恶煞 会平白无故地帮自己 干脆挑明了问道 免得将来做不到 留下麻烦 李锐一听却笑了 你是个聪明人 应该能猜到我们的目的 毕斯一愣 沉饮了起来 李锐并不着急 耐心地等待着 如果对方真猜不到 自己的用意 那说明不过如此 不值得自己下注 他两三口 将手上的烤肉吃完 灌了几口清水 看向毕斯 毕斯正好看向 李锐说 你们想离开 怎么样 有没有办法 难 不是我不愿意帮忙 实在是太难了 每股市里都有自己的地盘 我这里怎样都可以 但别人的地盘 我说了可不算呀 你愿意帮忙就好办了 我们的人还在外面等着 你看能不能安排一些房间 让我们休息吧 对外嘛 就说我们是来采购毒品的商人 泄露了我们的身份 对你也不利 对吧 当然当然 这样最好 毕斯毕竟比李锐还担心暴露 一旦黑暗联盟的人知道 自己必死无疑 只有刚才去迎接你们那名军官 知道我被绑的事 其他人都不知情 至于那名军官 是我的兄弟 不用担心 那就好 你安排一下吧 李锐笑道 暗自松了口气 一名守在门口的兄弟 马上让那名军官进屋 军官进来后 谨慎地看了大家一眼 目光落在毕斯身上 满是焦虑 李锐却拔刀闪电般地 割断了毕斯身上的绳索 毕斯会议地点点头 马上对进来的军官说 哦 一场误会 他们是来买货的 想逼着我压价 现在已经谈妥了 不用再担心了 还有 这里的事情 不要告诉给任何人 是 军官赶紧答应 心中虽有无疑 但也没有多问 你去准备两间好点的房间 给朋友们住 好记住 不准任何人 将这里的情况泄露出去 毕斯严肃地交代道 明白 军官虽然很好奇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但毕斯不说 也不好多问 赶紧答应一声 急匆匆去准备了 李锐不动声色地观察着这一切 见毕斯确实不像在耍心眼 暗自松了口气 只要毕斯配合 后面的事情就好办很多了 等军官离开 李锐搁下一块肉继续吃了起来 一边示意其他兄弟们也吃 第171集 肥大的山猪很快被大家分吃干净 李锐喝了点水 见军官过来汇报 说房间已经准备妥当 当即对毕斯说 我们还有人在外面等候 你看 哎 兄弟 你马上带人去迎接客人回来 毕斯会议地对军官吩咐道 我们也去几个兄弟带路吧 免得找不到 李锐笑道 看了刘五一眼 刘五会议地点点头 马上安排了三名兄弟跟随军官过去 只要控制了首领毕斯 其他一切都好办 而毕斯又被李锐的大胆提议打动 吞并另一股势力的诱惑太大了 根本不会反抗 等大家走后 毕斯忍不住问 这位先生 咱们真的能吞并另一股势力吗 你打算怎么做 这个并不难 这里过去最快也要三天吧 明天出发 三天后的晚上赶到目的地 到时候我们渗透进去 将他们的首领全部抓起来 你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能不能收编他们的部队 就看你的了 好 只要你把他们的首领全部抓起来 并交给我处理 哪怕全部干掉 我都有信息收编他们的队伍 彼此一脸肯定 毕竟是一方枭雄 手段很辣 性格果断 为了利益 什么都敢去搏 那就好 一会你们准备一下 天亮后出发 不过 在此之前最好别透露出去 谁知道你们的部队 有没有他们渗透进来的卧底 一旦行动暴露 事情就棘手了 彼此自然明白其中的道理 满口答应下来 得到李瑞的允许后 拿起对讲机 叫来一名军官 当着李瑞的面 叮嘱对方马上去集合部队 将散落在树林里的巡逻部队 全部叫回来归队 队外宣称是 护送客人带着货物离开 商人到毒贩组织基地 来采购货源并不足齐 一般而言 卖货的毒贩组织 都会派兵护送采购方离开 以示感激 也避免了沿途其他武装黑赤黑 这也算是不成文的规定吧 彼此的借口很到位 没人能提出质疑 一切都在有序的布置中完成 这时 刘武给李瑞使个眼神 两人来到门口 刘武看着前方到处都是 木屋和巡逻队 压低声音说 老弟 你这打的是什么如意算吧 我都看糊涂了 现在没啥事 不如给我说说 李瑞看看四周 用只有流雾才能听到的声音 轻轻说 那支游击队控制了一条河流 根据地图来看 这条河上游通往市区 下游通往邻国 我们到时候可以假冒贩毒者 走水路撤离 这样速度快很多 走水路 岂不是很容易被拦截 没错 确实如此 到时候我们坐游击队的船 隐蔽信高 晚上出发 天亮的时候悄悄上岸 船只有继续前行 谁也想不到我们已经登岸 上船后找外交部 应该有办法撤离 好 刘武一愣 猛然反应过来 这是富贵险中求啊 但胜算不低 会有效了 只要能带着兄弟们安全撤回国 圆满完成任务 走哪都无所谓了 科学家们过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 碧斯让人准备了热食和热水 大家吃饱喝足 美美地洗了个澡 然后到安排好的房间休息去了 李锐让兄弟们分成两批轮流洗澡 以防万一 至于碧斯 则被软禁在房间里 碧斯也清楚自己的处境 面对传说中的高手 根本没有反抗的机会 倒也没有提出其他要求 很配合 李锐也好好地洗了个热水澡 回到大木屋一看 刘武正和碧斯闲聊着什么 他走了上去 刘武见李锐回来 我在跟他了解对手的情况 基本都掌握了 对了 要不要再弄点吃的当宵夜啊 可以啊 李锐无所谓地笑道 看向彼此 想了想 回头你给准备一下当地人的服装 我们需要伪装一下 有没有问题 啊 这个不是问题 接下来大家闲聊起来 李锐不断询问周围的视力情况 希望能够找到一条脱身的路 遗憾的是 事情比自己掌握的情报更复杂 根据碧斯提供的线索推测 联邦已经出兵把守要道 大家只要一露头就会暴露 这个结论让李锐很头疼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悄悄流逝 碧斯熬不过夜 沉沉睡去 李锐和刘武都不敢睡 必须得有一个人守夜 看死碧斯 以防碧斯忽然醒来反悔 好在一切都很顺利 第二天一早 碧斯让人准备了热食 给大家当早餐 吃饱喝足 碧斯已经集结了战斗人员 那名军官送来当地人的服装 给大家换上 队伍出发 一路往南 大家混在队伍中 很不起眼 碧斯到底是军队待过的人 所以他的队伍倒也训练勇速 排着整齐的队形 往前推进 还安排了兼兵探路 有几分精锐的样子 李锐等人则待在 碧斯身边 将碧斯团团围住 这样安排 就算碧斯有异心 也翻不起浪花 科学家们也换上 本地人的服装 跟在后面 没人敢乱跑 队伍正慢慢地往前推进 一路都很顺利 三天后 队伍来到一片山岗 再往前 就是游击队的势力范围了 贸然进去就会暴露 李锐让部队藏在树林里待命 科学家也留下 并留下两名兄弟保护 带着其他兄弟和碧斯 朝前继续赶路 碧斯知道事关重大 将部队交给了新副率领 只带了十几名护卫随行 为了保险起见 李锐让第一小队的兄弟 负责探路 确保行踪不暴露 半个小时后 大家来到了一片山岗上 举目望去 前面是一片开阔的平原 一条河流弯颜而去 河面停靠着一些船只 开阔处修建着很多木屋 一片斜坡上 也修建了不少房屋 一些巡逻队在游异 建筑群内不断有人走来走去 还有一些观察塔 塔上有人在警惕地盯着四周查看 几艘船上 一些人正在紧张地搬运货物 一派繁忙的景象 远处 几艘木船正准备靠岸 船上堆放着许多货物 看不出是什么 李锐观察了一会儿 感觉这里更像是一个小镇 有许多平民居住 把游击队和平民混聚在一起 那么谁也不敢空袭 否则会背上伤及无辜的罪名 这倒是个不错的选择 看来 这支游击队的首领 也是一个有头脑的人物 情况有些复杂 你有什么计划 刘武笛声问 用的是国语 有一个办法 弹掉他们的主要首领 然后 必死的人发起强攻 吸引各方眼球 我们趁机撤离 如何 李锐笛声说道 用的也是国语 两股势力大战 确实能够吸引很多人的注意力 我们趁机撤离的成功率较高 只是 我们怎么走 一名兄弟沉声追问道 抢船吧 连翼出发 天亮后迅速登岸 再找机会 李锐低声解释 情况越来越复杂 低情随时再变 更长远的计划做不了 只能走一步 看一步 灵机决断了 李锐说到这里 目光投向前方的河道 忽然用星球语问道 毕斯 说说那些船 都是干什么的 哦 一些是游击队的采购货船 很多生活用品 需要靠船从外界运进来 还有一些是商船来兜售货物的 这些商船 都取得了游击队的许可 没有许可证的 进不了码头 甚至出现在方圆三十里内 都会被打掉 如果我们要走 坐哪艘船合适 李锐低声问道 哦 看到那艘白色的帆船了吗 据我所知 那是一名高官的船 游击队不敢得罪这名高官 所以发放了许可证给他们 这里绝大部分高档一点的货物 都是那种白色帆船运进来的 方圆千里内都知道这件事 沿途没人会拦截 毕斯解释道 呵 官方代言人 有点意思 没想到哪里都有这种事情 刘武笑道 官船 好 就他了 李锐笑道 心中有了计较 看看天色 陈生说 啊 还有一会儿就天色完全黑了 毕斯 可以通知你的人慢慢靠上来 半个小时后 我们会发起攻击 负责击杀这里的所有头目 其他的就靠你自己了 这里的头目住在哪里 没问题 都在那片斜坡上住 开阔处 住的都是平民和游击队家属 游击队武装一部分在斜坡上住 另一部分和平民混局 具体不是很清楚 毕斯知道自己没得选择 只能硬着头皮干 赶紧将自己知道的都说了出来 李锐和刘武交换了个眼神 重点观察起斜坡来 发现确实像手里面居住的区域 先不说武装人员较多 就连房子的修建也比其他地方好 十几分钟后 大家将情况基本观察妥当 继续等待着 天色渐渐暗淡下来 河道边搬运货物的人慢慢走光 外面巡逻的人也少了不少 开阔处的木屋内升起了催烟 一些在外面玩耍的小孩 也纷纷回家 看上去很祥和 如果不是早就知道 这里是游击队的聚集区 还以为来到了安宁的小镇 没多久 天色完全暗淡下来 彼此的人马也已经靠近 距离大家不过半个小时左右的路程了 沿途很顺利 并没有暴露行踪 这让李锐暗自松了口气 看看时间 玄机看看刘武 刘武会议的点头 带着兄弟们朝前迅速摸去 山坡密林里 李锐和彼此牧师大家离开 继续在原地等待着 彼此需要留下来指挥自己的部队 李锐得留下来看着彼此 以防万一 至于偷袭敌人的任务 以刘武等人的战斗力 自然不在华下 彼此有些不放心地看着大家离开 就这样 你有几场胜速啊 放心吧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一切计划都是虚无 李锐淡淡地说 对兄弟们的战斗力充满了信心 至于身边的彼此 虽然有十几名护卫 但李锐并不放在眼里 他们不过是普通人而已 李锐有把握将彼此击杀 彼此心里面满是吞并游击队的好处 哪里还会有异心 就算有也不敢 作为一名一级精英高手 彼此很清楚 眼前这个人很不简单 杀自己是易如反掌 他强迫自己耐心地等待着 眼睛死死地盯着前方 过了十几分钟 前方斜坡的一些房屋忽然燃起了大火 许多武装人员冲出来大喊大叫着 一些激光在夜空中闪烁 显然双方打起来了 彼此更是紧张起来 生怕攻击失败 那就错失地吞并老对手的良机了 李锐对兄弟们的战斗力充满了信心 根本不在意 忽然 旁边一直在待命的卫队长的对讲机 响了起来 他马上拿过来递给彼此 彼此接通 是部队已经上来了 请示下一步行动 彼此看向李锐 李锐指着斜坡说 让部队马上过来这里 十分钟后 直接攻下去 好 彼此满口答应 将命令传达下去 没多久 大批武装人员从树林里钻了出来 就像是狼群一般 没有发出多少声响 确实有点正规军的样子 彼此能将一群毒贩 训练成这个样子确实难得 难怪能够在这片复杂的森林生存下来 两名兄弟带着科学家们过来 一个不少 李锐松了口气 点点头算是问候 举起狙击镜 朝着斜坡观察过去 那里火光冲天 到处都是人在奔跑 喊杀声连成一片 不时还有爆炸声响起 更多的房屋被点燃了 看上去恐怖至极 第172集 这时 平民生活区的许多武装人员 冲上来支援了 李锐剑时机已经成熟 当即对比斯说 快 将你们的部队分成三路 三百人从左边攻下去 挡住左边上来支援的敌人 三百人从右边攻下去 挡住右边上来支援的敌人 剩下四百人 给我猛攻卸迫 记住 高喊敌手被杀 其他人搅枪不杀之类的 明白 比斯赶紧拿一 大西已经开场 去吧 后面能怎样 就看你自己的了 比斯深深地看了李锐一眼 好像要将李锐刻在心里一般 忽然沉声说 你很不错 真希望交你这个朋友 如果这次攻击能成 我的势力能够翻本 这份情意我就记下了 以后有机会来这里 一定记得找我 好 之前都有得罪 以后咱们就算是朋友了 李锐笑道 出来混 多个朋友多条路 起码比多个敌人强多了 说不定哪天 就用得上这条线了 好 朋友 比斯也是个果断的人 郑重地说道 马上叫来几名军官叮嘱一番 部队很快行动起来 一分为三 朝斜迫的方向狂冲过去 没有人大喊大叫 他们沉默 他们沉默 无声 却透着一股压抑的杀气 看来 这支部队有些不凡了 比斯等部队全部冲下去后 再次看向李锐 陈生说 后会有机会 好说 李锐客气地说 比斯大手一挥 带着卫队急匆匆冲下去了 现场只剩下科学家和另外两名兄弟 李锐适应两名兄弟靠过来 指着前面陈生说 看到河道边码头停靠的船只了吗 左边第三艘 白色帆船 你们俩去抢夺 记得将其他船只都炸了 或者烧了 小心点 明白 两名战士答应一下 其中一人迟疑了一下 不放心地说 这种事 一个人去就好了 你身边的有人 没事 去吧 一会儿队长他们就上来了 必须速战速决 我们得尽快撤离日理 至于我的安全 不用担心 两人交换了一个眼神 没有再坚持 急匆匆去了 李锐队身后站立的贺本等人招了招手 失忆大家都靠近些 指着前面火光冲天 乱成一团的斜坡术 今晚一战 这里的情况将变得更加复杂 咱们得连夜撤离 你们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问题 很好 我希望你们明白 这里已经大乱 很多人会闻风耳动 就连自由联邦也出动了部队 要再要道拦截 都希望找到你们 离开我们的保护 你们将必死无疑 信吗 李锐淡淡地说 却带着几分威胁 当然行 黑暗联盟肯定不希望我们的身份暴露 而自由联邦肯定会抓到我们 这两方都不希望对方成功 无论我们落到谁手上 都会引来另一方的猛追猛打 反倒是跟着你们安全 起码没有战事 哼 你倒是个聪明人 看出我的浑水摸鱼技了 没错 我就是要将这潭水搅混 让自由联邦和黑暗联盟狗咬狗去 后面的路还很难走 也充满了危险 但我不会跳出来战斗 叫局者反而安全 贺本点点头 看着前方冲天的火光说道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具体计划 但你不仅能摧毁黑暗联盟的基地 还让比斯配合你行动 并将这支游击队摧毁 搅动风雨的能力很不寻常 接下来恐怕有大戏了 我现在对你有信心了 郭奖 他们呢 李锐说道 话语中多了几分冷意 贺本会议的赶紧说 放心 大家都不会乱来 想必贵国已经知道了我们的身份 如果乱来 相信你们都会毫不犹豫地 想死守 对吧 我们都不傻 知道该怎么做 你就放心吧 反正我们回不去了 去贵国也不错 不过 如果贵国能够将我们的家人全部解来 那就更完美了 哦 什么意思 贺本的一番话 让李锐惊议起来 随着贺本的解释 李锐恍然大我 原来 贺本等人 是多斯家族通过各种手段 并和黑暗联盟的人 联手绑架的 现在大家的身份曝光 多斯家族和黑暗联盟 为了自己的利益 更为了避免节外生枝 肯定会对科学家们的亲属灭口 确保事情在可控范围内 只要科学家们的亲属意外死亡 只要没人上高 多斯再走上层路线运作一番 就没人再管这件事了 就算科学家们被救走 科学家的所在国 可以对外宣称是龙国绑架了科学家们 通过外交手段逼迫龙国交人 政治手段只有利益 没有人情可讲 为了赎回科学家 很多国家都愿意借机 逼迫龙国交人 因为科学家们的亲人都死于意外 事情的真相 就可以永远地掩盖下去 李锐听到贺本神情凝重地 给李锐分析其中的凶险利弊 惊出一声冷汗来 没想到政治还可以这么玩 两人交流一番 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五分钟 刘武等人从胁迫上返回 一个个就像是得胜归来的战神 气势不凡 李锐却高兴不起来 马上命令部队朝河边转移 一边打开了耳麦袋上 耳麦很快和总部联络上 传来临近的询问声 李锐被贺本的一席话 说的心情很差 赶紧对临近交代道 马上报告上级 想办法救回科学家们的金属 放心吧 这种事顺便早就安排了 也就是你 当咱们特警局所有人 都像你这么厚扯厚绝啊 对了 你们在干嘛 怎么火光重点的 又和谁打仗吗 这次你玩爽了吧 回头得请我吃饭 已经安排了 李锐一正 旋即反应过来 雷啸天可是个老谋深算的老狐狸 经验十足 知道科学家的名字后 肯定会想到很多 有所安排 也在情理当中 反倒是自己有些着急失态了 当即苦笑 行啊 吃死你 放心吧 本姑娘天生立志 怎么吃都不胖 李锐知道灵静这么说 只是为了让自己放松些 信息师不仅可以远程提供情报 还需要负责缓解大家的紧张情绪 所以 特勤局给每个战斗小组 都特别配备了一名专属信息师 对所有小队成员非常了解 自然知道什么时候 该说什么话 对了 请我解说了 你小子不辞而别 回来找你好好练练 行 回来再说吧 李锐见上面已经有了安排 就没有了再谈下去的兴趣 李锐的目光朝胁迫方向望去 谨慎不已 生怕出现什么变故 来不及反应 小心点 随时保持言计 灵静听得出来李锐那里有事 不能打扰 赶紧叮嘱了一句 就不再多言 李锐答应一声 带着部队继续往前冲去 因为科学家们走得慢 李锐不得不放慢些脚步 让刘武带着一部分战士先过去 等大家全部赶到河边码头时 看到一艘白帆船 已经解开了缆绳 收了毛 做好了随时离开的准备 其他船都已经被炸毁 渐渐沉默下去 所有人开始登船离开 李锐则站在码头上 举目远眺 游击队的居民区一片混乱 到处都是枪声 喊沙声和激光手雷爆炸的声音 乱糟糟的 普通平民根本不敢出门 因为距离有些远 加上天太黑了 平民们未必看得到 码头上的情况 所有的船只乍沉 没有人知道 大家驾驶船只离开 能保密多久就不清楚了 只能驳冷 李锐等所有人登船后 一个箭步跳上去 站在甲板上沉声喝道 兄弟们 熄灯 开船 顺流而下 全速离开 是 大家兴奋地喊道 马上有人熄灭了船上的灯 有人操控船只快速离开 很快消失在漆黑的河面 河上灯火全部熄灭 有没有人看到船只离开 谁也不好说 只能堵运气了 如果大家搭乘船只的消息 被人传了出去 绝对会有大批敌人围堵上来 那是灭顶之灾 所有人紧张地 注视着河道两岸 严阵一带 两岸长满了树木 黑漆漆的 就像是死神站在那里 盯着这一切 偷着一股压抑的气息 令人紧张 李锐趴在甲板上 将狙击枪架起来 紧紧地盯着前锋不语 脑海快速运转 思考着有可能发生的危险和应对之策 这一刻 李锐深深地感觉到了肩膀上的重担 如果只是一名战士 就根本不用费那么多精力 依领行事即可 现在 第一小队将士们的生命 十三个科学家的生命都交在自己手上 任何一个决定都可能万劫不复 不能草率大义 船只顺流而下 速度很快 马达的轰鸣声传出去很远 四周静悄悄的 没有风 广袤的天空更是灰蒙蒙一片 偶尔能够看到几颗星辰闪烁 月亮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 战士们都趴在船上藏好 紧张地盯着前方 所有人聚集在船上 河流湍急 一旦暴露 只需要一枚导弹过来 谁也跑不掉 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不得不说 这种撤离方式太危险了 但也充满了机会 只要能够成功地顺流而下 等到明天悄悄地上岸 就没人知道大家去了哪里 所有人紧张不已 死死地盯着各自的前方 眼睛都不敢眨一下 船上静悄悄地 就连科学家们也都藏好 不敢乱动 甚至连咳嗽都死死地捂住嘴巴 船只朝前开去 在灰蒙蒙的河面上 就像是幽灵一般 偷知诡异 好一会儿 李锐意识到 大家有些紧张过头了 这样下去 对大家的身体不利 长久的紧张 会导致肌肉疲劳酸胀 甚至身体僵硬 张持有度 才能随时应变各种危险 想了想 李锐沉声说 兄弟们 安静反而是好事 说明敌人并不知道 我们会忽然连夜撤离 要不要将船上的尸体 丢下何决 有人提议的 船上的看守都被大家猎杀 尸体都没来得及处理 李锐赶紧笑道 别丢 留着吧 这样船上的总人数 就超过我们的人数 敌人的卫星或者雷达 发现的这艘船 也会被迷惑 人数不对吗 会以为是其他人 我敢打赌 敌人肯定已经知道了 我们的总人数 留着让敌人头疼去吧 咱们安心赶路就是了 哈哈 有道理 大家会议的笑了 紧张的情绪一扫而空 自由联邦安全战略指挥部 一名头发花白的老将军 正冷静地盯着前面的大屏幕 就像是一把出鞘的宝刀 全身散发着一股 威严的沙发气势 令人不敢靠近 屏幕上是卫星的即时画面 冲天的火光 燃烧的木屋 忽乱扫射的激光 还有不断炸开的激光手雷 战斗场面一场火爆 凶险万分 几乎每一分钟都在死人 这时 一名少校军衔的军官 急匆匆跑来 手里拿着一份文件夹 快步上来 郑重地敬礼后 陈生说道 报告将军 情况已经查明 他们是龙国龙牙部队 特勤局的第一小队 该局最强战斗力的小队 他们的队长 一个月之前死了 副队长提位 你想说什么 老将军不耐烦地问道 带着一股上位者的威严 少校神情一领 赶紧解释 副队长久洁基因实力 战斗力很强 但战术指挥能力一般 根据对他的分析 最近发生的一切 不像是他的风格 所以 我怀疑这支小队另有7人 这是 这是什么 说 将军不耐烦地贺问 是 少校赶紧补充道 根据我们最新的情报 龙牙部队特勤局的另外三名 拿得出手的战术指挥专家 另有任务 不可能是他们其中一人 如果排除这三人 其他人不可能指挥地 动第一小队 所以 所以你们查了几天 一无所获是吧 是 少校胸脯一体 赶紧答应道 不敢反驳 第173集 领有其人 什么时候 特勤局 多了一个战术指挥专家了 四大联邦秘密达成的 瓜分龙国的协议 彼时战略情报共享 自然知道龙国有个龙牙部队 而且对龙牙部队的高手非常熟悉 每个人的情报都有一米厚以上 将军想了半天 却想不出是谁在指挥第一小队 这让将军警惕起来 一名九级基因战士不算什么 但一名战术指挥大师则不同 能够将基因战士小队的战斗能力 放大一倍以上 甚至更多 这是一件恐怖的事情 没人敢忽视这个问题 他沉吟片刻 将军忽然说道 创武命令 是 少校赶紧打开文件夹 拿起笔做好了记录准备 命令 自由卫队第一 第二小队迅速集结 以最快的速度赶到这儿 将军说着 指向了巨大的电子屏幕 内里的战斗已经接近尾声 将军继续说道 那支毒贩武装 怎么可能敢攻击游击队 肯定是得到了那些人的支持 既然他们给毒贩武装帮忙 肯定是想将事态扩大 将水搅浑 短时间内是不会离开的 让部队连夜赶去 天亮前我看到那些混蛋的尸体 还有那些科学家 一个都不能死 是 少校赶紧记录完毕 等了一会儿 见将军没有别的要补充 不确定地提醒他 那各大要道的部队呢 助手各大要道的部队不能撤 以防万一 另外 让自由卫队空一 空二大队出动 给我招 空三和空四大队 也敢往这里参战 将军沉声说道 是 将军阁下 那些人还在游击队区域的可能性很大 但也不排除 他们趁机跑掉 可以走的有两条路 一条是陆路 一条是水路 水路目标大 不利于隐蔽 可能性不大 所以 他们应该会选择走陆路 一旦暴露 起码还可以钻给林子自宝 少校正色分析道 你以为个个都像你这么愚蠢吗 加大水路的盘查 快去 少校恼怒地说道 威宁的目光中 闪过了一抹失望 是对少校的失望 他不想再说什么了 眼睛再一次盯上电子屏幕 暗自冷笑起来 这一次啊 看你们往哪里跑 少校不知道将军为什么如此笃定 对方走水路的可能性更大 既然笃定走水路 为什么又不派重兵追击呢 见将军不想解释 赶紧答应一声 敬礼后迅速离开 来到通讯台 拿起对讲机就要下达命令 这时 一名中尉女警官走来 冷着脸 以赴公事公办的表情询问道 少校 上面的命令下达了吗 兄弟们都等急了 下达了 你有事 少校敬礼地问道 女军官丢了个眼神 示意少校走到一边没人的地方 看看左右没人 女军官压低声音说 少机命令是什么 这 少校犹豫起来 按照规定 女军官无权过问 但少校爱慕女军官很久 不忍心对方伤心 他犹豫了一下 看看左右没人留意 便压低声音说 上面的意思很清楚 干掉那拨人 把科学家 全部安全带回 少校 可不可以修改一下命令 你看 那些人都不简单 如果留下科学家的命 兄弟们打起来 颇受牵制 反而会被敌人利用 还不如无差别攻击 当然 我会替兄弟们好好感谢你的 如何 女军官说着脸色一笑 多了几分五倍 这 少校犹豫起来 这有什么好犹豫的 命令是你传达的 战斗部队那边我会处理好 到时候你不说 我不说 就没人知道 事后随便找个理由 推掉就是了 这么一来 我们战斗部队 都会进你这个人情 听说那些人战斗力很强 我可不希望兄弟们 战斗时缩手缩脚 被那些科学家拖累死 这 这是违反纪律啊 少校内心挣扎起来 犹豫着说道 我知道 所以找你商量嘛 只要我们俩都不说 就没人知道 好了 这事就这么定了 下班我请你吃饭 如何 这 好吧 少校见有机会一亲方泽 机会难得 顾不上许多了 战场上变数太多 死几个人 再正常不过 到时候随便找个理由 推掉就是了 满口答应道 女军官见少校答应 内心安心 想到某些人许弄的 一大笔好处 后半生无忧 看向少校的眼神 满是欢喜 叮嘱道 一定要来啊 说着转身离去 少校不忧吃了 浑然不觉自己被人给利用了 等女军官走远后 来到指挥台 赶紧拿起对讲机 爆出了一连串密令 这一串密令 会被有关部门收到 并转换为行动命令 多斯家族总部 移动古老的古堡 高高的古堡建筑上 无数塔建直锁云天 塔建之间不起眼的地方 埋伏着枪声 在月色下透着诡异 正门是二根巨大的圆珠 耸立着 看上去有些斑驳 甚至上面还留着许多小洞 看不出是什么造成的 整栋古堡给人以稳重 内敛古老的气息 门口外面是一个巨大的花园 花园种植着许多造型奇特的花卉 假山 流水 石桥等应有尽有 一些身穿黑衣 带着耳麦的人 正警惕地巡逻中 手里拿着像微冲模样的武器 带着有很强夜视功能的墨镜 古堡内的大厅灯火通明 金碧辉煌 墙壁上满是油灯 用的却是深海焦鱼提炼出来的油 有醒神安心的作用 非常珍贵 地上铺着极寒之地盛产的羊绒地毯 每一两都堪比黄金 大地中间摆着一些沙发 用的是原始森林中 一种罕见的恶母皮做的 这种恶母很难寻到 非常稀少 更重要的是刀枪不入 想要猎杀不易 成为顶层人士 争相购买的极端奢侈品 沙发上坐着几个人 围首一人看上去 像是个博学的教授 戴着一副金丝边框眼镜 就那么静静地坐着等其他人汇报 自然而然地散发出一股沉稳内敛的儒雅气息 正是多斯家族现任家主 上一任多斯家族的家主被李锐枪杀 现任家主接位成为新的多斯 这也是多斯家族的惯例 任何一位新家主接位后 原来的名字就不再沿用 全部用多斯这统一的名号 一来为了纪念先祖 二来为了提醒后辈向先人学习 多斯家族的开创者 一个奴隶 生死都不由自己掌控 却开创出偌大的家业 一直激励着后辈子孙效仿 学习 多斯这个名字就不仅仅是名字了 更是一种象征 一种目标 一种力量 这时 外面急匆匆走进来一个中年人 走到新家族多斯跟前对手 郑重地说道 家主 消息已经何时清楚 那帮混蛋进入了毒贩组织的势力范围内 并传夺毒贩组织攻击了游击队 目前 游击队已经兵败如山倒 有点意思啊 他们这是想把事情闹大吗 多斯淡淡地说道 看不出喜怒 根据我们分析 闹大的可能性很大 毕竟江水搅浑了 拉更多人进来 他们才好浑水摸鱼 趁机脱身 另外 自由联邦已经下达了攻击命令 自由卫队已经行动 第一第二小队负责地面 空一二三四大队也出动 意图将他们全部连上 抢走科学家 看来 他们也得到了情报 想带走科学家了 多斯有些恼怒地说 是的 不过 我已经处理好了 具体执行的部门 会接到无差别攻击的命令 生死不论 按照您的吩咐 如果我们得不到 那就让科学家们彻底消失 中年人郑重地回答道 很好 你做得很对 黑暗联盟那边怎么说 他们要求提供更加先进 更加多的武器过去 美其名约为装备各部队 提高战斗力才能抓住那些人 不过是趁火打劫罢了 该死的 他们倒是会挑时候伸手 多斯脸色一沉 恼怒地说 想了想 目光一挑 继续说道 那些科学家都是通过我们帮走的 如果我们不合作 黑暗联盟肯定会将这件事情捅出去 到时候家族面临巨大的危机 不过黑暗联盟也想威胁我们 某些人的胆子真是越来越肥了 家族 您的意思是 这件事情必须处理好 不过 只要那些人全部死了 哪怕那些科学家们都死了 黑暗联盟就不敢再要挟 所以 重点不是黑暗联盟 而是科学家 你吩咐下去 将科学家的亲属全部抓起来 秘密关押 根据事态发展才做决定 是 中年人赶紧答应一声 见多斯没有再交代的 赶紧离开 多斯看着中年人走出古堡 脸色变得阴沉起来 聪眉沉饮片刻后 忽然看着左边一名中年男人说道 你去找灯塔联邦情报局的负责人聊聊 这件事必须掩盖过去 那个混蛋收了我们这么多年的钱 也该做点事了 明白 中年人会议地答应到 起身顿手 转身离开 其他人默默不语地看着这一幕 谁也没敢说话 甚至连大声呼吸都不敢 大厅里迷茫着一股压抑的气息 过了一会儿 多斯忽然看向右边的一名年轻人 黑暗联盟肯定会指使附近的势力围杀上去 科学家要是真的被救走 对他们也不理 你走一趟 无论想什么办法 给我杀了那些科学家 年轻人大喜 蹭的起身来 全身爆发出一股害人的气势 就像是一把绝世宝剑出鞘 兴奋地说 是 保证完成任务 你有七级金实力 虽然比他们弱一点 但只要筹划得当 也不是没办法 这次任务如果圆满完成 家族的卫队 以后就交给你了 多斯吩咐道 年轻人大喜 这意味着掌握了家族的核心力量 真正上位了 他感激地顿手离开 大步走出古堡 没有一丝有意 家族虽然家大业大 但人也多 想要上位掌控核心权力 可不容易 需要家族做出巨大的贡献 机会难得 多斯等年轻人离开后目光一冷 看向一位年近六十岁的老者说道 你走一趟 找黑暗联盟的代表好好聊聊 要武器可以 拿出点诚意来 如果他们能够抓回 或者全部杀死科学家 可以低于市场加一成的价格 出售一个军的装备给他们 明白 老者没有犹豫 赶紧答应他 就要离开 多斯继续说 告诉他们 如果成功 他们一直想要的雷达 也可以按照市场价格 如果不成功 以后别想从多斯家族 买到一个能量担价 是 老者陈生说道 机匆匆去了 好了 诸位 家族最危难的时候到了 让我们携手努力吧 家族最近培养的私人武装 必须加快进度 拖不起了 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 一切都是泡影 多斯说着看向众人 目光阴朗而坚定 枭雄之姿 展露无意 第174集 灰蒙蒙的月色下 茫茫森林的河流上 一艘轮船 正快速朝前开去 马大的轰鸣声 在这片寂静的森林 传出去好远 船上没有灯光 没有人走动 静悄悄地 偷着诡异 偶尔 一只夜归的大鸟飞过 发出犹如夜宵一般的提换 给这片森林 平添了几分神秘 船上 李瑞静静地趴在甲板上 通过狙击镜 不断地搜查着四周 没有看到一个人 周围安静地令人发慌 黑压压的树林 更是透着一股神秘气息 李瑞隐隐隐感觉不安起来 好像有什么危险东西 正在靠近 这种感觉很不舒服 又过了一会儿 这种不舒服的感觉 越来越强烈 仔细去想 又什么都捕捉不到 李瑞不敢再这么下去了 必须做些改变 马上起身来 看到前面的河道宽了很多 水流也平缓了许多 层层业务透着未知 令人迷茫 李瑞目光一领 马上说道 队长 兄弟们 情况有些古怪 不能再等了 怎么了 刘五惊疑地问出了兄弟们的心声 太安静了 这不正常 具体我也说不清 感觉不太好 战场上感觉非常重要 有经验的老兵 都不敢忽视这种感觉 刘五马上说道 快 靠船 带步行吧 在船上太危险了 如果有敌人空袭过来 直接就炸没了 往右边靠拢 李瑞 陈生说道 右边挨着有人类居住的城市 左边是通往原始森林的方向 大家不知道李瑞为什么选择右边 但都无条件的服从 马上有人驾驶船只向右儿去 很快 大家选了个地方停靠下来 纷纷跳上了岸 船只进入了自动驾驶模式 继续朝前开去 没有人在意船只最后会开到哪里 大家寻找了一个方向 加快速度行军 李瑞更是打开了耳麦 等接通连线后赶紧说 是我 马上给我们导航 找到最近的路 我们需要一辆车 明白 林静的声音响起 没多久 林静引导着大家朝最近的公路走去 一个小时的急行军 大家来到了一条土公路上 躲在一处的树林里休息 刚才一路急行军 科学家们身体受不了 好些都直喘粗气 体力不支了 李瑞来到路边观察 前面是开阔的丘陵地带 隐隐可以看到一些房子 土公路上什么都没有 黑鸡鸡一片 这种乡间土公路 平时难得出现一辆车 夜晚就更加难了 想要抢到车不容易 李瑞醋眉沉思起来 这时 耳脉里忽然响起了 临近严肃的叮嘱声 那艘船被炸了 自由联邦出动了武装飞行器 那辆地面部队 正赶我船只放下 还好你们提前离开 现在你们头上 敌人卫星不在 要撤得尽快 否则卫星一到 你们都得报了 啊 李瑞已经暗自庆幸不已 如果晚一个小时再骑船 就算没被炸死 也躲不掉地面部队的围剿 还好提前一个小时上了岸 并且加速离开了现场 否则就麻烦了 一想到敌人到现场找不到人 肯定会扩大搜索范围 想到这 李瑞忽然脸色一沉 赶紧找刘武说 队长 船只被武装飞行器给炸了 地面部队正赶去搜查 找不到人 肯定会扩大搜查范围 我们还是躲不开 卫星的跟踪 必须尽快想办法才行 找个村庄 或者人家躲起来 也好 必须尽快藏起来才行 我估计最多十分钟 敌人就会找过来 李瑞沉声说道 以现在的高科技手段 卫星想要找到人并不难 除非躲起来了 说着 李瑞急目远眺 玄机指着一个方向说 那边有个农场 哪儿 刘武定睛一看 前面满是层层业务 什么都看不清 李瑞惊讶地看向刘武 确定刘武不像是在看玩笑 又问其他人 他们都表示看不到 李瑞有些恍然了 难道是自己吞噬了那条 巨大的变异毒蛇蛇胆后 势力好了这么多吗 他来不及想 李瑞沉声说 走 都跟我来 所有人都没有丝毫怀疑 紧跟着李瑞朝前小跑前进 实在跑不动的科学家搀扶着 或者干脆背着走了 时间紧迫 谁也不敢大意 一旦卫星过来了 大家的行踪就彻底暴露了 一路狂奔 不到十分钟 大家来到了一处农庄 庄园修建在山坡上 周围满是葡萄园 庄园内冲出三条狼狗来 熬叫着 气势汹汹 昔黑的庄园内也亮起了灯 显然有人听到了狼狗的叫声起床了 一名战士冲了上去 飞起一脚 扑扑扑三下 直接将狼狗踢飞出去好远 落地后就没了动静 另一名战士一个箭固冲上去 踹开了房门 正好看到有人 拿着一把猎枪从屋里冲出来 迅速瞄准过去 用星球与鹤头 别动 更多人冲进了庄园 四处搜查 确保没有危险 直到绝对安全 场面完全控制住后 刘武从里面冲出来 对外面等候的李瑞点点头 李瑞会议的一白手 带着科学家们也都进入了庄园内 庄园的客厅看上去有些老旧 但很干净 东西收拾得很整齐 李瑞来到沙发上坐下 一对夫妇被勒令在沙发上坐下 正是庄园主 他们看上去五十岁左右 有些富态 夫人紧张地依偎在男人身上 男人则愤怒地看着坐下的李瑞 战斗期间为了活命 也为了任务 李瑞也不会对庄园主 生出同情和怜悯 不下死守就不错了 李瑞淡淡地扫了对方一眼 再看看房间的摆放 对这对夫妇有了基本的判断 能在这里生活 你们俩的身份肯定不一般吧 你们是什么人 对方用不太熟练的心求语反问道 房间东西摆放整齐 说明你们是自律 有主张的人 你说话带着一点气势 说明你曾经也算个人物 现在是退休状态 对吧 你到底要干什么 男子问道 看向李瑞的眼神 愈发谨慎了 我想做什么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想让我们做什么 李瑞淡淡地说道 忽然起身来 走到一面墙壁跟前 看着墙壁上挂着一幅地图 上面用红色的笔 画着一些线条 笑了 你当过兵 是名退役的军官 对吧 作为一名预设狙击手 行为观察是必须掌握的技能 李瑞的观察力不敢说很强 但起码不差 通过庄园内的种种细节 敏锐地猜到男主人的身份 男人也从大家的身上 感受到了同类人的气息 他脸色一沉 既然你们能看出我退役 自然明白我已经不管事实 你们不是本国军人 想必是来这里躲避的吧 没错 你是个聪明人 也当过兵 应该知道我们的行为准则 必要的时候会做什么你清楚 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李瑞淡淡地笑道 回到沙发上坐下 一番话 算是将对方彻底地震住了 同样作为军人出身的男子 自然明白李瑞话中之意 他想了想 低声安抚了身边的女士几句 待对方情绪不再那么紧张后 看向李瑞说 需要我做什么尽管说 规矩我懂 保证不乱来 只求你们走的时候 饶我们一命 没问题 只要你们配合就好 我们也不想滥杀无辜 但为了活命 有时候不得不做些过激的行为 希望你们别干傻事 逼我们做过激的行为 李瑞笑道 看得出来对方是真心要配合 暗自松了口气 你说吧 需要我做什么 我们需要借你这个地方小住一晚 天亮后送我们去室内 如何 李瑞淡淡地笑道 眼神却紧紧地盯着对方不放 不放过任何细节 没问题 没问题 你们随便煮 很好 哥几哥 谁去厨房看看 弄点吃的 让我老伴去吧 做点什么他会安心一些 起码不会那么紧张 你们可以安排这人看着 但我希望你们能把武器收起来 他有高血压 受不得刺激 拜托了 男子认真地说道 眼神中带着几分稀计 李瑞看得出来 男子很爱女士 想了想 点点头答应了下来 一边看向狙击手 狙击手可是终极预设狙击实力的高手 行为观察能力更强 有狙击手盯着 女士翻不起狼话 狙击手会议的点头 男子跟女士说了一会儿话 女士起身来 紧张地看着大家 然后朝厨房走去 狙击手枪口下压 跟着女士走向厨房去了 其他人也纷纷枪口下压 解除对男子的警戒 一个普通人而已 大家没放在心上 李瑞看向男子笑道 如你所愿 谢谢 谢谢 你们一看 就是其他国家军人 来这里肯定是执行任务 不过 你们跑到我这里 说明被追捕 想要脱身不意 我估计方圆百公里内的要道 都会被封锁 天亮后 会有人挨家挨户的搜查 你们想跑不容易 就算天亮后带你们走 也突破不了防线 你有什么办法 李瑞笑道 表情却警惕起来 这个人能看到这些 说明曾经经理不凡 不是普通军官 不过 李瑞估计问了也没用 对方不会说实话 我能有什么办法 隔大要道被封锁 以往所有的车辆都会被检查 你们那么多人 根本没地方藏身 军人到任何地方 都会先熟悉地形 想必你也不例外 应该知道这附近的小路 通往市区 对吧 出去的路只有一条 就是外面的土公路 我有一辆皮卡 但走公路肯定会被拦截 除非走山路 但山路没什么遮掩 一出去就会被卫星发现 逃不掉的 男子赶紧解释道 生怕惹怒了李瑞 引来灭顶之灾 李瑞见对方确实没有主意 或者是不愿意说 除非是下死手逼迫 但逼迫出来的也未必有用 说不定还会害了大家 李瑞不敢冒险 他想了想 你也去厨房帮忙吧 我们人多 需要吃的东西不少 好 男子知道李瑞 这是打发自己离开 赶紧答应他 六五坐过来 看着离开男子的背影 用国语低声说 老弟 怎么办 这家伙说的不是没有道理 想要撤离确实不易 咱们得好好合计一下 别急 我忽然想到了一个办法 李瑞沉声说道 马上打开了耳麦 有办法了 六五惊讶地看向李瑞 见李瑞点头 指着这耳麦赶紧闭嘴 耐心等待起来 内心满是激动 这么复杂的情况都能有办法 果然不反 这一刻 六五仿佛看到了一名战术指挥大师 正冉冉升起 为了安全起见 李瑞来到了门口 示意大家钉死庄园主人 避免被偷听到 马上有人会议地走进厨房去了 刘武则守在门口 这时 尔麦连线上总部 传来林静的问候时 李瑞答应了一声 马上说道 我有个脱身计划 需要总部支持 说吧 需要我做什么 林静赶紧答应道 让人准备各种 硅胶面具过来 并送来衣服 和新的身份证明 这个过程需要多久 李瑞追问了 不知道 需要协调情报部门 情报部门在附近有据点 具体时间得他们才知道 而且现在是战时 我得确认一下 很好 你回头确认一下 只需要新的身份 加上硅胶面具 我们就变成其他人 再让外交方面安排一下 准备一些商务考察团 或者旅行团之类的材料 将我们包装成某个团体 就可以大大方方的进程了 只要到了外交部 相信有的是别的办法脱身了吧 明白了 这个办法好 我马上和上级联络 雷公说了 国家正全力以赴地 营救你们呢 稍等一下 李瑞答应一声 看向刘武 刘武沉引片刻 竖起大拇指说道 改头换面了 在以某个团队的身份离开 就算遇到了盘查也不怕 证明齐全 能顺利通行 接下来 就看商机的安排了 老弟 你可以啊 也不知道行不行得通 我们只有一个晚上的时间了 李瑞担忧地说道 眉头紧锁 满是化不开的优色 如果不能将大家顺利带回去 这辈子都心难安啊 第175集 灰蒙蒙的森林上空 满是武装飞行器在盘旋 质量的探照灯 将河道照得亮如白种 河道周围满是警戒的部队 全副武装 稀释不凡 河面上 一艘船正在熊熊燃烧 随时都有可能沉没 在夜幕下 是那么的脆弱 那么的渺小 这时 一架运输机呼啸而来 悬停在河岸边的开阔处 从运输机内 跳下来一名老将军 头发花白 气势不凡 身上的将军服 更是鼻涕 透着一股威严和气势 老将军龙行虎步般 来到河边 有人迎了上来 递给老将军一副望远镜 望远镜有很好的夜视功能 老将军接过望远镜 仔细地观察着河面上的船只 上面有几具尸体 在熊熊燃烧 老将军脸色一沉 放下望远镜 看向旁边的一名 忠孝陈生贺文道 为什么发起无差别攻击 忠孝脸色已惊 赶紧正式地解释道 报告将军 我们接到的命令 就是无差别攻击 将目标摧毁 什么 老将军脸色一素 多年的军旅生涯 让老将军 意识到了这里面有问题 但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 浑浊的目光 闪烁着一抹骇人的金光 但很快恢复平静 陈生问道 若说具体情况 是 忠孝也意识到 这里面有问题 但自己按照命令行事 命令还有存档 就算有问题 也查不到自己身上 当务之际是如实汇报 撇清麻烦 当即赶紧说道 我们的空军兄弟 发现了船只 拦截是发现对方没反应 卫队第一大队的兄弟 在游击队地盘得到情报 有人看到码头船只被毁 但有一艘船离开 怀疑是目标借以脱身 所以展开了攻击 攻击后没有看到任何反击 怀疑目标不在船上 地面部队怎么样了 地面部队赶到游击队区域时 战斗已经结束 游击队的所有头目 全部被掠杀 那只毒贩武装席卷一空 当我们地面部队赶到时 已经撤离 兄弟们追上上去 没有看到目标 加上有人提供线索 怀疑搭乘了船只离开 便沿着河道追查 目前还没有发现任何线索 你处理得非常正确 那只毒贩武装不过如此 随时可以灭掉 抓到目标才是王道 现在我亲自对你下达命令 一定要确保科学家的性命 其他人可以格杀勿论 记着了吗 是 忠孝赶紧答应道 见老将军没有什么要交代的 马上通过卫星电话 和部队联络修改命令去了 老将军看着熊熊燃烧的船只 哪里还猜不到目标早已经登岸 深深地感觉到对手的精明和警惕 虽然有地面部队沿途搜查 但效率太慢 有些担忧起来 更担忧的是 内部居然有人篡改了自己的命令 这让老将军非常生气 这时 那名少校急匆匆过来 敬礼后 陈生说 将军各校 刚刚得到消息 多四家族派出一支部队残战 另外 黑暗联盟的人 怀疑我们得到了科学家 有扑杀上来的迹象 请指示 该死的 这些混蛋倒是很会挑时间神兽 既然他们想添乱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老将军脸色一沉 恼怒地说道 忽然想到了什么 看向少校的眼神一寒 为什么篡改我的命令 我 少校已经 马上意识到出事了 这种事 打死都不能承认 赶紧辩解道 报告 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 篡改什么命令 这事 老将军何等精明 一眼就看穿了少校的心思 失望地摇摇头说 篡改命令是大罪 但相对篡改命令而言 你的胆量和没担当 更让我失望 从现在开始 你被解职了 军事法庭 会给你一个合理的交代 将军 我 少校不甘地说道 将军摆了摆手 一脸厌烦地说道 来人 拉下去 是 马上有人答应地冲上来 将少校带走了 这时 忠孝传达完命令过来 正好看到这一幕 但没有多问 毕竟隶属于不同部门 不该问的不问 给老将军 敬礼后 陈生说道 报告将军阁下 我们的地面部队 已经搜查了一段距离 但要想搜查到这里 恐怕到天亮去了 为了尽快完成任务 请求抽调更多的部队 过来支援 去吧 我只要结果 老将军摆摆手 陈生说道 是 将军郑重地敬礼后 转身离开 安排去了 老将军招招手 让一鸣上校到身边来 想了想 叮嘱道 黑暗联盟既然给我们添赌 就要有承受怒火的觉悟 你安排一下 将距离这里 最近的一个据点 给我空袭了 算是警告 如果还不自觉 就别怪我下狠手 为什么不全部沉浸拔掉 上校惊疑地问道 作为军中实权派高层 将军自然知道一些内幕 但这些内幕不能见光 没办法解释 他摆摆手说道 不要多问 去执行吧 这件事 我不喜欢看到 有黑暗联盟的人再插手 另外 你安排协调一下外交部门 让他们和黑暗联盟打个招呼 这件事 我们自由联邦势在必得 让他们放弃吧 是 上校不少 马上猜到这里面有古怪 自己的级别还不够权限之道 这种事不知道更好 知道了或许有麻烦 赶紧答应道 见老将军没有别的要交代 赶紧拿起卫星电话 去安排部署了 老将军看着河面上熊熊燃烧的船 咔嚓一声响 然后开始下沉 没多久 就完全沉没到河里面去了 顿时脸色有些凝重 隐隐感觉对手 有些滑不留守 战术灵活 很不好对付 这一次未必能够得手 一抢到科学家 有可能被其他国家所得 还有总统不惜代价 也要抢到科学家的死命令 心情就更加沉重了几番 回藏到哪里去了呢 老将军喃喃自语 一股不服输的尽头涌上来 看乡正在沉默的船只 沉声喝倒 来人 是 马长有人跑上前来 答应道 传我命令 扩大搜查范围 方圆两百公里排查 让地方安全部队和协防卫队 也参与进来 挨家挨户的去砸门 就算他们是耗子 也要给我找出来 该命令十万火急 马上执行 老将军杀气腾腾的喝倒 全身爆发出一股战意 三个小时后 农庄内 李锐等人吃完了主人做的食物 还洗了个热水澡 很是放松的坐在沙发上休息起来 不得不说 这种生活比钻在原始森林好太多了 热石 热水 热被窝 简直是享受啊 忽然 一名兄弟急匆匆跑进来 低声说 兄弟 来了一辆酒车 虽然上级要求第一小队服从李锐的指挥 但并没有明确李锐的身份职务 所以大家以兄弟相称显得亲热 同时也表示尊重 李锐很喜欢这种称呼 能被第一小队的强者称为兄弟可不容易啊 李锐听到消息起身来 时间很吻合 应该是志愿我们的人来了 早在三个小时前就寄到总部的消息 会有人过来支援 时间刚刚好 但该有的警惕不能少 李锐摆摆手 兄弟们迅速拿好武器做好了战斗准备 散开隐蔽起来 一会儿的功夫 就只剩下李锐在房间门口等待着 前方土公路上 一辆小车快速奔驰而来 在路边停了一下 继续往前开去 并没有开过来的意思 这样李锐一惊 走了出去 好奇地看着离开的小车 有些弄不懂 这里面有什么门道讲究了 等了一会儿 一名身穿休闲运动服的女子 急匆匆过来 手里提着一个黑色的皮包 包有些大 看上去挺沉 她快步走上来 看到李锐 停下来警惕地喊道 前面的可是白狼 用的是国语 正是 你是哪位 李锐也用国语问道 叶音 这个名字总部早就交代过 不会错 李锐迎了上去 就听对方喊道 退回房间 不要出来 我过来就好 有微信 李锐愣了一下 但还是快步回房 横官 女子提着包走进来 将包 小心地放在旁边的桌子上 建房间里只有李锐一人 惊讶地看着周围 上下打量了李锐一眼 嗯 和照片一样帅 是你了 如假包换 感谢你们情报部门的支援 两人握手 已是善意 叶音不属于龙牙部队 而是隶属于情报部门 过来帮忙的 叶音好奇地问 其他人呢 都藏起来了 一方万一 李锐坦然相告 你是坐刚才那辆车过来的 是啊 外交部的专车 有豁免权 要不然你以为 我能将东西运过来 方圆百里都被戒严 而且出动了军方 你们一定是捅了大娄子 说起来还得我谢谢你 要不是你们 上面还不会启用我这颗案子 都三年了 我都快忘记自己的身份了 还好 这次任务完成后 我就能回国了 也就是说 那辆车虽然不会受到检查 但一样会被跟踪 所以你在路边下车 而车辆继续往前开 对吧 李锐虚心地问道 这种叠战技能可不简单 需要缜密的心思 丰富的经验 才能处理好 嗯 看来你们是军人 叶英惊讶地看着李锐反问道 见李锐点头 便笑道 也是 你们军人擅长进攻 我们情报人员善于隐匿 不一样 算了 不说这个 上面安排我送东西过来给你们 并协助你们撤离 有什么我能做的 我们需要去大使馆 并借助大使馆的渠道回国 这个简单 叶英笑道 拿起了包裹打开 李锐好奇地打量了叶英几眼 三十五六岁 样貌平凡 身上有些读书人的气质 这种人丢在人堆里都不会被发现 确实是干情报工作的人选 见叶英拿出一包东西打开 里面满是护照 还有一些资料证明 证明都在这里 规交面具和证明容貌吻合 不用担心被认出来 你们的身份是投资考察团 来这里做基础和工业投资的 叶英解释道 将证明递给李锐 李锐接过去边看边问道 会不会留下破绽 不会 前段时间 国内正好有只这样的考察团过来 人数比你们多一些 我们挑了些人员的容貌 做成了硅胶面具 并将该考察团秘密 请到了大使馆藏起来 你们假冒考察团 身份和容貌完全吻合 又有各项备案和证明 除非厌血和指纹 否则查不出来 过关卡而已 不可能查验这些东西 叶英满脸自信地说 李锐一听大喜 对这样的安排 也是佩服不已 冒充考察团 这样的安排 简直是天衣无缝 就算被怀疑 拿我免没办法 回头是不是有 外交部的车过来接呢 你倒是很有 干特工的潜质吗 没错 一个小时后赶到 商务车目标大 容易暴露 如果和外交部的车 一起过来会暴露 所以晚点到 你们只有一个小时时间准备 李锐会议地点点头 马上提高了些声音喊道 兄弟们 过来准备了 很快 兄弟们 从各个不起眼的角落里出来 迅速来到客厅 叶英看了大家一眼 没有多问 迅速从包里 拿出一个冷冻金属箱子打开 里面放着硅胶面具 叶英一个个面具拿出来 还有些冷 伸缩性正好 大家一一接过去戴上 科学家们也过来了 大家都戴上了硅胶面具 面容大便 叶英根据面具分发假发 最后拿出化妆盒 给大家描眉 一些人贴上胡须 再将脸旁做了些处理 动作非常熟练 看得李锐目瞪口袋 这家伙好专业啊 一个小时不到 所有人全部化好妆 容貌大便 就像是完全换了个人似的 看着镜子里的陌生模样 大家感慨不已 李锐更是笑着 对叶英竖起了大拇指说道 哈 一容我们也训练过 但和你一比 就差太远了 我公开身份 是学院美容系教授 大家一愣 随即笑了 上面安排这种高手过来 简直是太周全了 大家对于撤离回去的信心大增 叶英快速收拾工具 然后给大家分发护照 对照了一下护照上面的照片 确定无误后 彻底放松了下来 第176集 几位 时间差不多了 咱们得走了 武器得处理一下 你们有什么想法 武器是战士的第二生命 就算是死 也不会丢弃 但眼下情况特殊 带着武器 谁也别想安全脱身 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 但就这么丢弃 肯定会舍不得 心里面这关也过不去 大家看向李锐 李锐想了想说 回头到半路找地方埋起来 然后安排自己的人来去吧 可以 咱们撤吧 叶英答应道 看了眼万表 哪位兄弟去将房主人绑起来 这里很快就会有人搜索上来 不用担心房主人安全 大家再辛苦一下 将所有的指纹抹掉 免得留下把柄 是 所有人马上行动起来 有人去李屋 将房主人绑起来 房主人剑只是捆绑 并不是下死手 都很配合 五分钟后 一切收拾妥当 大家带着各自的东西撤离 没多久 就来到了土公路边 叶英看了看万表 还有十分钟左右 车辆过来 大家挖个坑 把武器究竟掩埋吧 李锐剑还有时间 马上叮嘱道 大家都是挖战壕的行家旅首 还携带了工兵铲 先是将周围的草皮 小心地取出来 放到一边 然后挖坑 没多久 就挖出了一个大坑 将所有的杯囊都丢进去 用土掩埋 再将之前 起出来的草皮盖在上面 被装好 武器是大家的第二生命 很是舍不得 特别是冷兵器上 还涂抹了蛇毒 那可是制毒啊 但是为了安全脱身 大家不得不将兵器 暂时放在这里 叶英看出了大家的心声 这时 前方出现了一辆车的响声 没有开车凳 叶英输了口气 各位 最多三天 我们就能够将武器 全部取出来送给你们 放心吧 这些武器对我们太重要了 每一把都是特制的 符合大家的使用习惯 如果可以的话 请务必将武器弄回去 李锐认真地说道 看到前方过来一辆商务大坝 是这辆吗 应该是 叶英沉声说 距离有些远 看不太清楚 隐蔽 李锐沉声说 所有人答应一声 迅速散开隐蔽 转眼间 就消失在夜幕中 看得叶英是目瞪狗呆 马上意识到 这支部队不简单 隐隐猜到了什么 激动起来 但他知道不能问 拿起手机 打开里面的手电筒 顺时针旋转两圈 逆时针旋转一圈 李锐没有隐蔽 而是留在了叶英身边 他等了一会儿 商务大马过来 在两人身边停下 打开了车门和车厢灯 叶英借着灯光 看清楚了司机 松了口气 自己人 快 上车吧 上车 隐蔽在周围的兄弟们 迅速冲了上来 纷纷冲上去 看到座位上 放着一些西装 鞋子 水和食物 大家拿起来查看 马上就会议起来 纷纷脱下身上的本地服 换上了西装 尺码不对的 马上就和身边的人换 司机也没有多问 迅速开车朝前走去 李锐也脱下了 从毒贩组织那里 弄来的本地人的服装 换上了一套西服 再把鞋子也换了 叶英默默地看着大家 等大家全部换好后 拿出一个大黑色的垃圾袋 大家将换出来的东西 丢袋子里 说着 叶英拿着袋子 朝车后面走去 大家纷纷将换出来的衣服 丢进袋子 没多久 所有人的衣服 都收集起来 叶英是以司机停车 自己拿着袋子 则来到了河边 将几块石头丢进垃圾袋 然后将袋子 丢进了河里 袋子很快进水 慢慢沉下去 叶英上车后 司机继续开车离开 大家身上的所有痕迹 都抹掉了 换上了新衣服 新身份 就连容貌也换掉 所有人都松了口气 安心地在车上坐着 李锐担心科学家们 有别的心思 想了想 来到车后面 随便找了个位置坐下 看着科学家们 各位 有个消息一直没有告诉大家 你们的亲属 已经被我们的人秘密保护起来了 正在想办法引渡 请放心吧 我说的是 所有人的亲属 太好了 大家最担心的 就是多斯家族和黑暗联盟的报复 听到这个消息 都松了口气 欣喜地笑了 李锐认真地看着大家 见大家的情绪都很平稳 不像会是乱来的 也松了口气 寻思着 有大家的亲属在手 应该不会再犯傻乱来了吧 陪着大家闲聊了几句 李锐回到前面的一排位置坐下 见司机还没有打开灯 走得有些慢 不由好奇起来 叶英仿佛看出了李锐的心思 这片区域 敌人肯定会通过卫星重点监控 这个时间段 正好是他们卫星离开的时候 所以选择了这个时间段来接大家 但周围说不定有敌人侦察人员 开灯就会暴露行踪 先等等 敌人卫星离开 没错 我们早就掌握了敌人卫星运行规律和时间 知道这段时间正好不在该区域 否则 商务大巴一出现 不就被监视到了 这种土公路 怎么会有商务大巴过来 太明显了吗 再过五分钟左右 卫星会过来 五分钟后 我们会上一条高速公路 到时候就不怕了 你们计算得这么周密 李锐惊讶地说 敬佩不宜 当然 听说为了配合这次行动 总部亲自派人盯着呢 调动了很多力量和资源 要不然哪那么顺利 每一环都计算过了 潜在危险也被我们引开 上了高速就成功一半了 潜在的危险 没错 敌人不傻 肯定会周密排查 空中有卫星 地面有雷达和地面侦察部队 我们在卫星离开的时间撤离 这点不用担心 地面侦察部队很麻烦 更麻烦的是雷达 我们的特工出动 找到他们附近的雷达 并发起了干扰或者攻击 将敌人的注意力全部吸引过去了 否则我们恐怕已经暴露了 多亏你们的帮忙 要不然还真麻烦 特工们会不会有危险啊 李锐满脸震惊地说道 难怪自己藏在庄严那么平静 原来是有人引开了危险 危险是肯定的 敌人出动了自由卫队 我们的特工 根本不是卫队的对手 也不知道这次 会有多少人牺牲 但愿能少点吧 这次任务来得紧迫 事情太大 能调动的估计都调动了 夜莺沉声说 脸色沉重起来 是我们害了大家 谈不上害不害 上面不惜一切代价 掩护你们撤离 肯定有上面的理由 但愿你们值得兄弟们这么做吧 夜莺沉声说 不想过多谈论这个问题 为了国家的利益 许多默默无闻的特工在行动 毫不犹豫地牺牲自己的生命 只为让国家强大 李锐感慨不已 为了国家 太多人奉献了自己的一切 无怨无悔 但这次绑架的科学家 太重要了 值得国家付出 李锐很想告诉夜莺实情 但理智让李锐沉默下来 两人也就不再多说什么 这一刻 李锐意识到 不仅仅是龙牙在战斗 也不仅仅是自己一个人在战斗 而是很多部门 很多热血青年在一起战斗 大家或许不相识 或许不了解 但为了国家 只要一声令下 就会前伏后继 舍生忘死 李锐沉默下来 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但目光却更加锐利起来 透过层层的业务 看向深邃的夜空 仿佛看到了希望 看到了力量 看到了美好的未来 五分钟后 商务大巴上了高速路 高速路上还有其他的车辆 虽然不是很多 但隐蔽性就大了 司机打开了车灯 加速朝前冲去 大家看着高速路两侧的街灯 看着呼啸而过的其他车辆 感慨起来 还是人类社会好啊 原始森林真的是太可怕了 半个小时后 前面出现了拦截墙 许多鹤枪实弹的部队 在后方警戒 安全人员在前面排查 车辆并不多 没有造成拥堵 大家的心理素质过硬 根本就不怕 干脆闭着眼假妹起来 没多久轮到了大家 司机将车辆停靠在路边 打开车门 叶莹起身来 看了一眼装饰的大家 有些紧张起来 跳下车去 堵住了试图上车检查的安全人员 我们是龙国大使馆的车 车上是来投资的考察团 请出示证件 一名安全人员公事公办地说 叶莹递上自己的证件 也是临时办理的 上面写着的 是大使馆外联部助理职务 外联部负责对外联络各种事情 这个身份倒也合适 但这名安全人员没有丝毫携带 马上通过肩膀上的对讲机和总部联络 将商务车牌照和夜莹的工作证件汇报上去 一边是以夜莹稍等 周围的安全人员虎视眈眈地在旁边盯着 但外交五小时 没人敢冲上去检查 等了一会儿 那名负责检查的安全人员接到总部消息 车辆确实是大使馆的 夜莹的身份也有登记 是合法的 安全人员正准备放行 一名军人走了过来 这名军人扛着少校军衔 锐利的目光扫了眼夜莹 充满了审视的意味 但夜莹受过专业训练 假装不满地冷哼一声 你什么意思 现在是非常时期 我有权上车检查每一个人的身份 把你们的考察证给我 少校不屑地冷哼一声 非常时期 军人确实有特权 夜莹早有准备 从随身包里拿出了考察证 上面有龙国和自由联邦海关的印章 还有考察室友 下面罗列着考察人员名单 每个人都有详细的登记 少校马上拿出平板电脑来 登陆网站 将名单全部调出来 每个人都有详细的资料和照片 对着查看 谁也难以冒充 少校怎么也没有想到 车上的人 坐假坐得很彻底 每个人都戴着硅胶面具 而这些硅胶面具 都是根据考察团的人制作的 加上夜莹的大师级画账水平 每个人都唯妙唯肖 难以分辨 夜莹没有阻止 让开了车门 让少校检查 少校一个个盘插大家的护照 然后对着电脑看照片 因为太像了 哪里能分辨出来真伪呢 少校一个个检查过去 所有人都有合法的护照 而且照片和报备登记上的档案 是一模一样 无论是个人形象 还是证件证明 表面上看上去都是真的 查不出半点作为 考察团不是一般人 不能过分得罪 否则就会引发外交事件 少校是军人 知道一些内幕 很清楚要找的目标是龙国人 但没有足够的证据和借口 不能强行扣押 有些不甘地下车来 白白手事宜放行 车辆顺利地通过检查少校 顺着高速公路继续往前开去 所有人都放松下来 只要经过了刚才的检查枪 后面的路就顺利多了 大家兴奋不已 毫无睡意 都打量起外面的景色来 一边想着各自的心事 商务大巴朝前快速飞驰而去 三个小时后来到一座城市 顺着马路拐了几个弯 最后来到了领馆区 坐暂时休息 门口的港哨检查后放行 商务大巴进入领馆区停车场 大家下车 被工作人员安排进了内部招待所住下了 领馆区有外交权 没人敢轻易地冲进来检查 大家才算是真正的安全下来 悉数一番 好好地睡一觉 等醒来后 已经是第二天的黄昏时分 李锐起身来 听到有人敲门 打开一看是野鹰 马上让开了门 野鹰进来后 脸色很难看 在沙发上坐下 牺牲了十一人 李锐一愣 猛地反应过来 野鹰说的是特工 为了掩护大家撤离 有十一名特工牺牲 李锐的心咯噔一下沉了下来 难过地说 是我们害了大家 实在抱歉 这种话就不要说了 都是为了国家 野鹰有些无奈 拿起旁边的矿泉水 喝了几口 继续说 明天一早出发去大使馆 那边已经安排好了 到了大使馆待一天 然后搭乘专机回国 你们的武器会在当天送到 放心吧 嗯 拜托你们了 我想问你一句 兄弟们的牺牲真的值吗 你跟我说实话 野鹰忽然问 眼睛紧紧地盯着李锐 李锐坦然看向野鹰 毫不犹豫地点头 郑重地说 我不能告诉你真相 但可以肯定 一定值 以后你或许会知道真相的 如果到时候 你要是觉得不值 随时来找我 杀了我替兄弟们报仇 毫无怨言 好 用你这句话就够了 两天后的晚上 一架商务专机 在万米高空平稳地飞行着 穿透层层夜幕 朝东方飞去 第177集 飞机上坐着来自自由联邦 投资的考察团 两百多人 男女都有 随行的有外交部 和商务部的工作人员 大家低声交谈 这次考察所得 时不时地偷偷瞄一眼 飞机后排坐的 二十几个人 虽然这二十几个人 看上去很普通 但大家分明感受到 这些人的身上 有不一样的东西 最大的特别 是这些人上飞机后 呼呼大睡起来 就好像很久 没有睡过一半 这样大家很好奇的同时 也充满了疑惑 但被工作人员告知 是搭顺风机回国的 其他什么都没有解释 大家都是人精 自然不会傻傻地去问 和后面的人 刻意保持距离 这帮人正是李锐等人 两天前 大家从领事馆 直奔大使馆 休息了一天 大家重新一容后 被秘密安排 搭乘这架专机回国 走的是外交渠道 凭着外交工作人员的 身份证件 不用接受安检 很顺利地就登上了飞机 这也是国际管理 飞机起飞后 大家彻底放松下来 再也不用担心受怕了 放松下来的众人 顿时感觉心神疲惫 经历憔悴 靠着椅子就睡过去了 就连那些科学家也不例外 这一路过来 可是九死一生 大家担惊 受怕到 差点崩溃 好在 现在一切都好了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李瑞醒来 看看四周 商务考察团的人 已经睡着 机舱内很安静 就连空城人员 都停止了服务 只有外面传来的 气流声响 偶尔还有几道憨声 但很快 又恢复了平静 李瑞感觉有些渴 便解开了安全带 往后面走去 有空城人员起身来 李瑞客气地问 有没有水 因为大家一上来就睡觉 都错过了 第一次的分发水 好的 稍等 空城人员答应道 从柜子里 拿出了一瓶矿泉水 递了上去 李瑞接过去感谢一声 朝位置走去 坐回位置 猛灌了几口 扣上安全带 见旁边沉睡的叶音 醒来笑笑 算是打了个招呼 靠在位置上 继续闭目养神 这段时间实在是太累了 经历透支得很严重 急需要补教 你是哪里人 秘密 叶音并没有生气 知道这些人的身份 需要高度保密 哪怕是名字也不能透露 猜想李瑞 应该就是传说中的那些人 有些感慨地叹了口气 你看起来很小 还不到要时吧 请原谅一个女人的八卦 李瑞不知可否地笑笑 按照规定 自己身上的一切 都必须严格保密 这是铁律 除非龙牙自己人 否则谁都不能说 哪怕是自己的父母 叶音见李瑞指日笑笑 并不说什么 更加证实了自己的判断 行 不问这些了 这次多亏了你们 要不然 我还得在那边待着 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调回国内 接下来 我将大部分时间在京城 有空过来找我吃饭 好 李瑞笑的 但并没有放在心上 回去后 一堆事都在等着他 还有大厨未报 说不定哪天就殉国了 哪有闲心吃饭呢 叶音看得出来 李瑞是在敷衍自己 也不生气 从随身的包里面 拿出纸和笔 写了穿电话号码 递给李瑞 我的电话给你 李瑞扫链号码就记住了 不用 都记下了 行 你厉害 叶音笑道 将纸条上的数字 全部涂抹掉 然后撕碎 丢进垃圾袋里 避免被人捡到 他并不生气 李瑞没有接电话号码 心里面很清楚 有些人受过特训 记忆力非常强悍 看一眼 就能够永远记住 作为一名特工 叶音知道的东西 肯定不少 接触到的事情也很多 自然能够理解 李瑞看似不尽人情的表现 见李瑞弹性不佳 也没有再说什么 闭目养神去了 魂不知李瑞 正全副精力的戒备是什么 过了一会儿 李瑞睁开眼睛 慢慢起身 来到后面厕所的位置 斜靠在椅子上 拍拍旁边沉睡的刘五的肩膀 刘五马上惊醒过来 惊疑地看着四周 准备起身来 李瑞用力地按住刘五的肩膀 什么都没有说 用手指头 轻轻点了点刘五的肩膀 刘五愣了一下 很快反应过来 李瑞是在用手指头 发摩斯密码 作为龙牙的高手 摩斯密码是必修科 刘五认真地感受了一下 很快反应过来 有危险 警戒 刘五会议地拍拍李瑞的手背 表示理解 有了刘五的警戒 李瑞就放心下来 不动声色地 看着前面静坐的三名空乘人员 就在刚才 李瑞起身来取水喝的时候 就发现了其中一人有些不对劲 这个人靠近门口 按说应该起身提供服务才对 但对方的眼神有些躲闪 然后让另一人帮忙取水 虽然演示得很好 但哪里躲得过李瑞敏锐的观察力 作为一名预设狙击手 行为观察是必修可 李瑞通过对方的行为 马上就判断出对方心中有鬼 只有心中有鬼的人才会躲闪 才会让更远一点坐着的人取水 而不是本着服务精神主动取水 更让李瑞怀疑的是 对方既然不肯动 那没必要解开安全带才对 是为了方便行动吗 还是有别的原因 刚从战场上下来 李瑞的战斗本能还没有消散 看到任何不寻常的细节 都会起疑心 这次任务实在是太重要 不到最后一刻 绝不能完全放心 对于危险 宁愿搞错也不能放过 在没有绝对的证据之前 李瑞不好挑破 干脆守护在门口 不给任何人 下杀手对付科学家的机会 同时叫醒刘武 两人一前一后的盯着 没人可以轻易上来 飞机继续平稳地飞行着 没多久 有兄弟醒来 看出了异常 但没有声张 而是小心地叫醒身边的人 大家暗自警惕起来 一切都在不知不觉中发生 大家表面上还在假眉 实则已经进入了战斗状态 虽然武器都打包在货操内 但战斗不一定全靠武器 大家有的是办法杀人 为了避免引起敌人的警觉 大家用手指头亲扣扶手 用摩斯密码互相传达着消息 一架商务考察团上的包机 居然出现了危险 这样李瑞很惊讶 要知道 商务考察团的人 都是知根知底的 飞机上的空乘人员 也是特别安排的 怎么可能出问题 李瑞不动声色地 观察着那名可疑的 女空乘人员 三十不到 身材高挑 面容较好 眉清目秀的 怎么看都不像是坏人 时间慢慢流逝 李瑞站在刘武旁边不动 也不说话 行为有些古怪 空乘人员好奇地看了过来 低声应了几句 有人上前来 礼貌地问 先生 你有事吗 有什么能帮到您的 这时 刘武忽然起身来 我去上个厕所 好的 这边 空乘人员礼貌地说 做了个请示 一边让开了过道 刘武点点头 礼貌地道谢一声 朝前走去 来到门口时 眼角余光 瞟了眼可疑的 女空乘人员一眼 刚才李瑞已经通过摩斯密码告诉了刘武怀疑对象的特征 错不了 刘武并没有马上动手 而是钻进了厕所 很快 刘武从厕所出来 厕所内响起了抽水马桶的声响 刘武顺手关好了房门 朝前走去 一切都很正常 走了两步 身体忽然暴退 朝可疑目标扑去 可疑目标见刘武已经往前 不宜有他 根本来不及反应 刘武的袭击太突然了 明明已经往前走去 却在所有人放松的时候出手 毫无征兆 事先也没有任何杀意泄露 袭击的速度太快了 快得所有人都来不及反应 等明白过来怎么回事时 可疑的目标头一歪 晕倒过去 要不是身上捆着安全带 非倒地不可 看得所有人惊讶无疑 你干什么 那名出来询问李锐的 空乘人员反应过来 惊讶地喊道 噓 别说话 李锐一把捂住对方的嘴 趁声说道 感觉到这名空乘人员身上 没有杀意 只是惊讶 所以没有下死手 一边看向可疑目标 被李锐捂着嘴的空乘人员 挣扎着 身心慌乱 另一名靠在位置上 昏昏欲睡的空乘人员醒来 看到这一幕大惊 张开嘴就要喊 刘武反手就捂住对方的嘴 竖起食指盯住道 噓 别说话 懂吗 对方赶紧点头 紧张不已 刘武低声说 放心吧 我们不是坏人 别喊 我慢慢放开你 可以吗 对方赶紧答应道 但声音被刘武大手捂住 出不来 这时 李锐也慢慢松开了另一名空乘人员的手 见对方没有大喊 松了口气 低声提醒 别害怕 深呼吸 温出情绪 对方连连点头 见李锐朝前走去 也跟了上去 眼睛里满是疑惑 如果这些人有坏心 自己肯定已经死了 但为什么出手打伤空乘人员呢 这名空乘人员悄悄伸手到口袋里 拿下了一个扭扣大的警报器 警报器连接着驾驶舱和机舱内的安全人员 驾驶舱接到报警后会锁死门 不让任何人进来驾驶室 避免被控制 安全人员穿便服 看上去和乘客差不多 混在人群中负责安保事宜 发现可疑人物会马上通知机舱 并第一时间将危险排除 几乎每架飞机上都有 人数不等 李锐并不知道这空乘人员已经报警 机舱内也没有任何响动 一切都在静悄悄地进行着 李锐走上去 见刘武已经松开了捂住另一名空乘人员的手 便低声问道 怎么样 放心吧 我下手有分寸 死不了 发生什么事了 一个声音从后面传来 李锐回头一看 是夜莺 这个人可疑 我看看 夜莺走上来 一边示意空乘人员不要乱喊 空乘人员知道 夜莺是外交工作人员的身份 李锐等人登基的事都是夜莺在协调 算是可以相信的自己人 安心下来 干净点头 夜莺快步上前 仔细打量着空乘人员 忽然伸手使劲去搓对方的脸 对方精美的脸庞渐渐多了些褶子 很快 夜莺从对方的脖子开始 用力往上 扯出了一张精美的硅胶面具来 这是一张将整个头部都包裹的硅胶面具 非常薄 两名空乘人员发出了惊讶声 李锐赶紧置之 一边看向可疑的目标文 能认出是谁吗 夜莺仔细辨认了一番 点点头 当着其他空乘人员 没有再多说什么 李锐会议地点点头 这时 过道里走过来一名高大健壮的男子 穿着便服 一名空乘人员赶紧上前去 拦住对方低声说了几句什么 六五见多识广 猜到这名男子是飞机上的安保人员 便招招手 等对方过来后 低声说 有没有绳索之类的东西 安保人员会议地点头 打开最后一个行李架 从一个黑色小包里 拿出一副手铐和一卷绳索 六五接过去 三两下就将这个可疑的目标捆了个结实 然后靠住对方的双手 这才起身来看着对方叮嘱 别声张 小心考察团里 还有人被顶贴 空乘人员赶紧点头表示理解 安保人员会议地点点头 朝前面走去 就当刚才什么都没有发生 刘五给李锐丢了一个眼神 李锐会议地朝前面座位走去 刘五则坐在最后一排 靠过道的位置 充当起了守卫 李锐和叶莹坐下 没有扣安全带 方便万一出事时能及时做出反应 叶莹压低声音说 是自由联邦的特工 善于投毒 国际上非常有名 好些人都怀疑是被对方堵杀 但没有一点证据 没想到自由联邦派他过来了 投毒 李锐大惊 暗自庆幸起来 还好兄弟们一上飞机 就沉沉睡去 谁也没有喝水吃东西 否则中毒了都不知道 有问题吗 李锐将自己的担心说了一遍 最后补充了 现在是自由联邦派来的 说明他背后肯定还有后手 不能大意 这航线要不要改 恐怕要改一下 否则会很麻烦 而且 我担心黑暗联盟的人 也怀疑上这架飞机了 如果直接来个飞弹就麻烦了 我去找机长交涉 叶英脸色微变 赶紧提议 见李锐点头 便马上起身 朝驾驶舱走去 十几分钟后 叶英回来 朝李锐点点头 在位置上坐下 李锐没有再问 谨慎地盯着四周 以防万一 第178集 偏量时分 商务航班平稳地降落下来 花心了一段距离后平稳 大家等了一会儿 就依次排队朝外面走去 李锐等人在机舱的最尾部 叶英示意空乘人员 打开尾部的舱门 几辆车呼啸而来 在飞机旁边停下 为首一辆小车里 下来了林静和秦荣 两人满脸惊喜 看得李锐心中一暖 被人关心的感觉真好 好了 兄弟们下机吧 李锐知道是龙牙派人来接了 大家身份特殊 不能走海关出走 直接来到机场迎接 也能避免很多麻烦 大家都知道规矩 纷纷想机 李锐也跳下了飞机 见几辆挂着黑牌的车辆 呼啸而来 在旁边停下 从车里下来一些 身穿黑色西装 戴着耳麦的男子 一个个身上散发着彪悍气息 显然不是擅长 其中一辆防弹车里 走下来一名中年人 中年人看看四周 迎了上来 叶英赶紧跑上去敬礼 说着什么 李锐在不远处 看到这一幕 没有多问 是一兄弟们 都上了后面那辆商务大巴 自己钻进了 邻近的小车 正准备离开 叶英跑上来 敲了敲车窗玻璃 李锐摇下车窗玻璃 有事 我们领导 想跟你聊几句 李锐也不知道 这合不合规矩 看向邻近 邻近无所谓地说 去吧 别聊太久 我这肚子还饿着呢 明白 李锐会议地答应一声 知道邻近提醒的 别聊太久 就是不该说的不能说 李锐和叶英走了过去 来到中年人跟前 因为不明白 对方的身份职务 所以敬礼就免了 而是直接问他 您找我 中年人饶有兴趣地 上下打量着李锐 摆摆手 是叶英离开 用只有李锐 才能听到的声音说 我知道你的真实身份 作为介绍一下 我是情报部的人 情况我知道一些 现在 我以一个父亲的名义 感谢你送叶英回家 你是他父亲 没想到 我会狠心将他丢到 自由联邦潜伏三年吧 更没想到 我会派他冒险去接应你们吧 中年人笑的 她是我女儿 更是一名情报人员 必须按照规矩来 这对她的成长 也有着莫大的好处 那名特工我们带走 没问题吧 她是特工 在你们手上价值更大 专业对口吧 我们拿着作用也不大 既然您都开口了 那就带走吧 回头把问出来的情报 共享就好了 李锐无所谓的说道 一名敌人特工而已 有人帮忙审讯更好 少了自己的事 关键也没办法拒绝 好 你小子太精明了 以你们的权限 自然能供下我们的所有情报 苦吃事都我们干了 回过头来 还得感谢你们 嗯 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撤了 行 有机会了 中年人摆摆手笑道 带李锐转身离开 脸色瞬间变得严肃起来 招手让叶英过来后 陈生问 这个人我看不透 你和他相处了一段时间 有时候女人的直觉 比男人强 你怎么看他 你都看不透 我还能看透 我这点本事都是你教的好吧 叶英没好气地说 见中年人脸色凝重地沉思着什么 不像是随便问问 便继续说 说实话 我也看不透 这家伙给我的感觉 就像是个谜 而且 我感觉在他面前 就像是没有秘密一般 眼睛独着呢 出去取个水 都能发现潜伏的特工 我只能说 很强 具体说说 现在 在这儿 叶英惊讶地闻到 见中年人一脸笃定的点头 知道不是开玩笑 想了想 赶紧组织了一下语言 将飞机上发生的事情 详细地说了一遍 中年人认真听着 直到叶英说完后才追问 那个动手的人 怎么知道目标是谁 根据你的描述 对方在睡觉 而且往后的视线 都被他遮挡住了 我怎么知道 或许他们之间 有特别的联络方式吧 您如果对他感兴趣 直接调他的档案看看 不就知道了 有点意思 这个人不简单 看来 我们那件棘手的任务 可以找他了 中年人仿佛自言自语地说道 什么任务 上车吧 回家 你妈在家里等着你呢 中年人溺爱地说道 转移了话题 叶英识趣地没有再多问 嘟着嘴上了车 俨然一个受宠的小姑娘 在撒娇 钻进了小车里 很快 这支车队 也呼啸着离开了机场 高速路上 李锐坐在后排 将身体舒适地摊开 闭上眼说 还是回家好 你们不搞个接风仪式什么的吗 有啊 大吃三天 你买单 大练三天 我最近又研究出几招 正好找你练练 李锐想起了秦蓉的恐怖招式 简直是鬼神莫测 明明只有七级基因的实力 却能够和八级基因战士近身一步 甚至能够将八级打败 凭的当然不是力量和速度 而是那诡异的招式 简直是防不胜防 李锐之前没少吃亏 得啊 你俩没一个好人 我还是回去好好睡三天 谁也不去打扰 李锐笑道 闭上眼 舒服的声音出声来 忽然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 不由睁开眼一看 窗外 几个小年轻穿着训练服在练滑板 滑板居然比车跑得还快 只剑刷的一下就冲远了 身体一扭就跑出了S线 轻松超车 这是什么 极限运动啊 这你都不知道 秦荣惊讶地反问 猛然想到 李锐之前只是一个牧民 哪里去接触这种运动 闪闪一笑 一项体育运动 升得小年轻喜欢 还有一项是跑酷 都是时下 风靡全球的时尚极限运动 跑酷没见过 但刚才的滑板很好啊 简直是躲避子弹 城市追踪的力气啊 回去我要学 两女交换了个眼神 被李锐彻底打败了 看到滑板都能想到臂弹 这得是多么极其想变强的心理啊 林静有些理解地说道 行 我来安排 基地有场地 三天后 龙牙基地最底层一个宽大的室内训练场内 李锐很放松地站立着 面向一名教官 三天前大家顺利回到了基地 写完任务简报后 美美地睡了三天 总算是将经历完全恢复 便来到了训练场 这是林静帮忙安排的第一堂训练课 教官饶有兴趣地打量这李锐 没想到你会学这门技术 很好 我看过你的档案 年纪不过二十 骨骼还没有定型 身体还有很大的可塑性 再晚三年就不能学了 辛苦教官了 谈不上 这是我分内的 听说你看到街头有人在训练滑板 就蒙上了训练这项技能的念头 为什么 我希望听实话 因为速度和身法 滑板看上去非常灵活 可以在狭小的空间快速穿梭 这个速度方便于撤退和追踪 另外 我看那些人身法非常灵活 可以左右闪避 还能站立 攻身和蹲下 轻松改变方向 这些动作 既能用来躲避激光攻击 又能闪避人群 甚至贴身战斗 利瑞如实地说出自己的看法 嗯 很好 你能看到这点不简单 只要你想学 我就尽心教 另外 学好板前 我建议你先学习跑酷 利瑞第二次听到跑酷这个词 好奇地问 我对这个不熟 能不能详细解释 跑酷是时下风靡全球的时尚极限运动 多以城市为运动场所 依靠自身的体能 快速 有效 可靠地驾驭任何以致于位置环境的运动艺术 它是一种探索人类潜能 激发身体与心灵极限的一种哲学 利瑞有些懵 尴尬地笑了笑 教官理解地笑道 跑酷没有既定规则 做这项运动的人 只是将日常各种设施当作障碍物或者辅助 在其间跑跳穿行 你也可以理解为任何场所 任何时间所以跑动 行驶的车辆 高大的墙壁 屋顶 栏杆 人群 坡道等等 都能够自如地奔跑 如履平地 这么厉害 事实上不止 等你学会就自然明白了 先学跑酷 将身体的协调性 力量 弹跳 和勇气等 都达到要求和再练滑板 能够事半功倍 比如前后空翻 墙壁翻转等 跑酷有 滑板一样有 两者唯一的区别就是移动的方式 一个靠脚 一个靠滑板 其他的都是相同的 明白了 怎么练 跑酷有三十多个动作 咱们先练室内 差不多了再去室外练 你看着 教官陈生说道 身体猛然加速朝前冲去 蹭蹭起步就冲到了墙壁边 双脚直接朝墙壁踏去 如履平地一般 快速移动了几步 然后一个后空翻 稳稳落地 令人有过特训 能够踩着墙壁后空翻 但不能在墙壁上连续行走几步 而且动作也做不到如此流程 不由兴奋地笑了 教官 这个看上去更多的是靠身体的协调性和柔韧性 而不是爆发力 我说的对吧 啊 一定要留有后劲 一旦力气用完 后面动作就没办法做了 跑酷拼的不是力气 当然力量也很重要 毕竟没有了力量就跑不动了 但更多的是灵活的动作 身体的协调性等 说着 教官再次朝前冲去 身体忽然一侧 双脚踩着墙壁横向移动了几步 一个后空翻再次稳稳落地 你看出了什么 嗯 如果前面是一条河 或者障碍物 无法跨远 身体可以侧起来 踩着其他受力点过去 太好了 请教官教我 李锐兴奋地说道 仿佛看到了一门变强的绝技 心里面痒痒的 恨不能马上学习 教官理解李锐的心思 加上上面特别嘱托过 一定要不遗余力地训练 自然不会藏私 认真地教授起基本动作的要领来 李锐的身体素质原本就很强 协调性和柔韧性很高 学得很快 没多久 教官就放开了 让李锐自己训练基本动作 在旁边看着 发现错误就马上指出来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慢慢流逝 直到有人进来后 大家才意识到中范的时间到了 李锐一看是灵静 尴尬地对着教官笑笑 教官理解地点点头 盯住李锐下午两点继续 便先醒离开了 灵静走进来笑道 你那飞烟走壁的功夫 练得怎么样了 这么积极 该不会是想练会了 将来好窃香透玉啊 看上哪家闺秀了 直接跟我说一声 我帮你去说说 用得着玩命训练 这种疯子一般乱跑的技能 这种事还是得靠自己 家族就我孤零零一人 承担着开支三议的重任 得多娶几方姨太太啊 多生几个娃 要不然就断根了 说你胖还喘声了 赶紧的请我们吃饭去 秦荣姐都在等着呢 你小子别舍不得钱吧 哪能啊 下午还要训练 你刚才也听到了 李锐赶紧陪笑地说道 勿耽误你训练 食堂吃总可以了吧 两人说笑着来到食堂 饭菜已经打好 秦荣正在等 李锐心中一暖 赶紧走过去坐好 林玲静拿起旁边的果汁说 没有酒 以果汁带酒 来走一个 欢迎某人回来 咱们就不用担惊受怕 睡不着觉了 都说美女是睡出来的 我现在还是那么美 难道说我睡得很好 谢谢 李锐也举起果汁感激地说 晚上我请大家大吃一顿 如何 算你有点良心 先声明 我可没有担惊受怕睡不着觉 不像某些人 睡不着觉还那么天生丽质 真是人比人得死 祸比祸得扔 秦荣假装郁闷地说 林玲静脸色一红 瞪着秦荣一眼 叛徒 你在炫耀自己的御解气质吗 还是在秀自己的陈树女神范 大家善意地笑了 浓浓地占有情意 弥漫开来 第179集 下午训练结束后 李锐带着林静和秦荣 离开基地 直奔国立大学 叫上胡小花和胡傅 胡母一起 找了个农家小园吃饭 有一段时间没见 再见面时格外亲切 胡傅胡母虽然语言不通 但完全信任李锐 将李锐当成了自己的孩子一般 很是喜欢 有什么话让胡小花转达 交谈甚怀 吃饱喝足 大家坐下来继续喝茶聊天 等服务员收拾干净离开 李日花风一转 看向胡小花关切地问 小妹 大学生活还习惯吗 有没有被人欺负啊 钱够不够用 有什么困难跟我说 明白吗 小花可是学校的女神 护花使者都能够从班级 排到校门口 谁会欺负小花妹妹 你就放心吧 我会看着 至于困难嘛 倒是不少 最大的困难就是没钱 你再给个千八百万的呗 不用了哥 我有钱 不要你的钱了 真的 你有钱 哪儿的钱 我不是叮嘱过你不许去打工吗 你怎么搞的 好好读书 钱的问题哥哥会解决 李锐惊讶地追问道 语气有些重了 那么大火干嘛 吓着我们家小花了 不知道学校有奖学金啊 小花现在学习成绩优异 奖学金都用不完的 奖学金 李锐惊讶起来 林静猛然想起 李锐没上过大学 自然也就不懂奖学金的事情了 歉意地苦笑道 别生气 奖学金就是学校用于奖励优异生的资金 每个大学都有 额度不同 每个学生都可以申请 只要学习成绩优异 就能够获得 原来是这样 但也不能太苦了 你可以苦 你爸妈不能苦 该吃吃该喝喝 别舍不得花钱 你看看你爸妈 穿得太朴素了 回头去买几件好点的衣服 哥给你钱 哥 真的不用了 我能挣 胡小花着急地喊道 用手去抢李锐的手机 秦荣见胡小花很着急的样子 会议过来 拍了拍李锐的肩膀 好了 小花有自己的骨气和原则 做哥哥的要尊重小妹的选择 钱给多了不好 会宠坏的 回头找个机会 咱们买点衣服 给叔叔审审就好了 李锐愣了一下 猛然反应过来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尊严和选择 不管是朋友还是亲人 都应该尊重 而不是干预 他善善一笑 也好 回头你帮忙挑选一下 我这眼光太差了 你们家林金眼光好 找他 啊大姐 话不能乱说 我什么时候成他家的了 本姑娘爵士容颜天生丽质 会有王子骑着白马来求亲爹 他那么黑 就算抹上厚厚一层 美白霜都白不了 怎么可能 骑白马的 还有唐僧 大家善意地笑了起来 就连林金也跟着 没心没肺地笑了 气氛一笑地活跃起来 哎呀 还是咱们家小妹聪明 对 还有唐僧 咱不做唐僧啊 李锐开怀大笑 可是哥 唐僧有很多美女要尽喜欢 他敢 林金一听就慌了 假装不满地瞪了李锐一眼 猛然看到胡小花 在得意地偷笑 反应过来 脸色大酒 休闹地说 哼 好你个没良心的 咱们还是不是好姐妹 你胳膊肘往外拐 以后不理你了 小姐姐 你说错了 她是我哥 我这胳膊肘往里拐呢 对 往里拐 不过 你小姐姐也是疼你的 不能拐得太偏 太明显 对吧 莉锐得意地哈哈大笑 小姐姐貌美如花 天生丽质 人见人爱花见花开 仙女见了也得掉头就走 怕丢脸呢 哟 你们俩合起来欺负我是吧 好 你俩厉害 我忍 天灵灵地灵灵 上帝保佑某人出门摔一脚 钱包掉了被我捡 林静假装生气地说 双手合十 假装虔诚的信徒在祈祷 天灵灵地灵灵 是道家的事 上帝哪会跨界管道家的事啊 你口诀错了 重新来过 大家都善意地笑了 其乐融融 吃饱喝足 天色有些晚了 李锐开车送胡小花一家 到了小区门口 等胡小花一家下车离开后 感激地看向 副驾驶位置上坐着的灵静 吃饭的时候谢谢你 要不是你 场面不会那么融洽 知道我的好了 那就请我吃宵夜吧 大家都是聪明人 刚才吃饭的时候 灵静故意搞怪 甚至扮小丑吃点小亏 只为红胡小花开心 调解气氛 否则 以灵静的智商 和古灵精怪的脾气 怎么可能在刚才的斗嘴中吃亏呢 李锐自然看得出来 只是当时不好说什么 但这份人情 他记下了 要我说 你俩简直绝配 都是这么高的智商 跟我们这种凡人 简直是两个世界 反正 我感觉跟不上你们的思维 甚至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 没办法跟你们愉快交流 我要吃宵夜 弥补这颗脆弱的心 你们俩就是个吃货 要你管 两女一口同声的笑道 行 撑死你俩 那就走吧 玩笑开够了 带你俩去个好玩的地方 林一静忽然脸色一正 什么地方 对啊 还有什么比吃宵夜来的痛快 刚才当着叔叔婶婶在 我的淑女形象啊 现在好了 可以痛快的喝一场了 我要夜市地摊啤酒 知道你喜欢烤串了 回头带你去吃 我知道个好地方 但现在嘛 去个更好玩的地方 林一静笑道 也不多解释 给李锐当起了导航 李锐知道林一静玩笑归玩笑 正事绝不含骨 估摸着有正事 她也没有再问 马上拐弯跟着林一静的指挥走 秦荣也没有再开玩笑 好奇地打量几次周来 见识往郊区的方向走 有些猜不透 林竟是想干嘛了 回龙坡 郊区一个山底公园 占地有上千米 公园核心区都有五百多亩地 山岭最高的海拔 左一百多米 但大部分山岭都是缓坡 中间山峰高耸 两边山岭位移盘旋 就像两条龙回头仰望 便有了回龙坡这个名字 山底公园自然以风光为主 山上修建了一些简易的健身器材 原本是给老年人平时休息健身所用 但距离市区有些远 加上晚上老年人一般都不会来 变成了年轻人的天下 一帮小年轻将山底公园略微改动了一下 建造了一些设施 变成了时尚极限运动的天堂 晚晚爆满 这天也不例外 入口停车上停满了车辆 路边也停靠着不少 这么晚了没人来查车 随便停 核心区域的许多年轻人 正围在一起兴奋地呐喊着欢呼着 谁也没有留意到 一辆汉马车慢慢靠过来 停在了不起眼的地方 李锐等人从车上下来 听到喧闹有些好奇 见邻近一副自来熟的模样 兴奋地往前跑去 赶紧跟上 在邻近的带领下 大家冲到一个山坡上观看 李锐发现前面 是一个巨大的U型训练场 水泥打造的 伸五六米左右 宽七八米左右 有人在里面玩滑板 一个少年踩着滑板呼啸而下 顺着坡道往上 然后在惯性的作用下 冲向对面的坡道 身体一个360度腾空翻转 落地后朝前冲去 瞬间冲上了对面的坡道 在顶端猛地停下来 脚踩滑板傲然挺立 得意违反 迎来了无数人的欢呼 哼 有点意思啊 李锐看到这一幕笑了 感激地看了邻近一眼 明白邻近为什么带自己来这里 这么多少年在玩滑板 每个人掌握的技巧都不一样 仔细观摩 将来绝对用得上 秦荣也知道 李锐正在训练跑酷 跑酷完了学会滑板 也明白邻近的良苦用心 笑一笑 没有再说什么 而是仔细地观看起来 寻思着自己 是不是也抽空去学一学 貌似看上去很不错 可以演化为战斗技巧吗 嗡嗡嗡 忽然 一阵轰鸣声响起 哎 精彩部分来了 快看 邻近兴奋地喊道 李锐抬眼望去 发现一名摩托车手 正在滑坡边缘 不断转动油门 发出轰鸣声 吸引大量人的欢呼 喝彩 这个人得意地挥挥手 就像明星在向自己的粉丝指引 紧接着 对方骑着摩托 冲向了陡峭的U型坡 速度非常快 转眼就冲到了底部 在惯性的作用下 往上坡冲去 摩托轰的一声怒吼 瞬间就冲上了斜坡 摩托车手控制着方向 满身体一扭 整辆车都被带动 人在空中 180度掉头 摩托再次往下冲去 一个呼啸上了对面的坡度 冲天而起 摩托车手控制着摩托车 360度旋转 而人更是离开了座位 人抓着车尾飘了起来 当摩托车往下掉的时候 摩托车手双手用力一撤 身体借力往前 稳稳地落在座位上 抓着方向盘落地 顺着斜坡呼啸而起 呼的一声 摩托车冲上了顶坡 一个漂亮的甩尾停了下来 周围所有人顿时兴奋地大喊起来 狂热无比 好强的乳人性 好冷静的思维 好稳定的心态 李锐看到这一幕眼睛都直了 感慨起来羡慕不已 原来摩托车还能这么玩 如果在战斗的时候 岂不是可以将摩托车 当成一件武器啊 不仅可以用车轮攻击 还能追击撤离等等 要知道 摩托车不受堵车限制 哪里都可以跑 想到这儿 李锐兴奋起来 暗自下定决心 跑酷要学 滑板要学 这摩托车也要学 他双眼放光地继续盯着前方 林静暗自观察了李锐一会儿 看出了李锐的心思 暗自笑了 只要多看 多练 林静相信以李锐的狠劲和身体素质 绝对没问题 接下来有人表演了双人滑板 三人滑板 甚至是多人滑板 秀着各种技巧 将这项极限运动 推至了高潮 所有人都欢呼不断 兴奋不已 无所顾忌地喊叫声 响彻也空 老远都能听到 就连月亮都被青春的激情吸引出来 最后 摩托车手再一次表演 给今晚的活动压轴 大家依依不舍地离开 李锐等人的身份特殊 不敢久留 迅速上了车离开了 林静开车 李锐坐在后排默默不语 想到刚才看到的一切 还没有从震惊中走出来 林静和秦荣交换了一个眼神 两人默契地点头 谁也不说话 生怕惊扰了李锐的思考 过了好一会儿 李锐长须一口气 林静 谢谢你带我来这里 让我看到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看出什么了 林静开玩笑地说 军人训练以杀敌为主 所有的动作都讲究简单 直接 务实 高效 一击必杀 这是一种肛门的路子 而极限运动是恰恰相反 走的是柔性路子 讲究技巧 是挑战自我极限的一种艺术 运用得好也能杀人 两者互补 绝对能够形成恐怖的战斗力 这段时间我要刻骨训练 李锐沉声说道 行 你个训练狂 但饭不能不吃啊 要劳一结合 当然 我懂 李锐随口说 内心却下定了决心 目光坚定无比 林静知道李锐的性格 一旦确定了的事 谁也改变不了 练起来是绝对的玩命 暗自担忧起来 但并不反悔今晚的决定 寻思着回去后 多准备些营养仓 随时备用吧 还得跟上级反映一下 最好配备一个专门的医生看着 免得出意外 秦荣看着李锐说 你的格斗技巧 有刚猛的路数 也有小巧的招式 也算刚柔并技了 不过 柔方面 以小巧擒拿搏斗为主 缺少一些战斗技能 回头我教你一些吧 我知道一门适合女性战斗的技巧 回头教你 你自己琢磨 看能不能融合到自己的战斗中去 好 李锐感激地说 没有矫情 秦荣这个古武世家出来的人 招式简直鬼神莫测 所掌握的肯定不简单 适合女性 我也选 行 一起吧 秦荣无所谓地笑道 这些毕竟是将来要生死与共的战友 大家战斗力都高了 才能更好地活命 第一百八十几 一个月后 某会议室内 这天阳光明媚 清风徐徐 宽大的会议室中间 是一张椭圆形的会议桌 会议桌上整齐地摆放着茶杯 便签纸和一叠资料 还有一支笔 很标准的会议安排 阳光透过洁净的玻璃窗 洒落进来 落在地上 暖暖地透着安宁的气息 这是厚重的会议室们被推开 一些西装革履或制服鼻挺的人鱼贯如类 各自找地方坐下 正守位置坐着一名中年人 儒雅而沉稳 却给人一股上位者的威势 如果李锐在就一定能够认出来 这人正是叶音的父亲 中年人的左右两侧坐着的是清一色的制服高官 对面坐着的却是各个西装革履 气势不凡 居中一人正是雷小天 大家落座 寒暄几句 有人咳嗽一声 将大家的注意力全部吸引过来后 沉声说道 各位领导 请允许我主持本次会议 值班主题 都是老熟人 别废话 雷小天沉声说 是 主持人赶紧答应 看了眼中年人后继续说 根据我们掌握的最新情报 黑暗联盟的合击弹头 已经运到了凤凰山 目前是什么状态未知 我们渗透进去的三名卧底 都失去了联系 怀疑已经牺牲了 知不知道藏在哪里 雷小天看向主持人沉声问道 未知 主持人有些为难地回答道 那你们知道些什么 主持人有些尴尬地苦笑起来 显然适应不了雷小天 这种雷厉风行的做事风格 中年人接过话题笑道 根据情报显示 大批武装进入凤凰山 身份未知 实力未知 因为分几波进入 具体的人数 窝底来不及打探清楚 就已经失联了 也就是说 你们掌握的情报有限 雷小天沉声问道 目光凝重起来 中年人对雷小天的性格非常了解 并不在意雷小天的语气 事实上 我们只知道凤凰山多了很多高手 具体多少没人知道 而我们的卧底已经暴露 敌人有了警觉 再想刺探情报 就难了 大概多少 不少于一百人 个人战斗力未知 另外 随行的还有大批武器 具体情况未知 最近出了一些复杂的情况 什么情况 中年人没有马上回答 而是给主持人打了个手势 对方会议的 马上投影了一张航拍卫星图到屏幕上 那是一张无数人密集居住的古镇航拍图 房屋都不高 基本都是一层的马房 部分两层 一条河从古镇中间弯延而过 古镇中间有一座山 半山腰上也修建了很多房间 密密麻麻 整体看起来得有二十来万人居住 老哥哥 你看 这就是凤凰镇 中间就是凤凰山 凤凰镇外围密密麻麻的森林 瘴气横生 人际罕至 许多无人居种植的因素 因为瘴气和水雾的缘故 我们的卫星 也无法精准地拍摄到具体位置 无法直接空袭 而古镇居住着太多的平民 更不能直接空袭 敌人老巢 就在古镇中间的凤凰山上 啊 雷啸天不知可否地哼了一声 继续听着 攻击这里有三大难点 第一 当地居民绝大部分 都靠种植和贩卖因素为生 和毒贩沆瀣一切 还有很多无辜的平民 不能无差别对待 无差别攻击 这些人充当了毒贩的耳目 陌生人进去就会被盯上 雷啸天目光一领 变得凝重起来 点点头耐心地听着 第二 进入这里只有一条水路和一条土公路 大批武装分子 把守在两条路的十里外的要道上 二十公里外 还安排了很多观察哨 无法确定谁是观察人员 根本进入不了这个古镇 除非得到许可 或者有人带路 周围都是森林 不能渗透吗 这个问题我们也尝试过 周围到处都是雷区 还有很多电子监控点 就算成功进入古镇 也会被当地的居民发现 第一时间报告给毒贩 从古镇外围走到凤凰山 最快都需要半个小时 没有车可以逮捕 因为没有公路 半个小时足以让目标逃走 甚至组织反击 这确实是个问题 这帮混蛋 将古镇经营的水泄不动 你继续 对了 还有你刚才说的复杂情况是什么 雷笑天恼怒的陈生说 我先说第三点 这支毒贩武装近千人 虽然都不是基因战士 但汉勇狠辣 都不怕死 打起仗来就和疯子一般 加上还有很多本地人帮忙 一旦发生战斗 说不定某些平民也会参战 难以识别 比如背后丢个手来偷袭 会非常被动 这些都是卧底证实了的 全民皆兵 有点意思了 是啊 不仅经营的水泄不通 还全民皆兵 但有很多无辜拼命 我们不能直接发动空袭 很受潜质 更要命的是 他们增加了很多高手 这无形中 弥补了战斗力的不足 最近出现了一个复杂的情况 大批毒贩的中间商 秘密进入了古镇采购 都携带了随行人员 短时间内不会离开 这使得他们的战斗力更强 毒贩中间商不是好东西 杀了也就杀了 最麻烦的 是那些无辜的平民 简直成了毒贩的护身符 有他们在 我们放不开 有没有办法尝试劝离 基本不可能 我们尝试过 一来平民和毒贩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二来 他们祖祖辈辈 都生活在这片土地 故土难离 三来 也是最关键的 所有出入口 都被毒贩武装把守 想走也走不了 这是个问题 你们的意思是 等 等中间商离开 半岛袭击所有中间商 看能不能创造机会 另外 我们有秘密安排了 卧底进入 没有最新情报 没有合适的战机 不能轻举妄动 雷笑天想了想 觉得有些道理 关键自己还没有准备好 行 给你们一个月的时间 一个月后我们接手 如何 我最少需要两个月 没有搞清楚 合击弹头冒人行动 一旦启动合击弹头 估致二十来万人 就全部没了 这事急不来 雷笑天知道 情报的重要性 自己派人上 就意味着重新开始 缩号时间更长 不如让对方继续 便点头答应了下来 多斯家族总部 那座神秘的古堡内 多斯不动声色地 坐在守卫 两侧坐着一些家族高层 都沉默不语 好像很害怕多斯一般 看上去儒雅稳重的多斯 浑浊的眼睛里 闪烁着一抹不为人知的冷意 就好像潜伏在灌木丛中的毒蛇 那冰寒的双眸 在盯着猎 这时 一名年轻人急匆匆进来 脸色非常难看 眼神中满是紧张和害怕 三两步走上来 在距离多斯 大约三米左右的距离停下来 教主 对不起 我失败了 请原谅我的故事 说说看 怎么失败的 多斯不动声色地说道 却给人一种威严 就好像一头平静的狮子 在盯着自己的猎物 随时抱起伤 是 年轻人不敢大意 直到在多斯面前不能刷小聪明 赶紧如实说 家主 事实上 当我们赶到目的地时 游击队所属区域已经被自由联邦占领 我们只能在外围 根本进不去 那支毒贩组织席卷了游击队的所有财富和队伍撤离 我们尾随追查 却被自由联邦发现 对方出动了武装飞行计 还有自由卫队 我们损失过半 不得不撤离 这么说来倒也怪不了你 武装飞行计是步兵的克星 在无险可守的森林里 你们确实难以反击 加上强大的自由卫队 能带回来一半人手就不错了 多斯不紧不慢地说道 看上去像是原谅了年轻人 但谁也不敢保证多斯会忽然翻脸 就连年轻人也不敢有丝毫侥幸 不 家主 失败就是失败 不能给自己的失败找任何原因 我愿意接受任何惩罚 担尽家主再给我一次机会 这一次 我一定不复所望 按照惩罚 那可是三刀六斗 你受了惩罚还怎么给机会 这样吧 这次的惩罚先记着 你带着家族最新训练出来的武装去凤凰山 那是一个龙国靠西的边陲古镇 听说那里的人鸣风彪悍 好勇都狠 但事实上 已经被一只毒贩经营了几十年 水泄不通 是 年轻人大喜 赶紧问 我去的身份和目的是什么 他们找到了黑暗联盟 说是需要一批武器 黑暗联盟介绍我们过去 你代表家族过去 将这批武器谈妥 能谈多少就看你的本事了 记住 黑暗联盟那边放出风 这只毒贩武装事实上 只是毒邪拥兵团的外围力量 而毒邪拥兵团杀了上一人家主 这个仇不能不报 所以 你还有一个任务 请家主吩咐 你听到这个消息还能保持克制 这很好 上一人家主是你的父亲 为你的父亲报仇是你的本分 但不能换了家族的生意 这一点 你必须谨记 你的任务是高价卖给他们所需的武器 然后找到他们的破绽 为下次摧毁他们做准备 没有了这只毒贩 暂提毒邪拥兵团挣钱 他们的末日 就不远了 明白了 高价武器 掏空他们的唏嘘 趁机找到破绽 为下次摧毁这只武装做准备 年轻人认真地服输了一遍命令 见多次点头 确认无误后内心大顶 请家主放心 保证完成任务 家族力高于一见 好好 去吧 多次摆摆手说道 一脸疲惫的样子 年轻人顿手后急匆匆去了 在场其他人 见多次不仅没有趁机打压年轻人 为自己的后代继位铺路 反而重用上一任家主的子孙 这份胸襟令人佩服 大家看向多次的眼神变得不一样了 谁也不知道多次内心的真正想法 房间里再一次陷入了安静 等一会儿 多次忽然沉声说 根据消息 那批科学家已经到了龙国 并被秘密保护起来 他们的家属也神秘消失 这件事 必须有人负责 一个中年人赶紧起身说 家主 接到您的命令后 我马上行动 但却发现所有亲属都消失不见了 有人逼我们先下属 怀疑是龙国 只有他们最先知道科学家的身份 也只有他们才有能量 在短时间内将所有科学家的亲属秘密保护起来 你的意思是 我命令下得晚了 多次不动声色地说道 却透着几分冷静 不敢 只是机缘巧合 没办法的事情 这个中年人赶紧说 其他人欲言又止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最后谁都没有开口 中年人有些紧张地看着多次 生怕多次暴怒之下动了杀机 这种事以往不是没有发生过 但是多次却出奇地平静 只是冷冷地看着对方不语 气氛变得诡异起来 第一百八十一集 好一会儿 就在中年人紧张地不能自疑的时候 多次忽然沉声说 真要说起来 这件事确实我有责任 命令下达的有些晚 不能完全怪你 但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 您马上去安排一下 找杀手联盟那边下任务 不要怕花钱 目标是科学家 杀亲属浪费时间 是 谢家主 中年人赶紧答应 你们啊 就是缺少锐气 老是猜忌 怀疑 担心 心思都用到别的地方去了 都给我记住 家族利益高于一切 为了家族利益 我可以宽恕你们的一切行为 但谁要是敢不顾家族的利益 就别怪我像死守 多次冷冷地说 充满了威胁疑问 但是没人敢怀疑 这个看似忠厚的人背后的狠纳手段 执子家族危急之际 希望大家进程团结 一致对办 科学家的事 可以通过杀手联盟那边解决 但黑暗联盟最近越来越贪婪 而我们投鼠机器 或多顾虑 最大的问题 就是家族武装没有醒来 这件事 必须加快 家族 我有个提议 一个老者沉生说 说来听听 多次见识家族中最深谋远利的族书 赶紧说 很简单 我们可以雇佣 独协佣兵团所用 也能雇佣其他人 佣兵联盟 可不是只有一个独协佣兵团 事实上 独协佣兵团只是世界排名第九 我们可以雇佣更强大的个人 来加强家族武装的训练 甚至可以充实武装力量 好 就按您说的吧 雇佣强大的个人重拾武装 自己的训练太慢了 可以两者互补 多次见对方和自己想到一块去了 大喜 趁机便将事情定了下来 茫茫的原始森林 碧斯的地盘上空 忽然多了十几家武装飞行器 在虚空中耀武扬威地盘旋着 碧斯毕竟是个狠角色 见这些武装飞行器只是在虚空中盘旋立威 没有发起攻击 很干脆地走出房间 到开阔处指着天空大骂起来 有人要开枪 却被碧斯理智地阻止了 一道命令从碧斯这里下达出去 毒贩武装很快就行动起来 都隐蔽在暗处做好了战斗准备 外面很快就静悄悄的 只剩下多四亿人在开阔处 很快 一架运输机飞过来 在虚空悬停不动 其他武装飞行器里面 锁将下来大量的武装人员 各个鹤枪实弹 抹着浓重的油彩 身上更是散发着一股 强悍的军人气势 落地后迅速散开警戒 有人冲到了附近的楼顶 有人冲到了碧斯跟前 示意碧斯抱头蹲下 碧斯看出是自由联邦的自由卫队来了 这种部队根本不是自己能够对付得了的 反抗只会让自己的人死得更多 没必要 他很是憋屈地抱头蹲下 倒也是一个失实物者 很快 运输机平稳地停了下来 从里面走出一个头发雪白的老将军 正是自由卫队的负责人 老将军身后跟着一支细雨宣昂的战斗小队 如狼似虎地盯着四周 老将军来到碧斯跟前 摆摆手示意控制碧斯的军人离开 上前一步拉起了碧斯 拍拍碧斯肩膀上并不存在的灰尘 已是友好 咱俩谈谈 好 谈谈 谈谈 彼斯满脸苦涩地说 不由想起了之前被人控制的事情来 暗谈自己最近怎么就这么倒霉 同样是被逼迫 上一次 对方是出动了传说中的高手 悄悄渗透上来 这次对方更绝 直接出动了武装飞行器 还有那么多传说中的自由卫队 每一个都是恐怖的存在 杀自己比碾死一只蚂蚁还简单 在这样的对手面前 除了屈服没有其他 彼斯感觉自己非常憋屈 但还不能表露出来 上一次虽然受了委屈 但干掉了瓶声大笔 刮走了对方的财富 收编了对方的武装 算起来还是自己赢了 这次完全不同 恐怕难逃一劫了 无奈之下 彼斯偷偷地看了老将军一眼 猛然想到了 曾经在军队里服役时 听到的一个传闻 有一个九级金高手 进击时出了点意外 虽然成功进击为战神 但一头黑发从此变白 被人称之为白发战神 也很大文明 难道就是这个人吗 想到这 彼斯打了个哆嗦 生不出任何反抗的念头了 赶紧悄悄地打了个隐蔽的手势 示意周围潜伏的人 不要妄动 陪着笑做了个请示 示意老将军 朝自己居住的那间 大一点的木屋走去 而内心则是一片苦涩 在战神面前 自己连只蚂蚁都不算 两人走进木屋 老将军找了个凳子坐下 也示意 避思坐下 避思是个滚刀肉 虽然害怕的妖子 但转念一想 能死在战神手上 也是一种荣耀了 胆气也就上来了几分 一屁股坐下 豁出去了 看着老将军沉声说 您是传说中的白发战神 我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自己的选择 知道我的来意吧 老将军笑道 看上去很平和 却给人一股莫名的威扬 能猜到一些 避思很干脆地说道 面对传说中的战神 任何伎俩都是个笑话 横竖不过一死 所以他很干脆地说 不瞒您说 我们的攻击游击队 是得到了别人的帮助 是他们先干掉游击队的 重要人物 指挥系统混乱 所以才成功了 而那些人 趁着我们进攻后 搭乘船只走水路离开了 这些我早就猜到了 说点我不知道的吧 逼思却很清楚 如果自己稍有犹豫 或者耍仗 对方肯定会毫不客气地下死手 他不敢大意 赶紧说道 他们一共24人 东方人 还有一些白种人和黑种人 很奇怪的组合 好些高手 具体实力看不透 我的能力有限 嗯 你确定人数没错 东方人数有多少 人数绝对错不了 我肯定 东方人11个 其他都是别的肤色的人种 应该不是东方人 怀疑是科学家 大概13人 逼思赶紧说 反正都是说 不差多说这一点 干脆知道什么 就很光贵地全说了 11人 老将军威宁的双眸中 闪过了一抹亚异 根据情报 那支队伍不是死了三四个吗 难道全身而退 看来 得重新评估那支队伍的战斗力了 他想了想问他 嗯 他们领队的是个什么人 详细点 领队 毕斯愣了一下 选机反应过来 领队的人看起来 应该不超过20 但他身边的人实力高强 对这个人却很幸福 而且 我有一种感觉 这个领队的人 和其他人 应该不是一个小队 你的意思是 领队的不属于小队 旁边那一名军人陈生问 我也不知道 就是感觉不像 他们对这个领队只有佩服 没有服从 而且 他们都称领队为老弟 另一个是队长 就连领队也称另一个人为队长 所以 基本上可以肯定 领队和这支小队不是一起的 具体的我也不清楚 还知道什么 其他就不知道了 他们有事都背着我 毕斯赶紧说 事实上也是如此 老将军也明白其中的道理 机密钥匙 没理由当着外人说 他想了想 说道 你跟他去做个电脑拼图 我需要知道这个人的相貌 好 毕斯赶紧答应 干一名军官到一边去了 这时 一名忠孝走过来 低声问 将军 老将军摆摆手说 算了 这支毒贩武装留着吧 以后说不定还用得上 回头你警告这个混蛋几句 让它变成我们的眼线 另外 根据情报 黑暗联盟秘密研制出了一枚合计弹头 这是世界上 目前知道的唯一一颗合计弹头 据说在凤凰山 你和情报部门协调一下 带队过去看看 务必要将弹头拿回来 明白 忠孝赶紧答应 敬礼后 转身离开 有点意思 居然还是个不到二十岁的少年 但愿这次凤凰山能够遇上 有机会过过招 老将军低声自语起来 浑浊的目光中 闪过了一抹骇人的金光 时间匆匆 不知不觉又过去一个月了 这天下午 在龙崖基地底层苦训了两个月 跑酷的李锐 跟着教官来到了市中心 为了避免被人盯上 两人都穿得嘎巴发 这款服饰带着浓浓的街头风 肥大的裤子和大号的上衣 正是为了凸显出动作所特有的飘逸和灵活 而整体服装的偏大 也可以弥补部分动作的瑕疵 黑色大号T恤和大号裤子 裤子用腰带捆紧 看上去就像是专业的跑酷爱好者 教官也同样打扮 两人走在一起 很是吸引人眼球 但仅限于好奇 两人来到一片老城区 老城区的房间一栋挨着一栋 高矮错落非常密集 小乡纵横交错 四通八达 很多社会底层的人 就租住在这样的房间里 两人来到一栋建筑楼下 李锐看到进入建筑群中心的道路上 满是各种小摊 有卖水果的 有卖蔬菜的 也有卖手机配件的等等 站满了街道 新人经过都很不方便 可见这片区域居住的人口之多 两人很顺利地上了一栋建筑屋顶 站在边缘举目望去 周围全是密密麻麻的建筑屋顶 有的上面装了信号锅 有的上面装了太阳能热水器 更多的是拉满了绳索 上面晾满了各种棉被之类的 教官指着对面说 从这里过去 直线距离大约一千米 两分钟内跑过去算你合格 有没有把握 李锐抬头望去 沿途建筑高低错落 很不规则 好些地方都必须绕行 真正需要走的路 完全不止一千米 两千米都有可能 李锐在心里估算了一下 好 我试试 全力以赴就是 嗯 去吧 记住 到最前面那栋 有天线的房顶结束 教官陈生说 拿出了计时器 见李锐做好了准备 大手往前一切 以便按响了计时器 李锐迅速冲了过去 脚下用力一跳 身体腾空而起 足有四五米高 基因战士的爆发力和力量 都不是普通人能够比拟的 一旦学会了跑酷这项极限运动 爆发出来的力量 更是强大 跳四五米 根本不算什么 人在空中 李锐身体一个前空翻 稳稳落地后 脚下用力一等 身体就像是离弦之剑般冲了过去 沿着屋顶的边缘 狂冲了一段距离 身体再次腾空而起 双手伸开 双脚收缩 就像是大鸟一般朝前跳去 足足飞了出去十来米远 落地后一个翻滚 蹭蹭几步就往前继续冲去 到了屋顶边缘 脚下用力一等 身体嗖地一下窜上去 第182集 前面是一栋略高的建筑 李锐一个纵远 跳上去足有五米高 踩在露天的空调机上 身体借力再次往上一窜 又是四五米高 再次借力空调机 身体搜地一下窜上去 单手攀上了屋顶边缘 手臂用力 身体一个扭转就上了屋顶 李锐迅速爬起来朝前冲去 继续跳跃奔跑 就像一只大号的跳蚤 不断地在屋顶蹦来蹦去 身体敏捷异常 身发更是灵活如猴 在复杂多变的建筑群屋顶上 如履平地 眨眼间就去了几百米开完 看得教官满意之急 跑酷的动作并不难 只要刻骨训练总能达成 但要想跑出艺术的境界和高度 则需要天赋 而李锐从小跟着安利大叔打猎 蹦蹦跳跳惯了 很有天赋 两个月的苦训 成绩顶上别人苦练一年 时间过得很快 而李锐则跑得更快 眼看就要到了终点 教官看了一下时间 满意地笑了 等李锐到了终点挥手时 教官按下了计时器 距离规定时间还长13秒 也就是说 李锐提前了13秒完成了考核 教官大喜 这个成绩已经很不错了 竖起了大拇指 一边做了个手势 示意李锐过来 李锐做了个手势表示理解 从另一条路跑了过来 又是一番连锋带跳 不到两分钟 又回到了教官身边 气不传脸不红的吻 教官 还行吗 虽然我很不想让你通过 但不得不承认 你很有天赋 从明天开始 我叫你滑板 以你的身体协调性和柔韧性 最多一个月就能学好 我想先去摩托 可以吗 李锐脸色一沉 郑重地问 有什么问题 我有不好的预感 恐怕要出任务了 等不了一个月 而摩托对我这次的任务 说不定有莫大的帮助 所以我想提前学 不行 没有全部考核通过不能走 我可是和雷公达成了共识了的 否则当初我也不会答应 全力以赴地训练你 这种事情必须一股作气 时间耽搁久了 身体肌肉会变硬 甚至不够协调 必须趁热打铁 将任务往后演 或者交给别人去做 龙牙不缺你这样的人 我知道 但还是想学摩托 请教官通融一下 凡事都应该循序渐进 先跑酷 将协调性锻炼出来 然后才是滑板 将身体的协调性 进一步激发出来 最后才是更快 更难的摩托车 反过来学太危险 而且非常难 你需要付出两倍的代价 再难都不怕 请教官成全 嗯 什么事让你如此坚决 这 李锐犹豫起来 不知道该不该说 教官何等老了 一眼就看穿了李锐的心思 当即白白手术 如果牵涉到秘密 就不要说了 规矩我懂 如果你坚持 那就先学摩托吧 不过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后天开始吧 我得协调好专职的医生 随时担命 有多危险 滑板在忧心场训练时 摔一跤也不过如此 因为不会太高 但摩托车不同 一飞冲天 借助跳板 更可以高达几十米高 人在空中 一个不注意就摔下来了 就算你是基因战士 也受不了 出点事 雷公非半了我不可 谢谢你 教官 行了 都是为了国家 希望你好好训练 将来在战场上 多力战功 我的面子上 才光彩一些 走吧 咱们得去准备了 清明节 祭奠先祖的节日 无论身在何方 居在何处 人们都会想尽一切办法 提前一天回到老家 以便清明节这天 能够出现在祖辈坟墓前 清除一下杂草 雷点土石加固 再板上供品 燃放鞭炮 烧些香煮纸钱 最后将自己这一年的事情 汇报一遍 祈求祖辈来年继续保佑 这是一个深入一代的子孙血脉的节日 不需要督促 也无法阻拦 到了这一天 都会自觉地赶来 千百年来从未减短 这天 阳光明媚 兴风徐徐 青草连绵的广阔草原上 走来一名少年 他背着行囊 穿着朴素的便装 戴着草原上特有的帽子 看上去 就像是回家的牧民 新走中 少年神情沉痛 不断地打量着四周 虎牧间多了几分潮湿 正是赶来既定的李锐 之前为了变强 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 都放在了训练上 加上担心 独卸拥兵团的人 会在草原上蹲守 实力不够 所以不敢前来祭奠 这一次 李锐再也控制不住 心中的思念和愧疚 请假过来了 雷公考虑到李锐的心情 考虑到独卸拥兵团 已经被追查的东躲西藏 并没有阻拦 只是叮嘱沿途小心 速去速回 李锐慢慢行走 在熟悉的草原上 每一片土坡 每一棵树 甚至暴露在地面的 每一棵石头 都那么的熟悉 风景依旧在 人去空于恨 昔日的帐篷没有了 昔日的羊群也不见了 昔日的牧羊犬 和孩童欢快的草原 割咬也再看不到了 岁月匆匆去 梁仔空悠悠 劫身毒于恨 血愁何时休 得意何所欢 尸又何所求 离离园上旧 人生一场秋 不知不觉就三年多过去了 草原还是那个草原 但自己已经不是那个自己了 蹉跎两载 大仇依然未报 得到了龙牙的身份 又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呢 失去了太多太多 这是自己活着的追求吗 青草离离 难道自己就像是秋天一样凋零 一事无成的归入大地吗 太多的仇 太多的恨 李锐感觉自己心口沉闷 呼吸都有一些困难起来 他恨自己无能 三年多了 还没有报仇血恨 愧对父老相亲 往前的脚步是越来越沉重 但依然慢慢地往前走去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李锐不清楚 自己是怎么走过来的 看着前面曾经有人居住过的痕迹 正是部落原来生活的所在地 土坡依旧在 青草一一 李锐扑通一声跪下 默默地取下杯囊 从里面拿出了碗筷 酒和一些纸钱香烛 点上了三根香烛 摆上三只大海碗 再满上草原人最喜欢喝的老酒 李锐拿起纸钱默默地点起来 很想说些什么 却发现任何语言都是那么地苍白 那么地无力 大仇未报 说什么都显得虚假 李锐默默地烧着纸钱 一行虎泪滚落下来 嘴里不由地哼起了一首歌谣 白云飘过的地方 是草原人千年的向往 翻飞的草地 成群的马羊 还有那洁白的哈达 传唱着梦回千古的歌谣啊 草原的英雄啊 随着金戈铁马 消失的嘎拉山的远方 孤单的白狼啊 渴望找到回家的方向 脑海里 安利大叔的慈爱 父老乡亲的关心 孩童们的欢快 一幕幕都像是放电影一般出现 李锐默默地唱着 一遍又一遍 任凭泪水打湿了衣裳 英雄有泪不轻弹 只是味道伤心处 枝田烧完了 李锐拿起了一瓶老酒打开 平举在前 对着茫茫草原 用土语沉声说 大叔 乡亲们 白狼来晚了 我对不起大家 老酒划过喉咙 不断地灌了下去 咕咚 咕咚 一瓶老酒 被李锐一口气灌了下去 随手将瓶子丢在了旁边 身体一晃 伤心地倒在草地上 看着白花花的太阳 闻着熟悉的草原青草的味道 泪流满面 无语凝焉 李锐就这么静静地躺着 躺着 他不想动一下 脑海中全是以往的种种 任凭泪如雨下 嘴里却不断地哼唱着那首歌谣 一遍又一遍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李锐慢慢起身来 对着茫茫草原 郑重地磕头 一个又一个 九个响头 磕得额头发青 魂不在意 深深地望了眼熟悉的草原 就像是要把这草原 永远地磕在心中一般 他默默地起身来 抹了把眼泪 郑重地说 亲人们 愿天堂没有战争 我一定会拿着 屠些拥兵团团长的头 来这里祭奠你们 一阵风吹过 吹得指尖灰烬漫天飞舞 天空也柔和了一些 就好像乡亲们的阴魂 来到了一半 李锐深深地看着前方 久久不遇 目光却变得坚定起来 吉亚在心中的愧疚和悔恨 这一次释放了出来 心情好受了些 之后 李锐收拾妥当 朝草原更深处走去 天黑时分来到了边境哨所 看着熟悉的哨所 不一样的驻军 李锐不由想到了 胡杰连长带着战士们 拉响了激光手雷 和敌人同归于尽的情景 心情再一次沉重起来 李锐没有去哨所 而是在距离哨所前几百米处 曾经战斗的地方停了下来 再一次摆好了香烛 碗筷 倒上老酒 烧上纸钱 看着曾经被鲜血染红的地面 时隔三年多 青草的整势 比周围其他地方好得多 都是浸染了英雄的血啊 胡连长 我已经找到了您的家人 小花考上了国立大学 你一定想不到吧 你爸妈都很好 您就放心吧 有什么事 就托门给我 我一定办 李锐缓缓地自言自语起来 带着浓浓的尘头 不远处 一支巡逻队走来 惊讶地看着李锐 有些闹不懂李锐在干嘛 但见李锐慕名打扮 并且没有携带武器 在草原上祭奠 也不算玫瑰 不好干涉 班长示意大家停下来 自己上前问道 小兄弟 你这是 李锐淡淡地扭头 看了对方一眼 我很快就好 完事就糟了 班长见李锐不想说话 不好打扰 答应一声后退了些 在旁边等着 烧所里重点任何事情都不能大意 李锐知道班长的职责所在 默默地烧完纸钱 收拾一番起身来 朝漆黑的草原走去 小兄弟 天太黑了 不如留 班长善意地提醒 不用 谢谢了 李锐身份特殊 不能暴露 所以也不便留下 他感激地打断道 渐行渐远 很快消失在层层的夜幕之中 回到基地后 李锐再一次投入到艰苦的训练之中 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一个月 上面迟迟没有消息过来 这让李锐好奇不已 几次去找雷啸天了解情况 看什么时候对凤凰山动手 却被告知不在 没有雷啸天的允许 李锐也不便私自行动 不得不继续静下来训练 这天下午 李锐训练完毕 回房冲洗一番 换上了干净的衣服来到食堂 取了一些吃的 随便找了个位置坐下 食堂已经聚集了不少人 大家低声交谈着 场面很融洽 李锐看了眼周围 默默地吃了起来 没多久 李锐见有人过来 抬头一看是晴柔 惊讶地问 你不是回家了吗 什么时候回来的 回来一个小时左右 你练得怎么样了 金蓉笑的 在旁边坐下 还不够 李锐谦虚地说 少来 以你的身体柔韧性和领悟力 加上你过人的天赋 肯定不会太差 这是好事 没什么不能说的 对了 林静呢 嗯 不知道啊 你找他 直接给他打电话就是了 李锐边吃边随口说 我说 你就一点都没发现吗 嗯 发现什么 李锐惊讶地反问 这段时间忙着训练 其他都没有顾上 还确实什么都不知道 见秦荣不像是在开玩笑 更好奇起来 秦荣见李锐不像是随便说说 而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没好气地说 你啊 真是个木头脑袋 没看出来林静很喜欢你吗 没看出来 最近有人这疯狂地追林静吗 你有情敌了 居然都不知道 对方怎样 对方据说 是行动局的一颗星星 七级精英实力 前不久还立下了特等功 听说行动局那边会重点培养 家世也不错 还是大学生 长得也帅 对林静那叫一个痴迷 秦荣解释道 千里锐低头吃饭 并不关心的样子 不由己了 没好气地问道 你就一点都不担心 担心 为什么要担心啊 真是气死我了 懒得管你了 秦荣没好气地说道 自己也吃起饭了